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晨雨 阑珊梦演播 第一集 虚实的帮子窃缸敲过 泉州圣府陆陆续续点上灯火 西侧院正房堂屋内上手 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 手缠念珠衣着朴素 与周遭的富贵青雅颇有些格格不入 此时屋内下手坐着的 正是圣父当家老爷 圣洪 此时初夏 圣洪身着一件 褶石色的薄仇下山 言语间甚是恭敬 祖宗保佑 儿子这次考祭平了个忧 升迁的名指 越越迪可下来了 也不极其他人 也不枉你在外头熬了这些年 从六品升上去最是艰难 过了这一关 你也算的是中品官员了 这次你升到哪里 可心里有底 圣老太太语调平平 未有波动 耿士叔已然来信报纸 应该是登州之州 圣洪向来为人谨慎 但言及此处也忍不住流出喜色 那可真是要恭喜老爷了 素来之州一职 多由从五品担当 你一个正六品 可以当一州之州 不但是祖宗积德 也得多谢为你打点的人 那是自然 经中几位士叔士伯的礼担 儿子已经拟好 请母亲过目 圣洪从秀内掏出几张宿间 递给一旁势力的丫鬟 老爷这些年 处事愈发老道 自己拿主意便是 切记一句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 银子要使得得法 礼数要周全 不卑不抗 却要清静 那些老大人 一辈子都在官场上打滚 练得各个都是火眼金鸡 这些年来 他们对你多有照福 固然是因为你父亲在世时的情分 也是你自己争气 他们方肯出力 圣老太太多说几句便有些喘 身边的房妈妈 立时端起茶杯凑到她嘴边 一手还轻轻地在老太太背上顺着 圣洪健壮 一脸恍然 急切道 母亲千万保重 儿子能有今天全依仗了母亲的教养 当初若非母亲大意 儿子这会儿也不过在乡下浑浑度日罢了 儿子岂得孝敬母亲的 圣老太太不语 似乎神出 过了半场 说不上什么大意不大意的 不过全了与你父亲的夫妻情谊 总不好让她百年之后粉肿凄凉 好在 你总算上计 语音微朔 渐渐不闻 圣洪不敢接口 堂屋内一时肃静 过了一会儿 母亲春秋正盛 将来必然负责绵延 切放宽心 好好僵养才是 说着环顾四周 不由皱眉道 母亲这里也太肃静了 没得弄得像个安堂 母亲 听儿子一句 寻常人家的老太太也有吃宅念佛的 却也摆设得热热闹闹 母亲何必如此自苦 说让人瞧见了 还以为儿子不孝呢 热闹自在心里 人心若是慌了 人心若是慌了 装扮得再热闹无用 不过笼子的耳朵 摆设罢了 都是儿子不孝 管不住媳妇 不愿你 不愿你 你的孝心我是知道的 也不用埋怨你媳妇 我本不是她正经婆婆 没得摆什么谱 三天两头来见 她也累 我也烦 你也不用忧心 有人说你不孝 我早年名声在外 不少人是知道我脾气的 这么远着些 大家反倒舒服 圣红急急地说 母亲说的什么话 什么叫不是正经婆婆 母亲是父亲 明媒正确的正方太太 是儿子的嫡母 更有再造之恩 凡且种种 都是儿子儿媳的错 母亲千万别这么说 圣老太太 似乎有些不耐烦 轻轻挥了挥手 这些琐事 老爷就别管了 倒是生前在即 老爷得紧着打点 你当泉州同志这些年 有不少心得之人 走前可得尽了礼数 大家同在一个官场上 今日不见明日见的 不要冷了同僚的心 总得好聚好散才是 母亲说的是 儿子也这么想 一起当初刚到泉州之时 还觉得这岭南地带 气候炎热 人情粗犷 就算不是个画外之地 也不得叫化 不曾想这里风调雨顺 百姓淳朴 又地考沿海 得余言之力传武之便 虽不如江南复术 倒也民财泼风 这几年住下来 儿子倒有些舍不得了 这倒是 我一辈子都住在北方 便是千好万好的江南 我也是不愿去的 没想到这泉州 到住惯了 这里山高皇帝远 日子悠哉 临行前把这大宅子卖了 只办个山水好些的小庄子 既不招摇 将来也有个养老的地方 这打算极好 儿子觉得妙极 回头出去吧 圣老太太规矩极言 这番话说下来 满屋的丫头婆子 竟没有半分声响 母子俩说了悔字话 圣红几次动唇 想提一件事 却又缩了回去 一时屋内又冷了下来 圣老太太看了她一眼 端着茶碗 轻轻拨动茶叶 一旁的房妈妈极有眼色 轻声招呼 屋里的丫鬟婆子出去 亲自把人都赶到了二屋边上 吩咐几个一等大丫鬟几句 才又回到正房服侍 正听见圣老太太在说话 你总算肯说了 我原还当你 打算瞒我这老太婆到死呢 圣红垂手而立 一脸惶恐 悔不听母亲当初这言 养出今日这套祸事来 都是儿子无德 事事家宅不宁 只是家宅不宁 没想到你如此昏馈 你可知此事可大可小 请母亲指点 圣老太太从紫檀软榻上 直起身子 说道 我原是不管是的 也不想多嘴多舌惹人厌 你喜欢哪个都与我不相干 你房里的是是非非 我也从不过问 可这几年你也越发于理了 你去外头打听打听 哪个规矩人家 有你这样带妾室的 给他脸面提及 给他装子店铺 他如今也有儿有女 只差一个名分 什么不比正经媳妇差 你这样嫡数不分乱了规矩 岂不是酿出家货来 好了好了 今日终于闹出人命来了 血淋淋的一尸两命 你又如何说 圣红满面愧涩连连作依 母亲教训的事 都是儿子的错 儿子糊涂 总想着他孤身一人脱避我 着实可怜 他放着外头正经太太不做 宁愿给我做小 我心里不免联系了些 加上他是老太太这里出来的 总比一般姨娘体面些 却没想 爱之是一害之 让他愈发不知进退 儿子真是知错 圣老太太听到后面几句 轻轻冷笑几声 也不说话 端起茶碗轻轻吹着 房妈妈见状 便上前说 老爷宅心人厚 老太太如何不知 这件事拖了许年 不说清楚 大家以后过日子 总也不顺当 老太太是长辈 有些话不便说 今日 就让我这老婆子 拖个大 与老爷说说清楚 我老爷 不要怪罪 房妈妈说的什么话 妈妈这些年 为圣家鞠躬尽脆 服侍母亲尽心尽力 与我便如同自家长辈一般 有话尽管说 房妈妈不敢受理 侧身服了服 那老婆子 就饶舌了 那林姨娘的母亲 与老太太 原是闺中相识的 说起来 当时 也不过几面之缘 本就不比 另几个闺中姐妹要好 各自出嫁后 更是全无往来 我自小服侍老太太的 这事我最清楚不过 后来 她的夫家 行止不当 获了罪 虽为抄家杀头 却也门庭没落 那年 林老太太的当家男人病逝 她又膝下五子 一时没了衣裳 带着女儿度日凄凉 临死前 她寻到老太太处 只求着老太太 看她当日的贵重情分 好歹照料她女儿一二 她那些亲戚 哥哥如狼似虎 没得害了女孩子 老太太 是吃宅念佛之人 心肠 最是人善不过 便硬了下来 将林姨娘 接进府来 那几年 我们老太太 自问待她 不斥亲女 吃的 穿的 用的 样样 都挑顶尖的给 还日日念叨着 要给她 值半份嫁妆 寻个好婆家 听到这里 圣红 面色微红 似有羞涩 房妈妈叹了口气 接着说 唉 谁曾想 这位林姑娘 却是个 有大主意的人 给找了几户 人家 她都不愿意 却私底下 与老爷 有了首尾 老婆子 说话没规矩 老爷 别见怪 这整件事 我们老太太 全然蒙在鼓里 等太太 怒气冲冲的 哭到老太太 跟前 老太太 这才知道 自己身边 养的女孩 这般没有规矩 圣红羞残不已 面红耳赤 话也说不出来 原本太太 和老太太 也不似今日这般 想太太 刚过门那会儿 婆媳俩 也是亲亲热热 客客气气的 可那事一出 倒想是 我们老太太 特意 去抹太太的 面子 养林姑娘 是为了 给老爷 逃小老婆 后来 老爷您 娶了林姨娘 过门 再接着 林姨娘生儿育女 日子过得 比正经 太太还体面 太太不免将怨气 都跪在老太太身上 和老太太 也不怎么来往了 老太太 真的是良透了心啊 圣红扑通一声 直直地 给圣老太太跪下了 垂泪道 儿子最该万死 给母亲 惹了这许多不快 圣母亲 心底憋屈 却又无处可说 儿子不笑 儿子不笑 说着便连连磕头 圣老太太 闭了闭眼睛 朝房妈妈 抬了抬手 房妈妈 连忙去扶圣红 圣红不肯起身 告罪不已 儿子不笑 儿子最该万死 儿子不笑 儿子最该万死 你先起来吧 这些内伪忠士 你一个大男人 远也不甚清楚 起来吧 母子哪有隔夜愁的 圣红这才起来 额头却已是红肿一片 圣老太太叹气道 我也知道 你小时候 与春姨娘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不易 我那时 连自己儿子都顾不上 这也不知道 下人奴才 欺上瞒下的不孝行径 让你受了苦 而现如今 你那太太又不是个宽厚的人 是以你总怕 林姨娘和风哥受委屈 叫下人欺负 受嫌弃 给他们房产 田地傍身 我如何不知道 你的良苦用心 这才闭上眼睛 合上嘴 这几年装聋作哑 全当个活死人罢了 如何与老太太相看 都是儿子无德 母亲信如明镜 句句说到了儿子心坎上 儿子就是怕太太 这才重过了些 坏了规矩 儿子万死 别一口一个万死万死的 你死了 我们孤儿寡母的依靠谁去 圣老太太 示意房妈妈 给圣红把椅子端过来 扶着油渍剃泪的圣红坐下 等房妈妈给圣红上了条热精子 敬念上茶之后 圣老太太才接着说 且不说天理人情 你也不想想 你现如今刚儿立之年 试图不说一帆风顺 却也无甚波折 当初与你一道重镜似的几位礼 有几个与你一般平顺的 有多少人还在干巴巴的苦熬 眼红你的 等着挑你的错处的 那可不是没有 且魏姨娘又不是我家买来的丫鬟 她也是正经的好人家出身 原本在江南也是耕毒传家的 她原是要做人家正房太太的 若不是家中遭了难 就是再穷也不肯为妾的 现如今 她进门还不过五年就惨死 要是有心人拿此事做法 窜夺着她娘家闹事 参你个至家不利 网顾人命 你还能顺顺当当的升迁吗 圣洪心头一惊 满头大汗 幸亏老太太明白 及时稳住了魏家人 儿子才无后顾之忧 那魏家人也是个厚道的 知道了魏姨娘的死讯 也没怎么闹她 只想要回魏姨娘的尸首 自己安葬 我自是不肯 魏家人连我多给的银子都不肯要 只说他们没脸 拿女儿的卖命去 只求我多多照拂名丫头 便感激不尽了 那一家七皇 我瞧着也心酸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晨雨 阑珊梦演播 第二集 圣老太太掏出手绢来 试了试眼角 房妈妈亲自从外面 端着茶壶来蓄水 给两个润瓷符纹茶碗都添上水 细心地盖上茶碗盖 也跟着叹气说 哎 魏姨娘是个厚道人 她养出来的姑娘也可怜 自打她姨娘没了 她就连着烧了两天 烧得糊里糊涂的 醒过来这些天就一直痴痴傻傻的 连整话都没说过一句 那日 我奉了老太太的命去瞧她 只看见外面婆子丫鬟 嬉笑打闹 屋里竟没半个人伺候 我一进去 就看见 姑娘她竟自己下床倒水喝 不过四五岁大的孩子 连桌子都够不着的小人 趴在小屋子上 垫着脚 碰着茶碗喝水 这儿这儿 可怜见的呀 房妈妈说完也抹起眼泪来了 圣红想起魏姨娘往日的柔情良善 心中大痛 蚕色道 我本想把她送到太太那里去 可这几天 如丫头也病了 太太那里也是一团忙乱 打量的过几天 太太得闲了再送去的 圣老太太顺云了气 缓缓地说 得什么闲 民丫头是要她抱着 还是要她背着 家里丫鬟婆子要多少有多少 凡事吩咐下去自有人去做 不过略费些心思罢了 她推三阻四的不肯养民丫头 怕是在拿桥吧 圣红拘谨的又站起来 不敢回声 圣老太太看了她一眼 声音带着些许冷意 你不敢说她 也说不着她 无非是自己立身不正 被她继续抢白罢了 当初你自己先坏了规矩 把个姨娘宠得没大没小 竟跟正房太太一般排场做派 太太说了些什么 我也想得到 怎么 没事的时候 都是姨娘自己带孩子养 死了青娘 倒想起她这个挂名的嫡母了 这也怨不得太太恼了 以前的事 我全都不管 只问你两句话 你老是答来 母亲请讲 莫说两句话 就是千句万句 无有不答的 圣老太太目光紧紧盯着圣红 第一 魏姨娘这一尸两命 你是打算葫芦过去算了呢 还是要拿人抵命 此事要细细算计 家中有这等阴毒之人 岂能轻饶 她今天能还喂姨娘 和我祖了月的骨肉 明日 就能朝其他人下手 我圣家门里 岂能容这种人 圣红咬牙答道 圣老太太面色微济 缓了一缓 接着问 好 第二 现今家中这样没大没小 敌数不分的情形 你打算怎么样 母亲明鉴 我回去看见魏姨娘一身都是血的尸首 还有那火火闷死在母腹中的孩子 心中一日悔恨难达 下人们敢如此张狂 不过是没有严厉的规矩阅书 上梁不正 下梁外 一切的根子 自然是出在手头 我已下定决心 必得张宋门风 好 好 有你这两句话就好 圣老太太心中微长 知道圣红为人 便不再往下说 只连连点头 你这官 要是想长长久久坐下去的 我们圣家 想要子孙绵延的 必得从延至家 要知道祸起肖墙之内 许多世家大族 往往都内里头烂起来的 咱们可得借借 母亲说的是 前几日儿子 一直为季考之时忧心 现如今心头大石落下 腾出时间来整顿整顿 先从魏姨娘 临盆当日的那起的丫鬟婆子 收拾起来 圣红音调平静 心里显是颇怒 没想到圣老太太一口否决 不行 现在不能查 老太太 确实为何 难道要纵容这些个刁奴不成 圣老太太 深意地看了圣红一眼 你在泉州认同之数年 大家伙都知根知底 家中女眷都素有交往 一众丫鬟婆子 仆役下人 不少都是本地买来的 家里有个风吹草动 别人如何不知 你虽预料有大多交好 却也难保有暗中极恨你的人 你前脚刚死了姨娘 后脚就大肆整顿仆役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摆明了告诉别人 你家宅不宁 亏得母亲提醒 儿子显些误了事 要是在泉州收拾家里 到时候要打卖人口 怕是泉州都晓得了 待我们到了山东 到时候天南地北 我们怎么发落那几个刁奴 哪个外人又知道内情了 正是 所以 你这会儿非但不能生长 还得稳住这一大家子 风平浪静的到登州复任 待明纸下来 你拿了官印 咱们一家子到了山东安定下来 你再慢慢发作不迟 老太太明鉴 儿子已经许多年 没和老太太说提及话了 今日说了这一番 心里好生长量 将来管家制驾 还要多一张老太太了 得让太太啊 多多来向老太太请教才是 不了 我已是半截入土的人 这次要不是动静闹大了 我也不多这个事 以后我这边 以后我这边一切照旧 让你媳妇每月请安三次即可 你们自己的事 自己管 自己的家 自己理 我只轻轻静静静地 念佛吃斋就是 圣洪诚恳道 圣老太太似有些累 靠在软踏的靠背上 微合眼睛 声音渐渐弱下去 屋角弹幕机上 摆着一盏紫童麒麟香炉 静静地吐着云纹般的香烟 圣府东侧莲花池旁 此时天日将晚 屋内闷热 院子里倒是凉风袭袭 几个小丫鬟 正在院里嗑瓜子闲聊天 也没留半个人在房里伺候 姚依依一个人 躺在里屋的举木灶的架子床上 半死不活地发呆 姚依依把肉团一样的小身体 埋在靠枕堆里 短小的四肢张成大字形 神情呆滞 萎靡不振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姚依依一直处于这种游魂状态 她转着小脑袋 四下打量屋子 这是一个类似于电视里见到过的古代房间 房间当中放着一个如意圆桌 姚依依看不出来那是什么幕僚 不过光泽很好 亮堂堂的显然是好货 墙边靠着一个雕花的木质顶柜 上面的花纹依稀是八千过海的样子 还有几个矮机和圆墩方凳什么的 姚依依觉得有些口干 光着脚丫下了床 南方人习惯用木板铺地 所以光脚丫踩在地板上 也不觉得冷 来到如意圆桌前 看见桌子下面放着一个小屋子 和一个略高于小屋子的圆凳 姚依依觉得很好笑 她踩上小屋子 再爬上圆凳 稳稳荡荡地勾着桌子 托过一个沉甸甸的茶壶 对着壶嘴就咕嘟咕嘟地喝起来 喝完后 顺着钢材的顺序又爬回床上 忽觉得齿颊流香 姚依依脑子迟钝地想到 哦 今天不是白开水了 变成茶水了 似乎还是好茶 前些日子 她也是睡到口干 自己爬着去喝茶 忽然门外进来了几个人 领头的一个老妈妈 看见她爬桌子喝水的样子 好像被雷劈了的震惊状 似乎深受打击 当场就把院子里的丫鬟婆子 发落了一顿 对着自己好一顿劝慰安抚 当时姚依依刚来到这个世界没两天 还完全没有进入状态 来到一个新世界后 应该出现的父亲母亲奶妈或贴身丫鬟 她一概没有 每天只是走马灯一般地 静静出出许多人 她连面孔都没有认全 于是她只能目头目脑地看着 听着 没有任何反应 那老妈妈叹了口气 说了几声可怜 就走了 姚依依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被同情了 其实她很想说 没有人在房间里 她更自在 作为一个冒牌货 要她惊魂未定的情况下 镇定装样子 这个 比较难 她一个人在屋里 想伸腿就伸腿 想趴青蛙就趴青蛙 反倒有利于穿越后 初期情绪恢复 那天 那老妈妈走后 那些丫鬟婆子 立刻改善了服务 在桌子上 放着些点心吃食 茶壶内蓄着茶水 昨天还放了一盆新鲜沾水的葡萄 更为贴心的是 她们按照姚依依的身高体型 放了几把高低不一的凳子 蹲子 刚好形成阶梯状 好方便她爬上爬下 然后 她们又出去玩了 姚依依十分感动 屋外的院子里 传来阵阵说话声 姚依依不用竖起耳朵 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最近这段日子 圣府里风起云涌 这个清冷小院里的丫鬟们 抖擞精神 将八卦事业 开展得如火如荼 今儿早上 我听老爷跟前的来福说 乞儿个上头的名指下来了 咱们老爷 这回生了个支州 月底便要去当州夫人了 这几天 林娘那里忙得乱哄哄的 急着要把些铺子折线 到时好一病带走呢 我的乖乖 你们说这些年来 林姨娘到底有多少家底啊 我瞧着 她素日比太太还阔气呢 都说她是大家小姐出身 应是仰慕我家老爷 才委屈自个儿做了小的 看来此话不假 呸 你听那棋子捧红彩地的胡扯 我娘早对我说了 那林姨娘 不过是个破落官换家的孤女罢了 当初刚来咱们圣府的时候 身边只带着一个小丫头 和一个老妈子 相拢包袱家起来 统共也不过五六个 身上穿的 还没有福利亚等的丫鬟好 哪来什么家底 天啊 那林姨娘现如今可阔气了 老爷这么偏爱她 难怪太太总也不顺气 连带着风哥和莫姑娘 老爷都有些偏爱 这林姨娘真有能耐 那是自然 不然咱们哄到老爷 这么喜欢她 连太太的脸面 和府里的规矩都不顾了 老太太心里虽不高兴 却也懒得管 她肚子又争气 儿女双全 自然摇杆子硬 唉 眼瞧着咱们这院子 是不行了 魏姨娘在的时候还好 老爷还时常来 这会儿 魏姨娘一去 历史变冷冷清清的 也不知道我们姐妹几个 会到哪里安置 要是能去林姨娘那头就好了 都说那儿的姐姐 吃的穿的还有月钱 都比旁处要好呢 小蹄子 你想的没 我告诉你 林姨娘可不是个 好相遇的主 姚依依听出 又是丫鬟C的声音 她冷笑着说 哼 当初她刚进门的时候还好 但生下了凤鸽后 便不着痕迹地 把几个有资历的丫鬟婆子 都慢慢地扁了出去 我娘 还有赖大娘 还有翠喜的姐姐和老娘 你倒是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这些人 当初见过她落魄寒酸样的 呀 姐姐说的是真的吗 这林姨娘这般厉害 我要是瞎说 叫我烂蛇根 如今倒好 有身份的妈妈不会说 会说的都扁出府去了 府里竟没有人说她的过去 只有那些个得了她好处的黑心鬼 四处说她的好话 什么琴琴说话无一不通 什么诗词歌赋样样皆经 心地厚道了 秉性醇厚了 我呸 真正厚道醇厚的那个 刚刚死了 就是我们鼎鼎老师的魏姨娘 翠姐姐 你小声点 被听见 你可落着不好 哼 我怕什么 我是早配了人的 且我娘是老太太跟前的 早就出了府在庄子里的 前日里我老子娘已向老太太讨了恩典 这次老爷升迁去灯州 我就不跟着去了 在庄子里帮着做些活 到时候 再也不用见这些糟心事了 原来丫鬟崔西已经找好推路了 难怪这么不计他 这次要不是魏姨娘的事 谁知道李姨娘的心这么狠呀 瞧她说话那么斯文有理的 待人又和气 谁能想得到呢 我们魏姨娘刚死 她就把迪儿姐姐几个都给撵走了 连我们姑娘的奶妈都一并给浅了 只留下咱们几个 什么也不懂得三等丫头 她们几个是魏姨娘最得力的 素日也与魏姨娘极要好 自是要撵走的 不然到时候老爷问起来 查出个什么端倪 可怎么办 什么端倪 你又吓成什么 哼 我们虽是三等丫鬟 但也不是瞎子 那日魏姨娘临盆的时候 明明饮食一刻就叫疼了 蝶儿姐姐急着去林姨娘那里求 给叫个吻婆 可吻婆为什么拖到快四十了才来 家中的婆子里也有不少懂接生的 怎么偏就那么巧 前几天都放了假 待她魏姨娘熬不住的时候 蝶儿姐姐急着要进步要开水 怎么咱们几个不是被换去叫人 就是被拆抢的跑腿了 要紧的时候 院子里竟没一个人好使唤 要知道 老爷和太太是早几日就出了门的 西院的老太太是不管事儿的 福利一干大小事情 都是林姨娘说了算 你说有什么端倪 老天有眼 老爷突然有公事 早了几日回府 刚刚看见魏姨娘咽下最后一口气 问了蝶儿姐姐几句 历时发了火 要是再晚几日回 怕是早被林姨娘收拾得干干净净 什么也查不出来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陈雨 蓝山梦演播 第三集 此话说完 院子里一片安静 只有几声长长的接叹 姚依依依同学轻轻吐了口气 换了个姿势 等着听下半场 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丫鬟说 可这是几日 我也没瞧见老爷发作 只不过 住到书房里去了 林姨娘也还是好端端的 老爷心中 林姨娘 自是比卫姨娘重的 丫鬟催心 短短的冷笑几声 不再说话 要我说呀 林姨娘也是 何必与卫姨娘争呢 卫姨娘如何比得上她 就像平姨娘和香姨娘那样 不搭理就是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 平姨娘和香姨娘 如何比得我们卫姨娘 卫姨娘 虽不懂什么诗呀画呀 但也不是什么 第三下次的丫头 是正正经经 抬进门来的 更何况 我们卫姨娘生得极好 又年轻体贴 自打进门后 老爷有多宠爱 原以生了个姑娘 要是再生个哥 也不见得比林姨娘差 可惜了 说的就是 听说那是个极俊的哥 每眼间生得和老爷 是一模一样 真是可怜 竟生生闷死在娘胎里 唉 上天害理啊 就算事情查出来又怎么样 老爷难不成 会让林姨娘抵命不成 看在风哥和莫姑娘的面子上 也不能怎么样 不过 拿这个下人出气罢了 院子里又是一阵安静 姚依依点头 这个丫鬟很有眼色 一语重地 崔姐姐 崔姐姐 还是你秘密好 老子娘和几个兄弟都有本事 回头你出了府啊 自是有福可想的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干姐妹 到哪里去了 眼看着 这小院子是要散了 也不知道 我们姑娘会到哪里安置 想什么福 不过是换个地方做活罢了 不过离得离爹娘近些 能想得天伦之乐就是了 你们也别着急 都是三等丫鬟 林姨娘再谦怒 也算不到我们头上来 到时候 换个主子伺候而已 换个主子 也不知道 有没有为姨娘这么好说话的 她是个厚道人 从没对我们哄过脸 那年我妹子病了 她还赏了我几两银子呢 老实是老实 可是也太懦弱了些吧 我们这屋里是没理的 旁人爱来就来 院里的婆子媳妇们 也敢暗地里算计姨娘 她一味地忍让 也没落着好啊 除了迪儿姐姐 谁又敢为她出头抱不平 谁又念着她的好了 我说 做主子的呀 就该有些主子的款来 想要试试做好 不过是不变是非罢了 这些话题太沉重了 很快丫鬟们就把关注点 转向崔C小姑娘的 终身大事问题 一时间 院子里又轻快起来 姚依依同学仰面 躺在床榻上 看着雕花架上的 青罗杖发呆 这种没头没尾的聊天 她已经听了十几天了 目前她这个身体 是圣府里的六小姐 方名叫做圣明兰 一个没了依靠的树出小姐 如今又似乎 有些烧坏了脑袋 呆呆傻傻的 不会说话 下人们自然全部放在眼里 加上这段日子 圣府里鸡飞狗跳的 不是忙着搬家 就是忙着收拾银钱 一些老妈妈和管事媳妇 都忙得脚不沾地 就没人看管这帮小丫头了 而她们大多是家生子 年纪不大 家长里短却最清楚 这些三等丫鬟 本就规矩不严 闲磕牙石也从不避讳 这倒便宜了姚依依 这十几天宛如听连续剧一般 把这圣府里的鸡毛蒜皮 听足了两耳朵 圣明兰的亲爹 也是这圣府的当家老爷 名叫圣红 两榜近世出身 目前官居正六品 即将生前为登州之州 她原是树出 西院的那个老太太 是她的嫡母 她有一妻恩妾 不要问姚依依有几个妾 那几个小丫头 将故事推没条理 听得她也不甚清楚 先讲那一期 圣府的正房太太王氏 原是户部左侍郎家的小姐 这门婚事说起来 是圣红高攀了 王家是世代赞英的官宦世家 而当时圣家的老太爷 也就是圣红的老爹 已然挂了 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近世 不过没关系 有圣老太太在 她的出身比王家更好 是永义侯爷府的嫡出大小姐 加上去世的老太爷 曾是名动天下的炭花郎 所以王家老太爷 抓着头皮 考虑了再三 这门婚事就成了 婚后 王氏玉有长女圣华兰小姐 方玲刚可以说清是 长子圣长百先生 大约是小学毕业前后 那个岁数 下边还有个小女儿圣如兰 好像和姚依依 目前这个身体差不多 再说那恩妾 第一个要讲的 当然就是名震江湖的 林姨娘 鲜花掌声有请 她虽然也姓林 但却比黛玉妹妹 强了不止一点半点 她们俩的实力 简直不在一个档次上 就好像叶玉清 和王祖贤的距离 黛玉妹妹 徒有祖母的庇护 和老爹的家财 混到最后 只落得个香消玉允 可瞧瞧人家林姨娘 含含酸酸的进了圣府 白手起家 硬是把一个受压迫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建设成 一个初步发达国家 圆满完成了 从一穷二白 到小康的转型 简直比改革开放的成果 还惊人 这位灵女士 育有一儿一女 圣长风先生 和圣墨兰小姐 年龄不详 大约处在圣长柏 和圣如兰的中间区间 好像还有一个平姨娘 和香姨娘 其中香姨娘有个儿子 叫圣长栋 年龄还是不详 至于其他没有子女的姨娘 姚依依就不知道了 请不要责怪姚依依这种 消极代工的穿越态度 实在 她的穿越 着实悲催了些 看过一号法庭系列港剧吗 唇枪舌剑 你来我往 爱恨情仇 多么有挑战性的职场 看见那个 沈皮律师袍的美女了吗 不 不 姚依依不是那个律师啊 看见律师前方那个 刚正不恶的法官了吗 不不不 姚依依还没这个资格 请大家顺着视线往下移 法官右下方 有个埋头打字写东西的哥们 对了 姚依依就是一个光荣的人民法院 书记员 从某某政法大学毕业后 姚依依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杀过千军万马 挤过独木桥 终于成功地进入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地方法院任职 这个铁饭碗 让要好的女同学们都羡慕不已 法院由立案亭 刑事亭 明事亭 审监亭和执行局组成 姚依依有幸被一位热衷于组建娘子军的老太看重 点入最繁忙的民事亭里当书记员 法院的工作和港剧里完全是两码事 姚依依在亭上不需要说话 不要判断 除了不断记录列证 她几乎可以算是隐形人 不过最后判决书上倒是会有她的名字 经手事务中最多的就是分家产和争遗产 这让姚依依年轻的心灵抱惊沧桑 不过偶尔姚依依也会遇见一个帅帅的律师哥哥 和很有气质的检察官哥哥 可惜在气势凌人的美女律师面前 姚依依丝毫没有发光的机会 于是那两位哥哥双双传来有女朋友的那一天 心灵得到升华的姚依依 英勇地向法官老太表示 愿意和她一起去支编一年 有一种叫马上法庭的 对于那些贫困山区而言 交通极其不方便 进程去一次得好几天 甚至一星期 如果原告没有秋菊女士的毅力 通常会稀释宁人 于是就有了这种马上法庭 早期的时候 敬业的法官会带着小组成员 牵着几匹马或骡子 扛上所需的文件印章等东西 徒步走村串领 去那连车子也开不进去的地方 按照船票去当地开庭 总而言之 这是很苦的差事 当地的法庭往往人手不够 于是需要周边城市的法院支援 姚依依的顶头上司老太 差一口气就能凭上副厅级干部 于是她咬着牙要去 可单位里其他女孩子可不愿意 没有男朋友的急着找 有了男朋友的紧着钉梢 谁也不肯去 这时姚依依挺身而出 老太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 当了十几年妇女主任的姚妈 一听见女儿这个决定 当场就拉女儿去医院检查脑子 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能干哥哥 往电话里一通爆吼 只有政府单位的姚爸思想崇高 觉得女儿十分有理想有道德 细细分析了支边的利弊之后 姚妈才缓了过来 其实姚依依并不是冲着一年后 有可能的升职机会去的 她只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太一板一眼了 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 读完小学中学大学 然后工作将来结婚生子 一辈子都在一个按部就班的环境中生活 日子固然舒服 可却少了必要的人生阅历 她希望能去不同的地方看看走走 了解和自己生活的不同世界的人们 一年后姚依依吃尽了苦头 带着满心的满足和骄傲 终于可以回城的时候 当地突然连日暴雨 好不容易一天雨晴了 老太连忙带上组员 开着一辆面包车急忙赶路 途中他们遇到了天沙的泥石流 躺在床上 换了壳子的姚依依同学 只想说 保护山林 人人有责 乱砍乱罚 断子绝孙 泉州地处闽南 民风勿饶 圣洪就在这里认同之数年 协里分掌地方 盐 梁 河宫 水利 以及清理军级 抚随民仪等事务 多有政绩 这几年 知府换了三任 他却在原刃上升了品级 圣洪颇会做人 与当地士绅官吏多有交好 闻得圣大人要升迁 这几日便人人争着给他设宴践行 圣洪不便推托 连事应酬 把家中收拾行装 举家迁移之事 托付于太太王氏 几日来 府中仆妇管事 如过江济鱼般 穿梭于王氏所居的东院之中 王氏一扫几年来的玉器 忙得个不亦乐乎 这天午后 王氏堪堪将事情料理个大概 叫几个贴身丫头 点算剩下的名目 便与刘坤家的进了内乡房说话 内里靠墙置放着一个四方大卧榻 铺着细枝熔垫 堆着紧断薄愁 上面并排沉沉睡着两个五岁上下的女孩 两个大丫鬟 守在踏边的小屋子上 给两个女孩轻轻打着扇子 见王氏进来 他们连忙起身行礼 王氏挥挥手 坐意 不要出声吵了两个女孩午睡 静止 走到踏边去看 只见一个女孩 圆胖富泰 睡得娇憨可人 王氏不禁眉头一松 眼中颇有笑意 再看另一个女孩 生得倒是眉目秀美 就是面孔苍白 显示血气不足 整个人瞧着便是雷若不堪 在睡梦中 也皱着小小的眉头 王氏轻轻叹了口气 给两个女孩夜了夜身上锦烟薄坦 然后走到一张藤椅上歪着 刘昆佳的叫两个丫鬟出去看着门 自己也走到王氏跟前 寻了一把小圆灯坐下 却被王氏拉住 请她也坐到旁边的藤椅上 刘昆佳的辞了辞便坐下了 太太这几日受累了 里里外外的忙 眼瞧着东西都是收罗得差不多了 今早登州那边传信来 说是那边的府衙内宅 也都收拾出来了 只等着老爷太太过去便可住了 要说呀 这伟大老爷与我家老爷 随时堂兄弟 竟比寻常亲兄弟还要好呢 也不知花了伟大老爷多少银子 这情面可大发了 伟老爷的爹 与我那过世的公公是同胞兄弟 老爷与伟老爷年龄相仿 当初啊 是一同依附在令国宫的家学里读书的 后出了家学 又一同败在杨阁老门下 那会儿啊 杨阁老还在汉林院当使徒 伯老太爷那时正宠着一个姨娘 全然不管伟老爷母子过得凄凉 我家老太太呀 颇为看顾那位老嫂子和侄子 又因我们老爷原是庶出 没被老太太养之前啊 也颇过得不易 这不与伟老爷同病相连 兄弟俩凑到一块 最是亲厚不过 伟老爷虽未出世 却理家得当 家财极后 钱财于他并不放在眼里 老爷与我娘家哥哥都坐着官 将来也能照顾他的子孙 费的几个钱也没什么要紧的 刘坤家的见王氏老毛病又犯了 连忙提醒 太太心里这么想 当着老爷的面可千万别这么说 定要多多感谢伟老爷的后裔才是 也别老提太太娘家怎样怎样了 可别忘了 当初林姨娘是怎么煽风点火的 哼 那个馋言可恶的狐媚子 刘坤家的不好说话 便岔开话题 笑着说 六姑娘在太太这里可好啊 听着那日老爷亲自抱着她 一路从莲花池畔走过来 我就知道六姑娘定是要跟了太太的 王氏看了一眼卧榻上的女孩 这丫头没了娘亲 迟早是要归到我头上 这我也知道 这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当初姓林的贱婢生了儿女 老爷怎么不想着我是嫡母 怎么不把孩子归到我这里来养 说什么骨肉亲情难舍 便让林姨娘刺其养 现如今魏姨娘一死 她倒记起我是嫡母了 哼 我本想吊她一点 拖个几天再说 谁是那天刚下了明旨 老爷就气势汹汹地抱着这丫头到我屋里来 二话不说把孩子放下 我 我被唬了一唬 便没敢多说 收下了这个孩子 刘坤家的念了句佛 笑着说 太太慈悲为怀 这才是正理 不论老爷有几个姨娘 太太总是嫡母 这名分是悦不过去的 之前是林姨娘 狐媚蒙蔽老爷 这才混了规矩 太太只管好好李家教子就是 我瞧着这回老爷是要整治林姨娘了 太太这头可得稳住 做出一番正方太太的大家气派来 千万别乱了阵脚 哼 整治什么呀 不过雷声大鱼点小 那剑壁是她的心肝宝贝 她怎舍得 太太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瞧着这回不对劲 刘坤家的摇头 把身子往前凑了一凑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沉雨 蓝山梦演播 第四集 太太太可还记得 魏姨娘跟前的蝶儿吗 那丫头倒是烈性 竟敢当面质问林姨娘 她这样为主子出头 也不枉魏姨娘与她姐妹一场 后来也不知怎么样 我男人从外头打听来 说林姨娘前脚将蝶儿撵到庄子里 后脚老爷身边的来佛便将人带走了 然后放到西院 老爷空了后 细细地盘问了蝶儿足半个时辰 之后蝶儿就由老太太做主 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 此话当真 既如此 等得老爷全无动静 刘坤家的起身取过一把扇子 站在王氏身边 为她轻轻地摇着 怕只怕那林姨娘三寸不烂之舌 硬是又把老爷给哄心软了 不过 就算只打卖几个下人 杀杀林姨娘的威妄也是好的 太太正好成绩作为一番 王氏不语 心中暗自愁算 刘坤家的看见王氏神情 愁愁着开口 只是有些话 奴婢不知当说不当说 说了怕太太怪我没规矩 不说又愧对老太太的嘱托 心中不安 你说的什么话呀 我与你吃同一个人的奶水 一起长大 本就亲如姐妹 你早我几年嫁了人 本当把你整家做陪房带了来 可你婆家是母亲得力管事的 这才分开几年 你有什么话尽可说来 刘坤家的笑着又坐到王氏跟前 哎哟 瞧太太说的老夫人最是心疼太太 当初太太出嫁时多少得力的人都陪送了过来 只是我家公公 是老夫人用惯了的老人 这才留在王府养老 那年老夫人一听说 林姨娘伤了个哥儿 就急得整晚睡不着 连夜把我找了去 细细地吩咐嘱托了半天 然后把我们两口子 带几个小的都送了过来 为的是什么 太太心里不清楚 不就是怕太太在婆家受欺负 怕百哥受冷带吗 真是可怜天下慈母心 都是我不孝 这般岁数了 还要母亲操心 多亏你来 真是劝着我 我这才收拾了倔脾气 给老爷和好了 你又教我给老爷纳妾 掃掃林姨娘的气 说起来 那魏姨娘也是你找来的 你看人的眼光不错 美貌 却又翻不出幺蛾子来 她进门几年 林姨娘可消停多了 这次可是多亏你了 那贱婢才着了错处 哎呀 这都是太太的福气 与奴婢什么相干 只是 魏姨娘这意思 不过八字才一撇 且还差着一娜呢 老爷怎么处置林姨娘 且不得知 兴许被哄过去了 没味有可知 咱们啊 可不能松了这口气 王氏拍着暗机 冷哼着 哼 老爷要是不处着那贱婢 还像往常那样 宠着护着 那我也不要脸面了 索性把事情捅了出去 求御使言官参老爷个 宠妾灭妻 妾罔顾人命 看她还如何作惯 哎哟 我的太太哟 老夫人就怕您这个酱皮贱 这才整夜睡不着 千万别说这种气话 这是商人一千 自损八百哟 刘坤家的连忙摆手 急急地劝道 你这么一来 与老爷夫妻还做不做 百个前程还要不要 将来日子怎么过呀 王氏立刻泄气了 咬牙道 那你说怎么办 没出嫁时 母亲只一味教我 怎么管家理事 却不曾说过 如何管制姨娘 骗着林姨娘 又不是寻常偏方 打不得卖不得 还是从老太太那里出来的 这憋气死我了 太太且喝杯茶消消气 听我慢慢说来 说吧 刘坤家的 倒来一杯温温的茶水 递到王氏手中 老爷固然是行事不当 但老夫人说 太太也有不适之处 我有什么错处 难不正给老爷包戏子 买粉头才算是 哎哟 瞧瞧太太又说气话 那日救老爷府里 老夫人细细问过 太太身边的几个大丫头 便对我说 太太您有三错 叫奴婢回头 与太太说 奴婢斗胆 今天便当了这个二暴神 想当初太太刚出嫁时 太太二话不说 就把老爷的两个通房丫头给浅了 老爷和老太太 可是半句话都没有 那几年 太太一人独大 别说老太太 别说老太太代太是客客气气的 老爷与太太也是相近如宾 太太这第一错 就是日子过得太顺心了 不免自大忘形 你内事要管 外事也想管 老爷的银子人 是你通通都要做主 苏日行事 言语说一不二 开口闭口 就是王家如何 老太爷和旧老爷如何 这叫老爷心里 如何舒坦呢 男人嘛 谁不喜欢女人做小伏地的 谁不想要个温柔可心的婆爷 老爷又不是个没用窝囊的男人 外头谁不说 咱们老爷大有前途 太太你一次两次的给老爷脸子看 时不时地吓老爷面子 老爷如何与你贴心啊 如何不起外心啊 王氏颓然地靠在椅背上 想起新婚时的以你风光 不由得一阵心酸 当初闺中姐妹 谁不羡慕她嫁得好 傅家虽不是位高权重 却也财博富足 家世轻贵 她一不用给婆婆占规矩 二无妾室来烦心 夫婿人品俊伟 财食出众 仕途顺当 将来做个告命夫人 也不是不能想的 不知何时起 老爷与她越来越淡默 贴心话也不与她说了 而她也只顾着抓奸要强 想要里外一把拿 把圣府牢牢捏在手心里 正直信头上 愣不妨鞋里杀出个灵姨娘来 接下来她便一步错步步错 直让灵姨娘一天天坐大 刘坤家的冷眼看着王室神情 以知有眉目就接着说 老夫人说 自古女人出嫁都是衣服夫婿的 太太不紧着拢住老爷的心 却只想着一些银钱人事 这是本末倒置了 过了半晨 王室点点头 缓缓喝了一口茶 刘坤家的放心了 拿起一旁的扇子 又慢慢摇了起来 太太本是心直之人 哪知道那些个狐狸精的鬼欲伎俩 让林姨娘和老爷暗中有了私情 却猛然不知 要是早发觉了 趁着事情没闹大 偷偷禀了老太太 将林姨娘立时嫁出去 老爷是发作不得 偏偏等到事情 闹得不可开交之时 太太就是再闹 也不顶事了 这是太太 这第二错 王室苦笑 这事她当初何尝不懊悔 只怪自己疏忽大义 从来不去管婆婆那头的事情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 老夫人说 太太你自己也是规矩不严 理数不周 因此在老爷那里也说不得嘴 王室不服 历时就要辩驳 却被刘坤家的按住肩头 安抚道 哎 太太别急 听我慢慢说来 老夫人说 您当儿媳妇的 不在婆婆面前立规矩不说 不说成婚定型 每月居然只去个三两次 每次去也是冷着脸 说不上几句话 婆婆的吃穿用度 全都自理 你该不操心张罗 这说出去 便是大大的不孝 太太您在老爷那里 便是有一百个脸 只此一条您就没嘴了不是 不论老太太如何冷情 不惜别人打扰 你总是要把礼数 孝道给进全了的 王室不言语了 这句话郑重要害 其实这泉州地界里 也有不少人 暗暗议论过 他们的婆媳关系 几个要好的太太 也与她说过此事 劝她得多多孝敬婆婆 免得被人指摘 她当时并不放在心上 老太太 免了她每日请安 她乐得从命 刘坤家的 见王室眼色闪烁不定 知她心中所想 便悠悠地说 孝顺婆婆总是好的 这第一便是太太的名声 当初为的老爷的爹 也是闹得宠切灭妻 可是为老太太 将婆婆服侍的 全精灵都知道她的孝心 这为老太爷 便也奈何不得了 王室觉得大有道理 便不作声了 这其次 老爷有些事情 做得不合理数 您说不得她 可是老太太 却尽可说得 当日老爷 要给林姨娘 抬举庄资店铺 您一开口 沈家未免说您嫉妒 容不下人 可要是当初 老太太肯说两句 今日也不至于如此了 王室一拍腾意的扶手 轻呼道 正是如此 当时 当时我也真是昏了头 只知道和老爷 老太太稚气吵闹 却没掐住七寸 只是闹了个无用 平白便宜了 那个贱臂从中取利 亏得你今天点醒了我 我才知道这般缘由 过去种种 果真是我的不是了 刘坤家的连忙天上 最后一把火 太太今日想通了就好 前头的事 咱们一概不论 往后可得好好谋划谋划 不可再稀里糊涂 叫人算计了去才是啊 王室常常舒了一口气 握住刘坤家的手 哽咽道 我素日里啊 只知道耍威风 逞能耐 这几年 不一定到如此地步 往后的日子 你还得多多帮衬着才是 刘坤家的连忙侧身 说不敢当 这主仆二人 正你客气来 我感激去 躺在四方榻上的 其中一个小女孩 微微动了动 姚依依同学 松了松 躺得发麻的腿 眼睛睁开一条缝 看了看 旁边睡得像 蜘蛛的小女孩 圣如兰小姑娘 她正微微地 打着小呼噜 看来是真睡着了 姚依依同学 向泥石流发誓 她绝对不是 有意偷听的 她早就醒了 只是懒得动她 也不想说话 于是 闭着眼睛 继续躺着 谁知 这两位 欧巴桑 居然 把这里当成 聊天室了 从班家 养女儿 一路谈到 爱恨情仇 越说越兴奋 越说越投入剧情 姚依依 反而不好意思 醒过来了 咱们老爷 又不是个糊涂虫 他在官场上 顺顺当当 心里明白着呢 太太切不可和她 耍心眼 反倒要坏了事 您是个直肠子的人 如何与林姨娘比那些 弯弯绕绕的 狐媚伎俩呀 您当前要紧的呀 就是贤 会和顺 对上您要好好 孝敬老太太 我瞧着老爷 对老太太 极是敬重的 您就算不能 成婚定型 也得隔三差点呢 去给老太太问安 虚寒问暖的 就是摆样子 也得摆得像模像样 这对下 您要好好 抚育六姑娘 老爷对魏姨娘 多有歉疚 您对六姑娘越好 他就越能想起 魏姨娘是怎么死的 还显得您 贤惠慈爱 这日子长了 老爷的心 也就拢回来了 姚依依觉得 刘坤家的说话 推有艺术性 她要劝的话 归纳起来 无非是 太太呀 你拿镜子照照自己 咱要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 您和林姨娘 去比女性魅力和恩恩啊啊 那是基本没戏的 不过别担心 当不了刘德华 咱可以当欧阳振华呀 你就好好伺候婆婆 带带孩子 咱打亲情牌品德牌 走走老妈子路线 还是很有迎面的 六姑娘 这几天不怎么吃饭 也不说话 太太得多上心了 这六姑娘是个丫头骗子 又分不着家产 回头置办一份嫁妆 送出去就是了 也爱不着太太什么事 姚依依毕竟眼睛 她更加不愿意醒过来了 想她一个有为青年 沦落到这种地步 简直情何以堪呀 况且这层皮子 和自己似乎不是很和谐 让她一直病歪歪的 甚至不怎么觉得饿 拒绝接受现实的姚依依 目前依然消极代工中 圣府下人中 有不少是本地买来的 那些舍不得离开 故土亲朋的下人 都被圣府放了 还发了些遣散银子 众人交口称赞 圣大人人厚爱名 圣红挑了个移出行的黄道吉日 一大清早 带着何家大小出发 圣府上下几十口人 外加行李资重 足足装了七八船 圣红担心太过招摇 便前可信管事 押送着其中几条行李船 先行北上 同时也好提前打点宅邸 姚依依跟着王室 住在船舰右侧 身边丫鬟婆子 又换了几张新念孔 她也懒得记了 依旧是每天吃了睡睡了吃 吃不了许多 却睡得过头 除了先头几日 有些晕船之外 和她一道的圣如兰小姑娘 都十分欣慰地 观看水上风景 一边看 一边蹦蹦跳跳地 来与自己这个不会说话 得了傻病的六妹妹讲 如兰小姑娘估计没怎么出过门 哪怕就是飞起一只大老瓜 她也能兴奋个半天 挥舞着胖手指 一路大惊小怪的 王室看不下去时 便呵斥她两句 笑如兰郁闷 不敢老是趴在闲窗上 只好来和姚依依说话 每次她叽叽喳喳个半天 姚依依就有气无力地 恩一声或点点头 六岁的小如兰 对于新伙伴表示不满 娘 我瞧六妹妹是真傻了 连话都不会说 十二岁的盛长柏 坐在窗边看书 眉清目秀 身姿挺拔 四妹妹 休得胡说 明兰是病了 昨日和我就听她说话了 她比你小一岁多 又刚没了胃一样 你可不许欺负她 昨日她只说了四个字 我要方便 大姐姐你也听见的 小如兰扯了扯姚依依的辫子 姚依依纹丝不动地 靠在软榻中 好像又睡着了 十三岁半的圣华兰小姐 正是亭亭玉丽的时候 出落得像一朵 刚出见的白狼花一般 娇嫩漂亮 她挨在软机旁 翻看着刺绣花样 好了 如兰 没得吵什么 一路上就听见你 乍乍乎乎的 一点大家规矩都没有 你要是再吵 当心我去回父亲 叫父亲罚你抄书 看你还有没有心情去管旁人 去 自己玩宁自己的去 小如兰咳咳嘴 似乎有些怕长姐 不甘地跳下姚依依的软榻 到一边和丫鬟翻花绳去了 走到圣华兰身后时 还朝她扮了个鬼脸 过不多久 华兰身边的大丫鬟进来了 华兰放下手中花样 怎么样了 果不出小姐所料 那头正热闹着 一是在船上闹枪不起来 这会儿正磨泪呢 我本想多打听两句 被刘大娘撵了出来 华兰笑了笑 心里高兴 长摆放下书卷皱眉道 你又去打听了 父亲已经吩咐 不许多问 你怎么总也不听 承日打的 像什么大家小姐的样子 华兰白了弟弟一眼说 你啰嗦什么 我的事不用你管 读你的书吧 她果真是热闹了父亲 可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晚非得问问母亲不苦 活该吗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陈雨 蓝山梦演播 第五集 第五集 补给我们补给的码头 打发了两三个管事 请注意 他们都姓林 他们原是投奔林姨娘来的落魄族青 这几年 他们做了林姨娘的左膀右臂 在外面管着铺子装子 在里面包揽采买差事 人前人后 都是威风八面的 这一次 圣红要碾人 他们自然不肯 求到林姨娘面前 林姨娘大吃一惊 她心思甚明 知道事情不对 立刻到圣红面前去求情 可这一次 不论她好说歹说 圣红都冷着脸 不去理她 偏偏又是在船上 主子下人 手尾相闻的 她也不好拿出 弹琴吹消 稀释垂泪 那一整套功夫来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去了臂膀 王氏心里乐开了花 脸上却不敢稍有透露 只得苦苦绷住脸皮 不敢当众流露喜色 撑着极是辛苦 她心情愉快 行事也大放起来 但姚依依愈发轻厚 吃的穿的都找自己轻女置办 一停船靠岸 就去请大夫来给姚依依诊脉 看看是不是真傻了 可惜姚依依不配合 依旧是一副病烟烟的样子 吃不了几口饭 到成日睡得昏沉沉的 圣红常来看姚依依 每看一次就更担心一次 每次抱着女儿点点分量 眉头都皱得更紧些 便催着船夫快行急走 想着快点到登州 安定下来之后 得给女儿好好看看 出下南风正庆 由南向北行船十分顺利 带到了津津地带 圣红带着几个幕僚 自行下了船 走陆路去京城吏部办理 升迁手续 还要叩谢黄恩 以及拜谢一干师长同僚 其余清卷 则由长子领头 依旧往北先去山东 圣红这一走 林姨娘愈发老实 干脆连面都不露了 只在自己船舱内教养儿女 船上众仆附船公 以及别家船舶驶过 常能听见林姨娘舱内传来 朗朗的读书声 都纷纷盛赞 圣府是师书传家 果然家学渊源 王氏又气愤起来 逼着长白 也读出些书声 让旁人听听 长白哥哥为人寡言稳重 听得母亲如此要求 顿时小白脸长成了个 淒淒爱爱的大茄子 姚依依语 茄子更加不会读书 姚依依睡得昏头昏脑 完全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等到如兰小姑娘 坐验了船 长白哥哥看完三卷书 华兰大小姐 绣完了四块手卷时 大家终于停船靠岸 码头上已经有管事 带一杆仆役等着接人了 灰头土脸的岸上人 和头晕脑胀的船上人 都没啥好说的 直接换成了车架 接着又是颠颠勃勃了好几天 还好这登州 也是靠水浸的地方 待到圣老太太快被颠断气的时候 大家终于到了 姚依依是南方人 不怎么晕船 却很晕马车 吐了好几天的黄水 几乎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这次不是装睡了 而是直接晕死在一个 孔无有力的婆子怀里 被抱着进了家门 根本不知道 登州新家是个什么样子 等到有些缓过气来的时候 已经在炕床上了 每次睁开眼睛来 都能看见一个大夫 在旁边摇头晃脑的 第一次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叔叔 第二次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大爷 第三次是个虚发皆白的老翁 按照中医大夫年龄 与医术成正比的定律 这大夫应该是一次比一次高明了 连着请了三个大夫 都说胜负幼女病况堪忧 不是医药不好 而是问题出在了姚依依身上 她完全没有求生意志 王氏看着小女孩 只瘦得皮包骨头 心里开始坠坠不安 最近和圣红刚有些关系缓和 圣明兰又是圣红亲自 抱到他处来养的 倘若圣红回来 看到小女儿病死了 那王氏真是懒功不成 反天堵了 圣红回来 看见女儿孱弱成这个样子 对林姨娘愈发上了怒气 白日里处理公务 下了牙回府就发落下人 圣府出来灯舟 无论买人卖人 外边都不知道内情 只当是新官上任 内府下人也多有调整而已 圣红心里有气 闭着不见林姨娘 连着两日将她房里的几个 得力丫鬟婆子都打发了 或扁或碾或脉 还夜夜歇在王氏房里 王氏心里几乎乐开了花 拿出来给姚依依补身体的人 神一株比一株大 一只只再次萝卜大的人 神只看得姚依依心里发毛 这边春光明媚 那边却戚风苦雨 林姨娘几次要见圣红 都被下人拦在外面 不过她究竟不是寻常人 这一日晚饭后 圣红和王氏正商量着圣明兰的病情 几个孩子都回到了自己屋子 只有姚依依还昏沉沉的 躺在临床的炕床上 夫妻两个一边一个挨着抗击 说着说着 话题就绕到了登州置办产业的市上了 突然外面一阵喧哗 传来丫鬟们呵斥阻止声 王氏正带打发身边刘坤家的去看看 呼得一阵风动 胡兰软愁的薄帘子被一把掀开 当前进来一个人 不是那灵姨娘又是谁 只见她全无环陪修饰 头上乌油油的管了一个气 竟半点朱翠未带 脸上未失脂粉 她原就生得风流婉转 一身暗蓝素衣 更硬的她肌肤七双赛雪 一双弯弯如星月的带眉 似簇飞簇 腰身盈盈一卧 似乎轻是瘦了许多 端得是楚楚可怜 外面传来丫鬟婆子互相推丧打捏的声音 显示灵姨娘带了一只娘子军来闯关了 圣红转过头不去看她 王氏怒不可遏的拍着抗击 你这副鬼样子 做给谁看啊 叫你好好待在房里 你闯进来做什么 吵得满屋人都知道 你当旁人和你一般不要脸呢 你们快把她插出去 说着几个丫鬟就来推赶人 灵姨娘 咱们先出去吧 毕竟夫人和老爷在这儿呢 不许碰我 灵姨娘奋力正开 普通历史朝着圣红跪下了 声音如铁器撞刀毡 脸色绝燃 老爷 太太 我今日是横下一条心的 倘若不让我说话 我就一头碰死在这里 好过零碎受罪 你也不用寻思灭活的 打量着我苏日待你不薄 便选那市井妇人 来做这一哭二闹三上了的戏 给谁看 灵姨娘泪如泉涌 七声道 这些日子来 我心里跟遨游似的 闷了些许话要说 可老爷 却逼着我不肯见 我心里 你是死了好几回了 可是老爷 你是百姓父母官 平日里 就是要半个毛贼 你也得容忍 便赏一遍 何况我毕竟 富士老爷这些年 还有养了一对儿女 如今 你就是要我死 也得叫做个名牌鬼啊 圣红 圣红想起魏姨娘的死状 光火了 一下砸了个茶碗在地上 你自己做的好事 这就是我始 Abing 红老 红老 林姨娘 猪泪滚滚 声音凄然 王室火大了 一下从炕上跳下来 对着丫鬟媳妇吼道 你们有气没有啊 此人呢 还不把他拉出去 太太这般不容我说话 莫非是怕我说出什么来 你满嘴喷什么墨子 羞得在这里胡走 我有什么好怕的 若是不怕 便在今天一口唾沫一个坑 把话料明白了 是非黑白 老爷自会明辩 王氏气得胸膛一股一股的 林依娘游自垂泪 屋里一时无话 圣红到底是做官的 直到今天 不如把话都说明白 便叫丫鬟去找管事来福 刘坤家的十分心活 将屋内一肝丫鬟媳妇 全都叫出屋去 不一会儿来福进来 圣红低声吩咐了一番 来福领命 回头带了几个粗屎婆子进来 把一肝匍腹都隔到正房院外去 房里只剩下 圣红 王氏 林依娘 刘坤家的 并来福一共五人 哦 还有个昏睡在榻上的姚依依同学 估计这会儿 众人都把她给忘了 姚依依再次向泥石流发誓 她并不想留在这里听三堂会神 可是 她最好还是继续昏迷吧 林依娘轻轻擦拭着眼泪 哀声说 这些日子来 我不知哪里做错了 老爷对我不理不采不说 还接二连三发落我身边的人 先是投奔我来的两个族亲 接着又是我身边的两个丫鬟 今日里连自由服是我的奶妈 也要逐出去 老爷办事 我并不敢置会 可也得说个青红皂白呀 好 我今天就说个青红皂白 我来问你 魏姨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林姨娘似乎并不吃惊 反而欺然一笑 自那时魏妹妹过世 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当时在泉州之时 府里的丫头婆子 都隐隐绰绰地议论着 说是我害死了魏姨娘 我本以为这不过是几个 无知吓人嚼舌根 又因老爷升迁在即 我不敢拿琐事来烦扰老爷 便暗暗忍下了 总想着 轻者自轻 过不多时 谣言总会散去 可没想 没想 老爷 竟也遗愣我 说着 便滚猪般的泪水 只也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难道我还冤了你不成 魏姨娘临盆那日 你为何迟迟不去请稳婆 为何 为何她院中连个使唤的人都没有 为何家里几个会结成的婆子都不在 当时我与太太都去了王家 只留你在家 不是你还有谁啊 林姨娘 白玉姨娘 白玉般的手指抹过面颊 哀哀七声地说 老爷 你可还记得几年前 三姑娘腰折时候 太太说的话 太太说 叫我以后少拐姨娘们的事 管好自己便是了 当时老爷与太太离家后 我就安安分分守在自己院里 老爷明见 家里两个主子都离了 腹中的下人们 还不想着松快松快歇息歇息 偷懒跑回家的婆子多了去了 又不止那几个会接生的婆子 我进门不过几年 那些婆子可是家中几十年的老人了 我如何知识地懂 盛红冷哼一声不说 王氏转头看刘坤家的 眼中微露焦急之色 灵姨娘接着说 后来下人来报 说魏姨娘肚子疼要生了 我连忙叫丫鬟去传门子 让他们叫吻婆来 可谁知 二门婆子和几个门子都在吃酒赌钱 我丫头求爷爷告奶奶坏了半天 他们才慢吞吞地去了 这一去便是好几个时辰 我事后也问过那几个门子 他们只说是陆庆的吻婆不在家 跑了好几里地去承西找来的 这才误了魏姨娘临盆 老爷 太太 上游天 下游地 我说的句句属实 若是我存心要害魏姨娘 若是我存心要害魏姨娘 便叫我天打雷批 不得好死 老爷若是还不行 可自去问那日的婆子门子 我是什么时辰去叫吻婆的 最有人听见的 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圣洪转头深深地看了王氏一眼 王氏心里一跳 去看刘坤家的 他朝自己皱了皱眉 要知道 那几个会接生的婆子 大都是他的陪房 而二门的媳妇和门子 更是一直由他来管的 就算圣洪不起疑心 他也免不了一个 督管不严 放纵下人的罪责 如此说来 你倒是一点罪责都没有了 好凌厉地口齿啊 王氏也不能多说 显得他十分清楚内幕也不好 灵姨娘西行几步 爬到炕前 一张轻丽的面孔满是泪水 更如明月般皎洁 哽咽地缓缓诉说 若是我一点错也没有 那也不然 我胆小八十 不愿将是揽在身上 若是我当日亲自配在魏妹妹身边 只会押换媳妇 也许魏妹妹 也不至于念清清酒 我不过是怕自己担上责任 怕被人说闲话而已 我是错了 可若说我有心害死魏妹妹 我就是到了眼望那儿也是不一的 我到底是独树长大的 难道不知道人命关天的事吗 圣红心里一动 陌生坐着 王氏气急正想大骂 却被刘昆佳的眼神生生制止 只好强自忍耐 那灵姨娘又抽气了两下 哀声七晚 颤声说 老爷 太太 我本就是一个无依无靠之人 我一辈子都是依附着老爷活着的 倘若老爷厌弃了我 我不如卸家立刻就死了 我原来是好人家的女儿 老太太要给我挑人家 是我自己不要脸面 定要赖在圣家 不过积木老爷人品 被众人耻笑 被吓人瞧不起 我也都认了 是我自己甘心情愿的 我也知晓 自己惹怒了姐姐 让姐姐心里不快 姐姐怨我 怨我 我都明白 也不敢自辩 只盼我 姐姐愿有我对老爷的一片痴心 当我是只小猫小狗 在偌大的胜负之中 让我一个地方缩着 有口吃的就成 只要能实时瞧见老爷 我就是被千人骂万人托 也无怨无悔 太太 今日当着来副管事和刘姐姐的面 我给您磕头了 您就可怜可怜我吧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阑珊梦演播 第六集 说着还真磕起头来了 一下一下的 砰砰作响 圣红心里一疼 连忙跳下炕 一把扯起灵姨娘 好端端的 你这是做什么 灵姨娘抬起头来 泪眼婆娑的望着圣红 千般柔情 万般委屈 凝视了一会儿 却什么也不说 转头扑在王氏腿边 一边哭 一边哀求道 就大大可怜 要打我 罚我都逞 就是 别把我当那奸邪之人 我有不懂事的 就叫我来训斥 我什么都听太太的 我对老爷 是一片真心的 哭得生死历劫 气息低雅 双眼红肿 气劫地倒向另一边 圣红的腿上 圣红实在不忍心 颇有动容 轻轻扶了他一把 太给力了 姚依依终于忍不住 睁开一条缝的眼睛去看 圣红脸上不忍大圣 王氏气得脸清嘴唇白 却半句说不出口 浑身抖得好像打摆子 来福看得目瞪口呆 刘坤家的自叹福如 林女士惊人的才华 奇迹般地 把一心像睡死的姚依依同学 惊醒了 一个出生官宦人家的小姐 虽然落魄了 然养尊处优了十几年 她有勇气 这样当着下人的面 表决心 表示心 说跪下就跪下 该求饶就求饶 哭就哭 争就争 为什么我就如此懦弱 不肯面对现实呢 不就是投了一个 不咋地的烂胎吗 在一个凉凉的夏夜 一位专业过硬 技艺精湛的职业二奶 终于唤起了 姚依依生存的勇气 那天晚上的对话 原来明明是在质问 林女士罪责的 可这话题 不知什么时候就歪楼了 林女士从一个被告 变成了原告 上述案件 从追究魏姨娘的死因 莫名其妙地变成了 大老婆迫害小老婆事件 追踪调查 过程转换的若有若无 如羚羊挂脚 无计可循 听众们不知不觉地 就被绕进去了 其实明面上听来 林女士并没有指控 王氏任何罪名 但是她的每句话 都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连姚依依这样 上贯法庭的专业人才 听着听着 也觉得好像是王氏 冤枉陷害了她 林女士的舍身出镜 很快见笑 盛宏同志暂停了 处罚措施 并且于第二天 去了林姨娘房里 小做了片刻 林姨娘秉退众人 拿一个成瑶五彩小盖钟 给圣红砌了一碗 奄奄的铁观音 正是圣红素日里 喜欢的火候 再看林姨娘 一身单薄的 月白绫罗衫子 满头的云柄 只插了一只 素银花卉脚丝小发簪 真是楚楚可怜 如花娇弱 来的时候 纵有万般火气 也退了一半 但她总算是 官场上打过滚的人 好歹还记得 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于是冷声道 昨日在太太处 我给你留了脸面 照你说的 魏姨娘的死 你已经没有半点干系 老爷给我脸面 我如何不知 老爷今日独自来 与妾身说话 妾身也索性摊开了说 那魏姨娘 是太太给老爷讨来的 只见太太 又接二连三地 弄出了相姨娘和平姨娘 这全为的是什么 全府里上上下下都明白 不过就是看着老爷疼我 怜我 太太不喜 我在这府里 神丹立位 苏氏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若不知些得力可靠的人 守在身边 且不知如何被人遭减 我自己不打紧 可我不能让风哥 摸紧遭罪啊 这才关紧了门庭 撇清了自己个儿 平日里凡事不沾身 为的就是保自己平安 魏姨娘那晚出世之时 我的的确确存了私心 不愿理睬 可要说我存心害他性命 真是血口喷人了 红狼 红狼 我总然有千般万般的错 你也瞧在风哥摸紧的面子上 前日先生 还快风哥书读得好呢 圣红心中一动 也不声响 端着茶碗来喝了一口 灵姨娘慢慢的 依到她身边坐了 头挨在她肩上 细诉 红狼 我深知你为人 当初你我定情之时 老爷就对我启示 绝不让我叫人欺辱了去 这才顶着太太娘家的脸子 给我置办了田产铺子 让我好在府里 挺起腰杆做人 红狼带我一片厚意 我如何不知 若我做出那狼心狗肺之时 叫我天诛地灭 不得好死 语音婉转千娇百昧 即便是毒誓发起来 也如同说情话一般 圣红不由地松开了眉眼 正待伸手揽过 灵姨娘温存一番 突然又想起 那日与圣老太太说的话 于是缩回手 推开灵姨娘 灵姨娘速来拿捏得住 圣红的脾性 没曾想被推开 脸上丝毫不露 只隐隐泪眼地望着圣红 圣红看着灵姨娘 沉声说 被姨娘的死就死结果 我会与太太 论领福利上下 谁也不得提及 但从今日起 有几件事 我要与你说清楚 说着 双手父辈 站到炕前 今日之事 我也有过 一味怜惜爱众于你 竟忘了圣人之言 所谓 长幼有絮 低树有别 我们这样的人家 可不学那商骨之家 弄什么平漆来丢人现眼 太太纵有一万个不是 她究竟是大你是小 你应当尽礼数 从今往后 你撤了那个小厨房 我也停了 给你的银银花销 你院子里的丫鬟婆子 当于府里 其他人等一般奋力 不得有所厚拨 你若愿意赏人 便自己出钱 一应事于 皆按照府中的规矩来 想来你这些年来 也有不少提及 竟够用了 以后你要守着规矩 给太太每日请安 若有不适 隔日去夜城 但以后叫你院里的人 收敛点 不得对太太不敬 说些没规没矩的胡话 说被我知道了 一概打死发脉 灵姨娘花容失色 心里凉了一片 正待变白 我也并非不明事故之人 你与太太不目已久 我也不会想着 你和她一日 就能姐妹和睦 但你当先服个软 我也不会收回 与你那些产业 那些东西 还给你傍身 可管事之人 却不能由你胡乱指派 当日你那两个族亲 在泉州每日 喝花酒包细紫 排场竟比我还大 以后你指派的管事 得由我看过点头 不许再招那些 魂不吝的狗猜 没得败坏我圣家名声 风哥和墨家 还留在你身边养着吗 你若真为孩子着想 也不至于弄到如此地步 现在 你就多想想那两个孩吧 灵依娘本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听得圣红最后一句话 却不言语了 她知道 这是圣红要继续做官 要博一个好官生 就不能让人抓住了 私德上的毛病 圣红刚才说的 不过是要她做小福低 却没有剥了她的产业 也没有分离她的孩子 这已经是底线了 这次魂姨娘的死 她终究是大有干系 能够如此消暗 已是大幸 她是聪明人 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 纵然心中有所不甘 也只咬牙忍下 反而打点起精神来 与圣红温存 圣红在灵依娘处 软玉温香了半赏 之后直奔王室正房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她来到王室房中 依旧秉退了仆妇 只留下夫妻二人 在内室说话 待她把刚才和 灵依娘说的话 交代过后 王室粉面寒怒 你的心肝宝贝 我何时敢说什么了 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我如何敢有半个步子 你也别打量着我不知道 我只问你三句话 第一 旧老爷家无病无灾 你早不去晚不去 为何偏要等到 魏姨娘临盆前几日 扯着我去 第二 府里那些 懂他接生的婆子 总共四个 其中有三个 是你陪嫁来的 他们素日 都是听谁笑名的 你比我清楚 第三 我又如何会 那般巧的回府 正好瞧见 魏姨娘最后一面 王室心中微惊 嘴里却不慌不忙 生平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鬼不来 那日我走的时候 特意请大夫 给魏姨娘整个脉 明明是好端端的 那大夫正是老爷 最信的那个廖大夫 老爷不信 可自去问他 他说 魏姨娘出嫁前 常年做活 本就身体端健 哪怕没有吻婆 也可以自己顺产 可我一走 李姨娘却三天两头 往魏姨娘饮食里 下溪寒粮之物 这才引得 魏姨娘生产不顺 李姨娘有的是银子 里面外面的人手 也都尽有 就算我的陪嫁婆子 不听使唤 他难道就没人可用了 明明是他巧言善变 老爷全听信了 那泉州床里有多少吻婆 他足足拖了几个时辰 才把吻婆叫来 就算不是他存心 也是他手下的人放纵 我占得直立的正 纵有些花巧伎俩 也不过是想瞧瞧林姨娘 如何应对吧 倘若他没有害人之心 魏姨娘便是无人理睬 自个儿待在院里 也能平平安安地生下孩子来 盛宏没有反驳 反而连连点头 这内里的事情 我早已查清 这次的事 林氏大有干系 但要说他真想害死什么人 却也不至于 只能说魏姨娘命薄 两下里一凑 刚好给对上了 你那些陪嫁婆子 素日就与林氏斗气 也不是有意拖延 事已至此 但不成 我还真杀了林姨娘 田命不成啊 那两个孩儿 倘若心生怨对 家宅如何安宁 王氏生气 扭过身子不理盛宏 气鼓鼓地 拿起手绢搅了起来 盛宏坐到王氏身边 轻言软语地劝道 这几年 我让太太受委屈了 太太放心 此打往后啊 我倒不再纵容林姨娘 你是大她是小 你是我明媒正娶 三叔六礼聘来的 正风太太 百年后 是要与我 共享 宗此香火的枕边人 她临时便是翻了天 也是越不过你去的 她自当给你请安问好 打水服事 王氏心头一喜 回头笑道 你可舍得 盛宏索性露住王氏腰 轻轻抚摸 没什么不舍得的 一切以圣家为重 您姨娘再重 还能中过 和服圣家的体面 太太 你倒拿出 大家规矩了 也得记得 自己的规矩 你自己不先立的证 如何让别人付天 老太太那里 王氏被他几下摸过去 身子早就软了一半 许久 没与圣红 这般轻硬韵贴 心中柔情 大盛 我知道自己 也有不足之处 放心 只要他守规矩 我自不会欺压于他 也不会再是小性子 与老爷置气 孩子们都这般大了 难道 我还会与他 争风吃醋不成 圣红摸着王氏 语气缓和了许多 于是再接再厉 把王氏搂着在耳边 轻轻吹气 逗弄得王氏 粉面泛红 气息发烫 我的好太太 你是大家小姐 此时的家风不正 家道不宁的道理 如今呢 我们当往前看 花家眼看就要急急了 朕说亲事啊 就在眼前 要是咱家 有什么不堪的事 传了出去 岂不是连累了花家 花儿啊 是我的头生女 又是嫡初 我还想着 要给她找个千好万好的女婿呢 到时候 也摆摆 那泰山老丈人的威风 老爷说得是 我都听老爷的 姚依依同学 躺在隔间 她昨天 她昨天终于破天荒 喝了一碗喷香的 鸡丝精米粥 今天多少有些精神 歪在软榻上睡不着 再次不好意思 她又把人家夫妻的话 都听见了 嗯 这个怎么说呢 圣府的混乱 源自林姨娘的崛起 不能不说 林姨娘舍弃外面的正头太太不做 宁愿当个姨娘 是看准了人 对人下菜碟 她不是稀里糊涂的游二姐 她找了圣洪 是因为知道 她是个性格独立 不受妻子钳制的男人 她也知道 圣洪早年当数子时的良苦 并以此为切入点 为自己在圣府搏了个不败之地 姚依依觉得 自己也不用责怪圣洪老爹 只能说 男人对于恋人的原谅 是无原则的 而对于 没有什么爱情的妻子的尊重 却是有条件的 圣洪这样 受过教育的封建士大夫 虽然恪守礼法 但作为一个 有追求有文化的青年官僚 她对情感 毕竟是有需求的 王氏对她来说 可算是包办婚姻 但是如果婚后两个人 用心经营 包办婚姻 也能生出 情深义重的 挚爱夫妻来 可惜王氏 在这上面 多少犯了错误 而林姨娘 对于圣洪来说 却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在众人 无所知的情况下 两个人偷偷摸摸摸摸掩掩 欲是压制的情感 欲是浓烈 那个时候的圣洪 想必是动了真心 徐志摩对待林徽英和陆小曼的深情厚意 与对待张又怡的冷酷残忍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人 对比徐大才子 圣洪 还是有节制的 应该是林姨娘眼光不错 运气更不错 圣洪不是懦弱昏馈的贾连 她到底是从数字爬上今天的地位 她很清楚 妾室受正式欺悟的地方 无非两块 日常生活和子女抚养 所以她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直接给林姨娘独立的经济来源 有了钱 自然腰杆就挺了 并且率先破坏规矩 坚持让林姨娘自己养孩子 可是这样一来 规矩就荡然无存了 随着时间推移 林姨娘生儿育女 王室又无法从感情上把丈夫拉回来 林姨娘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她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 渐渐与王室有了分庭抗礼之势 圣府由礼到外 逐渐形成两派人马 且战火愈演愈烈 而姚依依目前身体的这个生母 魏姨娘 就是在这种妻妾对质情况下的无辜炮灰 古梁传约 物为妾为妻 就是说 妾是没有资格扶正为妻的 有妾无妻的男人 仍可算是未婚的 而嫡妻死了 丈夫哪怕妻妾满事 也是无妻的官夫 要另寻良家聘取嫡妻 但是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况且这只是规矩 并不是律法 所以不是没有漏网之余 例如就有娇姓这样被扶正的幸运小妾 虽然这种例子并不多 但不是没有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蓝山梦演播 第七集 姚依依是学法律的 她知道 从本质上讲 封建社会的律法 维护的是男子的权益 一旦男子的全部权益 归结到正式以外的女人身上 那么正式退位让贤的情况 总会发生 这很悲哀 但是还好不多 倒霉的陈世美同学 挨了包爷爷一闸 不是因为她停妻再娶 而是因为她犯了人命案 男人犯重婚罪是不会杀头的 当然在礼教森严的古代 如果像圣红一样 想要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 那就不能因为这个 坏了名声 刚开头几年 圣红不管不顾 与灵姨娘情害无边 不愿上岸 可她毕竟是有理智的封建士大夫 不是以突破封建家所为己任的民国诗人 她与灵姨娘的热情终归会消退 而王氏的娘家出手干预 加快了这一速度 王家人出人出力 还想出了美人计 这个招数实在不算新鲜 但贵在有效 从古至今 宫廷到民间屡逝不爽 但没想到 灵姨娘战斗力极强 连着给几个颇有姿色的丫头开脸 竟然没能拉回圣红 毕竟灵姨娘出身官家 姿色秀美 和圣红谈起诗词歌赋 风花雪月来 连王氏也插不上嘴 何况几个丫头 于是王氏剑走偏锋 找到了正处于困境的平民女子 魏氏 她虽然并没有很好的文学教养 但她拥有一个所有女人最直接 也最立竿见影的优点 美貌 果然 真爱千金 抵不上胸脯四两 圣红一看见魏氏 就被迷倒了 她不识字 没关系 她来教她 她不懂诗词说话 没关系 她来点拨 耳病思磨 红袖天香 何尝不乐 加上魏氏性情温柔敦厚 圣红也真喜欢上她了 这下子 灵姨娘急了 她所依仗的无非是圣红的宠爱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她绝不允许有人踩进她的地盘 她要折腾魏姨娘 一开始 倒也没有想要她命 只是希望把胎儿给弄没了 最好是把她的身体给弄垮了 可是魏姨娘特别点背 历时就一命呜呼了 魏姨娘的死 让圣红陡然清醒了 纵然没有像对林姨娘那般情谊 终归也是同床共枕过的女人 看见她死在一滩血泊中 圣红终于意识到 家庭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了 作为一个常年外放任石差的官员 圣红如何不明白魏姨娘的死 其实是福利规矩败坏的结果 妻妻斗争的惨烈让圣红不寒而栗 所以她下决心整顿了 要恢复良好的家庭等级规矩 就得放弃对林姨娘的过度偏爱 从晴海上爬上岸 站在大家长的角度 公平持终的管理家庭 不过就算如此 她也还是不敢把林姨娘和她的孩子 完全交到王室手中处理 她知道这两个女人的嫌隙 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抹平的 王室这次基本上获得了她想要的东西 就算她依然在爱情上斗不过林姨娘 至少也获得了在家庭中唯一的女主人地位 正防妻子对妾室终究是提防的 尤其是面对贵妾时更有危机感 就像黛玉说的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宝玉他妈对赵姨娘那种无所谓的态度 是建立在两者实力悬殊太阔的情况下 一个是豪贵的王家 一个则全家都是奴才 连自由人都不算 自己还是家生子 而王熙凤之所以会那么忌惮尤二姐 却不把秋童放在眼里 就是因为尤二姐是贵妾 而且他自己出嫁多年 都二十多岁了 还一直没有生儿子 本就属于犯了七出 没有不让纳妾的道理 只不过有娘家撑腰 才一直无人说他 一旦尤二姐生出了儿子 不说会取代他 至少也会危及他的地位 所以当王熙凤一听说尤二姐的事情 就立刻打箭出窍 妻妾之争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 包含了智慧 毅力 胆量 家庭背景 个人性格 当然还有运气 种种因素在里面发生作用 只能说优势基本上还是站在了妻子这一边 妾室哪怕有二房奶奶的地方 但杀出重围被扶正的可能性 也还是并不高 整部红楼梦 这么多倒霉女子 也只有一个交信 有这样的运气 平儿和湘灵 后来到底有没有被扶正还两说 就算被扶正了 也是薛盘和贾连落魄之时了 算不上 是什么天大的好事 而这位可怜的魏姨娘 不过是众多倒霉小妾中的一位 她的死就像大海中的一朵微小浪花 虽激起过一些动静 却最终被无声无息盖过 而后圣洪和王室为了家族体面 逐一替换府中仆妇下人 而林姨娘自己当然不会提 渐渐的 圣家无人在提起魏姨娘的死 甚至没几个人知道 当初这位惨死的美丽怯弱的女子 姚依依想到这里 又没有生存意志了 她既没有实力派的姨娘做生母 又不是嫡母所出 她将来在圣府的地位会很微妙的 她这次投胎实在是鸡肋 比差的要好些 比好的又差些 笔上很不足 笔下也没余出多少 怎么做才能在这个世上 好好活下去呢 五岁快六岁的圣明兰 开始严肃思考 生存问题 圣洪同志新官上任 新任期新气象 他有心打造登州第一家庭的良好形象 给全州老百姓做一个父子子孝 全家和乐的好榜样 为建设封建社会良好风貌的新登州 做出贡献 于是在上任交接完成之后 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带着王氏并三子四女和几个丫鬟婆子 声势浩大的来给圣老太太请安 进了寿安堂政厅 圣洪和王氏向圣老太太行过礼 分别坐在罗汉床两边的方椅上 接着让仆妇领着几个孩子 按着次序依依行礼 先是三个敌出的 再是四个树出的 没有窃室 明兰就是姚依依同学 清早起床浑浑饿饿 连早饭都没吃 就被爆出房间 被一个十四五岁的丫鬟领着行礼 她排行倒数第二 轮到她磕头时 已经有些醒了 这头一磕下去 她立刻就完全清醒了 结结巴巴地跟着说了句 给老祖宗请安 很久没说话 又怕说错话 明兰一开口 就是语音置若 说话不利索 立刻引起几声轻轻的吃笑 明兰转头去看 站在一旁的如兰小姑娘 正轻轻掩着嘴 她身边站了一个 眉目清秀的小姑娘 看着似乎稍微大点 估计是排行第四的 墨兰小姐 她头戴一对点脆的白玉环 身穿弧绿色的细纹螺纱 站姿规矩 头微微下垂 温婉又恭敬 圣红微微皱眉 去看王室 王室立刻瞪了 如兰身边的妈妈一眼 那妈妈惶恐地低下头 瞧着如兰和墨兰两人 圣老太太心中叹息 又再看看 呆头呆脑的明兰 被人笑话了也不知道 还傻傻地站在当中 一副懵懂迷茫的样子 她不懂神色地瞎了口茶 眉目低垂 等到最小的圣长洞也行完了礼 她道 我素日清静惯了 不喜人多热闹 都是一家人 何必拘离 海照往常 直美寻来请安吧 王室粉面泛红 估计昨晚睡得很好 瞧老太太说的 在您老面前尽孝 原就是晚辈的本分 前几年啊 是我不懂事 疏忽了孝道 前被老爷说了一通 媳妇已经知错了 我老太太瞧在 媳妇蠢笨的份上 莫要与媳妇一般见识 媳妇在这儿 给您赔罪了 说着便站起来 给圣老太太跪下 圣老太太看了圣红一眼 圣红连跟着一起说 母亲 莫说这晨昏定性 就是时时给您端茶地水 都是她应当做的 说着母亲不远 儿子知道 您还在生媳妇的气 许家不言 都是儿子的不是 儿子自当去父亲 领钱领罪 说着也给圣老太太跪下了 王氏用帕子抹了抹脸 红着眼睛道 母亲 儿媳真知错了 望着你在娘家时 儿媳也学过摆山校为首 自打进了圣家门 却被朱油蒙了心 左了性子 疏忽了对您的孝道 老太太尽管罚我就是了 千万莫要往心里去 老太太 若是怕人多嫌吵闹 王后 我们分着来请安就是了 王氏说着 低声啜泣 圣红也双眼红了起来 明兰站在左边最后一个位置 往前看 心里暗响 这夫妻两人 不知是不是昨晚连夜排练的 一大一唱配合得十分到位 说眼红就流泪 难道是袖子上涂了洋葱汁 正想着 对面的三个男孩子 和这边的女孩子们 已经齐齐跪下 纷纷恳求圣老太太 一个个言辞恳切 好像圣老太太 如果不答应他们来请安 他们立刻就要心碎难过地 死掉了一样 如兰小姑娘慢了一拍 被身后的妈妈推了一把 也跪下了 明兰一看 也厚知厚觉地跟着跪下 就是不知道 说什么好 圣老太太见状 长叹一声 也不再坚持 挥挥手让丫鬟 把圣红夫妇扶起来 既如此 就依你们吧 说着 又看了呆呆的明兰一眼 瘦弱的小姑娘 又是最后一个 自己站起来 圣长洞年纪太小 站都站不稳 磕过头后 就被婆子抱走了 剩下的人都依字作家 明兰以前一直不怎么清楚 请安是怎么回事 从字面意思来看 请安就是问老太太一句 How are you的事 顶多加上两句 Where you die 或者 Are you ear之类的 但看着小丫鬟们 给几个少爷小姐 分别端上圆墩屋子之后 明兰觉得自己应该更正观念了 请安 是古代内宅很重要的一项活动 管事的媳妇对婆婆汇报最近的工作情况 或者请示将来的工作计划 如果孩子是养在婆婆跟前的 那就抓紧机会看两眼自己的娃 免得回头都认不出哪个娃是哪个肚皮生产的 如果孩子是养在自己身边的 就拿出来给祖父祖母看看 搞点天伦之乐 或扯些家长里短逗老人家开心 可惜王氏很久没有干这份工作了 口气熟络不好 生疏也不好 更加掂量不好和圣老太太说什么 所以今天圣洪同学特意陪着来请安 充当和氏佬之外 还要负责率先打破冰面 目前 这几天住得可惯 这灯州天气可不比泉州温暖湿润 是凉了些 不碍事 我倒觉得 这灯州比泉州好 大山大水的 高高阔阔的 临海近 气候也不干 我说老爷是得了个好差事 不寒不燥的 我一个老婆子倒没什么 不知几个小的觉得如何 可有不是啊 圣老太太说着 眼睛便望向左右两排的孙子孙女 王室热切的目光立刻扫向圣长白 长白哥哥规规矩矩地站起身 微微躬身 回老太太的话 孙儿 觉得很好 结束 十二个字 解明恶药 然后坐下 圣老太太放下茶碗 看了看圣红和王室 然后去看剩下的几个孩子 圣红没有什么反应 王室好像有些尴尬 偷偷地瞪了儿子一眼 第二个说话的是圣长风 他生的与包妹莫兰颇为相似 圆润白净的小脸上挂着千和的笑容 声音清亮 泉州温雅 灯州大气 一地有一地的好处 我朝天下烟又不好 孙儿前几日读到杜子美的诗 带宗夫如何 其鲁清未了 造化终神秀 阴阳分割晓 山东祭出圣人 又有泰山 真是个好地方 哪天老祖宗有兴致 咱们还可以去看看那风禅之山呢 话音朗朗 吐字清楚 看得圣红连连点头 眼露满意之色 圣老太太也忍不住多看他两眼 风歌好学问 都说风歌读书是极好的 诗色文章颇得先生夸奖 一时寿安堂那气氛融洽起来了 圣红更是高兴 几个小的也松了口气 只有王氏笑得有些勉强 明兰偷眼看去 发现他正死死地揪着手绢 好像在卡着圣长摆的喉咙 好让他多吐出两句话才好 华兰看了看王氏 转头向上座娇称道 老祖母尽快着三弟 可是嫌弃我们这些丫头了 你这孩子 胡说什么 你小时候 是老爷手把手教的读书写字 又特意为你请过先生 谁敢嫌弃我们家大小姐 华丫头大了 反倒愈发淘气了 圣华兰出生在最好的时候 那时王氏和圣红新婚燕儿 与圣老太太婆媳和睦 没多久又有弟弟出世 圣华兰娇美讨喜 作为嫡触的大小姐 真是集万千娇宠于一身 她在圣老太太跟前 也养过一阵子 因为王氏不舍得 又给送了回去 但已是孙贝丽 和老太太最有感情的了 相比之下 一母同胞的如兰小姑娘出生时 就没有那么风调雨顺了 果然如兰跳下矮蹲 跑到圣红身边 拽着袖子撒娇道 父亲教过姐姐 那为什么不教我 我也要请先生 不许胡闹 你父亲如今公务繁重 如何能陪你玩 你连苗红都坐不住 请什么先生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阑珊梦演播 王室把如兰扯到自己身边 如兰不肯 绝嘴跺脚 王室又劝又哄 圣红已经沉下脸来 圣老太太微笑看着 这时一只安静不语的莫兰 突然说话了 我妹妹年纪小 苗红又最要耐性子了 自然无趣 不过学些诗词道理却是好的 我觉着也不用请先生了 大姐姐学问这样好 不如请她来教 岂不正好 末尔说得好啊 女孩子家不用客举仕途 刺无需认思理的练字 不过读些诗词文章 陶冶性情却是不坏 花儿得空交交如味也好 身为长姐 自当教导弟妹 王室脸上一审不予理睬 华兰威有不屑 圣老太太却在看唯一没说话的圣明兰 她正傻傻地看着莫兰 心中又是叹息 东拉西扯几句之后 王室慢慢把话题 带到华兰的吉吉里上去 没说几句 圣老太太就发话 让妈妈在这里摆早饭 分摆两桌 一桌在正房三个大人吃 字间摆一桌 孩子们一起吃 早饭端上来 出乎意料的简单 即使是不慎了解情况的明兰 也觉得有些寒酸了 一个大瓷盘里面盛着白馒头和香油花卷 外加白金米熬的青粥 还有几个小菜 明兰抬头 看见长柏哥哥神色似有欠然 长风和墨兰神色如常的起快用餐 华兰和如兰则齐齐绝了绝嘴 虽然动作幅度不一 但角度如出一辙 明兰由丫鬟服侍着 也慢慢吃着 回想这几天 在太太屋里吃过的早餐 莲藕蜜糖糕 奶油松酿卷酥 炸糕 肉松香蒜花卷 蜜芝麻球 早熬精米粥 红稻米粥 腊肉蒸蛋 燕窝炖蛋 干丝清炒牛肉斧 麻油凉拌熏肉丝 十六样各色小菜拼成的十锦酱菜八宝盒 大户人家讲究 食不言 寝不语 何况他们兄妹六人 来自三个不同的生产厂家 这之前连话都没说上几句 这会儿就更只是闻得 条羹筷子清冻声 吃完早餐 盛红赶紧去上牙 王氏回到自己院子 几个孩子吃完之后 也都被不同的妈妈接走了 负责明兰的那个妈妈 在暴煞还没出来 明兰就跳下凳子 到门口望了望 对于陌生的地方 她不敢乱走 但是沿着门口的走廊散散步 应该没关系吧 北方的建筑和南方就是不一样 高阔的廊柱 方正的石板条凳 没泉州府邸那么精致秀气 却也大气明朗 明兰扶着墙壁一边走一边看 不止拐了几个弯 经过几个房间 越看越摇头 这里防射空阔 摆设简单 除了必要的家具 一应金玉骨完全无 扑腹婆子大都是上了年纪的 只有几个小丫头在扫洒江洗 看着比别处的丫头寒酸 院子里无花无木 只是简单地修建了下 门庭颇为辽落 活脱脱一个苦寒窑 看来传闻是真的 这位圣府老太太出身 有衣侯府 生性刚傲 年轻时暮下无尘 早年最喜欢折腾 据说把夫家和娘家都得罪了 后来圣府老太爷过世 他守了寡也转了秀 待到圣红成年娶妻之后 圣府的产业 他一点没留 全交给了圣红 自己却没剩下多少提起因子 他念佛痴瞻 与世隔绝 整个收安堂的下人 也都跟着一起出了家一半 平常饭菜简陋 拆是没有水 日子清淡 有一阵子 甚至连院子大门都关上了 似乎完全和人气旺盛隔离开来 下人们都不愿去收安堂受苦 所以这里使唤的 也都是当初跟着老太太陪嫁过来的老人 冷门单位 效益不高 福利稀薄 领导没有进取心 职员缺乏积极性 走到又一个拐角 明兰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 他顿时呆了 这味道宛如来自他记忆的最深处 他本已打算忘记的过去 他顺着香气来到一个房门口 推门而进一个小小的房间 正对面是一个长长的子檀暗机 上面只放着几卷经书 向左进去是两个如意文方凳 旁边是一张灵之文子檀方桌 再往里去 明兰看见了一座小小的佛刊 上悬着秋香色乌金云秀沙障 下面是一张香案 正中摆着白玉四足双耳皮羞卧顶 顶中正缓缓燃着香烟 明兰闻到的原来是檀香 香台左右各设一座 中间下方是一个蒲团 原来这是一间内设的佛堂 香台上供奉着一尊小巧的白玉观音 明兰抬眼望去 只见那观音端庄肃然 眉眼却慈悲 仿佛看尽了人世间的苦难 明兰忽然眼眶一热 忍不住掉泪 他想起姚妈在他下乡前 特意买了一个玉观音的挂坠 去庙里开了光 尊尊教念着女儿戴上 好保佑此去一路平安 当时姚依依不耐烦听母亲唠叨 急急忙忙爬上了车子 现在却是想听也不能够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失去意识前 他依稀记得外面有人在撬车门 看来是救他们的人来了 也不知法官老太和其他同事 获救了没 难道只有他一个因公殉职了吗 想到这儿 他顿时悲愤不已 悲愤过后是木然 木然之后是消极 他没有特别想要活下去的意志 他认为老天亏待了他 如果死亡是注定的 那他也应该投生在一个更好的身体里才是 凭什么华蓝如蓝甚至墨蓝都能够千娇万宠 他却要重新开始奋斗人生 他要熟悉这个陌生的世界 去讨好并不是他亲生母亲的王室 估计忍气吞声是免不了的 受些委屈也是正常的 学着去看人脸色 重新学习古代女子的生存技能 而这里 并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生存的世界 很久之前看蓝色生死恋时 朋友们都为恩西跌宕的命运 哭得死去活来 可姚依依独独同情那个心爱 在女主角定律下 恩西显得那么美好善良 而心爱却有心机又刻薄 所有人的情感都朝向恩西那一边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出生在富裕家庭 当大小姐的原本就应该是心爱 她生来就属于那个温暖舒适的家庭 而恩西本来会在那个肮脏糟糕的小店里长大 被兄长七五忍受着母亲的脾气 在姚依依看来 是心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如果心爱一开始就在人人呵护的温暖环境下长大 她也许就没必要长成斤斤计较的刻薄脾气 因为这段倒霉的经历 她即使日后回到了父母身边 也和母亲有了隔阂 无法像亲生母女一样亲密 心爱这笔账又跟谁算去呢 看到最后男女主角双双死去 姚依依甚至恶毒的想 恩西好像注定是去那家讨债的 她因为白血病肯定是要死的 她不但平白获得了十几年 原本不属于她的幸福生活 还把养父母唯一的儿子一起捎带进了黄泉 而最后留在那对养父母身边 尽儿女义务的孩子 反而只剩下了那个一直不受疼爱的心爱 恩西当然很可怜 难道心爱不可怜吗 现在姚依依也是这样 她原本美满的人生被偷走了 换成了一个可怜女孩的人生 如果她投胎在一个千娇万宠的女孩身上 那么她也许会很心虚 但矫情几下之后 她也会接受算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历史的倒退 她原本的生活虽然没有丫鬟婆子伺候着 可那时她的生命是自由的 她已经熬过了高考和求职 人生很艰难的第一关已经过去了 她拥有好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 记得泥石流发生前两天 妈妈还打电话说有上等货色 等着她回去相亲 只要不发生小三二奶 绝症车祸等狗血事件 她将像绝大多数普通女生一样 平凡充实地过完一生 而现在的明兰小姑娘呢 亲妈是小妾 而且已经死了 估计这会儿正等着投胎 老爹有三男四女 看似也不特别喜欢自己这个庶女 还有一个没有当圣母打算的嫡母 好处是她不用考试考公务员考职称 坏处是她将来的丈夫人选 她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将来的人生她只能碰运气 有家暴她不能找警察 自己磨点红花油凑合 有小三小四甚至小恩 她也不能吵闹 得贤惠地当自己姐妹 丈夫差劲猥琐得实在过不下去了 也不能闹上法庭 哦对了还有更糟的 她也许会连个正房也凑不上 庶女向来是做妾的好材料呢 这样富有挑战性的人生 教姚依依如何甘心 可她只能甘心 她学着母亲当初礼佛的样子 恭敬地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双手合十 诚心诚意地祈求 祝到那个世界的母亲兄长 平安康泰 莫要牵挂儿女 从今天起 她也会关心粮食和蔬菜 关心河流和大山 认真努力地生活下去 滚烫的泪水 大颗大颗地涌出来 她无声哽咽着 泪水顺着略显瘦弱的小脸 滴落在浅青色的蒲团上 有些渗入不见了 有些滚落到地上 与尘土混为一体 尘早的光线 透过藕合色的纱窗 照进佛堂 光彩清朗 柔光明媚 明澜小小的身体 浮在菩团上 心里前所未有的宁静平和 她发自内心 虔诚地低声祈祷 愿观神音菩萨自卑 照见五云皆空 度一皆苦恶 愿心无瓜爱 无瓜爱故 无忧恐怖 愿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明澜 小丫头 你给我拿个橘子过来 要剥好皮的 如兰小姑娘坐在秋千上 明澜呆坐在石墩上看天 没有动静 如兰又叫了几声 见明澜还是没反应 她就顺手捡起一个小石子丢过来 明澜肩膀一疼 吃痛地转过头 看见如兰小姑娘 笑得呲牙咧嘴的 你这个小傻子 还不快给本小姐剥橘子去 明澜无语地望天 慢吞吞地走到一旁的小机上 拿起一个橘子正要剥 却被鞋里伸出的一只手挡住了 那只手娇嫩漂亮 石片尖尖的指甲上 还染着淡红色的凤仙花枝 如兰 你又欺负六妹了 给我下来 华兰大小姐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一把把如兰从鞦韆上扯下来 前父亲怎么说来着 姊妹中 六妹年纪最小 我们当姐姐的 要多体贴她 关照她 你倒好 一天到晚地欺负她 你要是再这样 当心我告诉父亲去 谁欺负她了 我不过叫她剥个橘子 吓人都死绝了 叫主子包橘子 还是你身边的丫头 尤其金贵 竟使唤不得了 华兰漂亮的大眼睛瞪过去 本来顺利在一旁看笑话的三四个丫鬟 都纷纷垂手 惶恐地缩在一旁 华兰言辞尖利地训斥起来 瞧见六姑娘动手包橘子 你们一个个的都死了呀 不会拦着吗 好得利的丫头啊 如今竟然看起主子的笑话来了 改名我回了老爷太太 让你们自出就回家 整日看笑话去 如兰立刻不一了 上前拉着姐姐的袖子大叫道 大姐姐 你不许欺负我的人 我告诉母亲去 你为了一个遗娘生的小傻子 为难自己亲妹妹 去告 去告啊 我早就想去告了 什么遗娘生的 六妹妹 就是我们的妹妹 况且父亲 把她抱来母亲这里 就是我们的亲妹妹 你要是再说什么遗娘生的混账话 仔细父亲打你板子 华兰食指用力戳着如兰的脑门 如兰气鼓鼓的 又反驳不过来 明兰低着头 装傻 不言语 华兰和如兰虽是同胞姐妹 但长相却不一样 华兰长得像盛红 明媚秀美 眉宇间英气勃勃 如兰长得像王室 圆盘子脸 眉目端正 姿色不免平凡了些 不过将来长大了 也许能往端庄上发展 造物主显然没有公平对待 这对同父同母的姐妹 不论容貌才能 还是父母宠爱 妹妹通通不如姐姐 明兰只希望如兰的心理不平衡 不要欲加严重就好了 其实在王室身边讨生活 并没有那么难 华兰姐姐和长柏哥哥 早就有自己的院子了 长洞小弟弟 还处于流口水的阶段 明兰需要应付的 只有如兰小姑娘 如兰其实人并不坏 只是喜欢使性子耍威风 恨不得天天被人捧着 可是她上头一姐一兄 她都惹不起 林一娘那里的一兄一姐 她又惹不到 连站都站不稳的长洞小弟弟 她惹着无聊 于是只剩下一个倒霉的明兰 可以让她呼来喝去了 每当这个时候 华兰大小姐就会像齐天大圣一样 从天而降来主持正义 她未必喜欢明兰 但却看不得如兰嚣张的样子 作为得宠的长女 她在胜负的权威 仅次于三个长辈 训斥妹妹 处罚下人 做起来得心应手 说起来 头头是道 明兰心里 十分感谢这位 又漂亮又威严的大姐姐 她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容貌 家世 魄力 无一不有 她真心希望这位大姐姐将来 永远能这样幸福骄傲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晨雨 蓝山梦演播 第九集 现在每天早上 明兰被妈妈抱着 和王氏他们一起 去给圣老太太请安 那之前 各房妾室已经先给王氏请过安了 灵一娘请安的间隔很有规律 大约是三天请安两天告假 原因很万经由 身体不适 如果前晚圣洪在她房中过夜 她就会扶着腰说身子累 如果前晚圣洪没去 她就扶着胸口说心累 灵一娘每次来请安 王氏就要心理建设半天 免得自己暴怒起来 扑上去 划破灵一娘那张楚楚动人的脸蛋 极端挑战王氏的修养 反观小明兰 不过五六岁 没有得宠的亲妈 年纪又小又顿顿的 王氏没有欺负她的必要 当然也不会去特意照顾 反正是与如兰一道吃睡 但是细心的人还是能看出不同之处 每顿饭摆的都是如兰喜欢的菜 明兰跟着吃 没有挑菜的权利 如兰的衣服都是新的 明兰穿剩下的 虽然也是九成新 有什么新鲜的果子糕点 当然是紧着如兰先吃 剩下的给明兰 至于什么金银玉的锁呀练呀之类的首饰 明兰是压根没见过 不过每次出门 王氏还是会给她脖子和头上弄点东西 带出去冲冲门面 明兰为自己设定的职业规划路线是 当装傻时得装傻 当告状时得告状 迎川姑娘的遭遇告诉我们 不是一位忍气吞声就可以安享太平的 一个没有什么依仗的庶女 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出头争气 还有谁会理你呀 所谓天助自助者 明兰身边的妈妈是一个懒被大义的婆子 耀东往往给西 多拆钱两声就肚着嘴巴不乐意 小丫头们是有样学样 也都是懒散不得力的 还常常用明兰听得见的声音 说悄悄话 什么做一次又一次的 没个完了 真把人折腾死了 摆什么主子款 还真当自己是什么千金大小姐 不过是个姨娘生的罢了 趁早消停些吧 谁耐烦伺候她之类的 明兰一句不吭 当作没听见 照旧使唤 因为圣红对王室还没有完全放心 所以时不时会去看看明兰 这时明兰就会老实不客气地说 晚上口渴 妈妈不给我水喝 您上次给我海棠鹿了吗 我一点也没见着 太太给的点心 妈妈说她小孙子喜欢吃 就给拿走了 妈妈说 等她空了 再给我补衣裳上这道口子 圣红脸色立刻就放下了 王室也尴尬不堪 她最近正忙着办华兰的吉吉里 哪有功夫去管明兰 她一生气 就把丢了她面子的丫鬟婆子通通罚了一顿 一开始 丫鬟婆子不服 照旧给明兰小鞋穿 明兰也不当回事 继续告状 不过两次 仆妇们都老实了 明兰的日子也好过了 其实 告状是个技术活 现代职场和古代圣家都一样 告得好 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 告不好 却适得其反 这里面 是有诀窍的 首先 告状对象 要准确 明兰一开始就知道 王室没把她放在心上 只要养着不死就行了 圣红倒还记着 魏姨娘的好处 内疚她 年纪轻轻就没了 所以明兰的告状对象 是圣红 其次 告状的目标 要明确 明兰只告丫头婆子的 却半句不提王室 反而常常说 王室给这给那的 是下人偷懒耍华 王室一边听着 倒也还好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要装傻 明兰从醒过来开始 就一直呆呆傻傻的 说话不利索 反应也迟钝 完全没有心机的傻样子 反而安全 渐渐入下 日头炎热 暑气灼热着人的皮肤 这一天 明兰在内屋午睡 两个值班的小丫头 在外堂有一搭 没一搭地说着闲话 大小姐的吉吉里可真气派 据说 太太把灯周有些脸面的太太夫人都请来了 门口光是轿子 就排了两排 为了怕外客热 太太还一口气买了几十车冰块针着 流水溅的往里送冰碗子 老爷也特意回府关里呢 太太特意从翠宝斋 盯着了一套铜面首饰 妈妈说 那可是京城的第一株翠楼 不知花了多少银子呢 还有大姑娘身上那条乳裙 妈妈说 那上面刺绣 是流伤绣 走动起来 上面每一条纹路 都像灰洞似的 那是 太太娘家 老太太送过来的 大姑娘的命可真好啊 小梅姐姐 你说我们姑娘将来 哎 我们姑娘怎么能比 大小姐 可是嫡出的 明兰躺在里屋 听着丫鬟的对话 这两个小丫头是王室 分给她贴身使唤的 大点的叫秋雨 小的叫小桃 前者原是王室房里的三等丫鬟 后者是刚刚从家生院里 提拔上来的 说是和六姑娘年龄相反好相处 想到这里 明兰无可奈何的鼓鼓脸 因为要整顿圣府内宅 圣洪恨不得把所有的下人 都怠唤一遍 除了个别太太和林一娘的 得力心腹 其他二三等的嫂嫂丫鬟 几乎全部倒腾了一遍 然后又从家生院里 选些新的来补充 那些模样伶俐的 都是先给了前头几个少爷小姐 轮到明兰时只剩下这个傻傻的小桃 不过也好 明兰把小小的身体 在容垫上翻了个身 圣华兰的吉吉里 明兰并没有看见 但可以想象那场面 她并没有特别羡慕极度的 只是睡得迷迷糊糊之际会想 圣华兰这样的出身 才是穿越女应该投的胎呀 完成了吉吉里 王氏立刻以无限的热情 投入到寻找大女婿的工作上去 时不时的要和圣红 和圣老太太交流意见 每当这个时候 华兰就会一脸娇羞地 夜面回屋 明兰不由地感叹 社会果然进步了 想当年姚妈举着照片 给姚依依说相亲对象时 姚依依可是全程参与的 并且拥有最终否决权和决定权 可这里 即使是圣华兰这般受宠 她的婚事 自己也无法插手 明兰第一次见识到了 什么叫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 圣红夫妇手里 留下两个最终候选人 令国公府第五个孙子 和钟晴伯府的次子 还没等到夫妻商量出结果来 时任开封浮影的秋静大人 来为儿子提亲了 王室坐在一张蝙蝠流云乌木桌旁 面前堆放着几张大红阳精的帖子 头上龙凤金簪的流苏 不住抖动 原本华二刚刚才急急 也不急着选序 可邱大人这一提亲 我们却不得不快乐 要么应了邱大人家这门亲事 若是不应 也得有个说法 邱兄是我的童年 我们两家远也是知根知底 本来结成这桩婚事也无不可 可是 圣红手握着一把黄羊木骨的折扇 在屋里走来走去 可是什么 老爷快说呀 圣红坐在王室对面 端起桌上的白瓷符文茶盏 浅瀉一口 那邱二公子我是见过的 模样品行都配得上华二 本来我就不惜华二嫁入王宫府邸 那里虽然富贵 终究门庭绳索 华二又心高气傲 真嫁入了那地方也未必如意 我们与邱家那是门当户对 也不怕华二受委屈 可是这次我去京城 瞧着不妥 王室听到华岚嫁入公侯之家的难处时 连连点头 听到最后还执起手中团扇 给圣红轻轻打扇 圣红缓了缓 凑过来低声说 当今皇后没有儿子 论敌是不成了 而接下来最长最贵的 无非是德妃淑妃所出的三王爷和四王爷两位皇子 圣上迟迟没有离太子 不过是因为三王爷身在孱弱 且年过四旬尚无子嗣 而有子嗣的四王爷却偏偏晚了半天出生 如今圣上身子尚且硬朗还好 将来万一有个山林崩 那些王爷身边的禁臣 怕是有事 王室与朝堂之事一窍不通 茫然道 这与大丫头的浑事何干啊 丘敬大人是个外观呢 可丘敬的长兄 却是三王爷的蒋经师父 圣红服然 他其实也很想和妻子推心致富 可妻子的思想总和他不同步 林姨娘倒是和他很同步 却偏偏是个妾 老爷 这的确不妥 不论圣上是不是立三王爷 只要三王爷生不出儿子来 将来这皇位也得给人家呀 我听说那四王爷 可不是个吃素的 圣红看妻子总算上道了 点点头 又叹气道 我也时常劝说丘敬兄 想我等外观 暗暗结交些 经官内衬也就算了 可千万莫要牵扯那 立处大势中去 京城里那么多公侯伯府 偷门清 有几个颤合进去的 当初先帝爷即位 也算顺当了 可也夺了好几个没颜色的爵尾 撤了不知多少一二品的大员 何况我等 我劝了几次 丘兄都听不进去 反而 反而和他长兄加倍亲近三王爷 我也知道三王爷为人宅心仁厚 明德贤小 可是 可是 可是他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三王爷再贤得也没用 丘大人也太糊涂了 处位之争 岂是闹着好玩的 我瞧着四王爷 一准能上位 那也不一定 丘兄 以及三王爷身边 一干辽臣 也不全糊涂 他们知道三王爷 若非子嗣问题 早就立了处了 于是 就想出一个点子 什么点子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他们窜兜了 这个大臣在外头不吹着 要效仿宋英宗故事 老爷就别和我拽文了 我大字都不识一框的 如何知道什么宋英宗故事 圣红含蓄地嘶了下 无奈地解释道 那就是说 如果三王爷急了位后 却始终没有儿子 就让他从兄弟 那儿过几个儿子过来 圣上儿子 可不止这两个王爷 下面几个年少的王爷 不都有儿子吗 反正论起来 都是圣上的孙子 王氏笑着拍手 这倒是个好主意 那几个小王爷母族 卑微不说 皇上也不大上心 皇位是无缘了 过继他们的儿子 最是妥贴 可 可这能成吗 四王爷能答应 谁说不是呢 如今鼓吹 过继一世的几个 早已成了四王爷的 眼中钉肉中刺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倘若将来是四王爷即位 那邱家 圣洪没说下去 但王氏也全明白了 这就是个赌注 赌赢了 邱家鸡犬升天 赌输了 邱家一败涂地 可何必要赌呢 邱家现在 已是富贵双全的了 老爷 邱家的婚事 咱不能答应 他邱家愿赌 咱们可不能拿华儿来赌 要是弄个不好 咱们全家被牵连也是有的 王氏的思路突然清晰起来了 他从腰下又拿出一条 抢红底绣葵花的汉青 细细摁着额头 忽抬头 转而又问 老爷素日在官场上 为人厚道 常与人交好 如今 如今就没一个可以结亲的 不是没有 还在泉州时 我就细细盘算过 我那群童年童客好友 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的 盛红看了他一眼 学着王氏的口气 慢悠悠地说 你那日是怎么说挑女婿的 要门地好 家底厚 人口简单 公婆周理好事 最最要紧的是人家后生 要有能耐 要么读书有功名 要么会办事的有产业 我素日节交好友 大都是书生 与我同年同科的 官位高的不多 官位好 官位高的 又加点担保 可加点厚的 自是早就被长辈定好了的 大理事的柳兄倒合适 可他家笛子还小啊 将来倒可以给如兰说的说道 哎 王氏神色有些尴尬 善善地笑道 老爷不必忧心 这不还有别家吗 我瞧着令国公府就很好 他们虽是将等席爵 从太祖爷封爵至今 不过才三代 那钟秦伯府倒是远等席爵 可他们家如今的光景不好啊 早被圣上咽气了 还是不要的好 令国公府好 赫赫扬扬 家世鼎妃 又风光又旺盛 盛红慢条丝理地打开折扇 慢慢摇着 这可未见得 我幼时随着老太爷和老太太 在京城里住着 与为大哥哥 在令国公府家属读过书 那家人 我很是瞧不上 外边看起来光鲜 内里却污秽不堪 那家属 也阿咋得很 我与伟大哥哥 只读了半年就出来了 这次 我到京城办事时 听闻令国公府 愈加不堪 家里人口众多 主仆上下 安抚尊荣 几个小爷们 不过和长百大小 这屋里竟然有二十多个 媳妇丫鬟伺候着 如此穷说即语 大的小的全都挥霍无度 铺张奢靡 出得多进得少 内能早就恐了 我不过稍稍与耿士叔 透露华儿急急在急 他们就找了来与我说 言谈之中啊 流露出有结亲之意 你是说 他们瞧上了 大丫头的嫁妆 难说啊 何光他们家 贪了媳妇的嫁妆的 又不是一次两次 可那终归是 国公府啊 那样排场风光的人家 若不是现在有难处 也轮不上我们华儿 若只是短了您前 我也不是如此 只是那家子孙实在不孝 诺大一家子里 读书武功 筹谋计划之人 竟无半个 老国公夫妇自己倒还好 可惜下几个儿子 大方娇奢淫逸 父亲素有 举忧之鞘 二方 来提亲的 就是这房次子 那二方的一把年纪了 还不停地讨小老婆 将房里的丫鬟媳妇 枪击吟变 我在京城市听闻 她连儿媳妇房里的贴身丫鬟 都讨去睡了 真真的辱墨斯文 败泪之至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蓝山梦演播 第十集 我说他们堂堂一个国公府 怎么善赶着 来我们一个六品知府家里提亲 怕是京城里面的体面人家 都不肯把女儿嫁过去吧 太太这次说对了 那也不能是中秦伯府啊 他原家如今门庭猛落得紧 这倒不是 我这次特意去拜访了中秦伯府 见了老伯爷的几位公子 嫡长子 是早聘了国子剑 纪九章大人家的千金 那次子啊 我瞧着道好 沉稳失礼 威风凛凛 年纪轻轻就在五城兵马指挥司里 谋了个差事 我又特去向斗指挥使 打听他的人品才具 那斗老西 你也是知道的 素来狂傲 可他也把袁文绍 结结实实的跨了一顿 还叹气说 那少年郎因被家事所累 一般的官欢世家 都不敢与他们结亲 差一点人家 他们又瞧不上眼 好端端的一个后生 拖到了快二十的 还没成家的 大约是我在斗老西面前 显得意了 这第二天呢 原家就拖了人来说下 你也说了 一般的官欢世家 都不敢与他们结亲 他们如今要事没事 要钱没钱 我们干嘛上赶着去啊 废话 若不是人家现在有难处 也轮不到我们华 他家也是倒霉 先帝爷在位时 不慎卷入一往谋逆案中 连同还有几个世家 一起被夺了绝 潦倒了几年 后来当今圣上 即位后大赦天下 翻查了旧案 方发现 连着中秦伯府在内的 几个公侯伯府 着实有些冤枉 算是被牵连他 虽起负了四五家 他家就在其内 可还是被斥责了 处事不解 行指不断 族族被耻夺了 十年的银米俸禄 冷落下来 老爷既然说得头头是道 何必还要和他家结亲 你懂什么 像这种有爵位在身的 王公家出来的子弟 大都满含无能 因祖上有阴 故不思读书 不讲习武 不求进去 两三代之后 便不成样子了 可这圆家 因为遭过难 他家子孙 便比一般的能干懂事 有过磨难的 方之立业之难 我瞧着袁文绍很好 王氏还是不愈 转过头去不说话 盛宏走过去 扶住王氏的肩膀 细声说 华尔是我们的投生女 我怎么会委屈了她 记得那时 我还只是一个 小小的后部知识 又被指派到 那苦寒之地 华尔出世时 我们竟然连一个 像样的奶妈子 都寻不到 我一边读书备考 一边当差 你又要管家 又要服侍我和老太太 华尔那时乖的 让人心疼啊 从不苦闹热事 少大一点了 还能帮你理事 说句诸心的话 这许多子女里啊 我最疼着 就是华丫头 王氏想起 当初那段 艰难的日子 眼眶就红了 盛宏声音 也微微颤抖 当时我就想 委屈了谁 也不能委屈了华尔 我不止着 用华尔攀龙复风 只希望 他能嫁个 有担当的男人 夫妻和睦 琴色和鸣 将来生儿育女 一声平顺 盛宏言语音音 一片慈腹心肠 王氏 再也忍不住 落下泪来 忙低头是泪 原家再不好 终归又绝未护着 若是仕途不顺 至少有个伯父 可以依附 若是袁文绍争气了 将来一样 有荣华富贵 等着华尔 王氏早就被说动了 一边用手绢脚 试泪 一边撑倒 一个潦倒祸 也被你说得 跟堵花似的 老爷件事比我明白 且在让我打听打听 那袁文绍的品性如何 都二十岁了 也不知他房里有几个人 要是有那淘气跋扈的 我可不依啊 我的华尔 可不是嫁过去受罪的 盛宏亲热地搂过去 好好好 都依着娘子 那小子 要说谈话好色 我第一个不答应 我们呢 定要细细思量 给华尔 找个鼎鼎好的女婿才是 夏末秋至 北地不比南方 天气渐渐干凉起来 胜浮免不了 煮些甜汤 来润沸止咳 明兰自来这里之后 大半时间倒是病着的 这一变天 就更加虚弱起来 常常干咳气喘 请大夫来 不过开些滋补之药 偏偏明兰 最厌恶中药的味道 他急切地思念着 穿背琵琶路和可喘宁 越这么想 就越抵制中药 喝一碗 倒要吐半碗 整日里病歪歪的 半点力气也提不起来 曾经身板壮壮 还练习过防身搏击术的明兰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圣洪和王室斟酌再三 又四处打听 袁文绍的人品才干 最终还是定了他 这就过了纳采之礼 送出了华兰的生辰八字 遂行问明礼 王室的思路非常神奇 居然分别请了一个德道高僧 和一个有为道士来合八字 这一僧一道都说 双方是百年好合的八字 王室这才放了心 圣洪瞧王室房上的香机上 左边摆了一个浮尘 右边立了一个沐鱼 不由的失效 太太这到底是信佛呢 还是信道啊 说个准数 对准了拜 放灵验些呀 王室知道 丈夫是在调侃自己 哪个灵验呢 我就拜哪个 只要华尔好 让我拜墙根草也成 我知你是一副慈母心肠 最是好心 最近我瞧着名儿不好 你也多留些心 这么磕下去 莫松了一条小命啊 昨日经理来信 钟亲伯府这几天 就要来下小定了 华尔见我忙得 焦头烂额的 就自己把名丫头的事 给烂过去了 华尔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 你还是自己过问 牢靠些 瞧老爷说的 华丫头哪里是个小孩子了 要是诸事顺当 不是明年底就是后年初 便要嫁人了 将来要服侍公婆夫婿 也该学着赵看人了 这几天啊 她把自己奋力的 雪梨羹和杏仁汤 都送给了名丫头 还天天拿眼睛 死盯着名丫头吃药 吐半碗就要加一碗 名丫头吓得都不敢吐药 盛红心中大胃 连连点头 好好啊 姐妹姐本就该如此啊 华尔有章节风范 很好很好 华兰大小姐 是个严格执行的负责人 温情不足 威严有余 明兰但凡流露出一点 不肯吃药的意思 她就恨不得撩起袖子 轻来灌药 明兰吓得出了一身汗 病得好了一大半 华兰又捉着她 天天踢剑子 明兰犹如被解压的囚犯一般 在华兰的监督下 立在院子里 一五一十地踢着剑子 每天要踢足三十个 每三天要累进五个 华兰大小姐 居然还拿了个册子 做明兰的锻炼日志 一脸狱足像的 天天勾兑记录 少踢一个都不行 华兰是个大姐姐型的女孩 内心充满长姐情节 可惜她的同胞弟弟妹妹 都无法满足她这个需求 长白饼姓老成稳妥 华兰不要被她训去 就烧高香了 而如兰却任性刁钻 极傲不逊 华兰素与她不合 说她一句倒会还嘴三句 王氏护着 她又不能针发如兰 而林姨娘那里的两个 她不屑插嘴 长洞嘛又太小 所以她一直没什么机会 摆大姐姐的谱 明兰脾气 乖顺和气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说她两句也不会降嘴 只会怯生生地望着你 水淋淋的大眼睛 忽闪忽闪的 偶尔还发个小呆 华兰对这个小妹妹 倒很是满意 几乎比自己妹妹 还要喜欢些 钟情伯父动作挺快 没过多久就来下小定 因为袁文少年纪着实不小 他们指着明年中就能完婚 盛宏拿出当年考科举时的文章架子 写了些云山雾罩的托词在信里 也不知人家是不是能看懂 大约意思是 女儿还小 不人早嫁 言辞恳切地表达了 慈父爱女之心 那袁家立刻又加了不少聘礼 还请了红卢寺的一位理官来下聘 盛宏理子面子都赚足了 也很上道的又加了些嫁妆 并把婚期定在明年五月 两家都很满意 之后 华兰就被锁进了闺房秀嫁妆收收信子 明兰松了口气 她现在已经积累到 每天要踢六十五个剑子 踢得她退直抽筋 这下 看守自己的人被关起来了 她也可以再次回到了 吃吃睡睡的小猪生活 当然 时不长的 要被如兰骚扰一下 天气渐渐转寒 春夏秋都还好 这一入冬 南北气候差别 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各房纷纷烧起了地笼 各色土炕砖炕 还有精致漂亮的木炕 就是把宽阔舒适的床和炕结合起来的请具 明兰本是南方人 从不知古代北方竟然还有这样既保暖又舒服的炕床 估计是踢剑子的功务 天气这样冷 明兰竟然没有感冒生病 不过 别人病倒了 圣老太太到底年纪大了 且南北迁徙太远 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入秋之后也开始咳嗽了 他素来威严 里面的丫鬟婆子 不敢逼他吃药踢剑子 所以病根一直没断 一入冬就时不时的发低烧 这一天突然烧得浑身滚烫 几乎昏死过去 大夫来乔也说凶险得很 老人家最怕这种来势凶猛的寒症 一个弄不好 怕是要过去 这一下可把圣红夫妇吓坏了 圣老太太要是没了 圣红就得盯优 华兰就得守孝 那袁文绍已经二十了 如何等得了 圣红夫妇立刻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 日夜轮流地去照看圣老太太 每一副方子都要细细推敲 每一碗药都要清肠 险些累得自己病倒 不过这副孝子贤富的模样 倒是引得全灯舟 官宦士绅 尽相夸赞 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几天后 圣老太太终于退了烧 缓过气来 算是捡回一条命 圣红夫妇不敢放松 紧着把库房里的各种滋补药品送到寿安堂里去 对明兰来说 再名贵的滋补药也是中药 那味道高明不到哪里去 心里不免暗暗同情圣老太太 还没同情两天 寿安堂突然传来一个消息 说是圣老太太年老孤寂 想要身边养个女孩 了解冷清 消息一传出来 几家欢喜几家愁 先说欢喜的 娘为何叫我去 都说老太太脾气乖利 性子又很冷漠 一年到头也说不上几句话 脑屋里讲漏得很 没什么好东西 况且老太太一向不待见你 我才不去自讨没趣 墨兰窝在炕上的被笼中 身上披着一件 绿色点睛的灰鼠皮毛袄子 怀里抱着个 横置的金葫芦掐丝法郎手炉 小小年纪 已经出落得轻力儒雅 林姨娘瞧着女儿 又是骄傲 又是担忧 好孩子 我如何舍得你去受苦啊 可咱们 不得不为将来做筹谋 你可瞧见了你 华兰大姐姐备嫁的情形 真是一家女百家囚 何等风光 等过个几年 你急急了 不知是个什么光景呀 墨兰欠了欠身子 调子还是那么斯文 什么光景 杨墨在说什么 嫡出述出的了 父亲早说了 将来绝不委屈我 他为这样带大姐姐 也会这样带我的 我自有风光的日子 况且娘你手里又有产业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的儿 你知道什么 你华兰姐姐 竟是如此风光 一是你父亲做官畅达 官身素来不错 来往交际也顺遂 二是咱家多少有些家底 不比那些没家底的清贫小利 三时那华丫头是个嫡出的 她有个世代三英的旧家 这最后一出你如何比的 况且你与那乳丫头 只差了几个月 将来怕是要一同论家 那时那有好的人家留给你 林姨娘拿过女儿手里的暖炉 打开来用旁边的铜簪子 剥了剥里面的炭火 盖上后又递了回去 莫兰纵是素来早会 唯言也不禁脸红 娘 婚说什么呢 女儿才几岁 你就说这个 林姨娘拢住女儿的一双小手 绣枝的眉目 透出一抹绿色 沉生道 当年的事我从不后悔 给人做小 得罪了老太太 不容于太太 这些我一概不怕 你哥哥到底是个小爷们 无论嫡出数出 总能分到一些家产 将来自有立身之地 我唯独担心你 娘 别往心里去 父亲这样疼我 几个女孩 除了大姐姐 就是我了 将来 总不会亏待我的 可也后代步到哪儿去 林姨娘一句话 打断了女儿 往后靠在秋香色金钱莽 大条入堆里 和睦慢悠悠地说 唉 你如今七岁了 也该想事了 我七岁上时 你外祖父就拜了家时 那以后 我不曾过过一天像样的日子 你外祖母没有算计 全靠典当度日 那是她总叹气 她没能嫁到体面的人家 当初明明是一起 嬉闹玩耍的小姊妹 有的就披荆带淫 荣华富贵 有的却落魄潦倒 连娘家人也不待见 总算她临过世前 做对了一件事 把我送到这圣府来 屋内静静的 只有地上的熏龙 缓缓吐着云烟 林姨娘微微出神 想到第一天进入圣府的情景 那时圣洪虽然官职不大 但圣祖太爷 却挣下了大份的家业给子孙 老太爷又是炭花郎出身 圣府自然气派 那样精致漂亮的花园子 那样苗精慧盈的用具加实 绸缎羽沙四季衣裳 他一辈子都没想过 这世上还有这样富贵的日子 这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那时圣洪又斯文俊秀 文质彬彬 他不由地起了别的念头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陈雨 阑山梦演播 第十一集 莫兰看着母亲朦胧秀丽的面庞 突然开口 那娘你又为什么非做这个妾不可呢 好好嫁到外头 做正头奶奶不好吗 舍得到处都是闲话 说你 说你 自甘 林一娘呼得睁开眼睛 炯炯地看着她 莫兰立刻低下头 吓得不敢说话 林一娘盯了一会儿 才转开眼睛 缓缓地说 你大了 该懂事了 老太太什么都好 就是有一样 老喜欢学到什么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人 所谓凭贱夫妻百事哀 老太太是侯府迪小姐出身 自不知道外面评价的苦楚 一个铃声 一个月 不过六七斗米 积一两贯钱而已 我们府里的头面丫头 月银都有八钱银了 但你身上这件袄子 就值五六十两 你手炉里烧得银丝细炭 要二两文银一斤 加上你日常吃的穿的 得几个铃声才供得起 墨兰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来 况且 难道贫寒子弟就一定品行好吗 那时我有一个表姐 嫁了个穷书生 远指着将来能有出头之日 可是 那书生除了能转两片酸文 科举不定 经商不成 家里家外全靠你表姨妈张罗 她陪着夫婿吃尽了骨头 为她生儿育女 还攒下几亩田地 那一年不过收成略略好些 那穷酸便要纳妾 你表姨妈不肯 便日日被骂不嫌 还险些被休 她抵受不住 只得让妾室进门 不过几年便被活活气死 留下几个儿女受人作诫 哼 那书生当初上门提经时啊 也是说得天花乱坠 满嘴圣人德行之言 什么好生爱惜表姐 情色和鸣 相敬如宾 呸 全是空话 莫兰听得入神 林姨娘声音渐渐低柔 唉 女人这一辈子 不就是靠个男人 男人是个窝囊废 再抢的女人 也直不起腰来 那时我就想 不论做大做小 夫婿一定要人品出众 重情义 有才干 才能给家里遮风避雨 跟了你父亲 虽说是妾 却也不必担惊受怕 至少 能有一份安枕日子可过 儿女 也有个依靠 母女俩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 哼 老太太当初给我找的 都是些所谓的耕毒之家 她自己又固守清贫 如何给我支份 体面的嫁妆 呸 我到底也是正经官家 出身的小姐 要是指着吃糠宴菜 还进胜服来做什么 真真可笑 那你还让我去老太太那儿 她能留我 傻孩子 这是你父亲在抬举你呢 我再体面也还是个遗鸟 你又不是养在太太身边的 倘若能够留在老太太跟前 学些规矩礼数 以后站出去 也尊重些 将来疫情时 自比一般庶女高些 老爷说是让老太太 自己挑个孩子 其实你想想 华兰要嫁了 如兰太太舍不得 明兰 是个气奄奄的病秧子 几个小爷们要读书 剩下的还有谁呀 父亲果然疼我 可是我怕老太太 林姨娘捋了捋病发 眼波流动 笑道 老太太这个人 我还是知道的 她秉性高洁耿直 更喜欢怜悯弱小 虽然傲慢了些 但却不难伺候 明儿一早开始 你就去老太太跟前 请安服侍 记得 要小心温顺 做出一副 歉意内疚的样子来 千万不要在外头 叫我娘 要叫姨娘 有时损我两句也不打紧 嘴巴甜些 动作机灵些 想到老太太 是不会把我的账 算在你头上的 唉 说起来呀 都是我连累了你呀 若你投生在太太肚子里 也不必巴巴的 去讨好那老婆子了 娘说的什么话 我是娘的倔咒 画出来的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莫兰称笑着 依偎到林姨娘怀里 有娘在旁教导 女儿自能讨老太太欢心 将来有了体面 也能够让娘想些轻福 好孩子 等将来老爷再生品级 做官更大些的时候 保不齐 你能比你大姐姐 嫁得更体面些 到时候 还有天大的福分 等着你呢 蔡桓呢 去催催大小姐 别磨叽了 老爷已经等着了 王室站在一整面 黄铜膜的穿衣镜前 一边转身 让两个小丫鬟上下石头 身上穿着一件 酱红色轻盈克斯 对筋直袄 头上斜斜碗了一支 金蕾丝花卉的蜜蜡布瑶 母亲莫催 我来了 随着笑声 华兰掀开帘子 并边插了一枚 和母亲铜色 红宝石香的 喜鹊灯梅簪 身上一件 玫瑰金香 霉红厚稠的灰鼠袄 映着少女的脸庞 红润明媚 你能下去吧 母亲 刚才我瞧见 民丫头身边的妈妈 急匆匆地往房里去了 莫非 您要把民丫头也带上 还是免了吧 她身子不好 吃过晚饭就歇下了 这会没准 都瞌睡着了 歇什么歇啊 今儿她非去不可 华兰看着王室 低头沉吟 轻声秉退 那两个小丫鬟 然后上前一步 到王室身边 试探着问 母亲莫非 是为了老太太 要养女孩的事 你老子 好算计 打量着我不知道 她打什么主意 刚刚压制了 那狐狸精没两天 这两天又想着 怎么抬去她 我原先不说话 是想着老太太 这么多年都不待见她 想也不会要她的女儿 谁知 真是龙生龙 凤生凤 你那好似妹妹 这几天日日服侍 在老太太身边 端茶地水 低声下气 渴着心的裴小意 哄人开心 如今寿安堂那里里外外 都把她夸上了天 说她人孝明里 是老太太跟前 第一孝顺的孙女 我估摸着呀 今晚你父亲 又要催老太太下决心了 所以母亲打算 把明蓝推出去 让老太太养她 便宜谁也不便宜那狐狸精 贾佩 进来 一个身着 宝蓝色云纹 客丝笔甲的小丫头进来 宫身行礼 姑娘有什么吩咐 去 告诉刘妈妈 给如蓝姑娘也收拾一下 待会儿我们 一块儿去老太太那那探宾 是 王氏面色紧了紧 彩佩应声出去 让如蓝去干什么呀 母亲难道不知道 我要干什么 王氏看着女儿一会儿 轻轻叹了口气 我自是知道明蓝 是不顶用的 可 可我如何舍得如蓝去 她的性子 早就被我教养坏了 还不曾好好教导 怎么能去老太太跟前吃苦啊 华蓝暗自咬了咬嘴唇 凑到王氏耳边 轻轻说 难道你想看到女人得逞 王氏咬牙 华蓝看母亲心动了 母亲就算把明蓝推到前面 只向父亲一句话 便会被挡回来 让老太太养女孩 不过是了解寂寞 送个病秧子过去 没得累坏了老太太 那时 太太如何说 所以 只有如蓝去方行 一则 太太把亲生的女儿 送给老太太养 在父亲面前 可得个好 博个贤孝之名 二则 如蓝性子骄纵 在老太太跟前 也可收受性子 三则 倘说老太太 养的是墨蓝 没这几年之后 又和林娘亲上了 要是养着如蓝 如何与太太不亲呢 这可一举三得 王氏面色一动 似乎犹豫 华蓝又说一句 绍安堂就在府里 太太要是想如蓝了 尽可时时去瞧 要是不放心 但只些可心得力的 妈妈妖女就是 难不成 如蓝还会吃苦吗 王氏在心里夺了几遍 狠了狠心 出门前 就把如蓝和明蓝 一起带上 圣红正在外屋等着 看见出来 大大小小好几个的 有些惊愕 今儿个听大夫说呀 老太太大好了 趁这个机会呀 把几个小的也带上 也好在老太太跟前 尽尽孝心 洞根太小就算了 圣红点点头 一行人离了正房 前后拥着丫鬟婆子 当中两个妈妈背着如蓝和明蓝 步行来到寿安堂 看见房妈妈正等在门口 圣红和王氏立刻上去寒暄了几句 随即被引入房里 屋里正中 立着一个金刚手佛陀黄铜暖炉 炉内散着云雾 地龙烧得十分温暖 临窗有炕 炕上铺着石青色厚绒毯 圣老太太正歪在炕上 身后垫了一个吉祥如意 双花团影枕 身边散着一条江黄色富贵团花 大条入 炕上还设着一个黑漆罗电 竖腰小条机 机上放着杯碗碟勺 另一些点心汤药 圣红和王氏进门 就给圣老太太行礼 然后是几个小的 圣老太太授完礼 让丫鬟端来两张 铺有厚棉垫的植被胶椅 还有若干个暖和的棉墩 大家按次序坐下 圣红笑道 今日瞧瞧老太太大好了 精神头也足了 所以啊 带着几个小的来看看老太太 就怕饶着您歇歇啊 哎呦 那那么娇贵了 不过是瘦了些脸 这些日子吃的药啊 比我前几十年都多 圣老太太额头戴着 金银双喜纹深色抹额 面色还有些白 说话声也弱 不过看着心情不错 都说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老太太一向身体硬朗 都是这次搬家累着的 索性啊 趁这次机会 好好休养休养 多吃几天强身健体的滋补药才是 我倒无妨 就是连累你们两口子 忙上忙下的 这几日也没睡一天好觉 瞧着你们也瘦了一圈 这是我的罪过了 母亲这话 真是折煞儿媳了 服侍老人伺候汤药 本是为人媳妇的本分 弹劾最后啊 儿媳惶恐 圣洪剑王室如此恭敬 十分欣慰 圣老太太微笑着白白手 眼睛转向窗帘 这两天伟师觉得好了 今天还开了会儿窗 看了看外头的白雪 老太的院子里 也太肃静了些 要是种上些红梅的话 白雪印红梅 岂非美哉 小时候老太太 还叫我画过红梅来着 我现在屋里摆设 都是按照老太太 当初教的放的呢 圣老太太 眼中带了极膜暖色 人老了 懒得动态 你们年轻姑娘家 正是要打扮试弄的时候呢 如何与我老婆子比 正说笑着 门帘一翻 进来一个端着盘子的丫鬟 身边跟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王氏一眼看去 竟是莫兰 脸上的笑容 立刻僵了一半 只见莫兰 巧笑奄然地上前来 从丫鬟盘子里 端下一个 和云文的 白底浅口的莲花瓷碗 笑着说 老祖母 这是刚炖好的 糯米金丝枣根 又暖甜又软和 且不及时 您睡前 热热飞最好了 说着端到圣老太太身边 房妈妈接手过来 看见她这般作为 王氏觉得 自己的牙根开始痒了 圣红却觉得 眼眶有些发热 滑蓝不屑地撇了撇头 如蓝和明蓝 一副瞌睡状 圣老太太吃了口 顿酥的蜜枣 微笑着说 瞧这孩子 我说她不用来 她非要来 天怪冷的 就怕冻坏了她 可怜她一片笑心了 房妈妈正一勺一勺地 把蜜枣送上去 一边也笑着说 不是我夸口 四姑娘 真是贴心孝顺 老太太一咳嗽 她就垂背 老太太一皱眉 她就抵茶碗 我服侍老太太 也是小半辈子了 竟也没 这般细心妥贴呢 能在老太太跟前服侍 是莫儿的福分 重归是自己的孙女儿 累着点算什么 莫儿 要好好伺候这老太太 是 说的也是 到底是林姨娘 在老太太身边多年 莫儿耳濡目染 多少也知道 老太太的嗜好习性 自然能好好服侍老太太 死言一出 几个人都是一争 屋内气氛 有些发冷 莫兰低下头不语 眼眶有些发红 圣红不去李王室 把身体朝前测了测 静止了说 之前和老太太也说了 您年纪大了 膝下凄凉 不如养个孩子 再跟前 不知老太太 意下如何 我一个人清静惯了 没得闷坏了孩子 不用了 母亲这样说 儿子更加不能放心 这次母亲病了一场 灯州几个有名望的大夫 都说 您这病 一大半是 心绪欲竭所致 您常年独居 平日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干皮欲赌 抽搐不展 太过寂寞了 对老年人不好 不能总观这院门 所以 饱和堂的白老爷子才说 让您养个 乖顺的孩子 承欢膝下 一来呢 可以排遣寂寞 二来 也不会 太累着您老人家 何况 您饱读诗书 能够得到您的提点 是孩子的造化 盛老太太 见不能推脱 便叹了口气 看了这满屋子的人一遍 似有些无奈 你觉得 哪个孩子来我这儿好啊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阑珊梦演播 第十二集 这自然是由老太太自己挑啊 找个乖巧妥贴的 合您心意的 也好让您日子过有滋味些 是啊 家里这许多女孩啊 总有一个宁可信的 华儿能有今天的见识 多亏了在老太太身边待 线下里 如而顽劣 迷而无知 要是老太太能点拨点拨 那可真是他们的造化了 圣老太太 圣老太太看了看表情各异的夫妻俩 沉了沉身子 略微在炕上坐直了些 还是问问孩子吧 墨姐儿 我问你 你愿意跟着我 住在这里吗 墨兰红着脸 细软着声音回答 自食前半愿意的 且不说老太太是老祖宗 孙女理应尽小 再者 老太太见多识广 又慈心神厚 对墨儿有莫大的恩惠 墨儿愿意在老太太 跟前受些教诲 如今除了大姐姐 我算是姐妹里最大的 没得我不处理 烦热妹妹们受累的 墨儿姐真是长进了啊 一壶功夫 想出这许多油头 圣老太太点点头 又转过头去看如兰 嗯 嗯 如丫头 你来说 你愿意跟着祖母住在这里吗 如兰小姑娘正在打瞌睡 猛不丁地被点了名 慌慌张张地站起来 四下看了看 一脸茫然 王氏头上冒冷汗 后悔刚才出门时 没有好好教女儿说辞 真没想到老太太会当众发问 这下只能看女儿自由发挥了 圣老太太看如兰一脸懵懂 笑着又问了一遍 如兰一边转头去看王室 一边戚戚爱爱的 为什么要住过来 太太也住过来吗 我的屋子能全搬过来吗 圣红虽然内定了人选 但还是看不得如兰这样 呵斥道 老祖宗让你过去 是抬举你 怎么这般没提头 如兰被父亲骂了 当下眼眶里转了几转泪珠 小脸胀得通红 眼看就要哭出来 王室心疼 却不敢当面去哄 华兰轻轻过去 把妹妹领回来 掏出手绢给她擦脸 圣老太太笑着摆摆手 又转头去看最后一个 明儿 你出来 对 站出来 别怕老祖母问你 你愿不愿意住到这里来 和老祖母一起住呢 冒牌的明兰小同学 其实刚才也在打瞌睡 但是这会儿已经全醒了 和如兰的狼狈不一样 她是具有长期的瞌睡经验的 读法律的人都知道 正法不分家 正知客那漫长的战线上 处处留下了她战斗的口水 不愿意 修炼到第二学期 神功出城 她可以做到 即使在瞌睡中 被随时叫起来 也能清楚地回答问题 所谓记忆多不压身 没想到上辈子打瞌睡的功夫 这辈子也能用上 被叫到名字后 明兰很淡定地挪到前面 答道 愿意 就好像人家问她 是要猪后腿肉 还是猪前腿肉呀 她很镇定地回答 要猪头肉 圣老太太似是没有料到 顿了顿 看向众人 圣红夫妇和几位小姐的表情都一样 显然 六姑娘呆傻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人刘德华从偶像派转型到实力派 还出了几张通告呢 这六姑娘 怎的也不事先拍个预告片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 清了清嗓子 明儿倒是说说 为什么愿意到我这儿来 王氏有些紧张 老太太和这个傻丫头 连话都没说过几句 明兰如何解释 总不能说 他们祖孙俩心有灵犀 所以情笔精尖吧 明兰她很不愿意 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那样太假 可是人类最大的优点 就是向现实妥协 哪怕她是火星人 这会儿也得入乡随俗 于是明兰忍着心底自比地呼嚎 诺声诺气地磕磕巴巴着 父亲说老太太生病 是因为没人陪着 有人陪着 老太太就不会生病了 生病很难受 要吃苦药 老太太别生病了 这个回答非常完美 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 屋里一片安静 圣老太太有些窝心 圣红再次欣慰了 王氏输了口气 华兰暗暗息迹 墨兰清爵姐妹里还卧虎藏龙 如兰又开始瞌睡了 而明兰被自己酸倒了牙 她忠心崇拜那些 四十大妈还坚持要演 十八姑娘的实力派女演员们 她们的精神和牙龈 一定都异于常人的坚强 圣老太太问完了三个孙女的话之后 就说乏了 让儿孙们都各自回屋里去 老人家要歇息了 圣红本来还想为莫兰说两句话 也只好憋着回屋了 刚回屋 还没宽衣洗漱 老太太身边的房妈妈突然来了 圣红夫妇请她进屋 房妈妈是府里的老资格了 她说话利索 三言两语就把来意讲明了 老太太把明兰姑娘要过去 此言一出 圣红夫妇两个立刻天上地下 王室大喜过望 恨不能立刻去烧两炷香还愿 圣红则有些沮丧 觉得老太太终究不肯待见灵姨娘 老爷 您的一片孝心 老太太都领受了 老婆子在这里 替老太太道谢了 太太 劳烦您抽空给六姑娘收拾下 回头传我一声 我就来接人 房妈妈素来为人爽利 说完后便躬身回去了 圣红张开双臂 让王室解开衣服 她怎么想也觉得 墨兰比明兰更合适 老太太是什么意思呀 咱们家里的姑娘 除了华儿就是墨儿最大 自然是长姐夫妻老 难不成让个不懂事 又病入到孩子去 更别说 这些日子 墨儿一直在老太太跟前服侍 人家到她孝顺妥贴 老太太还犹豫什么 这是老太太在挑人 您觉得好没用啊 得她自个儿愿意才成 我也常跟华儿说 她穿亮色鞋更显得鲜嫩 可她偏喜欢淡色衣裳 老爷呀 凡事啊 得人家心甘情愿的才好 总不能您觉着好 就硬给安生一个 老太太瞧在老爷的面子上 自不会博您 可她心里未必舒服 所以啊 您且放宽心 不管老太太挑哪个孩子 不都是老爷的闺女 如今老太太发话了 您照办就是了 老太太也合心意 您也尽了孝心 不是两全其美 再说了 老太太慈心仁厚 她必是瞧着为姨娘早忙 您儿又病若懵懂 想要抬举她也没准呢 圣红觉得这个理由比较靠谱 越想越觉得可能性高 她就算再想抬举莫兰 也不能逼着老太太接受她 不管林姨娘与自己 是真心相爱的 莫兰算是个爱情结晶 为了这结晶 她打算再去努力一把 第二天 老太太刚起床 房妈妈正捧着个 银丝嵌成长命百岁纹路的 白瓷长口碗 伺候老太太进燕窝粥 外头的丫鬟就朝里面禀报 老爷来了 然后打开电青色的厚绒粘帘子 让圣红进来 圣老太太微撇了她一眼 嘴角略扬了扬 让房妈妈撤下粥点 带到圣红行碗里坐下 圣老太太道 这么大清早来做什么 天冷 还不多睡睡 昨儿个房妈妈走后 我想了一宿 还是觉得不妥 我知道 老太太 是怜悯明儿 可是 您自己身子 还不见大安 若是再添一个 懵懂无知的楚 巧儿子 如何放得下心来 不如让墨儿来 她乖巧懂事 说话做事也妥贴 服侍老太太也得心 老太太说呢 此事不妥 你心虽是好的 却思虑不周 孩子是娘的心头肉 当初我抱华儿过来 不过才三天 媳妇就足足瘦了一圈 几乎脱了形 她嘴里不敢说 心里倒似那油尖一般 我也是当过娘的人 如何不知 所以 当初即使你 记在我名下了 我也还是让 川姨娘养着你 虽说太太 才是孩子们的嫡母 但那血肉亲情 却脱不去的 让墨儿小小年纪 就离了林姨娘 我着实不忍 当初 你不就是以骨肉 亲情为由 没叫太太养墨儿吗 怎么如今倒舍得了 说着 邪逆着圣红 圣红扯出一丝笑来 老太太说的事 可是明儿她 如今 如今明兰在太太处 自然是好的 可太太既要管家 又要给华儿备嫁 还要照料儒儿和长白 未免有些操持太过了 况她到底不是明朗的青娘 行事不免束手束脚 正好到我这儿来 两下便意 还是老太太想得周到 只怕明儿无知 累着您了 那就都是儿子的罪过了 无知 不见得 哦 此话怎讲 圣老太太 微微叹了口气 扭过头去 旁边的房妈妈见色 忙笑着街上 说来可怜 那等周后 老爷投赐带妻儿来给老太太请安那回 用过早膳 旁的哥儿姑娘都叫妈妈丫鬟接走了 只有六姑娘那个妈妈 自顾吃茶 却叫姑娘等着 六姑娘四处走动间 摸到老太太的佛堂 带我去巡视 只瞧见六姑娘浮在蒲团上 对着观音像磕头 可怜她 忍着不敢哭出大声来 只敢轻轻闷着声地哭 都以为她是个傻的 谁想她什么都明白 只是心里苦 却不敢说出来 只能对着菩萨偷偷哭 圣红想起了魏姨娘 有些心酸 低头暗自伤怀 圣老太太瞅了眼圣红 略带嘲讽地说 我知道 你的心有一大半都给了林姨娘 可莫儿自己机灵 又有这么个亲娘在 你便是少操些心 也不会掉块肉 倒是六丫头 潺若猛斗 瞧在早死的魏姨娘份上 你也该多看顾她些才是 那才是个无依无靠的 圣红被说得哑口无言 送走了圣红后 房妈妈扶着老太太到临床炕上躺下 忍不住说 可惜了四姑娘 且不说林姨娘如何 她倒是个好孩子 一招被蛇咬 我是怕了那些机灵聪慧的姑娘了 他们脑子里心思重 我一个念头还没想明白 他们肚子里早就转过十七八个弯了 还不如要个傻愣愣的省事 况她不是真傻 你不是说那日听到她在佛前念叨着妈妈吗 会思念王母算是个有心的孩子了 就她吧 王氏神清气爽 事情朝着她最希望的方向发展 那狐狸精没有得逞 如兰不用离开自己 还甩出了个不烫手的山芋 这灯舟真是好地方 风水好 旺地 于是第二天 她也起了个大早 指挥着丫鬟婆子给明兰收拾 打算待会请安的时候 就直接把人送过去 众人忙碌中 华兰威严地端坐在炕上 小明兰坐在一个小矮墩上 听大姐姐做训事 不许睡懒觉 不许偷懒不断练 不许请安迟到 不许被欺负 而且不能挑食 华兰说一句 不能被别人欺负了 她应一句 早上她本就犯困 偏偏华兰还跟唐僧念经似的没完没了 明兰就那般了 不过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 居然比她当年女生宿舍的管理员阿姨还唠叨 饵食是个奇葩 以后呢 每天早上要多吃些食物 华兰匆馆般的食指 点着明兰的脑门 明兰 你听见没有 整是头上喝喝的 想什么呢 明兰清醒过来 喃喃感慨道 她可真有福气 有大姐姐这般体贴照顾着 谁 明兰努力睁大眼睛 很呆 很天真 大姐夫呀 屋里忙碌的丫鬟婆子 都无嘴偷笑 华兰面红过耳 又想把明兰撕碎了 又羞的 想躲出去 明兰很无辜的 眨巴眨巴大眼睛瞅她 用肢体语言表示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王室人逢喜事精神爽 精神爽带动出手爽 为了显示 她其实是个十分贤惠慈爱的嫡母 她给明兰带去了十几副上好的料子 断面的 绒面的 绒面的 烧毛的 薄绸的 绫罗的 刻丝的 应是直接从华兰的嫁妆中拿出的 所以十分体面 还有几件给如兰新打的金银小首饰 也都给了明兰 足足挂满了一身 明兰被妈妈领着去看新房间 如兰蹦蹦跳跳的也跟着去了 而王室和华兰继续和圣老太太说话 王室犹如一个送货上门的推销员 因为担心被退货 所以对着圣老太太美口地夸奖明兰 如何老实憨厚 如何听话懂事 夸得华兰都坐不住了 老太太您瞧 太太 她生怕您不要溜妹妹呢 可着劲儿的夸妹妹 地屋子 主子 仆妇都笑了 圣老太太最喜欢华兰这副爽力的口齿 笑着说 小丫头骗子 连自个儿亲娘都编排 当心她苛扣你嫁妆 回头你可没处哭去 华兰再次红透了脸 扭过身去不说话 王室满面堆笑 老太太说得是 我就担心啊 这丫头在家里没大没小惯了 回头到老婆家 可要被笑话了 圣老太太朝着王室 测了测身 正色道 我正要说这个 自打华二定下婚事 我就写信给经理以前的老姐妹 托她们 见个稳重的教养摸摸来 那种从宫里出来的老人 有涵养 懂规矩的 有知书达理 让到我们府里来 帮着教华丫头些规矩 只希望太太 不要怪我多事才好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晨雨 阑珊梦演播 第十三集 王室说着 眼泪就下来了 华兰忙过来 还没跪下 就被圣老太太扯到怀里 老太太一边叫房妈妈扶起了王室 一边拉着大孙女 阴切地看着她 哽咽着说 你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你爹爹 爹爹为你的婚事 是到处打听笔量 那后生的人品财干 都是数得着的 你上头 你上头有老侯爷 下边有夫婚娘家 将来又懂事听话 等过几日 那嬷嬷来了 你好好跟她学规矩 学行事做派 将来到了婆家 也能有个尊重 想那会儿 你还没一个枕头大 这会儿 都要嫁人了 华兰忍了忍 泪水 还是躺了下来 老祖宗放心 我会好好的 你也要好好养着身子 孙女将来 还要来看你呢 圣老太太心里感伤 朝房妈妈点了点头 房妈妈从里头 取出了一个 极大的扁形木盒子 木质看起来有年头 但是盒子四角 都镶嵌着的 赞云龙纹金带环纹 却华丽生辉 房妈妈把盒子送到炕上 老太太接过 对华兰说 你的嫁妆 几年前在泉州 就打造好了 你爹娘 都是尽了心力的 也没什么缺的了 这幅红宝石赤金头面 是我当初出嫁时 陪送来的 今儿就给了你了 盒子打开 屋内顿时一片金灿流光 那黄金赤城 显示最近刚刚清洗过的 红宝硕大闪亮 每颗都有拇指那么大 大红火热耀眼夺目 连出身富贵之家的王室也惊住了 有些挪不开眼 华兰更是挣住了一口气 房妈妈笑着把盒子塞进华兰手里 大小姐快收下吧 这上面的红宝可是当年老侯爷 从大雪山那边的基辅国弄来的 打成一整副头面给老太太做嫁妆的 从头上的身上的到手上的 足足十八颗 用赤足巾仔细镶嵌打造出来的 两班工匠费了三个月 才打好的 就是带着进宫里去参见贵人 也进够了 大小姐啊 这可是老太太的一片心意 快收下吧 华兰一时激动 埋在老太太怀里哭了起来 一边泄一边哭 王室在一旁也抹着眼泪 这次的眼泪绝对货真价实 老太太要养六姑娘的事已然定下 一上午就传遍了圣府 林一娘听闻后当场摔了一个茶碗 莫兰坐在一旁抹眼泪 哭得泪水滚滚 我说不去不去 你非让我去 瞧吧 这回可是丢人现眼了 一旁几个贴身的丫鬟都不敢吭声 整个圣府都知道 这几天莫兰在老太太跟前殷勤服侍 都以为去的人会是莫兰 谁知临门变卦 这次可丢脸丢大了 林一娘站在屋中 拆缓散乱 秀丽的五官生生扭曲出一个狠像 哼 那死老太婆要钱没钱 又不是老爷的七苗 摆什么臭架子 她不要你 我们还不稀罕 走着瞧 看她能嘚瑟到哪儿去 明兰并不是一直都这么消极代工的 想当年她也是一个五奖四美 勤劳刻苦的好孩子 带红领巾 入少先队员 入共青团 她每回都是头一批的 从小到大 虽没当过班长 各种委员课代表却常常当选 当宣传委员时 黑板报得过奖 当组织委员时 带领大家看望生病的老师 当英语课代表时 带领大家每天早读 当学习委员时 她还成功组织过一条龙 抄作业活动 除了五年级那一次 当文语委员被中途轰下来之外 她基本上还是老师喜欢 同学信任的好学生 没曾想 到了这里 明兰的际遇一落千丈 这一次 她从王室那儿 搬到圣老太太处时 竟然只有一个 比自己更傻的小桃 愿意跟她去 其他的丫鬟 一听说要跟着去寿安堂 不是告病就是请假 再不然 拖家里头来说相 那个妈妈更是早几天就嚷着 腰酸背痛不得用了 明兰悉悸地问 小桃 你为什么愿意跟我 可以不跟她吗 沧海桑田 一种落魄潦倒的空虚感 迎面而来 明兰拉着小桃的手 灰头土脸地离开 她觉得 这是非战之罪 好比你被分进了一家 任人为亲的家族企业 再怎么卖力干 也还是二等公民 又何必上进呢 唉 还是去看看新单位吧 寿安堂的正房 寿安堂的正房有五间上房 正中的叫明堂 两旁一字过去是烧间和刺间 前后还有几间供丫鬟婆子值班居住的爆煞 这是典型的古代四合院建筑 明堂有些类似现代的客厅 烧间和刺间是休闲间或睡房 老太太自己睡在左烧间 把明兰就安顿在左刺间 因为中间隔的是黄梨木雕花隔膳 明兰住的地方又叫梨花厨 昨晚房妈妈刚收拾出来的 摆设很简单朴素 一概用的是冷色调 石青色 鸭青色 藏青色 唯有明兰睡的暖阁 用上了明亮的杏黄色 刚安顿好 老太太房里的丫头翠萍 就来传话 说老太太要见明兰 明兰便跟着过去 看见老太太披着一件 玄色八团如意花卉的后颈被子 半卧在炕上 炕机上放着一卷经书 和几卦檀木树珠 还立着一个小小的 欠金丝勾匀形的白玉庆 她看见明兰 招招手让她过来 明兰请过几次安 知道礼数 先行过礼 然后自觉地站到炕旁 以45度角立在老太太跟前 抬头等着训事 圣老太太 看她一副小大人的拘谨样子 笑着把她拉上炕 你是我养过的第四个孩子 前头三个都和我没缘分 不知你又如何 咱们来说说话 你不必居着礼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错了也不打紧 明兰睁着大大的眼睛 点点头 她也没打算说谎 和这些一辈子待在内宅的 古代女人相比 她那点心机 真是连提鞋都不够 可读过书吗 明兰摇摇头 小声地说 大姐姐本来要教我生率启蒙的 刚教了头两句 就被关起来 休假装去了 留妈妈看得眼 大姐姐留不出来 可会写字 明兰心里苦笑 她原本是会写的 可这里就不一定了 于是小小声地说 只会几个字 圣老太太让翠平端了纸笔上来 让明兰写几个瞧瞧 墨是早就演好的 明兰往短短的胳膊上 捋了捋袖子 伸出小手掌 微微颤颤地捏住笔 她小时候在青少年宫 混过的两个暑假的毛笔班 只学到了一手烂字和握笔姿势 她用五根短短的手指 按压勾顶底 稳稳地长住了笔 在宿间上写了一个歪歪斜斜的人字 然后又写了几个简单的字 知也不及等等 老太太一看明兰这首饰 先心里暗暗赞赏 这孩子年纪虽小 但胳膊手腕却姿势很正 悬腕枕臂 背挺腰直 目光专注 但因人小利弱 字就不大哑观了 明兰把记得起来的 二三笔画的字都写完了 最后又写了横七竖八的墨团团 老太太凑过去仔细辨认 竟然是个笔画复杂的圣字 她记得魏姨娘是不识字的 于是问 谁教你写字的 明兰写得满头大汉 用小手背开了开额头 道 是五姐姐 她教我苗红来着 教你苗红 怕是让你替她写字 她好去淘气吧 哇 这古代女人真厉害啊 圣老太太指着那个辨认不清的墨团问 这个圣字又是谁教你的 苗红铁上没有吧 明兰想了想 家里到处都有 灯笼上 封贴上 还有大姐姐的嫁妆箱子上 圣老太太满意地点点头 去摸了摸明兰的小脸 一摸之下立刻皱了眉头 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但凡能吃饱 都是脸颊胖乎乎的 可明兰的小脸上 却拧不出一把肉来 于是 板着脸道 嗯 以后在我这儿 可得好好吃饭吃药 不许昏懒 明兰觉得 必须为自己辩解一下 小生说 我再吃的 也从不生饭 就是不长肉 圣老太太 目光温暖 却还是板着脸 我听说 你常常吐药 明兰觉得很冤枉 揉捏着自己的衣角 轻声分辨 我不想吐的 可是肚子不听我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呀 这个吐过的人都知道 不但你的肚子不听你的话 怕是连你的丫鬟也不听你的话吧 听说这回只有一个小丫头跟着你来了 圣老太太 目光中笑意更盛 去拉开明兰的小手 帮她把衣角撑平 她估计了很久 今日接二连三地动了笑意 不由地调侃起来 没想到前面那个瘦瘦的小人 竟然一脸正经地回答 我听大姐姐说过 水往低处流 人确实要往高处走的 无论我去哪儿 也没什么人愿意跟我的 那你又为什么愿意来啊 我吃素 这里可没肉吃 不吃肉打什么钱 能安心吃饭就好 童鹰智智 鱼翼怅然 老太太看着小女孩一会儿 然后也摇起头来 搂着明兰叹气 只剩一把骨头了 还是吃肉吧 其实老太太心里的话是 他们都一样 圣老太太给明兰指了个 新的老妈子 姓崔 团团的圆脸 话不多 看着却很和气 抱着明兰的时候 十分温柔 老太太看小桃和明兰主仆俩 一个比一个傻 又将身边的一个小丫头 丹菊给了明兰 丹菊一来 小桃立刻被比得自残行贿 她不过比明兰大了一岁 却稳重细心 把明兰的生活照顾得 周周到道 小桃是外头买来的 丹菊却是家生子 她的老子娘都是外头管庄子田地的 因家里孩子多 爹娘看不过来 所以小小年纪就进府了 后被房妈妈看中 挑来寿安堂伺候 圣老太太是侯府出身 虽然生活简朴 但规矩却很严 一言一行都有定法 这里的小丫鬟老婆子 都瞧着比别处老实些 明兰是个成年人灵魂 自然不会做淘气顽皮之态 崔妈妈刚接手 就对房妈妈说 六姑娘性情敦厚 好伺候 晚上睡觉前 丹菊早用汤婆子 把被窝轰暖了 明兰让崔妈妈换好了解衣 抱着直接滑进了 暖洋洋的被窝 然后轻轻拍着 哄着睡觉 夜里口渴了 或是想方便了 明兰叫一声 便有人来服侍 第二天早上 明兰一睁开眼 温热的精子已经备好 暖笼里捂着一盏 温温的金丝红枣茶 先用精子 略敷了敷额头和脸颊 待醒醒神后 崔妈妈又搂着 迷迷糊糊的明兰喝下后 再给她洗漱镜面 穿衣梳头 小丹菊就在一旁服侍 衣带扣子 着袜穿鞋 再出去给圣老太太请安 一串动作行云流水 自然妥贴 丝毫没有生硬之处 小桃在一旁 看得目瞪口呆 一点也插不上手 明兰直到站在老太太 炕前要行礼时 都还没回过神来 直觉胃里暖洋洋的 身上也穿得厚实 大冬天早起 一点也不难受 老天菩萨 明兰来这个世上这么久 第一次享受到了这种 一根指头都不用动的尊容 腐败呀 堕落呀 明兰深深忏悔 自己的腐朽生活 给老太太行礼请安后 老太太又把明兰搂上炕 让她暖暖和和的 等众人来请安 过不多久 王氏带着孩子们来了 中间缺了墨兰和长风 说是病了 王氏一脸观心状 明兰偷眼看去 这间老太太 神色丝毫未变 两个一块病了 莫不是风寒 这病最易传开了 我已经拆人去请大夫了 只希望佛祖保佑 两个孩子无事风好 明兰心里悄悄地竖起了大拇指 这一年来 王氏演技健壮 那眼神 那表情 不知道地看见 还以为长风和墨兰 是他生的呢 回头让老爷轻去瞧瞧 两个孩子搁在一块 得病也容易染上 风格也大了 不如趁早分开好些 王氏吓了一跳 心头却一喜 惊得是老太太 已经多年未曾计较这个了 这会儿 怎么突然发性了 喜得是 由老太太 给林姨娘脸色瞧 总比她自己出手正道些 老太太说的是 风格和墨姐 最得老爷还心 这次一块病了 老爷是得去瞧瞧 老太太淡淡看了她一眼 低头喝茶 王氏笑着转头 去看明兰 只见她身着一件 促心的桃红色雨沙 凹子 整整齐齐地站在一旁 又嘘寒问暖了几句 明兰谈几句 搬新家的感受 华兰又插颗打魂了几句 大家乐呵呵地笑了一阵后 便回去了 人走后 房妈妈立刻领着一串 捧着八脚石盒的丫鬟 从外面进来 她自己扶着老太太下炕 崔妈妈领着明兰来到幼烧间 看见丫鬟们已经把石盒里的早餐 摆上了一张黑漆带雕花六角桌 等老太太坐下后 崔妈妈把明兰抱上圆墩 明兰刚一坐下 看见桌上的早点 就吓了一大跳 不会吧 鸟枪换炮呀 丰盛的一大桌子 红沉沉的枣泥糕 紫盐盐的山药糕 一盘热气腾腾的糖霜小米糕 香气四溢 酥脆金黄的炸香油果子 捂在蒸笼里的小龙包子 居然还有一碗撒了香菜墨子的 蕎麦皮馄饨 面前放的是甜糯喷香的早熬清米粥 旁边搁着十几叠各色小酱菜 明兰握着筷子有些发傻 她对那次寿安堂的寒酸早餐 印象十分深刻 她抬眼看了看老太太 轻声说 这么多呀 老太太眼睛都没抬 开始细细品粥 是啊 今儿个老太太突然想尝尝 房妈妈眉开眼笑地接话 她劝了那么多年都不肯听 这会儿算是脱了六姑娘的福 老太太终于肯停止 过那么辛苦的生活了 明兰心里感动 又看了看老太太 小嘴巴动了动 低下头 又抬头 小小地看了她一眼 嘀嘀地说 谢谢祖母 孙女一定多吃长肉 给您长好多肉 老太太听到前半句时 只是心里微笑 听到后半句时 忍不住玩耳 什么 给您长好多肉 当她养小猪吗 房妈妈更是侧过头 无嘴笑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晨雨 阑山梦演播 早饭过后 祖孙俩又回到炕上 圣老太太 拿出了本三字经出来 让明兰念两句来听听 看她认识多少 明兰十分心虚地拿过来 决定给自己抹黑 于是一开口就是 人之刀 生木羊 生木鸡 齐木圆 老太太 险些一口茶喷出来 连连咳嗽了好几下 明兰吓了一跳 连忙绕过炕鸡 去给老人家拍背顺戏 一边顺 一边还很天真惶恐 老太太 我念错了吗 老太太 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缓过来 看着孙女一脸懵懂 强撑着道 你念得很好 只是错了几个字而已 不妨试的 慢慢学就好 十二个字只对了三个 百分之二十五的正确率 唉 想我以堂堂大学生装文吗 容易吗 当天忧伤的不止明兰一个 傍晚圣红下崖回来后 王氏立刻把圣老太太的原话 加上自己的理解 汇报了一遍 圣红连官服都没换 黑着一张脸就去了灵姨娘处 关上门后 外头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只依稀听见哭闹声 咆哮声 外加清脆的瓷器摔破声 大约半个时辰后 圣红脸色发青的出来 丫鬟进去服饰时 发现灵姨娘房里狼藉一片 灵姨娘本人扑在炕上 哭得海塘带雨几乎昏死过去 得知这个后 王氏精神振奋的连贯了三杯浓茶 然后分别给原始天尊和如来佛祖 各上了一炷香 嘴里念念有词 即使知道圣红去了书房睡觉 也没能减低他的好心情 所谓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 王氏决定以后 更要加倍孝顺老太太 第二日请安时 长风和墨兰兄妹俩 果然病好了 王氏拉着他们兄妹俩 嘘寒问暖的 一会儿问是什么病 一会儿又问病得怎么样了 长风还好 墨兰却是羞红了脸 众人按次序 给老太太行过礼后 长风兄妹俩 双双给老太太请罪 墨兰细声细气地说 脸色憔悴 身姿娇弱 看起来似乎 真是病了一场 尚老太太挂念了 我们远也没有什么病 只是前日睡晚了 着了一些粮 昨日早起 便觉着头中脚轻 本也不打紧 可我想着 老太太刚才大好 要是被我过了病气 可怎么是好 又因三哥哥 与我住得近 林姨娘 哄病气也传给了哥哥 所以索性连哥哥也流扣下了 圣长风白净的小脸有些善善 跟着道 也不知怎么了 昨日一早起来 妹妹就病了 我也不让出门 让祖母操心了 老太太可别怪罪啊 说着连连作医 明兰在一旁看着 也觉得不似作假 圣老太太看着一脸恍然的长风 面色危急 温言道 风哥快十岁了 该有自己的屋子和使唤人了 也好便利读书 没得整日和妇孺一起耽误了功课 你大哥哥明年打算去考同事了 线下正用功呢 连太太和妹妹也不多见 虽说我们这样的人家 捐个生缘也就是了 可到底不如考出来的好 你也要好好上进 将来或光宗耀祖 或自立凤亲 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老太太这番话 不但是说给长风听的 也是说给林姨娘听的 真真是肺腑之言 长风立刻就肃容直立 恭恭敬敬地给老太太拱手作衣 那边的王室听老太太提起长白 系上眉梢 得意之情无可掩饰 长白还是一副寡言少语的样子 眉毛都没抬一下 老太太又拉着长风说了几句话 始终没理莫兰 她的小脸慢慢涨红了 窘得手足无措 圣老太太这才看了看她 慢慢地说 墨丫头 这次受风寒 大约是前几日 在我跟前孝敬时落下的樱头 天寒地冻的 你身子又弱 自然抵受不住 墨兰含泪答应 小脸侧台 看着老太太累汪汪的 又是可怜 又是委屈 不能在老太太身边服侍 终是我没有福气 这几日心里难受 才会招风寒的 都是孙女的错 孙女想左了 请老太太责罚 说着就跪到炕前 小身子摇曳颤抖 屋里的丫鬟婆子 也看着不忍 圣老太太看了她一会儿 让翠萍把她扶起来 拉到身前温和道 墨丫头啊 我没让你来这儿 你不用往心里去 不过是太太身边 事多孩子多 我替她看一个 好让她轻省些 你一个小姑娘 切不可心思过重 累积身子便不好了 还是要多养养 将来还要学女工 真早 规矩 礼数 且得受累 便是你六妹妹 我也是这么说的 墨兰泪珠在眼眶里转了转 便没掉下来 点点头 依偎到老太太身前 华兰见状 也过去轻轻劝慰 王氏转头去看看如兰 不由叹气 如兰正不耐烦地点着鞋子 一双眼睛巴巴地看着外头 再转头看明兰 发现她只呆呆地低着头 看自己的脚 又觉得自己女儿也还好 众人回去后 祖孙俩照旧自用早饭 今天的早饭 又多了一样新鲜袍子肉 和姜米熬的肉泥粥 明兰从没吃过这种肉 觉得特别香 不禁多吃了一碗 看着小女孩鼓着脸颊吃得香 老太太忍不住也多用了些 一旁的房妈妈看得也高兴 明兰觉得吧 吃饭这种事是需要氛围的 对着个病奄奄巴米粒的林黛玉 就是八戒也会没胃口的 吃完饭 老太太又叫明兰脱鞋上炕 这一次她给了明兰一本描红册 让她浮在炕机上描红 写一个字认一个 一边写 老太太一边轻声指导 没多久 圣老太太就发现明兰记性甚好 一上午可以记住十几个字 尽管人小利弱 字大多歪歪扭扭的 但一笔一画却颇有张法 起笔画横时 自然地会向左先一清 然后再稳稳地朝右画过去 这一来 圣老太太就交出了兴趣 她怕一整天都叫明兰习字 小孩家会闷 又拎出一本诗集 挑了几首朗朗上口的短诗 一句一句念给明兰听 第一首就是那著名的鹅 一边念一边解释诗里面的字意 明兰有些窘 但还是装模作样地跟着念 两遍跟过之后 就会背了 圣老太太愈发喜欢 把小女孩露在怀里亲了一亲 老太太年轻时颇有才名 所以当初才会颇看顾灵一娘的 明兰被搂得头发散乱 夸得脸红心跳 不过洛宾王七岁能作诗 他六岁备手诗 应该很正常吧 圣老太太脸上的皱纹 似乎都舒展开了 明兰啊 知道这诗的意思吗 祖母说了里面的字后 孙女就知道了 从前有三只鹅 它们弯着脖子朝天唱歌 白色的羽毛浮在绿色的水上 红红的鹅掌波动清水 嗯 可喜欢这首诗吗 圣老太太听得笑容满面 明兰努力用幼儿语言来解释 喜欢 这诗里既有颜色又有声音 就是没见过鹅的人 也好像看见了那三只大白鹅一样 圣老太太指着明兰笑道 好好好 三只鹅 没错 就是那三只呆鹅 两天处下来 圣老太太觉得这个 说话都不利索的小孙女 实在是个妙人 她也不似华兰那般能言会道 也不似墨兰那般知情识趣 看着呆头呆脑的 偏偏有一种不可言表的意趣 她说的孩子话 乍听都没什么错 还很一本正经 小脸一派认真 可总让人有些想捧腹的意味 一上午的脑力体力双重劳动之后 圣老太太中午胃口大开 趁着高兴多吃了一碗饭 明兰为了向新老板表示出 愿意多长肉的诚意来 很奋力的吃了一整碗饭 那叠油光水滑的冰糖鸿门袍子肉 因为迈向甚好 居然被祖孙俩同心协力一起拿下了 房妈妈看得目瞪口呆 偷偷吩咐翠萍去准备双份消食的 陈皮烟酸梅泡的神曲茶 吃完午饭 祖孙俩坐在靠窗的一对 宽大的黑檀木暂幅寿文圈椅上歇息 打算消消时再去睡午觉 此时冬季已经尾声 冰箫雪蓉 午间阳光暖意融融 明兰被晒得暖洋洋的 像只毛茸茸的小猫咪一样 蜷缩在铺着紧缎棉椅套上 中午吃得很饱 小孩儿红彤彤的稚嫩喜人 圣老太太看着眼睛 渐渐眯拢的小孙女突然问道 明儿啊 你觉得你四姐姐真的生病了吗 这句话问得有些悬 明兰本来昏昏欲睡 听这问候努力把眼睛睁大一些 神情有些茫然 说得颠三倒四的 不 不知道 我本来觉得四姐姐是恼了羞了 所以装病不肯来的 老爷每次来查五姐姐功课时 他就装病来着 可是今早看见四姐姐 就觉得他是真生病了 若你四姐姐真是装的呢 咱们该不该罚他 老太太听了明兰的大实话 微微一笑 对上她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拢了拢她头上的碎头发 摸摸头上圆圆的小揪 明兰挨着祖母的温暖的手掌 摇摇头 伸出白玉般的一对小爪子 扒住老太太的袖子 轻声道 不能来老太太这边 四姐姐就算身上没病 心里也是难受的 必是有些不妥当的 也不算装病 大姐姐那会儿天天压着我剃剑子 我倒是真装过病来着 明兰其实挺同情墨兰的 估计之前林姨娘得宠时 也经常这样耍脾气 所以当墨兰被拒绝时 林姨娘立刻反射性的 给老太太脸子瞧 可惜这一次撞到了枪口上 要知道 圣红自从升官来登州之后 已经下定决心要整顿门风 她的确喜欢林姨娘和她的孩子 也愿意抬举他们 可是 她更喜欢自己的家族和社会地位 老太太前脚刚拒绝墨兰 林姨娘后脚就让一对儿女装病不去请安 这是摆明了下老太太的面子 也是明刀明枪的告诉整个胜负 她林姨娘腰杆硬着呢 而老太太立刻的反击 是在逼圣红在宠外林姨娘和家族体统之间 做个选择 孝子当头 圣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就好像买股票不能光看公司的运行状况 还要多看国家形势 现在胜负的形势是 圣红愿意护着林姨娘 但林姨娘必须谨遵作妾的本分 老太太觉得这个小孙女儿见事明白 微微有些意外 又温和地问 那明儿觉得你四姐姐错在哪里 明兰晃动小脑袋 有模有样地说 让她来老太太这边 本就是我们的孝心和老太太的络意 四姐姐不该因为没随成心愿 就来装病 让您操心 圣老太太满意地笑了 把明兰抱过来坐在自己膝盖上 摸着她的小脸道 我的六丫头啊 你说得好 要知道 在老祖母这里 识字学女工都是赐的 咱们第一紧要的 就是学着明理知识 人活在这世上 总有碎心的和不碎心的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莫要强求 要惜福随远 不能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老太太看见小孙女儿一脸懵懂 表情似懂非懂 觉得自己说得也太深傲了 就不再说下去了 叫崔妈妈来把明兰抱进梨花厨 去睡午觉 其实明兰都懂 圣老太太这人挺悲催的 当初她养林姨娘吧 原本想养出个高洁的林黛玉 没想到 却养出个彪悍版的游二姐 心机重战斗力强 把圣府闹了个天翻地覆 而这一切缘由盖因一个摊子 这一次她养的是个庶女 倘若因为跟在她身边 就心高气傲起来 还有了不该有的指望 那反而是害了她 所以老太太在这未雨绸缪呢 躺在暖和的炕上 明兰小小的叹了口气 其实圣老太太不用担心 从接受这个身份的那一天起 她就想过自己的将来了 显然这是个很正常的古代世界 森严的等级制度 明确的封建规则 没有一点歪歪的社会环境 她不可能离家出走去当侠女 也不可能异想天开去创业 更加不敢想象去宫里讨生活 她唯一能做的 就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人类的幸福感是通过比较得来的 如果周围人人都比你惨 哪怕你吃糠燕菜 也会觉得十分愉快 庶女们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一起长大的嫡出姐妹 往往会有更好的人生 看着一个爹生的 一起长大的姊妹 处处比自己强 心里不痛快 也是必然的 但是 如果不和敌女去比较呢 明岚假设 自己出生在一个 食不果腹的农家 或者更差 生在一个 命不由己的奴仆家呢 比起这些 她已经好很多了 目前的生活 让她至少衣食无忧 还算是微有博才 父亲也不是假设之流 乱嫁女儿的烂人 家庭也还算英时 像她这样的古代女孩 人生已经被写好轨迹 按照庶女的规格长大 嫁个身份相当的丈夫 生子 老去 除了不能离婚 很可能得接受几个妹妹 来分老公之外 和现代 都没有很大的区别 有时 明岚会很没有出息地想 唉 这样也不错 如果生活不顺遂 老天鹰要给我安一个 悲惨的人生 那就是要头一颗 要命一条 真的无路可走 我也不会客气 我不好过 也不会让亏待我的人好过 到时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大不了鱼死网破 谁怕谁啊 我可是被泥石油淹死过的人 想到这里 明岚心里反而通透了 舒展着小肚皮 沉沉睡去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语 紫小木 晨语 蓝山梦演播 第十五集 又呼呼地过了十几日 待到一日冬雪出情 王室期盼已久的孔嬷嬷 终于翩翩而至 据说 她原是山东孔府旁之后人 从宫女升作女官 这几十年 皇帝换了好几任 她却一直安然 在六局女官的位置上轮换着 前几年病老 寝辞出宫后 一直在京中的荣恩贯养老 时下 不少宫侯伯府 或世家旺族 时薪请些宫中退出来的老宫人 到家里来教养女儿规矩礼仪 明澜的理解 是增加女孩的附加值 这位嬷嬷前后已在英国宫府 治国宫府 还有襄阳侯府 教养了几位千金小姐 都说她脾气温厚 教规矩的时候 耐心细致 不像别的嬷嬷动不动就要罚要打的 却又能把礼数规矩交到位 王氏没想到 盛老太太这么有面子 居然能请到这么有档次的嬷嬷 又到寿安堂谢过几次 能在宫中当足几十年女官 而没有发生任何作风问题 明澜估计这位嬷嬷长得很安全 见面之后果然如此 孔嬷嬷大约比老太太小上几岁 体型消瘦 眼睛不大 鼻子不高 团团的一张大饼脸 瞧着很和气 穿着一件银灰色素面织颈被子 只在袖口镶着绒毛皮边 头上也只简单地挽了只 鞋如一纹的白玉扁方 一身显得很肃静 她远照着宫中的老规矩 要给老太太行礼 忙被老太太扶了起来 他们是相识 并一同坐在炕上聊了起来 这样长相平凡的一个人 说起话来 却让人如暮春风 一举手一头足 都是大方流畅 千井端庄 圣洪和王室笑着陪坐在一旁 华兰兴奋的小脸红红 收脸手脚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墨兰做得雅致 保持完美的微笑 听两位老人说话 王室怕如兰不懂事 丢了圣家的人 所以根本没让他来 圣大人为官名障 赤礼得放 在京中也素有耳闻 书经儿孙满堂 府上的少爷小姐 都知蓝雪树一般 老太太真有福气啊 圣老太太笑着指了指华蓝 既然能把你这大盲人请来 我是有福气 我这大丫头可交给你了 有什么不好的 你只管打法 不必束手束脚的 老太太说的什么话呀 我今日虽有些体面 不过是诸位贵人给的面子 说到底 我在宫中也不过就是个奴婢 照我看呀 规矩是用来彰显德化 明正伦理行止的 不是用来折腾人的 规矩要学 但也不用死学 用心即可 况且老太太的孙女 能差到哪儿去呀 孔嬷嬷一边说 一边随意地看了眼华蓝 华蓝似乎受了激励 端端正正地坐着 腰背挺得笔直 目光期盼 仿佛用肢体语言 表决心一般 嬷嬷这次能来 真是脱了母亲的福啊 回头啊 嬷嬷叫到华儿得空时 也与我们说一些 经里头的事 好让我们这些个啊 常年在外的乡下人 尝尝见识 泉州到登州 从南至北 雾宝民风 天高海阔 太太既见过高山大川 又晓得天南地北的风土 见识当在我这一辈子 都不挪窝的老婆子之上 太太过谦了 孔嬷嬷和地微笑 这番话说的王室全身含毛孔 都欲贴舒坦 笑得更加合不拢嘴 这位孔嬷嬷话说得很慢 但没有让人觉得拖沓 话也不多 但每句话都恰到好处 让旁人都能听得进去 恭敬又适宜 明兰在一旁看了很是佩服 王室和华兰 本来以为会来一个严厉的教养嬷嬷 已经做好吃苦的准备 没想到孔嬷嬷 居然如此和蔼可亲 高兴之余 更感激盛老太太 本来王室早已背下了 孔嬷嬷住的屋子 和使唤的下人 可孔嬷嬷委婉地表示 想先在寿安堂住一夜 好和老太太叙叙旧 王室自然从命 当夜 孔嬷嬷嬷睡在 盛老太太的暖阁里 你居然肯来 我本来可不敢请你 孔嬷嬷改刚才的不慌不忙 一副疲惫状 我真是厌烦那些权贵之家了 每个人都有千张面孔 面上肚里弯弯绕绕地 计算个物鲜 或者一辈子都是猜着人的心思过来的 连梦里啊 都思量着这些个贵人的度长 本想着请辞之后 能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没曾想 还是不消停 索性啊 借着你的由头 就逃出了惊来 好过几天清静的日子 再说 我也老了 总得落叶归根呢 盛老太太目录伤感 落脚的地方可找好了 若是有用得着的地方 一定找我 孔嬷嬷一副解脱的样子 不用了 早找好了 我还有个远房的侄子在老家 他没父母 我没子嗣 正好一起过日子 况且你也知道 我这身子骨儿啊 没几天活头了 不想再拘束了 盛老太太 微有涟漪 低声道 你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当初你都定清了 入宫的名牌上 明明是你妹妹的名字 却被你后娘 拿你硬帽名顶了进宫 耽误了你一辈子 通宫嬷嬷获达地笑了 什么不容易啊 我这辈子 经历的比常人可精彩多了 不说吃过的 用过的 就是皇帝 我都见了三个 皇后见过五个 后妃贵人 更是如过江之青 也算是开了眼了 还能衣食无忧地活到花家 没什么好抱怨的 倒是我那妹妹 恰人 偷人 给妾室婆婆下毒 备休 一辈子弄得风鸣狼藉 我那后娘还为她倾家荡产 最后潦涛而死 我可是比她们强多了 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可是偷着 喝了一整瓶的老叫庆祝呢 你还是这老样子 瞧着功绩 那里却骆驼不羁 不这样 怎么熬得过去 倒是你 怎么修身养性到处此地步了 当年你的派头 哪儿去了 红二终归不是我亲生的 何必讨人嫌 况且 我也乏了 当年折腾的天翻地覆又如何 还不是一场空折 我看你啊 是越活越回去了 你不想想 当初静安皇后 可是比你日子难多了 儿子 儿子死了两个 女儿被抱走 皇家又不能合理走人 他又能如何呀 太宗爷宠他 他高兴 冷落他 他也高兴 当年 他怎么对咱几个说的 女人这一辈子 顺心意的事太少了 出身嫁人 又全不能有己 当许给自己找些个乐子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他虽命不长 却也天天活得开心过瘾 红事后 太宗爷日日思念 后来 一病不起 孔嬷嬷的声音 渐渐低下去 圣老太太 也目光枉然 都想起了那个 肆意昂扬的 洒脱女子 孔嬷嬷 虚了长长的一口气 好在 先帝爷最终 还是立了他的小儿子 他也算是留了后了 我就听他的话 从不把恶心的事啊 放在心上 当装傻时得装傻 该卑微时就卑微 该吃吃 该享受就得享受 也不忘这一辈子 当年进宫的人要是你这个绝性子 早不知死了八百回了 圣老太太回忆起自己娇憨的青春 一片怅然 扮上甩甩头 岔开话题道 好了 别说了 你瞧瞧 我家怎么样 孔嬷嬷翻白眼道 一塌糊涂 没有规矩 最没有规矩的那一个 就是你 他似乎在京中 被闷了很久 终于带到个机会畅言 圣老太太无法 只得让他接着说 你家太公倒是个人物 剩下了诺大的一份家业 三个儿子中啊 也有两个成器的 临终前亲自把家给分了 可坏就坏在 他走后没多久 你夫婿也去了 说不是有你 圣大人他一个数字 早就被那黑心的三叔 给嚼得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这份产业 能留得下来 你当时要钱有钱 年纪还轻 永依老侯爷和夫人也都健在 再嫁也不是难事 纵然金陵和京城不好待了 天高海阔 找个远处过日子就是了 男人一嫁 儿子一生 自己过小日子 岂不美哉 你偏要给你那个没良心的手结 把数字记到名下 撑起整个圣家 接着 给他找师父 考功名 娶媳妇 生儿育女 然后呢 你功成身腿 缩到一脚当活死人了 简直不知所谓 孔嬷嬷差点没把手指点到圣老太太脸上 你虽然不是她的亲娘 可却是她的嫡母 对她更是恩重如山 你大可挺直了腰杆白谱 有什么好估计的 告诉你 儿子都是白眼狼 娶了媳妇啊 忘了娘 你若是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 她乐得把你撇边 我朝以笑指天下 她但凡有半点的忤逆 她就别想在官场上呆了 你好歹把日子过舒坦些 就算不为了你自己 也得为了你那个宝贝丫头 孔嬷嬷说着 朝梨花厨那头 挪了挪嘴 圣老太太被喷得一头一脸的唾沫 又无可辩驳 终于有个话题可说 对了 你瞧我那名丫头 怎么样 孔嬷嬷侧着脸 沉吟了会儿 方道 很不错 看圣老太太一脸期待的样子 又加了几句 那孩子啊 一双眼睛省得好 淡薄 轻敏 豁达 好像什么都看明白了 却又不清了 还是开开心心地 尊重手里 知道不在人眼前招眼 比你强 不枉你心肝肉似的待她 不枉你心肝肉似的待她 再隔一会儿啊 再一句 不须挑食 她往哪个菜多伸了一筷子 你身边的房妈妈就暗暗记得了 你当我是瞎子 才儿的睡觉 你把我撂这儿办想 定是看着她吃药就寝 估计 等她睡着了才来的吧 圣老太太 莫可奈何 嗯 那孩子睡得可不少 却老也睡不踏实 一晚上得醒过来几次 有时候半夜还哭醒过来 我知道 她是心里闷着 伤心却说不出来 夜里折腾 白天还没事人一般 照样跟着我读书识字 乖乖地 坐着听我这老太婆说鼓 说来也怪 她不如当初的林姨娘 时文断字 能写绘画 也不如华丫头 林立讨喜 哄我开心 可我反觉得 她最贴心 说着怅然 孔嬷嬷目光犀利 说话一语重地 那时你长尽了 冤枉了半辈子 终于知道看人要看里头或 外边再花里胡哨 也不如人品敦厚要紧 也是你独自太久了 如今有个孩子 日日作伴 菜怎么端着 也忍不住要当心肝的 圣老太太指着他骂 你这老货 这张利嘴 怎么没死在宫里 让你出来祸害人 孔嬷嬷瞪眼 那是自然 没听过好人命不长 我还一千年吗 说着 两个老人笑在一起 笑了半赏 圣老太太一边擦眼泪 一边伸着脖子 往梨花厨那里看 被孔嬷嬷拉住 别看了 丑不醒你的小孙女 她不是喝了 一整晚的安神汤吗 要是醒了 早有声响了 快回来 我有话对你说 圣老太太 想想也是 便转了回来 我是山东名女 你是金陵侯府的千金 因了静安皇后 相识异常 那也是缘分 有些话呀 我要劝你 圣老太太 正色点点头 我知道你冤枉了半辈子 分离拼搏 却不过是人亡情事 饮食凉透了心 也不肯再加 只守着圣家过日子 可我问你 你还有多少日子可活 孔嬷嬷见圣老太太 神色伤怀 接着说 静安皇后 李容浅说了一番话 我今日送给你 所谓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咱们做女人的 一辈子不容易 但凡能做的都做了 后头如何 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父母生养不易 咱们如何 也不能白白糟蹋了 这一事 该怎么好过 就怎么过 有一天日子 便要过好一天 你既然还有口气在 就得好好的过下去 看见不平就说 瞧着不对就骂 把你精灵 徐家大小姐的架子端出来 把府里的规矩 震一震 不说你自己 能过得舒坦些 也能给你圣家的子孙 留个好样不是 你说 是不是这个礼啊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陈雨 蓝山梦演播 第十六集 圣老太太眼圈红了 拿帕子轻轻试着眼角 到底是老姐妹 现如今 也只有你 与我说这番话了 你的一番心意 老姐姐我领了 好歹 我也得撑到名烟出阁 孔嬷嬷眼见劝成 大势欣慰 你能这么想呀 就对了 六姑娘还小 事后 且得倚仗着你呢 不求她大富大贵 能顺随个好人家 就是了 啊 四日一早 明兰端着席字帖 去老太太跟前 打算这几天 就把没剩下多少的签字文 一鼓作气拿下 以后就不用装文盲了 正当她迈着小短腿 来到正堂 却没想到 王氏一大早 就来接孔嬷嬷了 活脱脱 是来领救济粮的灾民 生怕晚些来 就没了 她坐在下手 恭敬地 听圣老太太说话 昨夜 我割下老脸 求了孔嬷嬷 让她劳累些力气 在教大丫头时 把其余几个小丫头也烧上 虽然她们年纪还小 但跟着听些看些 也好增长些寒养 王氏自然愿意 本来她就觉得 难得请到个这么高规格的家教 怎么也不能浪费 于是明兰的习字客 只好先行中断 一吃完早饭 就被崔妈妈送到华兰处 绕过点溪桥 穿过半片小园子 来到华兰的威蕊轩 一看见华兰 明兰顿时眼前一亮 只见今日 华兰身着一件烟柳色的 迎错金霜凤织井短袄 下着浅壁色青柳软纹 竖腰长裙 头上挽着如云的朝月计 上纸竖着一条 雷金丝欠宝石金带室 整个人如一只白玉兰花苞一般 真是明媚鲜艳之极 连孔嬷嬷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明兰心里暗道 那幸远的家伙好幸福 王氏见长女如此风采 心中骄傲之极 再转头去看向另外两个 儒兰明显情绪不高 蔫了巴唧地站在一旁 莫兰却精神饱满 一看见孔嬷嬷 就凌厉地嘘寒问暖 引得王氏一阵气闷 儒儿 见了孔嬷嬷怎能不问好 这般没规矩 刺细你的皮 儒兰文言立刻嘟起了小嘴 低头愤愤 王氏离开后 孔嬷嬷开始上课 她把教学重点放在华兰身上 另外三个属于陪课性质 学习态度一开始就不端正的儒兰 基本上是摸鱼打混 没一会儿功夫就坐到一边 和小丫头们翻花绳去了 明兰其实也不想学 但是她没有儒兰这么硬的底气 也没有她这么强的怨气 勉强性学习对明兰来说那是家常便饭 早就习惯成自然 比起现代硬式教育体制 孔嬷嬷这点不过是毛毛雨呀毛毛雨 难道姚依依是喜欢三角函数 才一遍又一遍地画双曲线计算的吗 难道她是喜欢 暗格鲁萨克逊的腔调 才天天早起被鸟语单词的吗 难道她是喜欢背书 才选择枯燥无聊的正法专业的吗 别逗了 混饭吃饵 如今换了个环境 一样的道理 明兰要能在这里立住脚 也非得从头开始学习不可 按说女孩家人的品行最重 举止教养不过都是虚理 可大凡体面人家 偏偏喜欢讲这个虚理 这关系也可大可小 做得好未必有人夸你 但做错了 却不免被人明理暗理地笑话 鲜儿们都是聪明人 当知道当中的药剂因 孔嬷嬷对几个女孩 追追道 一上来就把学习必要性 说清楚了 接下来就好办了 孔嬷嬷的课讲得很好 深入浅出的 把要点先点明了 然后示范纠正 还时不时地举些实际的例子 华岚墨嬷做不好 她也不生气 让女孩们自己慢慢领会 墨嬷一步一驱地跟在华岚身边 华岚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高标准严规格地要求自己 还时不时地问 墨墨我这样对不对 墨墨您瞧着这么着好吗 几乎宣兵夺主地把自己当成正牌学生了 华岚咬着嘴唇 努力忍耐着不在孔嬷嬷面前发飙训人 明兰的学习态度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一上午也跟着练了几个俯理和走路的姿势 但总觉得越学越别扭 她来这个世界不过一年多 倒有一大半日子是躺在床上装死的 别说大姐姐华岚 就是和另外两个比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礼数也是一窍不通的 现在一时半会儿的如何能跟得上进度 于是趁着中午吃饭时 让崔妈妈剪裁出宿间来订了个小册子 先把上午的知识点回忆起来记下 然后下午去上课时 让小桃把自己的小毛笔 小雁台小墨钉 还有那个宿间小册子 都装在一个竹边的手提篮子里带去 孔嬷嬷再上课时 她就不急着上前去练习 而是在一张松竹梅花梨木小机上 铺开了笔墨纸燕 然后撩袖子趴上桌 摘起随堂笔记来 孔嬷嬷正指点滑篮几种不同的布菜姿势 不动声色地瞥了明兰一眼 上培训课摘笔记 对于明兰这样饱受硬式教育锻炼的同志来说 简直就是本能 要是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 手里不拿指笔 那简直活脱脱被老师注意的标靶 一笔在手 心中不愁 明兰立刻进入状态 十几年的素质教育也没有白家 条条款款归纳总结的十分清楚 所谓规矩礼数 是个很笼统的概念 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举凡行礼 走路 说话 微笑 带人接物 乃至端一杯茶 喝一口水 都有成立的做法 本来大家小姐从小耳濡目染 自然而然就会养成这种举止习惯 孔默默来不过是给女孩们提点一下顶层贵族与圣家这种中层官宦人家的礼数迥义罢了 讲白了 就是个速成班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几个蓝姑娘一通修行 明兰是先天不足 后天正在补 如蓝是力有余而心不足 三天晒网 两天也没怎么打鱼 墨兰虽然聪明 可毕竟身形尚小 年龄悟性限制 动作不够灵力规整 最后当然是华蓝一枝独秀 学得快 记得牢 几天下来就出见成效 华蓝不盛气凌人了 墨兰也不扭捏了 如蓝也不撒野了 明兰也不发呆了 女孩们似乎突然间温温端庄起来 说话大方得体 行为举止春风拂柳 看得盛红大为满意 连着夸了好几天 连王室也真心尊敬孔嬷嬷 起来了 到底是宫里来的 就是有能耐 这不打不骂不红脸的 就把这几个丫头给收拾了 都是托了母亲的福啊 我听说孔嬷嬷在经历时 一般的宫侯之家是请不到的 你可不能在她的面前摆架子 倒叫人家笑话 我们没见识 圣红为人圣名 颇有心计 厚得圣老太太教养 心胸开阔 目光长远 她知道这官要做长久 必得耳聪怒鸣 知己知彼 这几日 她时时借机讨教孔嬷嬷一些京城故事 孔嬷嬷看在圣老太太面子上 也把京中全幻贵胄复杂隐秘的关系 挑干系不大的略略说了 孔嬷嬷几十年混迹于深宫内院 往来之人大多是社会顶层人物 见识自也不凡 几次谈话下来 圣红受教不浅 几乎将孔嬷嬷当作自家长辈了 恨不得把她留下才好 无奈孔嬷嬷念故乡 坚持不肯 圣红只好作罢 孔嬷嬷的培训班很人性化 辛苦学习十天后 她发话让休息一天 刚好又赶上个好天气 华兰领头带着如兰明兰去园子里玩 同样也休假的孔嬷嬷 则到寿安堂 找圣老太太唠嗑 我怕是小看你们家六姑娘了 孔嬷嬷坐在炕上 和圣老太太隔着炕击而坐 圣老太太很欣慰 嗯 怎么说 孔嬷嬷把茶杯端到眼前 细细观赏 悠悠地说 我原只当这孩子厚道老实 神却顿顿的 没曾想竟走了也 原来是个大智若鱼的 圣老太太笑着摇头 你没得又乱扯 不过交了几天规矩 竟交出个大智若鱼来 孔嬷嬷掀开茶盖 轻轻拨动着碗里的茶叶 道 你别不信 这几天交下来 你家大姑娘还好 聪明伶俐 一点就通 无非耐心欠了些 五姑娘也不说了 人小好玩也无可厚非 四姑娘看似柔弱 实则要强 非要硬撑着学 你也知道 那些个魔人的规矩 原就不是小孩子学的 人未掌开 身凉未足 许多动作 根本施展不开 四姑娘硬要逞强 光昨儿一天 就摔了四个茶碗两个碟子 补菜的时候 还掉了筷子 圣老太太听了 不说话 摇摇头 孔嬷嬷瞥了她一眼 嘴角一弯 又血声道 只有你那宝贝的六姑娘 瞧着不声不响的 却一上午 就把这关节想通了 头天下午 就带来了笔墨纸燕来 也不来凑着我啰嗦 只把我说的 做的 急纠正滑蓝墨蓝的 见了要紧的 一一记在纸上 我偷眼瞧了瞧 嗯 很是不错 圣老太太依旧不信 笑着摇头 明鸭才识得几个字 如何记得了 你又来框我 你若不信 且拙人把她那策子取来 瞧瞧便是了 圣老太太也起了童心 立刻叫房妈妈 把明蓝的随身书盒子取来 房妈妈问崔妈妈 要来了书篮子交上去 老太太立刻把那竹边的四方篮子打开 里头果然整整齐齐地放着笔墨燕台 另一个小巧的厚白纸册子 老太太翻开一看 大吃一惊 册子上清楚地记录着 这些天上课的内容 还把各项内容分门别类地归纳总结 例如饮食类 休息类 日常类等等 类下列条 条下再分墓 用一二三四编写整齐 一条条一句句的都清楚明白 大约是因为十字不多 半篇都是错别字 不是少了笔画 就是错了边框 还有地方还画了几个好笑的小图 例如给长辈布菜时 袖子当如何卷 卷起几寸 明兰估计是写不明白 索性就在那一行字旁 画了条短短的小胖胳膊 上面的衣袖略略卷起 然后用箭头筑上详细的说明 圣老太太略略翻了几页 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月翻到后面 大约是内容多了 明兰还用红色细线 在重要处细细的标上记号 房妈妈凑过头去看了眼 时笑道 我说那日丹菊 像我要猪杀呢 原来是给六姑娘 拍这用场的 这法子好 到处都写的密密麻麻 嘿呀呀的字 瞧着人眼韵 这注了几处红的 又显眼又明白 咱们六姑娘想的好主意 圣老太太看见里头还有几个奇怪的符号 指着问孔嬷嬷 这是什么 瞧着不像字啊 孔嬷嬷放下茶碗笑道 我也问过六姑娘 她说有些字不会写 就先记个符号预备着 回头去查了字会和正字通 再补一下 你别当她是混途的 我细细看了看 这些个歪歪扭扭的符号啊 都是有讲究的 自有她的套路 一丝也不差 圣老太太看得有些傻眼 又望向孔嬷嬷 只见她笑着摇头 当初在老上宫那儿学东西的时候 也摘过小钞 可也没这么好的 整齐得这般细致清楚 足见她脑子里想得明白 想必将来行事也爽力干净 且她性子又温婉和气 可惜了 没脱生在太太肚子里头啊 圣老太太漠然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才到 日子好坏 不再富贵 她若能想明白这一层 将来自有舒心的好日子可过 孔嬷嬷缓缓地点头 我瞧着丫头啊 不糊涂 定能明白你的苦心 随着培训班继续开展 与学习成绩进步成反比的 是直线上升的姊妹矛盾 越到后来 莫兰越跟不上华兰的学习速度 这是很自然的 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接受度 原本就不一样 可莫兰看似柔弱 实则要强 拼着命地挤在华兰身边 缠着孔嬷嬷 问这问那 有时候华兰明明可以学下一部分了 可谓这莫兰 孔嬷嬷只好放慢进度 华兰忍了又忍 回去向王室不知告过多少次状了 王室也无奈 跟圣洪说了后 不过惹来一句 莫兰也是好学 姊妹自当亲和之类的废话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变态 孤单没有安定医院 所以华兰姐姐选择爆发 这一天下午 天有些干冷 孔嬷嬷刚讲完一段 就有些喉肝气躁 于是让几个女孩练习给长辈安泰 她自回礼屋 去用几勺茯苓膏顺顺肺 华兰看着莫兰娇喘吁吁地 坐在景物上歇息 心里一阵一阵的憋气 忍不住冷笑 姊妹妹可真是买力 按说 用得着这些繁琐规矩理数地方 其实不多 妹妹今日这般用心 倒似是将来 一定用得上一样 莫兰脸上一红 细声细气地说 嬷嬷说了 这些虽是虚理 宁可学着不用 也不能不会被人笑话了去 妹妹愚笨 又怕将来丢了家里的脸 索性多卖些力气 华兰到底是大姑娘 稍稍出口气后 也不愿和小孩一般见识 独个儿坐在窗边 扭头去看风景 可如兰就不一样了 这些日子 他听王室刀鼓 正是一肚子火 当即跳出来 一把接过吵架接力棒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蓝山梦演播 四姐姐既然知道自己愚笨 那便要识相些 别一天到晚缠着孔嬷嬷 那我拖累了大姐姐 莫兰一脸惶恐 争辩 我如何缠着孔嬷嬷了 只是父亲吩咐我 要好好跟嬷嬷学 回头她要依依考我 我不敢不从 不懂的地方 自得问得清楚才是 如兰鼻孔里 哼出一股气来 轻蔑地看着墨嬷 哼 你少拿父亲来压我 孔嬷嬷 是老太太特意为大姐姐请来的 大姐姐才是她的正经学生 将我们不过是烧袋上的 你天天抢在大姐姐头里 爱着大姐姐好好请教孔嬷嬷 难不成还有理吗 真不知跟谁学的下作手段 见着别人的好 就喜欢抢别人的 莫兰一下脸胀红了 泪珠在眼眶里蓄起来 颤声道 五妹妹说的是什么 我全然不明白 什么下作手段 什么抢别人的 都是一个颠声的 不过其我是输出的罢了 好好好 我原是个多余的 何苦留在这世上爱人的眼睛 说着便扶暗大哭起来 如兰急了 一下冲到墨兰跟前 大声道 你又哭 你又哭 回回有事 你便掉金豆子来装相 叫孔嬷嬷瞧见了 又说是我欺负你 好叫父亲罚我 你 你你你 她又气又急 跺着脚又说不出来 华兰看不能不管了 也过来不冷不热的道 四妹妹快别哭了 我们以后可不敢惹你了 一个有什么 便哭得和死了亲娘一般 我们可怕了你了 墨兰听了哭得更加伤心 越哭越厉害 渐渐有些喘不上气来 身体一抽一抽的 如兰跺脚 华兰冷笑 明兰正在整理刚才笔记 看着旁边一出活剧 很是头痛 可如果此时她置身室外 回头也有苦吃 只得抓抓脑袋 跳下圆墩 来到墨兰身边 轻轻道 四姐姐 别哭了 让孔嬷嬷见了可不好 她还以为 咱们上家女儿无家教呢 墨兰不理她 继续哭泣 哭得生死力竭 好似非把事情弄大一般 明兰学的是法律专业 又不是心理 悲凉地在心里叹气 还得继续 于是过去扯着墨兰的袖子 四姐姐 我且问你一句 孔嬷嬷能在咱家待多久 墨兰虽然大哭 但听力无碍 听到明兰莫名其妙地 问了这一句 便稍稍缓了哭声 拿眼睛看她 明兰摇晃着脑袋继续说 我听老太太说 待到一开春 天气暖和些 冰戎雪消好上路些 孔嬷嬷就要走了 这算算也没多少日子了 四姐姐 我问你 在剩下的日子里 是让孔嬷嬷多交些好呢 还是少交些好呢 墨兰哽咽着 睁着红通通的眼睛 看着明兰 气焰声堵地不说话 明兰看她总算抬头 忙劝道 我知道四姐姐 想让孔嬷嬷指点一二 可是若照着你来交 一则大姐姐受了拖累 二则孔嬷嬷也交不了多少 不如四姐姐委屈些 先胡伦记下孔嬷嬷教的东西 回头得空了 慢慢自己琢磨 既不伤了姐妹和气 又能多学些东西 岂不更好 说完后 冰兰大绝骄傲 以她的口才 当法院书记员 真是浪费了 应该去当律师才对 听得明兰如此说 墨兰渐渐不哭了 眼看局势控制住了 没想到如兰 又天外飞来一举 何必这么费力巴脑的呢 大姐姐嫁的是伯爵府 难不成 咱们人人都有这个福分不成 我说四姐姐呀 有些事情 还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 火上浇油 墨兰奋力站起 指着如兰和明兰 气得浑身发抖 汗声道 好好 你们打量我是处处的 做一个又一个拿言语来遭见我 不拿我当人看 我何必多余活在世上 说着又浮在桌子上 惊天动地地大哭起来 明兰仰天长叹 她也是述出的好不好 干嘛把她也算上呀 此时身后听得连声响动 孔嬷嬷回来了 她让随身的小丫鬟扶着回来 瞧见屋内的情景 正是一脸寒霜 孔嬷嬷脸色十分难看 冷笑连连地扫了四个女孩一边 目光顺得锐利起来 肃杀寒冬般的视线扫过他们 四个女孩不禁都缩了缩 不自觉地安静起来 老实地功力一旁 心下都有些坠坠的 一时间 屋里只听见莫兰微微的抽气声 她一边拿帕子哭得梨花带雨 一边偷眼去看孔嬷嬷 等着嬷嬷来问她的委屈 谁知孔嬷嬷 根本没理她 一句话也没说 静止坐在正座上 叫小丫鬟端来四副笔墨纸燕 和四本女责 一一摊摆在四个女孩面前 女孩们惶恐地用手指拧着帕子 相互对看 孔嬷嬷一脸冰冻般的寒气 半丝笑容也无 冷冷地道 美人五十遍 抄不完 以后也不用来学了 如兰不服 刚想开口辩驳 墨地被孔嬷嬷威严汗烈的目光一瞪 善善地缩了回去 华兰咬了咬嘴唇 提起笔就抄了起来 明兰暗叹着气 也跟着抄了 只有墨嬷有些不敢置信地看了看孔嬷嬷 眼泪也不流了 呆呆站在当地 孔嬷嬷看也不看他们几个 自顾自地拿起一卷佛经看了起来 墨嬷无奈 这一抄就抄到黄昏膝下 眼看到了晚膳时分 孔嬷嬷依旧不动 叫丫鬟点了灯 一言不发地让女孩们继续抄 明兰已抄得手臂发麻 头昏脑胀 抬头看了一圈难友们 一个个也都是一副黄莲面孔 其中有以如兰小姑娘为甚 不断伸着脖子朝外头探着看 外面等了好几个丫鬟婆子 是各处派来接小姐去吃晚饭的 已经轻轻地问了好几声 女孩们又饿又累 都期盼地抬头往上看 谁知孔嬷嬷恍说未闻 只让小丫头出去说了一声 还未下课 四个女孩奇奇颓然低头 明兰暗中付费不已 她是无辜的呀无辜的 又过了一会儿 孔嬷嬷看了看铜露湖 便对另一个丫鬟吩咐 娶请老爷夫人领铃姨娘过来 是 这一下四个女孩都怕了 心知事情要闹大 华兰尤其不安 墨兰也偷眼去看孔嬷嬷 如兰最怕盛红 手里的毛笔都抖了起来 明兰手中不停继续抄写 但也暗暗发慌 这情景有些像她小时候犯错 被老师留了课堂 一脸凶神恶煞的班主任 等着家长来熟人 没想到重新投了次胎 明兰又享受到了这般待遇 颇有些他乡欲固之的熟悉感 过不多久 圣红夫妇和林姨娘都到了 四个女孩被父亲严厉的眼神扫过 都齐齐缩了脖子 孔嬷嬷起身把上手的正坐 让给圣红和王室 圣红先辞过 后才与王室坐下 孔嬷嬷自端坐在旁边的灰鼠靠背大椅上 又给林姨娘端了个矮脚凳 放在下手 林姨娘略略欠了欠身 没有坐下 只在一旁站着 自从离了王室处 明兰许久没见林姨娘 只见她苗条身段 隐隐婉约 一身木兰青双袖梅花紧断外伤 清雅秀丽 头插一只点脆白玉响灵簪 走动间轻声叮咚作响 甚是好听好看 生生把一旁朱翠环绕的王室 比了下去 逆政 自己闯了什么祸 还不说来 圣红一看就知道是女儿们惹了事 低沉喝道 一边欠然地去看孔嬷嬷 王室焦急地看着两个女儿 却也不便多说 林姨娘倒沉得住气 低头站着不动 四个女孩谁也不敢吭声 孔嬷嬷见众人坐定 挥挥手 她身边四个小丫鬟 似训练有素 整齐利落地行动起来 两个出去 把外头的丫头婆子 隔出其医院 两个把威蕊萱正房的门窗都关好 只在屋内留下几个心腹贴身的服饰 一切布置妥当 孔嬷嬷才朝着圣红微笑 今日唐托大家了 原本这事儿也无需惊动着许多人 但既然老太太拖了我 我也不敢英伪延误 这才惊扰了老爷太太 且莫姑娘是养在林姨娘屋里的 便离林姨娘一同扰了 圣红立刻拱手道 嬷嬷有话请说 静止这几个孽障不省事 惹了嬷嬷生气 说着又去瞪女儿们 四个女孩缩在一边 不敢说话 孔嬷嬷何须地摇了摇头 轻声道 说不上生气 只是姑娘们大了 有些是非呀 得变一变 燕儿 你过来 把今儿下午的事 清楚地回一遍 说着 孔嬷嬷身后走出个小丫头 走到当中扶了扶 便把下午的吵架事件 清楚地复述了一遍 这小丫头年纪虽小 却口齿凌厉 声音淬亮 把四个女孩吵架时 说的话一一转述 一字未见 一字未佳 几个蓝听见了 都脸红羞愧 不声不响 听完了 王氏觉得有些大体小作 不过是小姐妹间吵架罢了 可圣红越听越怒 待到听完 大力拍着暗机 怒喝道 你们几个孽障 还不跪下 女孩们吓得连忙要跪下 却被孔嬷嬷叫住了 天冷地寒的 别把姑娘们的膝盖冻着了 谁知孔嬷嬷叫丫鬟 拿出四个紧端厚容的蒲团 并排放在地上 然后点点下颚 示意 现在可以跪了 女孩们 一字排开地跪下 明兰对于下跪是个生手 跪得东倒西歪 孔嬷嬷很好心地 帮她纠正姿势 圣红把暗机拍得啪啪小 吼声几乎震动屋顶 指着下手跪着的女孩道 孔嬷嬷嬷嬷嬷啊 你们如此不知礼数 胡言乱语 与那粗俗村孤合意 有可怜面做生家好人 还好你们是姑娘家 要是儿子 将来免不了要争家夺产的 岂不及可便是兄弟细强之祸 八八八呀 不如线下打死了了事 说着便要去取家法 明兰没见过家法 如兰是无知者无畏 华兰和墨兰却吓得哭起来 王氏原想要求情 看着圣红极怒 叫着帕子不敢开口 拿眼睛去求孔嬷嬷 孔嬷嬷笑着白手道 老爷不必动气 一味的处罚也不好 总得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我舔为几个姐的教养嬷嬷 托大些说 也算半个师父 不如让我来问问他们 圣红气急败坏 歉意地对着孔嬷嬷道 嬷嬷寒养学士都是一流的 当初便是宫中的贵人 您也是问的训的 何况这几个孽障 嬷嬷单问无妨 孔嬷嬷眼光一流四个跪着的女孩道 你们可知错了 知错了 那错在哪里 女孩们脸色变化 咬牙的咬牙 抹泪的抹泪 赌气的赌气 傻眼的傻眼 华莱咬着嘴唇 首先开口道 女儿错了 不甘训致妹妹 没得惹出事端来 让父亲母亲操心了 王氏不知如何 去瞧圣红 圣红面无表情 孔嬷嬷微微一审 去看墨嬷 墨嬷抖得如风中柳絮 显示又害怕又伤心 哽咽道 女儿也错了 不甘于姐姐顶嘴 孔嬷嬷嘴角 微微挑了下 如兰她心有不甘 只说 我不该与姐姐吵架 最后轮到明兰 明兰真是欲哭无泪 她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 憋了半天 憋得小脸通红 怯怯地说 我 我 我真不知道呀 圣红 微微缓了气 刚才听小丫头 复述事情经过 怎么听 明兰都没错 没吵架 没挑头 没煽风点火 倒是好好劝了几句 却也被连累地跪在地上 看那小人 稚气可怜的样子 心里甚是同情 又扫了墨嬷 哭得悲戚 想起滑蓝如蓝的冷言冷语 怒气又冒了起来 指着华蓝骂道 你是长姐 年岁又比他们大许多 远指着你能照付幼妹 以正范例 没想你竟如此刻薄 一点也不待见妹妹 将来嫁出去了 也是丢我们圣家的脸 华蓝心中火烧般的气氛 手指甲深深嵌入掌心 倔强地低着头 一句也不分辨 圣红又指着如蓝骂道 你小小年纪也不学好 什么胡言乱语都敢说出来 什么叫跟谁学的下作手段 喜欢抢别人的 墨嬷是你姐姐 有做妹妹的这般和姐姐说话的吗 瞧着姐姐哭得厉害 也不知道让一让 我没和你们讲过恐龙让离吗 没教养的东西 华蓝本就性子抱 文言立刻顶嘴道 什么好东西都要先给他吗 去年舅舅突然伤了一块 上好紫玉给我做玉所 可被四姐姐瞧见了 她哭了一顿 说什么自己没亲舅舅 爹爹就把那玉给他了 还有那回爹爹特意给大哥哥带了方田黄石做印章 也是半道被三哥哥截了去 爹爹为什么老是让我们让他 我不服 就是不服 圣红气得手臂不住颤抖 当即就要去打如兰 被王室拦住 他抱着圣红胳膊哭着求 老爷好偏的心呢 这回孩子们犯了错 孔嬷嬷都是一视同仁 你却只骂我生的那两个 老爷可是怨恨了我 不如 不如我这就求气了吧 一时间 屋子闹作一团 林姨娘低着头 轻轻抹眼泪 莫兰也哭得伤心 孔嬷嬷看了他们娘俩一眼 目光似有嘲讽 然后放下茶碗 站了起来 笑着朝圣红道 老爷请先别气 这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 只不过我正当着教养的差事 分内要理一理 今日让老爷太太这般的动气 倒是我的不是了 圣红连连摇手 嬷嬷 哪里的话都是我指甲不严 让嬷嬷笑话了 好在嬷嬷与老太太是骨骄 与我们便如长辈一般 好 还是请嬷嬷说吧 孔嬷嬷站在上手 对着四个女孩朗声道 这世上的事 大都逃不出个理字 我素不喜欢当面说一套 背后说一套 没得把话给传误了 今日当着几个简的面 在你们父母面前 一次把话说个明白 是才你们都说知错了 我瞧着未必 线下我来问问 女孩们都不作声 好 咱们先从阴头上说起 四姑娘 你抬起头来 我问你 五姑娘说你处处 抢着大姑娘的头 还拖累了大姑娘 你可认 墨嬷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挨挨淒淒淒道 都是我不懂事 我原想着口嬷嬷难得来 想要多学些东西 给爹爹争光 给家神长脸面 没想惊惹的姐姐妹妹不快 都是我的错 圣红听了面有不忍 想起王室往日的抱怨 心有不满的 又看了华兰一眼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陈雨 蓝山梦演播 第十八集 华兰心中大恨 几乎忍不住扑上去 把这巧舌的妹妹 掐上一把 王室几乎咬碎一口银牙 孔嬷嬷轻轻短笑了几声 闻言道 四姑娘 你为人聪明伶俐 说话处事周全 可我今日还是要劝你一句 莫要仗着几分的聪明 把别人都当傻子了 须知 聪明反被聪明误 死言一出 莫兰当即停住了哭泣 睁圆了一双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孔嬷嬷 随即又委屈地去看圣红 圣红也有些不明 孔嬷嬷若无其事 继续道 你有两个错 一是言错 你与姊妹伴嘴 不该开口闭口 就是竖出敌出的 我虽来这家不久 可四姑娘摸良心说说看 圣老爷带你如何 你一句不合 便开口要死要活地 做撒泼状 这是大家小姐的做派吗 莫兰轻轻抽气 林姨娘有些坐不住了 轻轻挪动身体 哀求地看着圣红 圣红却不去看她 她似被孔嬷嬷说动了 一直仔细听着 第二 是你心里念头不好 你口口声声想学东西 想为家人争光长脸 难道圣府里只有你一个姑娘 难道只有你长脸了 圣府才算是有光吗 那你的姐妹们 她们就不用学东西长脸 且不说 我原就是为了你大姐姐来的 你也不想想 你大姐姐还能和你们一处几日 再几个月 她便要出门子了 骗她结的亲事 还是个伯爵府 学规矩礼数正当要紧 你就算不念着姐妹间的谦让 也当念着大姐姐的极难之处 我听说林姨娘 原也是官宦人家出来的 难道她没有教过你 总算不论场 也得分一分轻重缓急 圣红本就是个明白人 但因分外联系林姨娘 一颗心也多少偏向了墨兰些 此时听了孔嬷嬷的说道 心里咯噔一下 暗道 此话不错 如此看来倒是墨兰偏狭自私了 看向墨兰和林姨娘的目光 就有些复杂了 明兰跪在地上 偷眼看了林姨娘一眼 只看见她一双纤细的手 紧紧地抓着帕子 手背上青筋 根根拂起 四姑娘 我知道你速来拔劫 可个人有个缘法 今日之事 看似大姐而挑的头 实则你大有干系 这十几日 你处处争强好胜 世事抢头 一有不如意 便哭天抹乐 埋怨自己是庶处 你这般作为 可念得半点姐妹的情分 念得半丝父亲的恩情 一连串问话 听着温和 却处处中了要害 墨兰被说得哑口无言 脸上还挂着眼泪 张口结舌地 说不出来半句 转眼看圣红 也不悦地看着自己 目光指责 再转头去看灵姨娘 见她也惊怒不已 却不能开口相帮 莫兰心头冰凉 尾顿在地上 轻轻拭泪 孔嬷嬷转过身子 对着圣红服了服 是才老爷说我与太太是故教 我今儿也厚着脸皮说两句 儿女众多的人家 父母最要一碗水端平 才能家宅宁静 虽说姐妹之间要先互谦让 但也是今日这个让 明日那个让 没得道理 只叫一头让的 世子长了 父女姊妹 免不了生出些嫌隙来 老爷 您说是不是 他身形老迈 声音却温雅悦耳 且说得有条有理 听得人不由自主就幸福 自然心生同感 圣红想起自己往日作为 女儿还好 要是儿子之间也生出院对来 那圣家可不长久了 更何况敌有敌的过法 树有树的活法 她一味后代林姨娘内房的 怕也有祸事出来 想到这里 不由的背心生出冷汗来 对着孔嬷嬷连连拱手称事 这时 倔强的华兰忍不住热泪夺矿而出 王氏拿帕子抹着眼睛 母女俩一起万分感激地望着孔嬷嬷 明兰听得两眼冒光 对孔嬷嬷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般犀利直白 真真痛快淋漓 孔嬷嬷说完了墨兰 转头向华兰 这会子 华兰心也平了 气也顺了 身子跪得直挺挺的 扶起地看着孔嬷嬷嬷 等她训话 大姐儿 你是圣府的大小姐 远就比几个妹妹更体面些 老爷太太还有老太太也最宠爱你 势头长了 便养出你的娇娇耳气来 平日里心头不满 便直头愣脑地训斥妹妹 也无人说你 更何况 你这十几日 一直心里头憋慌 华兰困难地点点头 孔嬷嬷看着她 语重心长地说 大姐儿 说几句不重听的 女儿是教客 在家里千娇万宠都不在话下 可一旦做了人家的媳妇 那可立时掉了个个 公公婆婆 你得恭敬伺候着 夫婿 你得小心体贴着 仇丽小姑 你得殷勤陪着笑 夫家上上下下 哪一个都不能轻易地得罪了 一个不好 便都是你的错 你连分辨都无从辩起呀 你四妹纵然有错 你也不该冷言冷语地商人 当大姐的应当想出个妥贴的法子来 既让妹妹知道错处 又不伤了姐妹的和气才是 可 可四妹妹从不听我的 软硬不吃 嬷嬷 您说该如何办 这便是你自己的本事了 你今日连自己的亲子妹之间都料理不好 他日出了门子 东边的公婆 西边的轴里 北边的叔伯兄弟 南边的管事婆子 一屋子隔着雪脉山水的生人 你又如何去圆场面 难不成还让你爹娘来给你撑腰不成 华兰听得傻了 孩子出神 王室却是过来人 知道这是孔嬷嬷的贴心话 连声谢道 嬷嬷真是肺腑之眼 这些掏心窝子的话 我家华儿一定牢牢记下 华儿 还不谢谢嬷嬷 华兰已经呆了 被旁边的刘坤家的压着给孔嬷嬷磕了头 见孔嬷嬷几句话 就收服了两个姐姐 儒兰早已经乖乖地低着头 孔嬷嬷了她一眼 半分好气都没有 呵斥道 今日五姑娘真是好威风啊 原本你两个姐姐不过是扮了两句嘴 接过去也就没事了 你却唯恐事情闹不大 不好好的劝着 还窜上跳下山峰点火 虽说年纪小 却也不该口眉遮拦 浑说一气 是才你爹爹说了你两句 便是有不重听的 你也不该如此忤逆顶嘴 照我说 你当比姐姐们罚得更重些才是 儒兰正要叫驱 圣红凶巴巴的眼睛立刻逼过来 她缩着脑袋连连磕头认错 我错了我错了 我错了 爹爹饶了我吧 我下回不敢胡说了 看如兰服软 圣红多少解了些气 她远就知道这个女儿心思单纯 性子却不逊 如今也老实了 倒也不怒了 孔嬷嬷 目光停在了明兰身上 明兰脑门一紧 连忙乖乖跪好 勇敢地抬起头来 孔嬷嬷看着明兰一双沉静的毛子 你觉得自己没有错 不该受牵连 是不是啊 明兰犹豫了下 坚强地点点头 我今日告诉你一个道理 一家子的兄弟姐妹 同气连之 共戎共损 即便你一个人没有错 但是你三个姐姐都错了 你没错 也错 所以 待会儿我要一同罚你 你可夫妻 明兰张大了嘴 一转眼就看见孔嬷嬷身边的丫鬟 已经端着几条戒齿过来了 几乎要晕过去 这这这 这就是红果果的珠帘呐 妈妈呀 这叫什么事啊 可是 这是古代 不服不行 明兰 只得哭丧着脸点点头 倒是圣红觉得明兰可怜 忍不住为她求情 默默 明儿到底没做错什么 况她年纪最小 身子又弱 不如训斥几句就算了 她一向天花懂事 下次一定会记劳她 谁知孔默默 切面无私 摇头 不成 朔丹饶了她 下次即非助长了哥儿姐 置身室外的风气 将来手足有事 都隔岸观火了如何办 非法不可 今日明兰这顿板子 就是让几个姐儿都明白 什么叫做一家人 明兰心里哀嚎 魏猫要用打我板子 来给大家说明这个问题啊 孔默默走出几步 静静地说 你们姊妹平日里闹 我从不智慧 十几天来装聋作哑 不过是想着你们 到底是亲姊妹 总能自己和好 因此 等着你们自己 把事情给了了 没曾想 你们姐妹争执 与那缺吃少穿的 小家子里头 蒸果子吃蒸衣服穿的 又合两样 大家小姐的气度 一点也无 令我好生失望 须知一个家族要想凡胜 必得兄弟姐妹 齐心协力才是 许多大家族 往往都是从里头 摆起来的 往各位脚儿身见 圣红听得连连点头 觉得极有道理 要是将来进了京城 别闹笑话才好 孔嬷嬷今日真是金玉良言 连他自己也一同受教了 到底是宫里出来的 孔嬷嬷最后判决 宪法你们美人 十下手板 回去把那五十遍的 女则抄好 明日 谁没抄完 便不用来见我了 说着便举起托盘里的戒齿 晃了晃 只见那戒齿以老竹制成 柔韧静道 在初点的灯光下 泛着弹红的光泽 挥动间呼呼有声 光是听声音 就先把人吓倒了 如兰软了一半 哀求着去扯王室的衣裙 莫兰又开始 淒淒地哭起来 华兰倔着脖子咬着嘴 明蓝呆痴状 孔嬷嬷缓了缓口气 眼珠在屋内 寥寥数人身上 转了一圈 不过 你们终究是娇小姐 今日受罚了后 此事不必外传 也可保全了 姑娘们的名声 说着便让四个丫鬟 每人持一条戒齿 站到小姐们身边去 王室看着那戒齿 也有些不忍 正想求情 呼听一声娇柔的声音 嬷嬷请慢 只见林姨娘鸟挪地走到当中 先给圣红扶了扶 然后对着嬷嬷轻声晚晚而道 请嬷嬷勿怪 这里原本没有我说话的地方 可我心中愧疚 有话不吐不快 万万磨磨见谅 今日之事 说到底都是莫儿不懂事 而引出来的 说起来 她才是阴头 尤其六姑娘 小小年纪就被拖累挨打 我心中 着实过意不去 不如六姑娘的那十下板子 就让莫儿踢了吧 林姨娘本就看着柔弱 此时她目中含泪 语气欠然 真诚之至地看着圣红 圣红颇有些感动 转头去看莫兰 莫兰到底年纪小 一时没想明白 吃惊地看着林姨娘 倒是华兰把脖子一梗 大声道 我是长姐 妹妹妹有错 也都是我的错 六妹妹的板子 我来临好了 明兰心里暗叹 坚强地拒绝道 别别 大姐姐还要休假装呢 板子我自己挨吧 华兰感动地去看她 这时莫兰总算反应过来 连忙抢着说 还是我来吧 我来 一时间 替明兰挨打 成了热门职业 见女儿们如此 圣红才觉得气顺些 心里 对孔嬷嬷的手段 更是佩服 感激地 又向她拱了拱手 孔嬷嬷 孔嬷嬷 喊手回忆 却丝毫不为所动 铃嬷嬷嬷嬷嬷 这话差异 我将姐们一起罚了 原就是为了弥补 孔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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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а 以后便能接过重来 若是厚此薄彼 岂非更生前细 林姨娘用心很好 但欠些道统了 林姨娘双手紧握着帕子 眼中似有点点泪光 七声道 供嬷嬷说的是 是妾生无知了 可今时 累得几个劲儿都挨了法 妾生着实过意不缺 都是妾生没有交好务儿 不如 连我一起罚了吧 也算略略不过 圣红见她娇若动人 更感动了 不料还没等她感动完 就听见孔嬷嬷一声冷笑 孔嬷嬷心中嘲讽 她等的就是这一句话 冷声道 看来林姨娘 是得好好学学规矩了 越说越不得体 姨娘说 因自己没交好墨戒儿 事已当法 可滑戒儿和乳戒儿 是太太教养的 明戒儿更是老太太身边的 莫非林姨娘的意思 是要连太太和老太太一起罚了 至于我这个教养嬷嬷嘛 更是难辞其咎 林姨娘可是这个意思啊 林姨娘 脸色惨白 颤声道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怎敢 是我无知 圣红连忙摆手 嬷嬷这是哪里的话 心里大怪林姨娘得罪人 孔嬷嬷并不生气 林姨娘 我今日也说你一句 要知道 人贵在自知 你今日偏袒有两不知 第一指 你当晓得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与老爷太太正说着话 你这般貌貌然的插嘴 应不应当 好在我与老太太有故交 若是换了旁人 岂不叫外头人 小胜负没规矩 第二指 你一再知错犯错 你先说自己是不该开口的 可你偏又开口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无知 既知自己无知 为何还随意插嘴姑娘 教养之事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有什么都犯了 这岂非知法犯法 更得罪加一等 莫非是仗着养了哥儿戒儿 自认为自己高出众人一筹不成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 紫小木 陈雨 阑珊梦演播 第十九集 字字如刀 句句如剑 一边说 一边别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圣红 目光似有轻轻责备 圣红被看得羞愧难当 她知道孔嬷嬷是在责备自己过分宠爱林姨娘了 她也觉得孔嬷嬷的话很有道理 想起墨戒儿的作为 深感林姨娘教养不当 见是笔漏 到底迎风弄月不比正经涵养 虽严厉喝道 你一边站着看吧 我和太太还有孔嬷嬷在这里 便有你说话的份 王氏早已不哭了 两眼冒光地看着孔嬷嬷嬷 林姨娘脸色一阵红 一阵白 她自打嫁与圣红 从未如此丢人过 恨得牙根紧咬 但面上不露声色 只轻轻唤气着站到一边 看见林姨娘气得轻轻颤抖 华蓝如蓝 大势解气 觉得此刻便是再多打石板子都值了 明兰几乎想象孔嬷嬷要签名了 孔嬷嬷威严地朝众姐妹道 你们肯姊妹相互体让是好的 像是你们已经明白了 但知错归知错 处罚归处罚 好了 你们把左手伸出来 盛红站起来威严地发话 都归好 老老实实地把左手伸出来 把板子都领了 回头再把书抄了 女孩们都规规矩矩地跪好 可怜兮兮地看那戒齿 只听孔嬷嬷轻贺一声 一顿噼里啪啦的响动 四条戒齿上下飞舞 明兰立刻觉得掌心一片火辣辣的疼 墨兰尖声哀叫起来 如兰哭得尤其哭天抢地 那薄而有弹性的主板打在手心 皮肉分离般地痛 纵使硬气的华兰也忍不住 打到第六七下 明兰已经疼得只会抽冷气了 王氏心疼 看着忍不住掉泪 周围的丫鬟婆子都是一脸不忍 圣红也别过头去不看 不一会儿 板子打完了 林姨娘再有城府也忍耐不住 一下扑到墨兰身上轻轻哭起来 王氏也顾不得脸面 搂住华兰如兰心肝肉得不肯放 圣红却见明兰小小的身子 独自跪坐在蒲团上 疼得满脸冷汗 小脸惨白 惶惑无一的可怜样 左右竟没有人去疼她 到今日圣红才知道 老太太那天的话是什么意思 她硬气心肠不去看其他几个女儿 先恭敬地送走了孔嬷嬷 然后走过去轻轻抱起明兰 冷声吩咐各自回去 自己则抱着明兰往寿安堂去了 这一日大闹 几个女孩早就精疲力竭 这时事情一完结 如兰莫兰便倒在各自生母怀里睡了过去 华兰也被如母搀扶着 进去歇息了 明兰也累极了 被圣红抱起往外走时 还不忘隔着父亲的肩膀 吩咐等在外门的小桃 把她的小书篮子整理好带走 看情没把你打疼啊 还要立即惦记东西啊 明兰跪了半天 又被打了一顿板子 还抄了一下午的书 此刻外头冷风一吹 脑子正不甚清楚 一边揉着自己的小手 呆头呆脑地道 放在那女泽 我已经超了一小半了 待会儿再超一会儿就得了 自然得带上 不然明日怎么去见孔嬷嬷呢 圣红借着前头大灯笼的光亮 看了看小女儿 只见她眉目婉然 目如点漆 依稀当初魏姨娘的模样 又见她鼻翘目秀 隐隐自己幼时的风貌 想起当初她刚出事时 自己是抱过亲过疼过的 可后来魏姨娘惨死 又出了这许多事情 她对这女儿济溃且怜 便不大爱见了 只记得要照服她的生活 却并不如疼爱华兰墨兰那般 她这时却又生起另一股疼惜之心 便和蔼地微笑道 孔嬷我打了你 你不气她 还尚赶着去找罪手啊 姐姐们都挨打了 我怎么能一根儿撇清呢 戏女犯错 全女都要连坐 不过这样也好 下回姐姐们就不敢再吵了 圣红大乐 刮了下明兰的小鼻子 小丫头满嘴胡宗 还小大人一样的叹气 你知道什么叫连坐啊 说着腾出一只手来拢住明兰的左手 摸上去有些热肿 圣红心里疼惜 小女儿吃了苦头 温言道 疼吗 明兰吸了吸鼻子 哭声道 疼的 顿了顿 心里委屈 不知不觉 泪水就掉下来了 哭腔着 疼极了 圣红疼惜的 把小女儿在怀里抱紧了 哄道 下回姐姐们再吵架呀 你就偷偷来告诉爹爹 爹爹要是不在家 你就远远躲开 或去找老太太 咱们明兰啊 是好孩子 不理他们 好不好 明兰把小脸 埋进父亲井窝里 夜风森寒 可是趴着 却暖暖的 有一股父亲的味道 让明兰想起了小时候 摇霸常常背着她 骑大马的情景 她用短短的小胳膊 还着圣红的脖子 用力点点头 一路上 父女俩说说笑笑 到了寿安堂 一进正门 圣红就对等在门口的 单局道 去二门找来福管家 让她去书房 找出那瓶 紫金化余膏 速速寻来 是 单局吓了一跳 连忙应声前去 圣红抱着明兰 走进正房 看见老太太 正在炕上等着 便把明兰 放到炕上 老太太顺手揽过明兰 一触手忽觉得 女孩动得冰凉 赶紧就把自己身上的 玄金二色金八团 吉祥如意软毡 给她团团裹上 待圣红给她行过礼 她才道 是才 孔默默已捡人 把情因后果 给讲明白了 老爷今儿受累了 下了牙还不得歇息 赶紧回去 主持了些 老爷不要见怪才好 那有的事 儿子总是再是昏亏 也不至于分不出好歹来 孔默默身子不好 原是要告老回乡的 靠着母亲的面子 才将她请了来的 儿子 孔默默默 人品德行还来不及 熟和有他想 说来说去 都是儿子无用 没把女儿们交好 圣老太太 见她面色真诚 不似座位 十分满意 她与圣红 也母子几十年了 多少了解 她的为人 直到她言出真心 又见她 是才亲厚地抱着明兰回来 心里示意了些 母子俩又说了会字话 圣红便回去了 过一会儿 房妈妈便使唤丫头婆子 端着几个石盒进来 把雾在暖笼里的 晚膳取出来 一摆放在炕上 圣老太太正把明兰摇醒 先把饭吃了 再睡不迟 明兰累急 含糊地说 我不 不吃了 老太太如何啃衣 还是把明兰拖起来 房妈妈拧了条热帕子 给明兰敷了面 她才醒了过来 老太太亲自拿了冰帕子 敷了伤手 房妈妈见明兰的小手红肿 挑了单举取来的膏子 细细敷匀了 撑倒 这空嬷嬷也真是的 我们姑娘 缘就没错 一同处罚 已是冤了的 还不轻着点打 老太太其实也心疼 但还是板着脸道 什么一同不一同的 小孩子不好好学规矩 被教养摸摸法 是常识 便是我小时候 难道少挨摸摸骂了 明兰一脸糊涂 歪着脑袋 默默地看着祖母好一会儿 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我们没学好规矩 才打的呀 哦 那是该打的 就这样 把姐妹吵架的事给淫没了 房妈妈顿时忍俊 老太太听了 也暗暗觉得好笑 知道这孩子都明白了 心下安慰 轻轻揉了揉孙女的头发道 好孩子 以后的日子会顺当起来的 零七阁 灯火幽兰 直里屋十分明亮 墨兰半躺在炕上 游自哭泣 手上秘密地缠着 淡绿色的药布金子 散发着珍珍药香 灵姨娘搂着女儿 轻声道 都是娘不好 因为要你真强好胜 却忘了韬灰 如今 正撞在浪尖上 墨兰惨白着小脸 不安道 都说父亲疼我 这次 他念肯替明兰求情 也不为我说半句话 别是生了我的气了 旁边站着个 白净瘦脸的媳妇子 身穿酱紫色 绣性黄如意 绕枝长笔甲 他笑着说 姑娘莫及 老爷是才是爱着 孔嬷嬷的面子 责罚了姑娘 老爷心里也是疼的 这不 回头就送了药膏子 来给姑娘了 墨兰听了 心里略略松懈 要是王日 老爷早就过来了 竟是居然连我一起骂了 好厉害的孔嬷嬷 好厉害的老太太 雪娘 你难道没看出来 小姐此话怎讲 难不成这里头 还另有说法 林依娘略了略并发 嘴角含冷意 这次我是着了道 一一脚莫兰针表现 却忘了寿安堂 那位的厉害 孰心孔嬷嬷 将四个脚一一训斥了 明里听着是一碗水端平 可是若细细去皮 那意思却差远了 如兰明兰两个小的还好 不过走个过场 她对华姐的那番话 听着眼里 却实实在在是好话 在叫她为人做事里 可是她说墨儿的呢 真正的是句句诸心 只怕没点名了 说墨儿自私自利 不顾姐妹 什么个人有个人的缘法 她那意思就是说 我家墨姐是树出的 别痴心妄想 要喷滑姐般的好轻视罢了 小姐的意思是 这都是老太太的布置 不中也不远了 孔嬷嬷把老太太 想说的不便说的 想做的不好做的 一股脑都了了 记不得罪儿子媳妇 又能全了心愿 真是一举两得 瞧着吧 这事可没完呢 果真如此 那我可怎么办呢 父亲会不会验赠了我 傻孩子 怕什么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咱们只要抓住了你父亲 便一切都不怕了 太太便是想不透这一点 微蕊萱 王氏搂着如兰已经睡下了 华兰却还在抄写女责 王氏心疼女儿 你那五十遍 不是早抄完了吗 怎么还不歇息 老爷送来的药膏子 还没化开呢 华兰直起脖子 昂然道 我是家政最大的 若说犯过错 也是我的错最大 妹妹们发抄五十遍 我自然要多发些才是 王氏对这个大女儿 素来是七分疼爱 三分骄傲 道 我的华儿长大了 竟知道这番道理了 凌日孔嬷嬷瞧了你的心意 自然会喜欢的 一说起孔嬷嬷 华兰陡然精神一阵 娘 我今日才算真正巧见了 什么叫厉害不露声色的手段 您看孔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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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 慢慢地 将我们给制服了 他可真是厉害 一句话也没说 便早早准备好下跪的铺团 搭收板子的戒指 就连打完后 副收长的冰帕子也预备下来了 称得上是 算无一策 从明日起 我要加倍与孔嬷嬷学东西 多长长见识才好 华兰说得眉飞色舞 呼得转眼瞥了母亲一眼 叹气道 母亲 你要是有孔嬷嬷一半的本事 就轮不到那个姓琳的张狂了 你这张嘴啊 你该管管了 就怕你去了婆家也这般 华兰娇娇的一笑 都是母亲的肘 王氏更是忧心 我最怕的就是你这副脾气 天不怕地不怕的 说好了是爽力明快 说坏了是尖酸刻薄 我当初嫁与你父亲 算是低价 可如今你却是高价 你当哪家婆婆 都如你祖母这般好说话 不管事啊 房里塞人 偏腾个别媳妇 苛扣银钱 淋淋踪踪踪 到时候 有你受的 华兰骄傲地扬起头 我才不怕 将来呀 无论无理无外 谁也别想插进手来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阑珊梦演播 第二十集 寺内是大闹后 从太太小姐 到府内押换婆子 对孔嬷嬷的培训班 加倍尊重起来 谁也不敢再有 丝毫轻慢之心 尤其是墨兰 几乎是夹着尾巴做人 经过孔嬷嬷的虔诚教育 圣红暂时理智战胜情感 连着半个月 睡在王室房里 让林姨娘母女俩 清醒清醒头脑 王室日日春色满面 高兴地险些放鞭炮 要说这次 圣红是下了决心 至少要做个样子 给孔嬷嬷看 十分有毅力地拒绝了 林姨娘的任何求见 林姨娘一看情形不对 终于祭出绝招 让儿子长风 趁圣红考教学问时 递上一幅清柔的清卷 上面用艳丽的朱砂 写了一首哀怨的情诗 什么 朝朝思君 心欲碎 暮暮提血 泪如雨之类的 圣红读了之后 顿时柔情万千 某天半夜 终于按捺不住 去见了林姨娘 王室知道后大怒 就怕小妾有文化 不过这次之后 圣红也意识到 不能对林姨娘太过纵容 而林姨娘也很乖绝地 收敛了不少风头 莫兰也同样老实起来 在这样良好的学习氛围下 孔嬷嬷又细细指点了半个多月 待到长柏 现实发榜之后 孔嬷嬷便告辞而去 圣红又给孔嬷嬷了许多香笼 作为树修 孔嬷嬷留下一半 剩下都退了回去 半劫入土的人了 带着许多东西 还以为我是来打劫的呢 最后几日 王室婉转表示 希望孔嬷嬷给京中的 顾交写信 替家中女儿多多美言几句 算是给华兰以后的日子 营造个条件 不料孔嬷嬷笑着推辞 这大姐又不是去做客的 她在京城是要久住的 天长日久的 什么名声都得自己造出来 我若把大姐跨到天上去了 回头那钟情伯父指望太高 反倒不妙 这句话翻译成火星语就是 期望值不要太高 太高了容易失望 低一点 反而更容易让华兰出彩 也不知王室懂了没有 只是难掩失望之色 于是孔嬷嬷又加了句 大姐便是一面火招牌 待她生儿育女立入了脚跟 我若还能蹦她 便可替鱼下的几个脚 喊两嗓子 王室想到了儒兰 满面笑容的道谢 孔嬷嬷走后 几个女孩再度过回 各自修行的日子 圣老太太就又把明兰 捉回去识字念书 并且又多加了一门新功课 女功 启蒙老师由房妈妈赞带 房妈妈当年是陪嫁过来的 一等大丫鬟 号称侯府女功第一把手 举凡纺织缝绫绣绣 鞋帽边节 拼布林林总总 无一不惊 虽如今人老眼花 做不得精细的活迹 但娇娇明兰这样的菜鸟 绰绰有余 根据圣老太太和林姨娘 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房妈妈借明兰学字读书 一点就通 很担心明兰也只爱诗文 不喜真凿 谁知明兰一开始就十分配合 拿出比读书认字 更热忱的态度来学习 房妈妈又惊又喜 立刻拿出全副本事 来训练明兰 于是明兰上午跟着圣老太太读书 下午跟着房妈妈学女工 老太太在一旁乐呵呵的看着 先让明兰在小布头上练习针法 先缝线条 直的要笔直 圆的要滚圆 针脚要细密像缝纫机踏出来的 间隔要均匀的完全一致 这是基本功 光是练习这个就足足废去了明兰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后 房妈妈挑了个光头好的下午给明兰考试 勉强给了及格 房妈妈有些奇怪 劲儿这般用心学 怎么学女工就不如你读书十字来得快又好呢 做了毕得和白手起家的自然不一样 你这般喜欢女工吗 比读书都认真买力 硬式教育有个很大的特点 例如学奥数钢琴或绘画是为了加分 好好读书是为了考某某大学 考某某大学是为了找好工作赚大钱 这说好听了是目标明确行动直接 说难听了是功力性强 作为打那过来的明兰在学完签字文后 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深归女子 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样样皆经 到底有什么用 她又不能拿读书当饭吃 因为她考不了科举 还是在贵族子弟中拨个才女的名声 作为嫡女的圣老太太当然会说 陶冶姓秦 疑心扬品 华盖满京都 乃家族之光 可是明兰不是嫡女啊 而且圣家也不是侯府 她根本进不去那种顶级的贵族社交圈 而林姨娘大约会说 在我成功的道路上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可是明兰也不想当小老婆呀 直到有一次 房妈妈随口说 一件如意斋的中等绣品 可以卖二三两银子之后 明兰忽然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努力方向 不论是读书太好 或是理财太精 都可能会被这个社会诟病 只有女工 保险又安全 既可以获得好名声 将来有个万一 也算有一计傍身 明兰把自己的想法稍稍润色后 如此回答祖母 女工时代 可以给祖母做暖帽 给父亲做鞋子 给母亲和姐姐修香囊 还可以给哥哥们缝帕子 圣老太太感动得眼眶都热了 把明兰搂在怀里揉了半天 好孩子 难为你了 明兰一头雾水 圣老太太的理解是 读书 不过得意在自身 女工却是会及家人 孙女小小年纪 就知道关心家人了 为了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圣老太太描了几朵简单的梅花 给明兰绣着玩 明兰很卖力地绣啊绣 刚绣完一朵半 已经春梅落尽 桃花出战了 房妈妈叹了口气 索性把那花样子添上几笔 让明兰绣成桃花算了 梅花和桃花不一样呀 怎么换得过去呢 没事 你绣出来的差别不大 待到四月 桃花灿灿时 京城钟情伯府来信说 袁文绍将于月底出发迎亲 数着日子 不几日便可到登州 这边 圣红的大堂兄 圣伟也到了 本来华兰的婚礼 应该有舅舅在场 可是那王眼如今也是官身 并不能随便离任 只有圣伟是料理生意的 反倒可以自由行动 他这次带着次子长吴 一起来贺寿 回头还要陪长柏 为华兰送亲到京城 圣伟随圣红来寿安堂拜见之时 明兰正坐在炕鸡旁 背诵爱莲说 水路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烦 徐独爱莲之初于你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腰 中通外直 不漫不知 相远亦清 平平静止 同音质制 朗朗背诵 小小的女孩摇头晃脑 憨态可居 圣老太太端坐在炕上 侧手笑盈盈地听着 满眼都是温暖的欢喜 圣伟心里一动 又见圣老太太精神愉悦 面色红润 竟比两年前见识 还显旺盛几分 便侧眼看了看明兰 只见她一双点漆般的黑铜 明亮清晨 一见自己到来 立刻从炕上爬下来 乖乖地在一旁站好 见她如此直理懂事 圣伟很是喜欢 心里更加明了 给圣老太太见过礼后 圣伟笑盈盈地 把明兰揽过来道 来来来 你是六丫头吧 你几个姐姐我都见过 只有你 回回来你家你都病着 如今可好了 她长了一张国字方脸 颇有风霜之色 明明只比圣红大了几岁 看着却像大了十岁似的 但神情却十分和蔼 明兰捧着一对胖胖的小肉拳头 规矩地上来行礼 四模四样地问好 侄女一概都好了 谢大伯伯关怀 大伯伯好 大伯伯远道而来 真是辛苦了 脆脆的智音 说话却偏一副小大人的正经样 屋里几个大人都乐了 圣伟尤其大笑 搂着小明兰不住抖动 明兰被笑得小脸憋红 心里愤懑道 她明明都照规矩来的好不好 笑什么笑 严肃点 圣伟在怀里摸了摸 掏出一团红丑子包的东西 递给明兰道 这个是你唐伯祖母给你的 你几个姐姐都有 就差你一份了 明兰抬眼看了看父亲和祖母 见他们轻轻点了头 方才收下 打开红筹一看 眼前一片金光灿烂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赤金如意所 忙拿给圣老太太看 老太太笑着 把金锁上的细链子挂到明兰脖子上 明兰立刻觉得脖子一沉 足有好几两重 连忙扭着小胖身子 乖乖向圣围鞠躬 一边鞠一边道 谢谢唐伯祖母 谢谢大伯伯 这时翠萍端着个 雕汇着荷叶莲藕的红漆小茶盘进来 见明兰过来 便习惯地把茶盘往明兰面前一端 明兰伸手接过其中一个茶碗 颠颠地走过来 圣红原以为照习惯明兰会把茶碗端到自己面前 谁知明兰的小短腿走到一半 居然转了个弯 低头捧着茶碗 竟直把茶缝给了圣围 第二碗才端给了自己 接下来 又见明兰垫着脚 把炕机上那盘新鲜的山东大枣拿下来 殷勤地端到圣围的茶几上 圣红暗暗好笑 忍不住笑骂道 这溜丫头啊 不过说了见礼 便这般又捧茶又伤枣子的 忙了你亲爹吗 明兰神色扭捏 小脸通红 情下忙碌转动的肥松鼠般的小身子 尴尬的小手小脚甚是无措 不好意思地善善道 这个没有 大概是拿人手短吧 圣老太太并圣围圣红两兄弟 顿时哄堂大笑 圣围一把拉过明兰在怀里抱了抱 见他小脸稚嫩怯生生的 着实可爱的颈 于是又从身上摸出个精致的颈囊带子 放到明兰手里 戏谑道 大伯伯吃人嘴短 这是新打的九十九条小鱼 也都给你了 我说小明 你们家的吃食这也太贵了些吧 圣老太太几乎笑出眼泪 一边笑一边指着骂 你们几个没大没小的猴 周围的丫头婆子也偷偷捂嘴 明兰连忙从那水果盘子里 挑出十几个果肉肥厚的大枣子 给圣红送去 讨好的傻笑道 父亲吃 父亲吃 这颗枣子泡 圣红笑着拉过明兰 摸了摸小女儿柔软的头发 然后打开明兰手中的颈囊绣带 粘出一个金灿玲珑的小鱼状金刻子 放在明兰胖胖的小手掌中 明兰突然拿了这么多金子 她着实有些不好意思 小脸红红的又给圣红鞠躬做衣 这时王室来了 带着出华栏外的几个孩子 明兰小小的输了口气 连忙去给王室行礼 王室与圣老太太和圣红见过礼 又让儿女们行礼 瞧见明兰胸前弱大一块金灿灿的金锁 如兰小嘴绝了绝 墨兰低眉顺眼 没什么表情 经过孔嬷嬷的教育 他们俩已经老实许多了 圣纬与侄女寒暄了几句 如兰娇惊 墨兰斯文 都不大言语 圣红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倒是王室满面笑容道 哎呀 嫂子太客气了 让大伯卫华兰跑这么老远 已亏已不去了 还带着许多东西来 说着转头道 还有你们的 哥的物件啊 在老爷书房 姐的呢 都在薇蕊轩那边 待会儿去取吧 孩子们立刻给圣维道谢 大家又说了几句 如兰便兴兴头的要去看礼物 圣老太太笑着让孙女们先过去 三个女孩离开后 屋内的气氛立刻静了下来 圣维正色对着站在对面的长柏说 我就听得百哥已经过了俯视 体妹真是好福气啊 圣长柏拱手道 大伯伯妙子 小知无知 尚得多加读书 王室心中骄傲 回道 还差这最后一道院室 才算个秀才呢 大伯先别忙着夸他 都说五哥也在读书 回头 他们哥俩好一同复考 圣维笑着摇头道 嗯 这可不成 当初我读书就不如二弟 你那大侄子随我 只是看本精神 见了这些什么知乎者也啊 也就犯晕了 你这二侄子 虽能读两本书 却比百哥差远了 我瞧着他 还是喜欢五强弄棒些 这次送大侄女去京城完婚后 我打算让吴哥 去拜见下鲁奎鲁总交道 试试看走五路子 这感情好 那鲁刚子的五亿人品 都是一等的 当初他靠五举职 常有我一同持久 这些年也没断了来往 回头啊 我给他写封信 让五哥带上 也好多照应些啊 哎呀 那可多谢二弟了 乌二 还不快给你叔叔磕头谢过 身旁视力的长吴 看着和长摆差不多大 但身骨结实 方口阔面 开朗精神 高高兴兴的给圣红磕了头 圣红忙扶起道 诶 大哥又说这两家话 五哥将来有了出息啊 也是我们的福气 有自家兄弟在官场上 互相照应着 咱们家族才能行胜不识 圣维又转头去看长风 笑道 瞧瞧瞧瞧 你这五堂兄是不中用了 回头只能做个五夫 看来啊 还是得你们亲兄弟俩 一同赶考了 哎 我闻得风哥诗文极好 小小年纪便颇有才鸣 将来定能考个状元回来 长风一直含笑站在一旁 此时才拱手道 小只有愧 只希望将来能有大哥一半 诗文变知足了 前朝张太玉 九岁为同生 小只不才 打算明年去试试手 虽说诗文要紧 但科举考试 并不全考诗文 你也当多花些力气 在文章上 便是你祖父当年 诗文倜傥盖姓林 也是先学好了文章的 回头 你也随你大哥哥 一同读书吧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蓝山梦演播 第二十一集 又说了惠字话 圣老太太让三个哥儿自取完 大人们再聊会儿天 等他们出去了 圣维才恭敬地对圣老太太道 本来这次您侄儿媳妇也是要过来的 偏被家事绊住了 疼不开手脚 我替她给二婶子磕头道喜了 这大老远的来什么来 侄媳妇管着偌大一家子 如何出得来 我们两房用不着这些虚的 你母亲身子如何了 可还贱了啊 家里到一切都好 就是我娘她最近越发烂了 身子骨大不如前 她时常叨念着二婶子您 我想着 等婶子什么时候得了空 来我家住一阵子 就是怕累着沈子您了 事与我娘不许我提 累什么累 我与你娘轴厉一场 也甚是相得 弟妹去瞧老嫂子 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对老嫂子极是敬佩 她一个弱女子 熬了这许多年 也算熬出了头 却可怜 累出了一身的病痛 当初都亏了 婶子给我们母子撑腰 侄儿一家方有今日 说起来真是 盛老太太连连摆手 制止她继续 不提了 不提了 盛红竟气氛沉重 想找个轻松的话题 看了看王室 王室收到信号 立刻明白 于是她笑道 好久没回金陵 不知道松哥媳妇怎么样了 上回来信说 她有了身子 胜围神色 欲加暗淡 可惜了 茬儿呼得小月了 一阵压抢 一阵压抑 气氛更加沉重 盛红不满地瞪了王室一眼 王室很冤枉 他又不知道 好吧 搞活气氛 高活气氛也是需要天分的 王室显然还需修炼 盛红不满完王室 决定亲自出马 笑道 不知上回说五哥那会人家如何 大可可打定好了 要是好 我这座叔叔的 可得开始准备贺礼了 盛红脸黑如锅底 不提也罢 那家闺女 跟马夫私奔了 屋内气氛更佳 当晚盛红要与盛红 把酒夜话 王室陪着盛老太太 聊了会儿天 晚饭前 崔妈妈领着明兰回来了 丹菊和小桃 怀抱着两大包礼物 后面还有两个粗屎婆子 合抬着一个箱子 盛老太太 把明兰拉到身边 当小楠楠般的 摇了半天 笑道 嘿哟 这回我们明兰 可是发财喽 告诉祖母 大伯伯都送来些什么呀 明兰刚才压根没看清 扳着小手指 回忆起来 有金子 段子 珠子 镯子 镯子 钗子 三次也有的 还有 还有 还有了半天 终是背不出来了 圣老太太听得两眼直翻白 伸出手指 用力点了点明兰的小脑门 板着脸殉道 还有 还有你这个小呆子 明兰红着小脸 众人意其大乐 老太太 老太太便叫翠平指挥婆子 打开包袱和香笼来看 新出的胡段各色四匹 鼠颈各色三匹 光泽花色都极光鲜的 灰州的文房四宝两套 赤金蝉丝 马脑镯子一对 银叶丝缠绕翠玉镯子一对 珠拆金簪各两对 红艳滚圆的珊瑚珠子 和各色琉璃米珠各一盒 各色石心花样戒指五个 剩下林林总总 还有些女孩的小玩意儿 这里有些重了 大伯说了 这好几年没见了 索性都补上 王氏说完这话 转头拉过明兰又道 你这傻孩子 都说你记字快 这么些东西就记不住了 怪不得老太太 说你是个小呆子 明兰不好意思地 呵呵傻笑一阵 她比较擅长 记数字和案例来着 圣老太太听了王氏的话 眼光似嘲讽得闪了闪 什么也没说 接着王氏 对着圣老太太笑着说 咱们明儿啊 是厚道孩子 当初住媳妇那儿的时候 给什么穿什么 喂什么吃什么 从不挑三拣四的 更不红颜姐妹的东西 如而和她住一块时啊 吃的玩的摆的到处都是 明儿连碰都没碰一下 怪到老太太疼你 到底有气待 圣老太太轻轻轻轻看了王氏一眼 不动声色道 华丫头出阁后 太太要多费些心 得好好教养剩下的三个 姑娘家不好眼皮则太浅了 没得见 ex vo 王氏 黑 simple 王氏 谁知 圣老太太 又说了句 看似完全 无关 MILL丫头 哪儿 是显摆,是我要分给姐姐们的。 王氏的表情立刻有些难看,圣老太太不可捉摸地笑了笑。 你姐姐们要了吗? 明兰摇头,嘟着嘴道。 咱们板子一起啊,金园自然也要一块儿分的。 我叫小桃连内感象牙小创都一块儿带去了。 可是大姐姐死活不要,说是大伯伯给我一块儿的,他们以前见大伯伯师都有过的。 大丫头果然是懂事了,这回侄子也给她添了不少妆,咱们得知足。 听了这话,王氏这才舒了口气,明兰暗叹。 唉,这帮内宅女人话里话外都蛮是钩子,一不小心就被绕上了。 过了一会儿,圣老太太传饭,王氏通常回屋与女儿们一起用饭,便带着丫鬟婆子告辞离去了。 一离开寿安堂的院子,立刻加快脚步,匆匆往微蕊轩去了。 还没等丫鬟打开正方的帘子,王氏就听见里面传来华蓝训斥如蓝的声音。 你眼皮子怎么这么浅? 瞧见弥蓝那么几个金刻子,就想分一半了? 你苏日里没见过金字不成? 华蓝的声音,王氏听得眼皮一跳。 大伯伯是昏头了,我和你才是太太生的,什么小富生的树出丫头,她也当真,凭什么给她那么多金刻子? 都应该给我们才是。 王氏听得清金爆起,让彩环彩佩留在门口看着,自己一步冲进内屋,指着如蓝大声喝道。 死丫头还不给我住嘴,浑说什么? 上回孔萌吗?正该多大那几碗子才是。 华蓝如蓝姐妹俩正坐在一队海棠锦绣墩上,见到王氏进来都赶紧站起扶了扶。 王氏一把扯住如蓝,沉声道。 以后不许说什么小富庶出的,你忘了你父亲吗? 如蓝陡然心头一紧。 对了,圣红也是述出的,虽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但游字不服气。 当初我与大姐姐的金锁是大老太太送来的,根本没有林姨娘的份。 四姐姐那个金锁还是后来大伯伯大伯母补来的。 不是母亲说的吗?大老太太最最痛恨小妾姨娘的。 就算大伯伯瞧在父亲的面上抬举鸣栏,意思下赏些小玩意儿也尽够了。 做什么左一个金锁,右一袋金鱼的,没得灌出那小丫头的德性来。 我瞧她那金锁,比我还精致些。 王氏头痛不已,一下坐在软榻上,滑蓝健壮过来用力拧了一把如蓝的胳膊,低声道。 你知道什么?那大老太太与我们老太太最要好。 当初大老太太不带见四妹妹,为的是祖母。 今日抬举六妹妹,为的也是祖母。 妖怪,你就怪当初不肯将老太太养吧。 王氏爱惜地看了眼长女,转头对如蓝呛声道。 你大姐姐说得对,我方才打听了。 原本你大伯伯只给了六丫头金锁了,是六丫头招人喜欢端茶问安的孝敬得体。 你大伯伯这才又拿出了一袋子金鱼。 可你呢?你也不想想,你大伯伯哪回来不是给你们姐妹送这送那的? 华儿还好,可你每次瞧见了你大伯伯,只在那儿冲大小姐派头。 嘴皮子也懒,人也不阴浅,一副娇气的鬼模样,是个人瞧见得不喜欢。 如蓝从来没有被王氏这般数落过,小脸仗红,怒道。 谁要大伯伯喜欢? 不是母亲说的吗? 要没有老太太,大老太太早就被大老太爷修了。 要是没有父亲,大伯伯哪来的弱大家业? 大伯伯一家受了我们家这么大的恩惠,拿他们多少东西都是不过的。 我干嘛要讨好大伯伯,他给我东西是应该的。 只听刷的一声,华蓝一下站起来,立声呵斥道。 你胡扯什么?还不快闭嘴。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我立刻死了你的嘴。 老太,见姐姐脸色严厉,眼中冒火,如蓝耿着脖子闭上嘴。 华蓝转身对着王氏责备道。 母亲真是的,明知道妹妹心思莽撞,这种话也敢对她说。 她要是哪天昏了头出去湖州,祖母和父亲还扒不了您的皮吗? 到时候,那心灵的就该更加得意了。 王氏顿时头大如抖,扶着额头倚在软榻上,一脸中风撞。 华蓝坐到如蓝身边,难得地耐心教导妹妹。 诚然父亲和祖母是帮了大伯伯很多忙,可如今养在老太太身边的是明蓝。 况且,父亲的女儿也不止你我两个。 再过不久,我便要出门子了,到那个时候再不能提点妹妹。 熟儿以后浴室,得自己多想象了。 如蓝嘴唇动了动,一副降头倔恼的样子,华蓝努力更耐心些。 你我义母同胞,总是往事吵过嘴,难不成姐姐还会害你吗? 如蓝嘴唇,以后你莫要动不动,就与莫蓝争吵。 那个死丫头,惯会欣欣作态,心思又技巧,你不免会吃亏的。 大不了,你不与她玩便是。 以后若是闷了,去找六妹妹吧。 我瞧着她倒是不坏,虽说比你小,可行事为人,比你妥当多了。 这才多少日子,老太太已经把她当成心肝瘦般的带着,什么好东西都紧着她。 你瞧,今日父亲多疼她呀。 如蓝低着头,不以为然地撅了撅嘴,嘀咕道。 他们如何与我相比,他们都是庶出的,自得讨好卖乖,才有一席之地,我可是太太生的。 华蓝用力地顿了一顿。 没错,我们是太太生的,可也得拿出敌女的气派来,不要林亮,反不如树出的出条。 五月初三,风和日丽,天温气暖,一嫁娶。 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一路而来,胜府内也到处扎花点红,装点的一派喜气洋洋。 明兰一大早就被崔妈妈拉起来打扮,头上挽着两个圆圆的蝴蝶揪,挽着一对红珊瑚珠香的金丝缠织发环。 上身穿大红色,露金丝纽,折织玉蓝颈缎胶领长身袄。 从膝盖起露出一节月白云纹,灵断皱裙。 望镜子里一照,再鼓着小胖脸颊一笑,嘴角一颗小小的梨窝,活脱脱一个喜庆的年华娃娃。 去威蕊宣时,明兰见墨兰和如兰也是一般通红喜庆的穿着打扮,胸前都用细细的金链子挂着圣维颂的樱落盘丝金锁,然后他们按次序跟华兰道别。 祝大姐姐鸳鸯福禄,丝罗春秋,花好月圆,并地荣华。 大姐姐喜结良缘,望大姐姐和姐夫,琴瑟和鸣,白头偕老,子孙兴旺,知凡夜貌。 京城天气干,大姐姐平时多喝水,对皮肤好。 唉,实在想不出来了,他们就不能给我留几句唱语说什么。 华兰看着明兰眨眨眼睛,好容易酝酿出来的一些泪意又没了。 王氏又交代了几句之后,旁边走出个明兰没见过的嬷嬷,身穿一件暗紫色团花笔甲。 华兰不慎明白地去看母亲,王氏眼神有些躲闪,支支呜呜道。 请这位嬷嬷给我们姐儿说说夫妻之礼吧。 说完便带着一众人等离开威蕊萱。 明兰立刻明白了,心里轻轻亲了一声,不就是某教育吗? 想当年姚依依的一个表哥被单位发配去非洲开拓业务时,走得匆忙忘记带精神食粮了, 足足十个记的某篇,让小表妹给记过去,本着艳过拔毛的习惯和一丝不苟的法律从业人员精神, 姚依依很认真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正应了那句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赢。 没准她讲得比那嬷嬷还深刻明白呢。 不过看墨兰如兰都是一脸无知的样子, 明兰不好显得太有智慧,只得装傻。 此时外头已然来了不少夫人太太,王氏便要去带课,顺便把三个女孩一起带去见见人。 他们三个被妈妈领着,在女客面前转了一圈, 大红袄子映着雪白娇嫩的小脸,如同花朵般鲜艳, 映得众人巨势嘖嘖赞叹,这个伸手摸一把,那个扯着细细看问。 圣红到灯州上任不过一年,圣府与当地的官宦净身相交尚浅。 众女客依稀知道这三个姑娘中只有一个是嫡出的, 但是偏她们三个都是一般打扮, 王氏又不好在这繁忙当口当众指明了说, 于是一干夫人太太只好各凭兴趣手感了, 喜欢清秀文雅的都去看墨兰, 喜欢端庄娇精的便去扯如蓝。 众人见明蓝最小又生得欲绝可爱, 行指规矩大方, 偏身子右小圆矮, 手短脚短, 行动娇憾稚气, 很是让人喜欢, 反倒摸的人最多。 明蓝的小脸也不知被这群卖火柴的老女孩摸了几把, 不但不能喊非礼, 还得装出一副被摸很荣幸的样子。 不过当小孩也不全是坏处, 明蓝几个至少比新娘子早一步看见了传说中的大姐夫, 袁文绍。 新郎官今年二十岁, 属于晚婚族, 生得体贱茂端, 面白有须, 但估计昨天连夜刮掉了, 所以只在夹上显出一片浅青色, 一身大红喜福, 显得赫视堂形, 目光明亮, 举止稳重, 和三十多岁却斯文白净的岳父大人圣洪站在一起, 更像同辈人。 王氏拉着袁文绍的手, 上下打量了大约半炷箱, 直看的女婿脸皮发麻才放开手, 然后又说了半炷箱时间的多担待之类的嘱托。 礼过后, 袁文绍带着新娘子上了船, 由伯父圣伟和长帝圣长百送亲, 王氏在圣妇门口哭湿了三条帕子, 圣洪也有些眼酸。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紫小木、陈雨、蓝山梦演播 第二十二集 当天圣府内开了十几桌研席, 又在登州有名的红兵楼里 开了几十桌佳席, 足足热闹了半夜, 宾客们才离去。 古代夜生活, 没有小孩参与的份, 明兰早被妈妈带回寿安堂, 小胖手掩着小嘴不住的打哈欠, 丹菊和崔妈妈 把她安置妥当后, 圣老太太和小孙女 一同躺在床上, 有一搭没一搭 听小明兰说着婚礼外头的情况, 听着听着, 圣老太太呼得道, 明儿, 给祖母备手说婚嫁的事吧。 明兰最近正在学诗经, 想了想, 挑了手最简单的, 便朗声道, 桃之妖妖, 浊浊其华, 知子余归, 一其世家, 桃之妖妖, 有份其时, 知子余归, 一其世家, 桃之妖妖, 其夜真真, 知子余归, 一其佳人。 嗯, 明儿背得真好。 黑暗中, 圣老太太似乎轻轻叹了口气, 声音又一抹伤悲的意味, 似乎自言自语道, 明儿可知, 祖母年少时, 最喜欢的, 却是那首《百周》, 真是朝也备, 晚也备, 可现在想来, 还不如桃妖的实在, 女人这一辈子, 若真能如桃树般, 明艳地开着桃花, 顺当地结出累一累桃果, 才是真的福气。 明兰困极了, 根本没听清祖母在说什么, 依稀像是在说种桃子, 于是迷迷糊糊地回答道, 桃树好好的, 要是结不出桃子, 一定是那土地不好, 换个地方种种就是了, 重新培土, 施肥, 浇水, 总能成的, 除非桃树死了, 不然还得接着种呀。 圣老太太初初听了, 不禁愕然, 想想又有些玩耳, 再去看小孙女时, 发现小胖妞已经沉沉地睡去了, 小脸白嫩烟红, 嘟着小嘴, 还轻轻地打着呼, 老太太慈爱地看着小孙女的睡脸, 一下一下轻轻拍着她。 当夜, 王氏喝了一碗安神汤, 满怀着对女儿的担心, 浑浑沉沉地歇下了, 而喝得醉醺醺的圣洪, 则被林依娘早疏通好的人, 手扶去了林七阁, 那里她早备好了节酒酸汤和热水毛巾, 歇下后两人一阵云雨, 林依娘见圣洪心情很不错, 根据她的经验, 这会儿圣洪特别好说话, 于是准备好的说辞就要上演。 昏暗灯光下, 林依娘脸带娇羞, 万分柔情, 婉约道, 洪郎, 今日妾身也十分高兴, 一为了大姐儿结门了好情, 二是为了我们莫儿, 今日不少夫人太太都夸说, 莫儿得体大方, 招人喜欢啊, 只是, 唉, 悠悠叹气, 拖出一长串的忧伤, 圣洪困倦, 很想睡了, 既然高兴, 又做什么叹气啊, 切身想着, 将来莫儿, 是不是也有大姐这般福气, 虽说如今府里, 几位姑娘都是一样的, 可就怕将来说青石, 人家嫌她不是太太痒的, 圣洪想起自己当初去王家求卿时的艰难, 也叹气道, 唉, 敌树终究有别, 不过有我在, 自不会委屈了莫儿, 红狼带我们娘三如何, 气身最是清楚, 但关怀王后人家的女客间来往, 红狼如何插手, 许得太太带着姑娘们出去见世面才成, 这样, 莫儿也不至于, 将我这个卑微的生母拖累了, 埋没在内府, 不得人知道, 有理, 回头我找太太说, 以后和女客们往来, 不可只带如兰一个, 得把莫儿和明儿也带上, 若他们品性好, 有造化, 将来圣家, 也能多结两门好亲, 灵姨娘神色娇媚, 靠在圣红怀里, 交呼道, 真真我的好红狼, 一转眼, 忽悠难过起来, 眉目倾簇, 听说, 外头瞧热闹的丫鬟说, 花姐儿, 足有一百二十台嫁妆, 还有田地庄子, 和许多陪方人口, 真好气派呀, 不知莫儿, 圣红本有些迷糊, 但毕竟被孔嬷嬷洗过两回脑, 对灵姨娘的要求有些警惕, 想了想, 方道, 若不论婆家, 几个女儿我自是一样带着, 不过大丫头是太太拿自己的陪嫁添装的, 细算起来, 莫儿未必有大小姐这般的嫁妆啊, 红狼好脾气, 太太计嫁过来了, 她的陪嫁自然也是圣家的, 几个哥儿姐儿都叫太太一声母亲, 她怎么也不能太偏了呀, 圣红心头一凉, 脑子开始清醒过来, 慢悠悠地道, 偏不偏地另说, 只那没出息的男人, 才整日着惦记女人的嫁妆, 我那莲金, 当初也是三代官患的名门出身, 就是用了王家的嫁妆, 如今在大姨姐面前都不好说话, 当初我求亲时便下了决定, 太太的嫁妆, 我是一个子儿也不会动的, 统统留给长白好了, 反正也是圣家的子孙, 凌姨娘急了, 一咕噜从被窝里坐起来, 那凤哥和莫儿呢, 难不成红狼不管他们了, 难不成为了我这个姨娘, 还得累他们将来受苦, 凌姨娘说着又是泪水盈盈, 圣红心里记着孔嬷嬷知的招数, 慢悠悠地道, 你没有丰厚的陪价, 难不成是我的过错, 凌姨娘噎住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圣红, 没想到她会如此说话, 圣红暗叹孔嬷料事如神, 有一次闲谈时, 孔嬷嬷一语道破, 她与凌姨娘相处时的一个周期模式, 每次都是凌姨娘先哭诉自己的卑微可怜, 然后她就心疼哄她, 然后凌姨娘欲加可怜惶恐自己的将来, 哭哭啼啼个没完, 然后她就心软地许她这个那个, 孔嬷嬷当时便冷笑道, 若是凌姨娘有太太那般的家室和嫁妆, 她会否与盛会作小? 圣红虽然相信自己与凌姨娘是有真感情的, 但自知之明倒也没丢, 不至于那般异想天开, 于是孔嬷嬷便教了圣红刚才那句话, 用来给凌姨娘种种愉悦的要求, 坐个急刹车, 甚至连后面几句话都准备好了, 圣红披披上中医坐起, 声音冷下来, 当初我就是怕你们母子受欺负, 才硬是从祖产中拨出一块给你们傍身, 这本已不合规矩, 但为了你和风哥, 墨姐儿, 我还是做了, 你比一般妾是体面许多, 难道还不知足? 你若想与正房太太比肩, 当初就不该与我作妻, 灵姨娘听得几乎憋过气去, 颤抖着身子道, 后浪为何如此, 我与你是一片真情, 便是外头别家的正房太太我也不做, 愿意与你作响, 子,子, 圣红心中有些抑郁, 直言孔嬷嬷是女诸葛, 连灵姨娘下一句说什么都猜中了, 于是她便跟着剑招拆招道, 你既与我一片真情, 且甘愿作小, 又为何时时抱怨, 还常与我要着要那的, 难道一片真心便是如此? 说着说着, 连圣红自己都有些腻歪, 好像也觉得, 灵姨娘和自己没那么一片真情了, 灵姨娘被说得哑口无言, 好像迎头被打了个闷棍, 抽气了会儿, 组织好语言才委屈地哽咽道, 说是为了我自己, 我半句也不会提的, 可, 可是, 我得为这孩子们呀, 我知道自己卑微, 可风格墨井, 可是老爷的亲骨肉呀, 我, 我实在担心, 墨儿将来若是高攀了亲事, 为了圣家脸面, 我自会破例天之, 不过若是亲家平常, 难不成我还让墨儿的嫁妆和嫁入伯爵府的华儿被捡, 还有儒儿, 他们也是我的亲骨肉, 至于风格, 男子汉大丈夫存于世间, 本当自立, 读书考举出世, 将来自己自立门户, 难不成一味地靠祖盟, 当日我大伯父几乎将家产折腾光了, 大哥如今的家业, 大多是自己挣来的, 我虽不才, 但有今日, 也不是全依仗着老太爷的, 林姨娘抹着眼睛, 心中暗恨, 自孔嬷嬷来后, 圣红已大不如以前宠爱她, 顺着她, 她一直趋意成欢, 柔顺服侍着, 今天她本想趁着圣红高兴, 说服她再多置些产业在自己名下, 将来自己一双儿女也好不落于人后, 可不料圣红似早有准备, 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滴水不尽, 她不由地心中暗暗发慌, 圣红看林姨娘神色惶恐, 形状楚楚可怜, 自觉放缓了语气, 我如何不疼爱凤哥和墨姐啊, 可终究掌幼敌数放在那里, 我若是乱了规矩, 不但惹人笑话, 心血还闹出家伙来, 圣红忽忽悠觉得自己太软了, 想起孔嬷嬷最后几句话, 立刻当场用上, 她急言立色道, 你也要管好自己, 就是你, 整日做这般的想头, 才闹得墨姐和姐妹们出头争风, 若是将来风格也如此不替, 我立刻发落了你, 说着, 立刻披衣起身下床, 自己整理形容, 不管林姨娘在后头如何呼喊, 静止往门外走, 只最后说了一句, 好好教养儿女, 将来自有你的好日子, 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 其他的, 你也莫在惦记了, 林姨娘惊怒交加, 她受宠惯了, 一时拉不下脸面去求圣红, 只咬碎一口银牙, 圣红一边朝外走, 一边叹气, 孔嬷嬷常年混进内宅, 对这些家族的底细最是清楚, 她说过的那几家, 败落被夺绝的公侯伯府她都知道, 甚至有些还认识, 家伙往往都有子孙不孝起, 子孙不孝又由家教混账而起, 真是落驾的凤凰不如鸡, 那些落魄家族举家十周的潦倒, 她在京城看得触目惊心, 她也亲眼见过大伯父如何宠妾灭妻, 弱大家产几乎穷尽, 若不是由自己嫡母的撑腰和盛围的自己打拼, 那一房早就败落潦倒了, 灵灵总总前前后后, 圣红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 外头冷风一吹, 圣红定了定神, 又觉得自己太多虑了, 毕竟如今长柏和长风都勤勉好学, 如何与那些斗鸡走狗玩鸟赏花的顽裤们去比。 当初圣红由王妇的故交世书领着一一拜访任人时, 好生羡慕那些世代赞英的清贵世家, 那种家族端得是门风严谨, 子孙出息数代不衰, 就是有爵位的人家也不敢轻视了去, 也不知将来圣家有没有这般福气了。 唉, 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官老爷, 宠你吗? 华兰出嫁时, 王氏不止给了大笔嫁妆, 还把府里勤快老师的丫鬟婆子挑了不少一起陪送了过去。 老太太原就想整顿府内, 索性趁着机会重新安排使唤人手。 本来王氏很抵触这次人员调动, 但是一听说要删减灵妻阁的人手, 立刻就举双手赞成了。 按照封建等级理论, 姨娘的丫鬟婆子应该比太太少, 以前是圣红偏心, 可如今圣红回头试案了, 于是灵妻阁就要裁剪编制, 灵妻娘不是没闹过, 说那些人手都是给长丰和墨兰使唤的, 于是王氏立刻反唇。 那伯格和儒姐又怎说? 解释公事如下, 王氏加长柏加儒兰, 等于灵妻娘加长丰加墨兰, 但是王氏应该大于灵妻娘, 那么就是说长柏加儒兰, 小鱼长丰加墨兰。 于是圣老太太很不悦道, 华天下之大鸡, 这如何使得? 灵妻娘眼看着多年布置的人手, 被裁去了不少, 心头恨得如火烧, 可却也不敢反抗。 在老太太面前, 她说不通道理, 在圣红面前, 她也感动不了她的真情, 在王氏面前, 她又比不过身份。 没了, 她只能闷在自己院里, 阴沉着一张脸, 砸掉了一整套茶具。 和灵妻娘一样遭遇人缘调换的, 还有六姑娘明兰, 面对天人这样的好事, 六姑娘很不上道, 她听见要夹人的第一反应是, 做什么要夹人? 催妈妈, 丹菊, 还有小桃, 三个服侍我一个, 会用人够了, 其他事情也有人做呀。 明兰这么想, 很正常, 她所来的地方正在闹经济危机, 全世界范围内裁员中, 属于把女人当男人使, 把男人当牲口使, 可以用两个的, 绝对不用两个半。 圣老太太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看了明兰足足一盏茶的功夫, 常叹一声, 到佛堂里去念了两遍清心咒, 克制自己不去捏死心爱的小孙女, 而房妈妈则很体贴地给六姑娘扫忙。 当年圣老太太在永逸侯府当大小姐的时候, 有自己独立的院子不说, 身边有管事妈妈三个, 一等丫鬟五个, 二等丫鬟八个, 三等丫鬟八个, 还有五六个跑腿使唤的小腰, 其针线将洗洒扫的使唤婆子若干, 若干大约等于十个。 明兰掰着指头数, 越数嘴巴张得越大。 那,那,那不是有三十多个人服侍祖母一个? 房妈妈抚了抚身上一件半星的栗子小树林对筋被子, 细棉夹筹的克斯六团花刺绣得十分精致, 大是骄傲道。 那是自然, 过世的老侯爷就这么一个闺女, 自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金尊玉贵, 老太太当时在整个京城的淑女里也是数得上的。 明兰想了想, 立刻问, 那现在泳衣侯府也是如此吗? 我曾听祖母说, 泳衣侯府这一辈有三个姐姐。 房妈妈的老脸有些撑不住, 支吾着道,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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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没有, 如今的泳衣侯和当初的有些不大一样了。 这六姑娘总是很能精确地抓住要点。 明兰展眉笑道, 妈妈不要皱眉, 祖母那时只有一个, 现在, 后府有三个姐姐, 自然不能一般排场了。 姑娘说的是, 正是这个礼。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晨雨, 阑珊梦演播。 第二十三集 房妈妈的老脸总算找了些回来, 笑出一脸暖暖的皱纹。 如今, 咱家老爷观聚六品, 视为知府, 自不能与侯府的排场一般, 没什么一二三等的。 不过, 府中姑娘也得有匹配得上身份的做派。 之前姑娘还小, 身边只有单局小桃两个也还罢了, 见姑娘一天天大了, 总不好, 还跟那小户人家一般寒散, 说出去, 倒叫外头笑话咱们家了。 再说, 四姑娘和五姑娘都是这样的, 当然, 也不可逾越了, 不然, 叫阎官, 参个, 奢靡, 屠废也是祸事。 房妈妈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 明兰点头如捣蒜。 第二天外头的管事婆子领着十来个小女孩来到寿安堂, 高矮胖瘦不一都立在堂中, 王室在一旁笑盈盈地坐着, 拉着明兰道, 你自己瞧着, 喜欢哪个就挑出来。 明兰转头去看, 和那些女孩的目光微微相处, 那些小女孩如同兔子般立刻缩回眼睛, 也有几个大胆地朝明兰讨好微笑。 明兰心里有些不适感, 好像小时候在路摊边挑东西似的, 仿佛这些小女孩并不是独立的人, 只不过是小鲸鱼小乌龟一般的小玩意儿。 女孩们的目光, 不论大胆还是色缩, 都露出渴望的神色。 经过房妈妈教育, 明兰知道对这些女孩而言, 一惊挑中, 立刻可进入内宅, 脱离做粗活穿布衣的仆役生活, 运气好的将来还能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明兰扪心自问, 安逸舒适的生活与人格的尊严自有, 哪种更重要? 明兰正在思考深刻的人生问题, 圣老太太瞄了她一眼, 房妈妈见了转而对王氏道, 六姑娘年纪小, 都没见过几个人, 如何挑? 还是老太太来吧? 圣老太太含首同意, 老太太显然是挑人的老手, 她细致地询问领人来的管事婆子, 哪些是外头买的, 哪些是家生子, 以前都在哪里做活, 老子娘在哪里, 有什么特长? 领来的女孩子已经剔除了 有爱观瞻的和不健康的, 最后圣老太太挑出了四个女孩, 这么少, 岂不委屈了六丫头? 老太太再多挑几个吧, 若是这几个不合心意, 咱们再买几个也使得。 明兰低着头想, 其实如蓝的丫鬟超鞭了吧。 圣老太太瞥了王氏一眼, 多大的脑袋, 带多大的帽子, 老爷历势不易, 省些银钱也好, 省些外头的言语也好, 咱们内宅的女人, 更得体贴男人。 王氏面色尴尬, 懦懦地应声, 心里决定, 回头把墨兰那边的丫鬟 也给一起体贴了。 那四个小丫鬟都在十岁上下, 两个比明兰小, 两个比明兰大, 方名分别是二鸭, 昭地, 小花和妞子。 圣老太太笑着让明兰 给他们重新起名, 这个明兰有经验, 小桃的名字就是她起的, 这四个干脆就叫 李子, 荔枝, 琵琶, 桂园好了, 一色的果蔬, 多整齐呀。 正要开口, 一旁的丹菊, 轻轻咳嗽了一声, 笑道, 四姑娘身边的两个姐姐, 名字叫做陆仲和云灾, 我听说是书上来的, 怪到又好听又闻起的呢。 站在丹菊旁边的小桃, 用目光表示对自己名字的抑郁, 圣老太太和房妈妈也似笑非笑地, 以表情调侃明兰, 害得她乱步爽一把的。 不就是唐诗吗? 谁不会啊? 大炯之余, 明兰立刻翻了本诗集出来, 三下两下找出一首, 高产好吧, 有李白厉害吗? 人是诗仙好不好? 明兰气势万千地站在当中, 指着那个小个子的女孩道, 你叫燕草, 指着那个细瘦的, 你叫毕丝, 指着那个温柔腼腆的, 你叫秦桑, 最后那个爽力大胆的, 你叫绿枝。 胆菊最是体贴, 立刻上前凑去。 姑娘起的好名字, 又好听又好看, 且他们四个是绿的, 我和小桃是红的, 谢谢姑娘了, 这般抬举咱们两个笨的。 说着, 还拉了小桃一起给明兰服了服, 明兰多少找回些自尊, 小桃也很高兴, 跟着一起捧场。 是啊, 我和丹菊姐姐可以吃, 他们不能吃呢。 明兰无语, 圣老太太顿时笑道在榻上, 乐呵呵地看着小孩们胡闹, 四个刚来的女孩也捂着嘴轻笑, 房妈妈微笑着坐在小屋子上, 心里适宜地想, 来了这六姑娘, 这寿安堂如今可真好。 圣老太太日渐开朗, 兴许是心里舒坦了, 身体也好多了, 圣红十分高兴, 直说当初要个孩子养是对了, 老太太都有力气管家务了。 圣府内的人缘变动差不多时, 长百送亲回来了, 因为圣伟和长吴还要留在京城办事, 所以长百自己先回家, 同传来的还有一位受骨灵巡的老先生, 庄儒。 圣红几年前就开始邀请庄先生来府里开课授徒, 前前后后礼物送去了好几车, 诚恳的书信写了一打有余, 奈何庄先生教学质量有口皆碑, 学生成才率高, 导致生意很好, 一直不得空。 几个月前, 庄先生过七十整寿, 席上乐过了头多喝两杯, 不幸染上风寒, 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大夫建议去气候湿润的地方调理调理, 江南太远, 灯舟正好。 庄先生摸摸自己没剩下多少精良的老骨头, 觉得还是老命要紧, 于是应了圣红的邀请, 随来京城的长摆一起回来, 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中气十足的师娘, 他们的女儿早年就远嫁尽忠, 儿子则在南边一个县当典礼还是主部也弄不清, 圣红特意辟出府内西侧的一个小园子, 连日整修好, 给庄先生老夫妇住。 老两口随行仆人不过三两, 资重香龙却有二三十个, 个个沉甸甸甸的, 明兰听过八卦小桃的汇报后, 感叹道, 看来古代家教业也很赚钱啊。 请庄先生, 圣红本来为的是两个大儿子的学业, 但经过孔嬷嬷的深刻教育后, 他觉得好的师资力量就不要浪费, 于是恭敬地和庄先生商量一番后, 又加了一笔述修, 把三个女孩和最小的洞哥也算上, 当作旁听生。 开学前一天, 圣红和王室把儿女们叫到跟前叮嘱, 先是长柏和长风, 圣红照例从京士记名讲起, 以光宗耀祖收尾, 中间点缀两句中军爱国之类的, 两个大男孩低头称是。 这是圣红的结束语, 训斥得极言吏色, 按照儒家学派的理论, 当父亲的不可以给儿子有好脸色看, 最少一天按三顿来打, 不过对于终将变成人家人的女儿们, 倒还可和气些。 圣红转向三个女儿时, 脸色好看多了。 虽说女孩子家无需学出满腹经轮来, 但为人处师, 明理是第一要紧的。 多懂些道理也是好的, 免得将来出去啊, 以副小家的气被人笑话。 我与庄先生说好了, 以后你们三个上午就去家属上学, 下午将八股文章和硬质章法时便不用去了。 圣红说这番话时, 王氏脸色有些绿, 他自己并不识字, 至于什么湿呀干的, 更是一窍不通, 新婚时还好, 但日子长了, 圣红不免有些郁闷, 他自诩风流儒雅, 所以当他对这月亮常叹, 越有殷勤圆缺时, 就算不指望妻子立刻对出人有悲欢离合来, 也希望他能明白丈夫是在感叹人事无常, 而不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说什么, 今天不是十五月亮当然不圆了。 时间久了, 王氏自然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煞风景, 于是后来他就积极主张女儿读书, 华兰还好, 可是如兰十足像他的性子, 别的倒还机灵, 偏执痛恨书本, 被日日逼着方学了几个字, 根本不能和整天吟诗作妇的墨兰比, 想到这里王氏神色一脸。 你们父亲说得对, 不是要你们学诗词歌赋这些的虚浮东西, 而是学些道理才是正经, 将来掌家管事也有一番气派。 墨兰头更低了, 如兰松了口气, 圣洪觉得王氏说的也没有什么不对, 便没有说话, 忽想起一事。 以后上学啊, 你们三个不要挂那幅大金锁。 转而对王氏道, 他们这般读书人素来觉得金银乃阿赌之物, 大哥送的那三幅金锁尤其光耀金灿, 出去会客还成, 见先生不免招摇。 王氏点头道, 那便不带了。 想了想, 又对女孩们道, 你们姊妹三个一同见人, 不好各自打扮。 前日老太太不是打了三副鹰落金项圈吗? 你们把各自的御所挂上, 都说御乃时中君子, 张先生必然喜欢。 圣洪很满意。 太太说得对, 这样便很好。 可是明儿有欲吗? 说着看向明兰, 目光有些欠然。 明丫头在我跟前日子短, 我也疏忽了, 还是老太太周到, 特意从自己的屋里翻出一块上好的预料, 送了翠玉斋, 请当家师傅亲手雕成了。 我瞧着极好, 玉色温厚, 质地润泽, 手工又精细又漂亮, 瞧着比四丫头五丫头的还好。 我说到底是老太太, 拿出手来的东西, 就是不一般的好。 明兰低着头, 暗叹。 女人啊女人, 说话不暗藏些玄机, 你会死啊。 这玄机藏得并不深, 大家都听懂了, 男孩们还好, 如兰立刻射过来两道探视线, 低着头的莫兰也抬头看着她, 圣红知道王室的意思, 不动神色道, 你是嫡母, 丫头们的事远就该你多操心些, 如今还要老太太补救你的束缚, 真是不该。 眼看着王室咬着嘴唇, 眼光不服, 圣红又加了句, 也罢, 反正名丫头养在老太太处, 也只好多劳烦些了。 夫妻俩一阵目光, 你来我往, 然后归于平静, 明兰给他们默默补充, 圣红的前台词是, 王室的心里话是, 圣红结案陈词, 算了, 孩子也不要你养, 各找各妈就是了, 明兰的亲妈死了, 就靠着祖母好了, 你也别多废话了。 最后圣红又说了长动几句, 这孩子才四五岁大, 他的生母乡姨姨娘原是王室的丫鬟, 如今依旧附在正房里讨生活, 儿子算是养在太太跟前, 这小男孩素来胆小畏缩, 既不是敌又不受宠, 王室倒也没为难他们母子, 只不过一概忽略而已。 出去时, 明兰看见等在房门口的乡姨娘, 低眉顺眼, 恭敬低调, 她看见长动出门来, 喜气地迎上去, 温柔地领着小男孩走, 明兰忽然觉得, 比起死去的魏姨娘, 她还算是幸运的。 华兰出嫁后, 如兰就住进了威蕊萱, 圣红训完话, 如兰就阴沉着脸回了闺房, 一脚踹翻一个大理石面的乌木如意小圆墩, 然后扑到床上, 用力撕扯着紧锣段子的枕头, 后头王室跟进来时, 正看见这一幕, 骂道, 死丫头, 要发什么疯啊? 如兰豁得起来, 大声道, 自姐姐抢了我的寓所也就算了, 那是灵姨娘有本事, 凭什么连明兰那个小丫头, 也跃在我的前头, 我还不如个小富养的。 王室一把扯住女儿的胳膊, 拉着在床檐坐下, 点着额头骂道, 你父亲不是后来又补了一个寓所吗? 寓所只在墨兰那个枝上, 你个没知足的东西, 明兰那个是老太太给的, 你自己不愿去寿安堂, 怪得了谁啊? 我是狄出的, 不论我去不去讨好祖母, 他都当最重我才是。 如今, 不过将明兰哄了几天, 竟然狄数都不分了, 还整日说什么规矩礼数, 别笑死人了, 一个树出的小丫头, 给口吃的就是了, 还当千金大小姐了。 我听人说, 外头人家里的树出女儿, 都是当丫头使唤的, 随卖随打, 哪有这般供着。 王室气急了, 旁边刘坤家的笑着地上来一杯茶, 一边打发走一干小丫头, 一边收拾地上的狼藉, 姑娘年纪小, 不知道, 只有那不识礼数的商骨和装户人家, 才不把树出女儿当人看, 越是显贵的人家, 越是把姑娘家一般对待的。 要知道, 姑娘是教客, 将来嫁人总有个说不准的。 当初太太在娘家时, 有两个远方表姐, 一个狄, 一个树, 那家也是一般当小姐供着。 论亲时, 狄的嫁了个高门大户, 树的嫁了个穷书上, 可也是天有个不测的, 谁知那高门大户竟后来没落了, 凡是那穷书上一路观运横通, 家业兴旺, 那树的也是个厚道的, 念着当初的情谊, 便时时帮衬着娘家和嫡姐家, 后来连那嫡姐的几个儿女, 都是她照应着成家嫁人呢。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语, 紫小木, 陈语, 阑珊梦演播 第二十四集 如兰气鼓鼓地听着, 冷笑道, 刘妈妈这是在咒我, 也如那嫡姐一般了。 王氏一巴掌拍在如兰背上, 骂道, 你个没心眼的东西, 刘妈妈是咱们自己人, 说的都是贴心话。 刘妈妈是说, 越是大护人家, 越不能让人家说闲话。 女孩子没嫁时都是一般的对待, 都是你, 城市都争锋要强, 自己却又没本事, 讨不得老爷老太太的欢心, 你学不得你大姐姐也就罢了, 也学学明兰啊。 如兰闷着不说话, 想起仪式, 道, 母亲当初不是说老太太没什么可巴结的吗? 怎么这会儿又是金又是玉的, 出手这般大方? 王氏也郁闷了。 烂船也有三斤钉, 是我糊涂了, 想他还有些棺材本吧。 想了想, 又苦口婆心地劝女儿。 你这孩子也太不容忍了, 你六妹妹这般从不与你争闹的, 你竟也容不下, 偏有没什么手段, 将来怕是要吃大苦。 不过说到底, 你又何必与他们争? 如你大姐姐一般, 你的身份在哪儿, 将来必然嫁得比他们好, 过得比他们舒服, 眼前闹什么呀? 没惹得你父亲不喜欢, 就算装, 你也给我装出一副 姊妹和睦的样子来。 如兰似有些被说服, 艰难地点点头。 第一天上课, 三个兰都做一般打扮, 一色的果绿色圆领 博断直身长袄, 胸前绣着杏黄折枝花卉, 下着素白云鳞长裙, 胸前都坠着一枚玉索, 脖子上戴着个 光耀灿烂的金像圈, 上头的阴洛纹和细金丝坠事 极是精细漂亮。 这金像圈怪好看的, 让老祖母破费了, 黑头, 我得去好好谢谢她老人家。 莫兰笑着对明兰说道, 因为头天上课, 圣老太太让大家早些去家赎堂, 事宜免了请安。 是好看, 不过分量儿儿, 我原有一个金像圈, 足有十几两啊。 听到如兰的话, 一边翻书的长摆, 不悦地瞄了她一眼, 明兰揉着脖子嘟弄道。 十几两, 那岂不是把脖子都坠下去了? 怪到从不见你带呢, 我觉得这个项圈就很重了。 六妹妹这面寓所很诗赏成, 瞧着倒像是西域昆仑山那边的紫玉。 长风细细打量明兰的寓所, 莫兰其实早就注意这寓所了, 见哥哥提了话头, 便过去拿住了明兰的梨头细看, 只见那锁片玉色润白, 隐隐透着一抹脆色, 但光泽一转, 水头流转间又似黄匪, 整块玉质地细润, 淡雅清爽, 晶莹圆润, 纯美无瑕。 真是好玉, 这般好的玉色, 我从未见过呢。 莫兰心中暗急, 思存道, 这玉质游在自己的玉之上, 若自己进了寿安堂, 这玉岂非是自己的? 想起被圣老太太拒绝, 不由暗自脑横着。 那边的如兰并不懂玉, 自打进学堂, 她一直直勾勾地看着墨兰胸前那块玉, 只是想着王室的叮嘱, 一直忍耐, 如今见大家都在谈玉, 便忍不住道, 六妹妹, 你可要当心了, 四姐姐瞧上了你的玉, 回头找父亲撒个娇抹个泪, 没准儿, 你这玉就进了四姐姐兜里了。 长风皱了眉, 转头去自看书去了, 墨兰仗红了脸, 脑道, 五妹妹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我是专强姐妹东西的不成。 如兰接受到长柏射过来的警告目光, 想起那顿手板了, 便放柔声音, 慢吞吞倒。 没什么意思, 只是瞧见了四姐姐的寓所, 想起些傻念头罢了, 姐姐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明兰立刻去看墨兰胸前的寓所, 只见那也是一块温润上层的白玉, 尤其稀奇的是, 上头的色泽, 竟是深深浅浅的墨色, 浓淡香移, 乍一看, 宛如一副水墨山水画一般, 不由地暗暗撑奇。 这块玉原来是王家送来的不假, 父亲牵着玉安合了我的名字, 才给了我的。 随后父亲, 丘立刻四处拓人找一块, 更吃你的顶级服装玉给你, 你为何还不肯罢休? 呵呵呵, 玉好不好妹妹不知道, 只知道那是我舅舅送来的一片心意。 五妹妹, 你莫非忘了, 那也是我的舅舅。 如兰咬牙瞪着墨兰, 可却不敢再提什么嫡出述出, 这时长柏重重咳嗽了一声, 低声道, 嗯, 先生来了。 大家立刻坐好, 果不然一阵脚步声, 庄先生从后堂绕过屏风, 进来了。 如今学子读书大多是为了科举重地,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 想做官这并无不可对人言, 但重地之后呢, 目光短浅言语乏味, 试图上烟能长久, 上去了也得掉下来, 功课得扎实, 经书满腹, 自然水稻渠成。 庄先生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学生, 更加清楚学生求学的目的, 所以一上来就直接讲四书五经, 用经识子集的周边内容绕着讲, 还佐以历代的许多考题, 因为他的学生几乎全部都参与了科举考试, 所以他手上有大量的成功失败案例, 他会拿出某篇文章做范例, 好的就指出好在哪里, 落榜的就点出哪里不足。 这种目标清晰, 调理明确的教学方法, 立刻让明兰对着古代的老夫子肃然起敬, 他一直觉得古代的儒生有些虚伪, 明明一个两个都是为了科举做官, 还整天一副读书是为了品德道学的修养, 可是庄先生对此毫不讳言。 古之欲明明得欲天下者先智其国, 欲智其国者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其, 家其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学问不是几篇文章几首诗, 是一概涵养修行, 要长久立足, 非得扎扎实实地学不可。 长柏和长风坐在最前面一排,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正长个子, 圣洪的遗传基因不错, 坐在最末的小长洞还看不出来, 但两个少年都身姿挺拔, 第二排的三个女孩子也都秀气之礼, 一举一动颇有规范, 虽年纪还小, 其中两个已经隐隐露出一副美人胚子来。 汪先生看着微笑, 捋着稀稀疏疏的胡子连连点头, 嗯, 这对眼睛很好, 且他这把年纪, 这副老骨头, 离概念之中的男人已经有些距离, 也用不着和女学生避嫌了。 家属内总共六个学生, 一位老师, 外头爆煞中还厚着若干个烧茶家柴的丫鬟小丝, 古往今来上课都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 朗读, 还得是摇头晃脑的那种, 不论你是不是已经倒背如流了, 都得摇晃着脖子, 颠簸着脑袋, 微眯着眼睛, 拉长了声调, 一句一句的读, 要读出感觉, 读出韵味, 还要读出无穷奥妙来。 莫兰觉得这动作女孩做不好看, 总是不肯, 如兰两下摇过, 就觉得头晕, 于是罢工, 反正, 庄先生从来不管她们, 只有明兰却深觉好处, 这种活动脖子的圆周运动, 刚好可以松快一下, 因为低头写字, 做针线而酸痛的颈椎, 几下摇过后, 肩颈立刻舒服许多, 明兰终于明白, 古代书生十年寒窗的低头读书, 怎么没得颈椎炎了, 于是愈加卖力地摇头晃脑读书, 引得庄先生一上午看了他两次, 庄先生规矩大, 不许服侍的人进来, 于是摩摩天职都得自己来, 其他人都还好, 可是长洞到底年幼, 小小的手墨定都握不稳, 又恰巧坐在明兰背后, 明兰听见后边不断发出慌乱的碰撞声, 觉得应该拔刀相助, 趁庄先生不注意, 迅速回头, 把自己磨好的一叶末和后桌上宴台, 利落地调换了一下, 真是极干脆与轻巧语一身的完美动作, 庄先生抬头, 明兰已经坐好, 悬腕嬷嬷, 很认真, 很专注的样子, 庄先生小眼睛闪了闪, 继续讲课, 明兰松了口气, 这时背后传来细细如小燕鼠的小男孩声音, 谢谢六姐姐, 明兰没有回头, 只点点头, 表示收到。 因为这份革命友情, 第二天, 动哥儿来寿安堂请安时, 在门边上, 偷偷拉住明兰的袖子, 扭动小身体, 拱着小拳头道谢, 然后念念如如了半天, 明兰看着比自己矮一个头的长动, 觉得这个身高比例十分令人满意, 耐心道, 四弟弟什么事, 尽管和姐姐说好了。 长动受了鼓励, 才结结巴巴把意思说明白, 他既不战敌, 又不战宠, 香姨娘是王氏丫鬟出身, 主子都不识字了, 何况他。 动哥儿长到五岁了还没启蒙, 听庄先生的课, 纯属听天书, 既难熬又羞惨。 大哥哥, 以前教过我几个字, 后来他要备考, 我不好烦他。 他少见人, 又胆小, 说话也不利索, 明兰轻轻嗷了一声, 暗寸。 只身世外约助人为乐, 何者才好? 一转眼正看见长动, 抬着一张畏缩的小脸, 满面都是期盼渴望之色, 却又小心翼翼地隐忍着, 生怕受拒绝。 明兰呼气侧影之心, 朝里头看了看, 见老太太正和王氏说话, 想想离上学还有些时间, 便领着长动进了梨花厨, 往一张小巧的八仙拜寿式雕花梨木条案翻了翻, 找出一本描红册子给长动, 柔声道, 这是老太太给我学字的, 这把我没用, 还心着呢。 嗯? 给你, 你先练着。 你年纪小, 不用着急, 每天只需学十个字, 便是聪明的了。 以后每日上学, 我都只怕给你几个字, 你一边听庄先生说课, 一边把字记熟了便好, 如何? 长动小脸上, 站出一抹大大的笑容, 拼命点头, 连声道谢。 宁兰看他这副感激涕铃的样子, 想起自家小侄子被四五个大人哄着求着上学的死样子, 忽然十分心酸。 这一天, 他当场教了长动五个大字, 示范笔画的起始收笔, 长动瞪大了眼睛看, 鼓足了劲一一记下, 然后在上课时照着描红本子写字, 描完了红, 还在宣纸上来回地练习, 待到下课时, 明兰回头去看, 那五个字已颇有模样了。 东哥真聪明, 父亲知道了, 一定高兴。 明兰笑咪咪地摸摸长动软乎乎的头顶, 长动一张小脸, 欣喜得通红。 明兰本以为小孩子没长性, 哪知这以后长动每日请安都早来半个时辰, 趁请安时来找明兰学字, 骗明兰是只贪睡的懒猪, 每天都是掐着十点起床的, 多少次单局几乎要往他脸上泼水了才肯起床, 这下真是要命了。 六姐姐, 对不住, 对不住, 你睡好了, 都是我来走了, 我在外头等你好了。 长动知道明兰还在床上, 站在门边顿住了脚, 惊恐地连声说, 小身子转头就要跑。 被单局一把搂住, 领着站住, 谴责地往床帘里看着那扒着被子不肯放的明兰, 加上床边的崔妈妈苦笑着, 脸盆架边的小桃眼睛眯着, 明兰头皮发麻, 老实起床。 一个四五岁大的小豆丁, 正是贪睡懵懂的时候, 小长动却有一里天不亮便起床来学字, 她要是生在现代的独生子家庭, 估计那家长辈能乐得连夜放鞭炮烧高香。 为了这种令人敬佩的好学精神, 明兰无论如何既不忍心, 也不好意思让一个小豆丁等, 苦着脸咬着牙, 只得天天早起。 记住了, 笔画要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起笔要逆风, 手笔要提气, 铁纳时要慢慢提起手腕子, 笔风才好看。 明兰和小长动并排坐在炕鸡上, 一笔一画示范着, 崔妈妈从外头进来, 端着个黑漆团花雕绘小茶盘, 上有两个白纸绘五彩花绘小盖中。 谢谢崔妈妈, 给您添麻烦了, 都是我的补士, 才累得崔妈妈劳心了。 长动红着小脸, 结果崔妈妈端上来的一个盖中, 轻轻道谢。 园在王室处平日从不敢出门走动, 正是说话的也只有湘姨娘一个, 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 这几天明兰交下来, 不但自学得不错, 连说话也利落起来了。 阿弥陀佛, 我的小爷, 这是说到哪里的话, 得亏了您来, 不然咱们光叫是姑娘起身, 都要费了老老劲儿了。 崔妈妈笑道, 还撑了明兰一下, 明兰, 装没听见, 只低头吹自己手里的盖中, 崔妈妈又朝着长动道, 四少爷快喝吧, 这是新进的罗汉果, 和梅粉红糖炖出来的甜茶, 润肺, 暖胃, 早上喝最好不够, 吃早点也开胃。 长动双手捧着茶中喝了一口, 小嘴被熏得红润, 鼓着白嫩的脸颊, 舔到心里去了, 羞涩道, 真好喝, 谢谢妈妈, 我这般天天来, 让你们破费了, 以后还是不用了吧, 我不用喝的。 四少爷, 这是扫我们呢, 这点子茶能破费什么, 您要是天天来, 妈妈, 我就天天给您上茶, 就是不知道, 你六姐姐的耐心如何了。 说着, 笑眼去看明兰, 明兰心里苦笑, 没问书里说, 穿越去了古代当大小姐, 就可以睡懒觉的, 真是骗人。 梨花除外, 丹菊正给明兰收拾书包袋子, 和装填笔墨纸燕的竹篮盒子, 小桃在一旁帮手, 憨憨地问道, 丹菊姐姐, 四少爷来了好是好, 可我们姑娘也忒劳累了些, 你瞧她, 一个觉得打哈欠, 我宁肯让她多睡会了, 她为何不再无赏, 叫四少爷呢?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语, 紫小木, 陈语, 阑珊梦演播 第二十五集 丹菊眉目秀起, 朝小桃比了个封嘴的手势, 轻轻道, 噓, 少些是非吧, 这府里这许多的少爷小姐, 谁比着谁都不平, 老太太也难, 做祖母的要一碗水端平, 咱们姑娘有福气, 能养在老太太跟前, 还是借着说为姨娘没了的势头, 就这样, 还不知道有多少眼红声势的呢, 明里奉承, 暗里诋毁的, 便是多一根针一束线, 都风言风语的, 没个消停, 好在咱们姑娘是个大度心宽的, 从不把这些闲事放在心上, 如今, 她要是再和四少爷走近了, 还试试让四少爷在寿安堂静静出出的, 到时, 又是一番是非, 可四少爷瞧着着实可怜, 姑娘也不好不管的, 便是老太太, 也妖装不知道的, 如今, 借着秦安教几个字, 这样整好, 小桃呆了半赏, 雀斑小脸上, 呼得怅然起来, 单居姐姐, 咱们姑娘这般和气, 从不遇见没争执, 不过是老太太瞧着可怜喜欢, 多疼了她些, 怎就, 就如此多的是非呢? 你也不必忧心, 那宅里的事大多如此的, 并不知我们府里是这样, 我们家好歹还有老爷老太太阵着, 算是太平的了, 你呀, 是外头装护人家来的, 自由憨之惯的, 原不曾知道这些弯弯绕, 习惯了就好, 也不必怕他们, 人善为人欺, 盖她的款还得拿起来, 不然, 丢了咱们的脸是小, 丢了姑娘的脸面是大。 小桃认真地点点头, 低头继续做事, 呼诱道, 啊, 对了, 还得去和那四个绿的吩咐了, 姑娘将四少爷字的事情, 不许他们出去胡说。 单局无嘴笑, 学着明澜的样子, 装模作样道, 很好很好, 举一反三, 如此可教。 这班读书, 堪堪过了三五日, 庄师娘把一干事物都收拾好了, 便向老太太提出, 要每月找几个下午, 教授三位姑娘的情谊, 圣老太太一开始不答应, 怕累着人家, 结果庄师娘很江湖气地拍胸脯保证, 圣老太太直得答应。 当时正在梨花处理补中教的明澜听见了, 恍然大悟, 难怪庄先生的学费如此之高, 果然物有所值, 原来买一送一呀。 不过通常所赠的未必是好, 庄师娘比庄师傅还不好糊弄, 庄师傅那儿一不用交作业, 二不用背书回答问题, 有空写两笔文章就够了, 可庄师娘却丁是丁卯是卯, 女孩们面前各摆着一架七贤古琴, 师娘一手一指地教会姑娘们, 还限时检查考试, 一通功绝伤直语下来, 直弄得明澜头晕眼花连耳声明, 她终于明白, 自己身上十没有半两艺术细胞, 难怪当初大学选修音乐时, 被老师退货呢, 古琴刻上儒兰也很受罪, 她又比不了明澜有耐性, 一上午可以拨断五六次琴弦, 墨兰倒是天生的才艺好苗子, 一上手就会, 弹起来行云流水, 被庄师娘夸了几次后, 越发练得勤快, 零七阁十丈以内飞鸟精确, 不过古琴这东西呢, 通常取高贺寡, 在这个时代, 多数老百姓的终极目标还只是温饱, 估计能懂琴并欣赏的古人, 不会比古代熊猫多, 明澜掂量了一下自己作为六品官庶女的身份, 心想将来的夫婿只要不是十八摸的忠实听众, 就偷笑了, 哪敢要求人家能听懂这种高级货, 大约一个月后, 华兰从京城寄回第一封家信, 圣老太太眼睛花看不清, 王室不识字, 里面又有些内宅的私密话, 不好让男孩子和仆妇知道, 最后还是如兰和明兰一起合作, 磕磕巴巴的把信读完, 这是封平安信, 大约是说婚后生活很幸福, 袁文绍对她也颇为体贴, 只是屋里原有的两个通房, 都是从小服侍的丫头, 让华兰心里很不舒服, 不过自从成亲后, 袁文绍再也没理会过他们, 她的公公中情府的老伯爷, 倒是很喜欢这个活泼讨喜的新儿媳妇, 不过婆婆就淡淡的, 只宠着大儿媳妇,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大儿媳妇是伯爷夫人亲表姐的女儿, 难怪插不进手, 不过因为袁文绍在外头颇有出息, 在那个低调的伯府里也算是得脸的, 府里上下婆子管事也不敢小瞧了华兰,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明兰一边读一边觉得不错, 公公到底是伯府真正的掌权人, 有他喜欢自是好事, 一般来说, 公公喜欢儿媳妇, 只要不喜欢到天香楼去, 都是好事儿。 王室全都听完了, 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他知道华兰速来挑剔, 有三分好, 他也只夸一分妙, 如今这般说, 估计是婚后日子挺滋润的。 父母倚仗大儿子也是常事, 看重掌席更是平常, 叫大丫头不要往心里去,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了, 要孝顺公婆服侍夫婿。 我自知道是这个礼, 可华兰自小就是家里的头一份, 从未叫人盖过去, 如今待到以后分了家就好了, 反正伯府归大房的, 华兰两口子自己过也不错, 孝顶婿也是个能干的。 若是平常, 圣老太太当然会说两句, 父母在不分家之类的大道理, 可她到底心疼自小养过的华兰, 一颗心便顺了过去。 在长辈跟前学些规矩也好, 以后自己分了家单过, 便都有章程了。 倒是早些有喜性才是要紧。 时日如梭, 圣府平静无恙, 圣老太太慢慢整理府内规矩, 王室也渐渐掌回了管家大权, 一应事务接照个人等级行事, 如有不绝便问老太太, 圣红建府内秩序井然, 匍匐管事据妥贴听话, 也十分满意。 唯独零七阁怨声载道, 圣红记着孔嬷嬷的话, 强撑着不去理睬林姨娘, 连风歌儿墨姐儿说情, 也摆出一副严妇面孔, 把他们一一骂了回去。 林姨娘怎肯罢休, 十几年专宠, 她早已受惯了, 于是便使出种种手段, 一会儿生病, 一会儿忧怨, 一会儿哭诉, 一会儿挑拨, 可圣红到底与她同床共枕了十几年, 相同的招数一用再用, 便是再好的招, 也用老了。 圣红已经产生了不弱的抗体, 反而年少时, 圣老太太待待她的种种恩情, 不时涌上心头, 欲觉得自己不孝, 想起为何母子身份的缘由, 便产生多米诺情绪效应, 遂硬起心肠, 冷着林姨娘, 把一腔热情导向工作。 鼓励耕之, 调配商骨, 短短两三年里, 智礼的灯舟, 丰饶富庶, 上缴不少赋税, 做出不错政绩, 加之她惯会做人, 地方京中的熟人都常有打点, 三年一任期满时, 再次获得考评济优, 升了从无品并获连任, 官场得意, 仕途顺畅, 圣红便不大注意, 老师闹别扭的林姨娘心情, 反倒对着不大着调脾气不好的王室, 吐鸦吐鸦的也就习惯了, 时不时的与王室吵商两句, 因他如今立身甚正, 王室已无说辞, 但凡他有不当举措, 反被圣红抓住自重, 什么不孝不敬不恭不贤, 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 王室毫无还手之力, 圣红次次大胜而归, 平时去取年轻漂亮的湘姨娘和平姨娘处调剂一下心情, 指点下儿女学业品行, 日子倒也过得悠哉。 林姨娘一瞧情况不对, 便打点出万分的温柔手段, 并不敢再提什么出份的要求, 费了老老劲儿才把圣红哄了些回来, 但至此也老实了不少。 明兰窝仔寿安堂和圣老太太作伴戏耍, 一老一小甚是相得, 容容恰恰笑闹不断, 每次圣红来请安, 都觉得寿安堂气氛十分舒适惬意, 便也放松了心态, 与老太太越聊越自在, 有时拿着明兰刺绣失败的作品, 调侃宠溺一番, 加上墨兰如兰的凑趣, 长摆长风也算读书有成, 妻妾也收拾了脾气, 乍看下居然一家和睦, 圣红既有国泰民安之感。 这天下午又有庄师娘的古琴课, 明兰从上午就觉得指头发麻, 偏偏庄先生游字讲个没完, 再这样脱课下去, 中午都没时间休息了, 哀怨地抬头看, 发现除了她和正练字的长洞外, 其他人都精神抖擞地进行学术讨论中。 眼下京城里最热闹的话题, 正是三王爷和四王爷的大位之争。 三王爷辛纳了不少妾事, 日夜耕耘, 累得眼貌惊心, 却广众博收, 至今没有生出儿子来。 王府里勤满了道士和尚, 日日烧香祝导, 赢得不少原本观望的严官御史不遇, 而四王爷的独子却茁壮成长, 已经开始牙牙血雨了, 四王爷心宽体盘, 反倒脾气健好, 簇拥者日重。 皇帝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关于楚魏人选的争论, 以白日化, 两边各有各的人马摇旗呐喊, 动不动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 庄先生今天讲到孔子嘉宇, 驱礼宫兮斥吻, 里面有一句, 宫仪众子嫡子死而立其地。 作为一个好老师, 通常要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说课文。 嘉之这位先生性子豪迈骆驼, 于是便抛出了这个议题, 让学生们各自议论, 立敌掌乎, 立贤能乎, 赎家。 一开始, 长摆长风都反对, 认为妄议朝政会招来祸端。 庄先生摆着手笑道, 无妨无妨, 如今京城里便是个茶馆, 也常议论这个, 更别说那些公侯伯府和高官大吏们了, 官亲们来偷偷说一说, 不妨是的, 况且咱们今日论的是立敌与立贤, 无管朝政, 大家来论一论吧。 这个命题在圣府里也是颇具有现实意义的, 既然老师这么说了, 同学们立刻踊跃加入讨论, 辩论双方很鲜明, 长摆和如兰是天生的敌掌派, 长风和墨兰是本能的贤能派, 旗下的明兰摸鱼常动弃拳, 长摆首先含蓄地提出, 秦二是胡亥, 这个首开仙端的烂皇帝, 说明不遵从敌掌继承, 足以断送一个好好王朝, 长风连忙用汉武帝的例子反驳, 刘小珠在汉景帝的儿子里排行十好几呢, 经时子集, 长摆比长风毒得透, 立刻严谨意该地指出, 汉景帝再宠爱刘小珠, 也是先把王美人立作了皇后, 从礼法上把事情走圆了, 才名正言顺地把小珠拱上太子宝座的, 这恰恰说明敌掌继承的原则, 长风心里咯噔一下, 墨澜记上, 温婉地提出那个著名的傻瓜皇帝靖慧帝, 细细软软地说, 满朝文武拒之会议蠢顿, 可是为着敌掌依旧立了他, 方有之后的贾南风专权和霸王之乱, 若是当初立了别的小皇子, 靖朝不至偏安南风, 大哥哥, 您说呢? 如兰欠缺理论武器, 但剩余气势旺盛, 如敬惠帝一般的傻子, 世上能有几个, 难不成四姐姐把世上所有敌掌子都当傻子了不成? 这边举隋阳帝这个费掌利诱的极端恶劣例子, 痛心疾首的叙述, 阳帝暴政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 旁边就立刻用李世民的例子反击, 还洋洋洒洒把贞观盛世给吹了一遍, 说明四子未必不如长子, 两边争论不下, 势均力敌, 不过有庄先生震着, 倒也没伤和气, 大家说话都斯斯文文的, 只是暗涌不断。 说了半天, 大家都口干舌燥, 才发现明兰还悠哉在一边, 立刻集中炮火, 要求明兰表态, 明兰眼皮直跳, 这是让她站队呀! 可这个时候, 如果装怂, 以后就会渐渐被自动剔除手足间的平等行列, 过分懦弱不敢出头, 处处缩手缩脚的结局, 迎春小姐已经很好的诠释了, 当然, 这也不符合明兰的性格, 她想了想, 便笑着对兄姐和庄先生道, 我心中有个计较, 可嘴笨说不好, 不如眼上一幕请大家看一看, 也算一乐, 如何? 不过待会儿, 大家伙谁也不许开口! 庄先生最是好事, 欣然点头, 其他几个也一般, 明兰立刻招呼丹菊进来, 低头在她耳边吩咐了一番, 丹菊硬下, 一会儿她便带着三个梳着双丫的小丫鬟进来, 其中一个是兴奋到明兰处的燕草, 另两个是如兰和墨兰的小丫鬟, 三个小丫鬟怯生生地站在堂前, 给主子磕头行礼, 然后拘束地站着, 互相看着, 不明所以, 明兰对他们三个温言道, 是才庄先生与我们讲课, 刚评评到我们三姐妹的高低, 庄先生来复礼不久, 咱们又不好自个儿夸自己, 所幸便叫你们三个嘴皮灵便地来说说, 谁说得好, 主子这里有赏, 燕草都惊喜地抬头看明兰, 另两个去看自己的主子, 只见三位小姐都点头示意, 他们便信以为真了, 明兰笑着扭头看了一眼几位观众, 又对三个丫鬟正色道, 你们先说说, 四姐姐, 五姐姐和我, 三位姑娘哪个最贤惠, 聪明, 好脾气?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晨雨, 蓝山梦演播 第二十六集, 小丫鬟们到底年纪还小, 城府不足, 便一一说了起来, 这个说, 如蓝日日练习书法, 孝顺父母, 那个说, 墨蓝天天迎师作父, 一派大家方范, 燕草说明兰日夜苦练刺绣, 常常做这做那的, 一开始, 他们还说得比较含蓄, 惊不住明兰在一旁拼命鼓励, 时不时挑上几句, 还加大悬赏, 他们于是越说越起劲, 说着说着, 开始急了, 渐渐脸红耳赤, 还指着说对方是胡扯, 还转入了些丫鬟间的人身攻击了, 明兰赶紧摇手, 在他们吵起来之前制止他们, 再问, 我再问你们, 那我们三姐妹中哪个最年长? 这下三个小丫鬟没异议了, 过了会儿都捏如着倒是墨兰, 明兰听见背后一阵响动, 不去理睬, 又问, 那我们三姐妹中哪个是太太生的? 这一次如兰的那个丫鬟大声道, 这是我们姑娘。 其他人无可分辨。 明兰回头朝众人笑笑, 庄先生目光中露出些微赞许, 朝他微微点头, 明兰知道这就算是表扬了, 乐呵呵地转头, 冷不妨瞧见长白哥哥正在看他, 视线一对上, 长白哥哥还天外飞仙般地朝自己微笑了下, 明兰立刻惊悚得不得了。 圣长白子人, 乃是整个圣府的异类, 生性沉默寡言, 行指端方严谨, 少年老成, 不论读书做事都自觉老练, 和剑坛开朗八面玲珑的圣红截然相反, 据说倒像那个早已过世的王家外祖父, 据说对着生母王室也常常是一副死了娘的面孔。 今天这一笑, 估计连宝妹如兰小姑娘都没享受到过吧, 明兰拢了拢发凉的脖子, 这时长风忍不住开口, 六妹妹此般不妥, 众人一起去看她, 只见长风挑眉道, 这些小丫头都刚进来不久, 规矩还没学圈呢, 如何分辨出贤惠聪明好脾气, 自然是为了护主而吵嘴罢了。 长白也不说话, 只嘴角微微挑起, 哦, 三哥哥说得有理, 那咱们换个好分辨的。 然后回头又问那三个小丫鬟, 明兰一脸严肃道, 你们年纪小不懂规矩, 可都有眼睛。 我来问你们, 这里三个姑娘, 每个生得最好看, 最沉于落雁, 碧月修花, 人比花椒, 美若天仙, 这个总分得出来吧。 明兰一口气说完, 死言一出, 大家立刻笑场, 庄先生扶着暗鸡笑得直发抖, 其他人都扑吱出来, 长白也玩耳地摇头, 但夹杂在这些声音中, 有个明显不属于这里的轻轻笑声, 从庄先生背后的屏风后传出来, 那里有个后门, 莫非是哪个不懂事的下人进去了? 稍稍笑过后, 大家便疑惑地去看那屏风, 长白沉声道, 何人在后头, 为何擅闯此地? 下一刻, 屏风后走出一个少年, 只见他身着一件湖蓝色, 绣银丝点速团纹的娇领长衣, 腰束一条浅蓝色坠玉腰带, 腰带上别了个滚蓝边月白色葫芦形荷包, 上面坠着一颗闪亮的青蓝色碧玺珠子做试扣, 那少年似从外头刚进来, 肩上还落着许多粉红色桃花瓣, 一头鸭语般的乌发, 用玉冠松松扣住, 庄先生看见他便笑道, 袁若,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师娘呢? 那少年走到庄先生岸前, 拱手而拜, 起身朗朗而道, 先生别来无药, 京城一别, 今日终有幸再见。 啊, 师娘叫我在外头等着, 可是左等右等, 先生总不下课, 学生心急难耐, 便擅自偷入后堂, 请众位师兄师妹莫要计划才是。 说着便朝圣家儿女团团一拱手, 那少年笑容温润, 唇红齿白, 目朗眉秀, 身姿如意从挺拔的青竹般清秀, 端的是一番名花倾国的神采, 人见了, 接到一声, 好歌翩翩美少年。 一看这少年通身的气派, 圣氏兄妹就知道他来头不小, 立刻站起来各自回以礼数, 庄先生带他们行完礼, 才开口介绍, 原来这绿色少年是现任严始司转运使的独子, 父亲是齐国公府的次子, 母亲是襄阳侯独女, 圣上清风的平宁郡主, 端的是满门显贵。 他名叫齐衡, 自圆弱, 比长白小一岁, 几年前便在京城拜于庄先生门下受教, 后随父亲外任才别了庄先生, 竟是齐大人到登州来巡查阴雾, 奉旨整顿, 估计要待上一段日子。 齐小自然随行, 齐衡听闻圣洪的嬉戏便是庄先生, 便请父亲递了帖子拜访。 明兰见庄先生带齐衡十分亲热, 有些奇怪, 这些日子交下来, 庄先生言谈举止之间, 自对王公侯们十分不屑, 有一次还直指公侯伯府的子弟都是蠢度。 他心里这么想, 长风却已经说出来, 我猜是庄先生的高祖, 当称呼一声师兄。 长风说着笑而易居, 庄先生指着齐衡笑道, 这小子偌大的家事, 好端端的不许捐官做, 偏要自己苦毒, 寒通酷暑都来我那破草堂, 记得郡主娘娘直跳脚啊。 齐衡雪白的皮肤微微发红, 暖色道, 父亲常以未曾科考为汉, 自期望后人能走正经仕途。 幸亏盛大人请得了先生, 原若便厚着脸皮来了。 看了眼在一旁沉默微笑的长摆, 便诱到, 这位便是盛大人的长公子, 长博师兄了。 听闻师兄今日将复考相试, 不知可否有字。 草字则成, 庄先生给的。 然后三个大男孩续过年齿后, 互相行礼, 齐衡朝盛家两位公子拱手道, 则成兄, 长风贤弟。 庄先生等了半天早不耐烦, 骂道, 你们几个后生, 比我这老头子还迂腐, 再啰嗦, 自出去, 我可还没讲完呢。 所以你一直当不上官来着。 趁他们啰嗦之际, 明栏让那三个已经蒙了的小丫鬟出去, 单局规矩的也跟了出去, 到外头, 正好小桃赶到了, 随即接过他送来的钱袋子, 各数了五十钱给三个小丫鬟, 丫鬟们都忙不迭地谢了, 齐衡若无其事地瞄了他一眼。 庄先生叫齐衡也坐下听客, 一旁小丝早抬来一副桌椅, 原来的位置是长摆靠右, 长风靠左, 他们后面坐着自己妹妹, 明栏前头是空的, 靠右侧墙而坐, 后头是小长洞, 如今凭空来了个插班声, 庄先生便让他坐在长摆右侧, 请他在第一排右侧坐下, 正背后理所当然就是明栏, 明栏正付费, 视线被挡住了, 没想到那齐衡坐下后, 回头冲他一笑。 六妹妹好, 这家伙怎么……, 明栏呆了一呆, 然后直觉地去看墨栏和如栏, 只见他们果然都在朝这望, 连忙正经危坐, 一言不发, 屋里此时一片安静, 庄先生轻轻嗓子, 刚才六小姐与丫鬟说的话, 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怎么看, 不妨说上一说。 六妹妹该说的都说了。 长风动了动嘴唇, 看了眼齐衡, 似乎有所顾忌, 便不再非议敌掌, 墨栏和如栏一副大家闺秀的坐牌, 矜持地要命。 庄先生看今日众人模样, 知道再难问出什么来, 叹了口气, 便朝明栏道, 他们都不肯说, 柳姑娘, 还是你来说吧。 明栏恭敬地站起来, 这个各有各的好处, 可是敌掌好认, 省时省力, 不容易吵架就是了。 齐衡忍住了没有回头, 直觉背后那声音, 娇嫩清朗, 甚是好听。 庄先生也不评价, 示意明栏坐下, 又问齐衡, 远若, 是才在后头你也听了不少时候, 你怎么说? 齐衡也起身道, 哦, 学生刚来不久, 如何望远? 不过, 六妹妹最后这个问题问得极好。 气氛立刻松了, 大家想起又觉得好笑, 庄先生指着他一顿摇头, 过了一会儿, 庄先生向第一排的男孩正色道, 今日之言, 我只说一次, 出了这门, 我一概不认。 大丈夫, 当忠君爱国, 不论外头狂风咒语, 终将过去, 要紧关节, 非得把劳, 切不可随意陷入其中, 与同僚坐无谓争执, 做个纯臣, 才是正理。 众学生连连点头受教, 明栏复飞。 这死老头, 好生奸怀。 他的意思就是说, 力不力敌掌都不要紧, 只要忠诚于最后当上皇帝的那个人就好了。 这话不能明说, 但又不能不说, 便这般拐弯抹角地说, 算是完成任务, 能不能领悟全靠个人修行了? 哼。 因齐恒要去拜见圣老太太, 众兄弟姐妹便齐聚寿安堂用午餐。 圣老太太拉着齐恒看了又看, 心里很是喜欢。 再瞧着边上三个花朵般的小孙女, 心里免不了动了一动。 想起明栏, 又不免叹气, 王氏站在一旁, 特别兴高采烈地介绍。 圣红看见齐大人递来的帖子后, 对自动找上门的上司兼权贵喜不自胜, 当下就邀请齐恒来圣家家属一起读书。 齐大人原本就担心儿子耽误了学业, 当下便两下投机, 详谈圣欢。 三下五下攀过交情, 居然神奇地发现, 齐国公府与王氏娘家曾经有段七怪八怪的亲戚关系。 仔细盘了盘, 原来是自家人, 虽是远亲, 但以后也要多亲近。 这下同僚变成了亲戚, 义乌子人欲加谈得热络, 连圣家姐妹也不必避讳了。 明兰听了王氏一大通的解说, 才知道齐恒为什么上来就叫自己六妹妹, 可他这边念头刚懂, 那边如兰已经热络地叫上圆弱哥哥了, 墨兰随后也娇滴滴地叫了一声, 明兰忍不住抖了抖, 也跟着叫了, 那齐恒也有礼地回了一声, 四姑娘, 五姑娘, 六妹妹。 低头瞟了下明兰, 只见他输着一对小技, 懵然地站在一旁, 胖胖的小手掩着小嘴, 不住地打哈欠, 嫩脸颊白胖的小包子一般, 齐恒弯了弯嘴角, 忽觉得有些手痒, 明兰从未觉得哪日如今天这样难熬, 早上天不亮就交小长洞认字, 庄先生脱客不肯放, 吃顿午饭众人弹性甚浓, 迟迟不肯散席, 下午那母老虎般的庄师娘眼看就要沙江上来了, 可她没得午觉可睡, 不过她的两位姐姐显然觉得今天美妙极了。 下午上勤课时, 墨兰的琴声流水潺潺, 情动一针, 庄师娘闭着眼睛很是欣赏, 如兰也一改往事不耐, 嘴角情笑, 低头细弹, 明兰听得不对位, 便去看她们, 只见她们脸蛋红扑扑的, 眉目舒展, 似乎开心地要笑出来, 明兰叹口气, 继续拨自己的琴弦。 唉, 春天哪。 来到这个时代, 才发现和现代的差距之大, 远出乎想象, 古代女孩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嫁人成亲, 然后相夫教子, 终老一生。 在这之前, 所有学习, 女工算账管家理事, 甚至读书写字, 都是为了这一终极目标而做的准备。 莫兰迎师作父不是为了将来性灵出彩, 而是顶着才女之名在婚嫁市场上更有价值, 或是婚后更能讨夫君欢心。 如兰学着账本不是为了将来去做账房, 而是将来能更好地替夫家管理家产打点银钱。 同样, 明兰学女工更是如此, 至少在别人看来。 一个古代女孩从很小时起, 长辈就会若有若无地灌输婚嫁理念。 小时候姚依依从母亲嘴里听见的是, 你这次期中考试成绩退步了, 当心连某某高中也考不上。 而古代, 她从房妈妈、崔妈妈嘴里听见的是, 一只水鸭子便秀了四天, 以后如何替你夫君孩儿做贴身活计, 别是被夫家嫌弃了才好。 当然, 这时候女孩们都会照例做一做娇羞之态, 但她们心里却很早就接受嫁人生子的观念, 有心机的女孩儿甚至早早开始为自己盘算了。 所以, 瞧着墨兰和如兰一脸的春天, 明兰一点也不奇怪, 夫婿对于古代女孩而言, 不只是爱情, 还是一生的饭票, 是安生立命的保证。 她们这般姿态, 明兰反而觉得自然, 要是故作一副天真状, 硬说是当兄长亲近的, 那才是矫情, 遇到一个优秀漂亮家世显赫的少年郎, 会生出想法来那是再正常不过。 明兰呼绝惆怅, 寿安堂的生活又温暖又安全, 可是她却不能永远待在那里, 十岁是一个关卡, 他们在关外, 自己却还在关内。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雨, 紫小木, 陈雨, 阑珊梦演播。 第27集 晚上就寝前, 明兰正在看一本情谱, 长摆身边的小丝汗牛颠颠地跑过来, 手里捧着一个尺来宽的青花白瓷长口浅底盆子, 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 才松了口气, 擦了擦额头上的大汗。 哦, 六姑娘, 这两条小鱼是大爷给您看着玩的, 说您要读书做女工, 尝看看这个, 对眼睛好。 明兰凑过去看, 只见浅瓷盆里装着两条红白纹的锦理, 灵光或红艳或雪白, 鱼尾飘逸, 水底还坠着几枚小卵石和几根嫩嫩的水草, 水光脸艳游于灵动, 艳红翠绿加上青花白瓷, 甚是赏心悦目, 明兰大喜, 抬头对汗牛笑道。 这个真好看, 您回去告诉大少爷, 妹妹很是喜欢, 我这里多谢了。 丹菊, 快拿两百钱给小牛哥压惊, 这么一路提着心肝端着着盆子, 可是辛苦了。 汗牛不过才十一二岁的, 听说赏钱洗上眉梢, 接过钱串子, 忙不迭给明兰一连声道谢, 丹菊随手抓了一把桌上的果子给她揣上, 然后让绿枝送她出去了。 小桃还一团孩子气, 看见汗牛走了, 立刻凑过去看井里, 嘖嘖称赞好看, 丹菊回头看见主仆俩正盯着井里傻看, 还用短胖手指指点点, 不由得笑道, 大少爷真是细心, 听说他屋里就有这么一大缸子, 养了几对井里, 这一对, 月末就是从他缸里咬出来的。 丹菊姐姐没错, 我在太太屋里时, 也这么听说的, 大少爷宝贝这井里得很, 平日谁都不惜碰一下的, 尤其是五姑娘, 这次就送了我们姑娘两条, 真是稀奇。 明兰不说话, 用短胖的手指伸进水里, 逗弄两条肥肚子的井里, 心道, 莫非这就是白天战队的奖励? 如果是, 那也不错, 说明长板哥哥很上道, 能跟个明世里的老大, 实在可喜可贺。 不得不说, 王室的击打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挥棒三次, 至少有两个好球。 第二天早上, 明兰没能交成长洞, 因为如兰和墨兰都提早到了, 他们趁老太太还没起身, 便进了充当书房的右梢间。 明兰一看情况不对, 悄悄对丹菊使了个眼色, 丹菊领会到外头门口去等着长洞, 告诉她, 今天停课。 墨兰先来的, 妞妞捏捏了半天, 把明兰书房从头到尾依次夸过, 终于道明了来意, 希望和明兰换个座位, 明兰心里明白, 嘴里却道。 诶? 当初不是四姐姐你要坐在左墙边的吗? 说那里遮光, 你身子差, 多照阳光会头晕。 害得我晒得头昏眼花, 还好后来圣老太太从库房里找出一匹优色纱, 给薛汤的窗户都护上了。 墨兰脸上半带红晕, 哼哼唧唧还没说出个所以然, 这时如兰来了, 她就爽快多了, 开门见山的要求和明兰换座位, 中间太暗, 靠窗亮堂些。 明兰心下觉得好笑, 故意拍手笑道。 那太好了, 索性四姐姐和五姐姐换个位置好了, 五姐姐可以亮堂些, 四姐姐也不至头晕。 墨兰脸色极难看, 绞着手绢不语, 如兰一开始不明白, 问清楚墨兰也是来换位置后, 也是一张脸拉三尺长, 各自相看对峙着, 明兰一脸天真。 我是坐哪儿都不打紧的, 可是让哪位姐姐呢? 不知为何, 明兰很坏心地愉悦着。 墨兰如兰心下算计半天, 又看了看一团孩子气的明兰, 觉得还是她威胁小一些, 最后结论, 谁都别换了。 这个年纪的女孩的模样开始变化了, 墨兰渐渐抽高了身子, 风姿宜人, 娇若如青柳, 轻仇带薄衬, 如兰随了王室, 身形贱美端方, 和墨兰差不多个子, 虽比不上墨兰貌美, 却也青春朝气, 只有明兰, 还是一副团团的白胖小包子状, 明兰摸摸鼻子, 基因问题不关她的事儿, 也从这一天开始, 三姐妹一般打扮的日子彻底结束, 墨兰梳着个小流云记, 插着一对珊瑚绿松石蜜蜡的珠花, 并边压着一朵新鲜的白玉兰花, 身着秋香绿绣长枝花卉的薄断沙衫, 腕子上各悬着一对叮咚作响的银丝蝉蜡玉镯子, 嫩生生如同一朵绿玉兰般, 如蓝的双环记上插了一只菜色琉璃蝴蝶, 长长的珠脆流苏摇晃生辉, 身着焦领五彩克斯群衫, 双耳各用细精丝串了颗大珠子, 垂下来灵动漂亮, 这么一打扮竟也不逊墨蓝了, 两个蓝打扮得清雅秀气, 也不过分招摇, 明蓝看得有些恍惚, 莫名的庆幸早上自己英明的 让崔妈妈给梳了个揪揪头, 圆圆的两个包, 缠些珊瑚珠串就很可爱了, 齐恒一早也带着几个小丝书童来了, 月白中衣外照着一件 宝蓝色灵口秀海水瑞兽纹树腰长笔甲, 映着肤色雪白身姿挺拔, 墨蓝眼前一亮, 款款走过去温婉如水道, 圆若哥哥, 我昨夜偶有心得做得一诗, 不知功枕否, 请圆若哥哥指点指点如何, 说着从袖子里拿出一张花尖递过去, 谁知齐恒并不接过, 笑道, 四姑娘和两位兄长, 据是常才之人, 何不请教他们, 庄先生呈夸袁若哥哥高材, 妹妹这才想请教的, 哥哥何必另惜一瓶呢, 小嘴一督, 天真娇美, 齐恒接过花尖便细细读过, 墨蓝索性站在一旁, 凑到边上低声细语, 然后长风也走了过去, 三个人讨论平泽对账, 长百在一旁自在引勇, 并不参与, 如蓝一直冷眼旁观, 小脸端庄严肃, 背脊挺得直直的, 昨晚刘妈妈和王室说, 真正叫人敬重的大家闺秀, 绝不随意和人搭话, 要说, 也应是齐恒来找她说才对, 千金小姐就该端着架子才是, 看见墨蓝这副样子, 如蓝心里恨得直咬牙, 只愈加高傲地挺直了坐, 明蓝低头默念一百遍, 色极是空。 庄先生一进学堂, 看见满屋朱翠仙亮, 不动声色地开始上课, 齐恒是个很优质的钱桌, 高高的个子, 几乎把明蓝整个都遮住了, 有这样好的屏障, 明蓝乐得在后面打瞌睡, 早上被墨蓝如蓝折腾了一通, 明蓝本就累了, 瞌睡这种事, 嗑着嗑着就真睡着了, 等醒过来时, 明蓝看见一双明亮的眼睛, 带着笑意看着自己。 六妹妹睡得可好。 齐恒笑眯眯地看着桌上搁着的一张 红扑扑的小脸和一对小胖爪子。 上课, 上课, 他完全醒过来, 私下一看, 已经下课了, 大家正在收拾书本, 招呼小丝丫鬟整理纸验, 齐恒转过来, 两条修长的胳膊交叠在明蓝的桌子上, 含笑道, 六妹妹睡得很沉, 定是昨晚连夜苦毒累着了吧。 明蓝整整头上的头发包包, 厚着脸皮。 还好, 还好, 应该的。 齐恒眼中笑意更甚, 明蓝继续默念色极是空。 这天中午, 明蓝依旧没得午觉睡, 家中来了贵客, 齐恒之母平宁郡主到访, 正在寿安堂和圣老太太王室说话, 只等着见一见圣家的儿女。 朝廷清风的郑三品郡主娘娘果然气派非凡, 明蓝远远地刚看见寿安堂里那棵桂花树郁郁葱葱的枝头, 便发现寿安堂外整齐地站了两排垂首而战的匍妇丫鬟, 房妈妈已经等在门口, 一看见他们便向里头传报, 从长白以下个个都摒弃宁神, 按着持续鱼罐进入正房, 看见一个立庄女子和圣老太太分坐在正中两侧座位上, 王室坐在圣老太太下侧的八仙过海雕汇的 海棠牧长辈椅上, 齐恒率先上去给三位长辈见了礼, 然后站到那立庄女子身侧。 还不快给平宁郡主磕头见礼? 六个圣家儿女依次给那立庄女子磕头问安, 然后立到王室后边去。 明蓝定下来, 偷眼打量那平宁郡主, 只见她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 身穿一件姜黄色绣遍地玉绣葱绿褶枝桃红牡丹的薄断被子, 里头衬着月白纱段小树领中衣, 下头一条细折墨绿长裙, 露出一对小小尖尖的锦绣鞋头, 居然各坠了一颗指头大的珍珠。 那郡主云并蓬松, 闲净弱水, 生得眉飞目细, 妩媚绝美, 细看着眉目倒和齐横有六七分相似, 明蓝心道, 难怪那小子这般美貌。 平宁郡主给每位哥儿姐儿一份见面礼, 长百和长风各是一块玉佩, 质量如何明蓝看不见, 给长洞的则是一个金光玲珑的浮娃娃, 三个女孩儿都是一串上好的男猪, 磕磕滚圆圆圆润生辉, 价值非凡, 圣老太太静静道, 郡主太客气了, 怎如此破费, 倒叫我们不好意思了。 姑娘们身得喜仁, 我很是喜欢, 可她自己没福气, 只有横而这一个孽障, 今日必须赏些又如何。 况且, 也委屈他们了。 明蓝听得心惊胆战, 发生什么事了? 王氏笑着转头对三个拦道。 庄先生和你们父亲说了, 以后你们就不必随哥哥们一同上学了, 专心在屋里学些拟工规矩, 才是正理。 墨兰一阵失望, 转头看见如兰一派平静, 就知道他必是早知的, 心里飞快地转了起来, 除了上课时间, 平时很难见到齐衡, 他总不能在庄先生上课时擅闯吧。 可如果不能见到齐衡, 单论父母之命身份体面, 他又有什么优势? 想到齐衡俊毅的面貌, 温柔有礼的言谈, 墨兰更是愤恨失落, 袖子下面握紧了拳头, 一时连王氏后面说了什么, 也没听见。 明兰却是大大输了口气, 太好了, 若这样一起上课下去, 家属里可要处处消烟了, 阿弥陀佛, 战火消弥于无形, 善哉善哉。 接着, 那平宁郡主又和圣老太太说了几句, 王氏几次想插嘴都没找到机会, 说着说着, 平宁郡主笑道, 哪位是府上的六姑娘, 我家和二家后啊, 提起她直笑呢。 明兰正神游天外, 肖想着明天上午不用上课了, 打发完小长洞, 给老太太请了安后, 便要上床补个棉才好, 冷不防被点了名, 圣老太太笑着招明兰过去, 过来。 喏, 就是这个小冤家, 阴阳在我跟前, 我没得功夫管他, 可逃到天上去了。 平宁郡主拉过明兰的小手, 细细打量, 见明兰白胖娇憨的圆润小松鼠般模样, 嫩乎乎的小手捏着很舒服, 便道, 好个找人的孩子, 怪不得老太太疼她, 我见了也喜欢呢。 银姑娘, 你解语我说说, 以后不能上庄先生的课了, 心里是不是不乐意呀? 明兰冷不防臭见齐恒脸上可恶的笑容, 心道, 这问题可真刁钻, 只得善善道。 哪里, 哪里, 齐恒实在忍不住, 掩着嘴覆到平宁郡主耳边, 轻轻说了几句, 那郡主顿时乐了, 欲发搂着小明兰, 笑道, 这感情好, 你可省下午觉了。 一起上学的兄姐们, 早就看见明兰打瞌睡, 一时都笑了起来, 如兰凑到王室身边, 轻轻说了, 圣老太太略意私存也明白了, 指着明兰笑个不歇。 好你个小淘宝, 这下免了你上学, 你可乐了。 明兰小脸障通红, 低头咬牙赴飞。 启元叔, 你还狗姑奶奶黑状, 当先生孩子没呢, 是吗? 盒儿啊, 你这状可不能白告了, 你自己没有亲妹妹, 以后啊, 可得把明兰当自个儿的妹子般疼爱才好啊。 这如何高攀得起啊? 王室脸色微变, 虚余便镇定住了, 也跟着凑了话一起笑着说说。 明兰偷偷望向墨兰和如兰, 见他们犹不知觉, 忽然心中微靡。 刘昆家的扶着王室, 斜躺镜铺着夹断薄棉的井烟绒电香飞踏, 往他背后塞进一个惊蟹蟒影枕, 如兰跟上几步急急道。 娘, 你倒是说话呀, 我…… 王室疲惫得摆摆手。 你的心思, 我都明白, 可…… 都没用, 凭您郡主瞧不上我们家。 如兰瞪大了眼睛, 怎么会, 我瞧郡主娘娘她挺和气的呀。 王室苦笑, 凝视着如兰无知的面孔, 忽然神情严肃起来。 你仔细想想, 郡主今日对你六妹妹说的话, 你也该动动脑子, 莫有一味任性糊涂。 如兰低头仔细想了想, 渐渐明了, 难难道。 难道…… 想明白后, 顿时一股沮丧涌涌上心头, 看王室一脸挥败, 刘昆家的不忍道。 那郡主娘娘端的是好手段, 故意找六姑娘说由头, 不就是瞧着她一副小孩子一样, 既不得罪人也把意思说明白了。 如兰过去彻彻王室袖子急道, 可是, 可是, 我, 我, 元弱哥哥, 王室烦躁地一把甩开女儿的手, 立声道, 什么元弱哥哥, 他是你哪门子的哥哥, 以后规规矩矩地叫人家公子, 不对, 以后都不要见了, 刘嫂子, 以后但凡那齐横在府里, 不许五姑娘出威蕊轩一步, 不然, 加法自后。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语, 紫小木, 陈语, 阑珊梦演播 第二十八集 如兰自小被浇灌, 王室从未如此利涩, 顿时呆了。 娘, 娘, 你怎么可以? 王室豁然坐起来, 神色严厉。 都是我的书, 只当你是个小孩子, 多娇种些也无妨, 没打量你一生日长大了。 昨日齐横来家后, 我听你一说便也动了心思, 才由着你胡来。 看看你这副模样, 这是, 这是什么穿戴打扮? 哪像个敌出的大家小姐, 不如我那争风的下座女子, 转转丢了我的脸。 你若不听话, 我现在就一巴掌抽死你, 省得你出去丢人现眼。 如兰从未被如此责骂过, 吓得泪水连连, 听得母亲骂得如此难听, 贪软在王室脚边, 只不住地哭泣, 嘴里含含吾呼呼的。 为何, 为何怕我? 王室看着女儿, 渐渐显露出姑娘模样的身段, 知道不可再心软了, 便淡淡道。 刘嫂子, 给姑娘脚块湿巾的擦脸。 是。 如兰, 莫哭了, 你上来坐好, 听娘说给你听。 如兰抽抽气气地, 已在母亲身上, 王室似乎回忆起娘家的往事。 为娘这许多年来, 走了不知多少冤枉路, 有些是叫人算计的, 有些确实自己不懂事自找的。 现在想来, 当初你外祖母对娘说的话, 真是句句金语良言。 可他你娘, 倒是一句也没放在心上。 今日, 才有了林七阁那贱人。 你如今要听娘的话。 太太, 如兰停住泪水, 蒸蒸地听了起来, 王室顿了顿。 这婚姻大事, 自古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意, 媒得姑娘家自己出去应成的。 那种媒脸的作派是小妇干的, 你是嫡出小姐, 如何能那般行事呢? 男婚女嫁, 本得门当户对。 若是人家不要你, 瞧不上咱家门户, 你能舔着脸上去奉承八戒吗? 如兰最是心高气傲, 顿时脸红, 愤然道, 自是不能。 你年纪还小, 好好过几年闺女日子, 以后你出嫁了, 就知道当姑娘的日子有多舒服了。 有娘在, 你舒舒服服地当小姐, 岂不好? 如兰想着齐衡, 游字不舍。 可是袁, 齐公子对我很好的, 郡主娘娘, 兴许会改主意呢? 王氏一股气又上来, 骂道, 你个没眼力的死丫头, 人家给你三分颜色, 你便被哄得不知东南西北了。 你仔细想想, 她对你们姐妹三个, 不都是一般客气的吗? 说起来, 她对明兰还亲热些, 不过也为着她年纪小, 又孩子气, 况且, 做亲拿主意的是她父母, 她都不见得对你有意。 齐大人和郡主, 自想着对一个门当户对的亲事, 做什么要你? 你再胡思乱想, 当心我立刻告诉你父亲, 让你再吃一回板子。 母亲, 母亲。 王氏这一次是硬心肠了, 指着如兰骂道, 你要脸不要, 一个大家小姐, 不过见了个外头的后生两回, 便这般千尝挂肚, 欠着厚颜知智, 不知廉耻。 如兰被骂傻了, 真是羞愤难言, 一扭头便跑了, 边哭边跑, 刘坤家的要去追她, 被王氏制止了, 反而冲着帘子大声骂道, 你让她哭, 这个不要脸的孽障, 哭醒了要是能明白便怕, 若是不能明白, 我还要打呢, 打得她知道李依廉耻, 去外头问问, 哪家的小姐会自己过问亲事的? 正经人家的小姐, 都是由着长辈做主的, 平日里一句都不问才当事, 便是说上一句, 也要休胜个半天, 就算年纪小不懂事, 也可学学她大姐姐是如何端庄行事的, 我, 我哪一辈子做了孽啊, 生了这么个厚脸的死丫头, 不如打死了干净。 儒兰在外头听见了, 更是哭得昏天暗地, 一路跑向闺房, 一头栽进枕头被子里, 哭得死去活来再不肯出来, 王室坐在原地, 气得胸膛一起一扶, 刘坤家的上去给她顺气, 哎呦, 太太别上火了, 姑娘到底年纪小, 平日里又好喝四姑娘争, 她也未必真不知规矩, 不过是见四姑娘的做法, 有样学样, 已是斗气便学了而已。 都是那贱人, 没得带坏我儿。 刘坤家的又端了杯茶, 服侍王室喝下, 见王室气顺了些, 便试探道, 那齐家, 太太真的作罢了? 端的是好人家呢? 同事做娘的, 我知道郡主的心思,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般品貌又这般家事, 将来聘哪家姑娘不成啊? 虽说咱们老爷也是好的, 可到底不是那豪门贵胄出身, 又不是圣圣的心腹权贵, 齐家自己就是公府侯府出身, 如何瞧得上咱们呢? 明了明纯, 王室又到。 说句朱新的话, 今日, 若是华儿, 没准我还争上一阵, 可是如儿? 不是我说自家的丧气话, 论相貌论财学, 她如何配得上齐衡, 自己的闺女, 我都如是想了, 何况人家郡主? 算了, 何苦自讨没趣了, 咱们别的没有, 这几分傲气还是有的, 如儿又没什么手腕, 日后, 还是给她寻个门当户对的, 不受欺负就是了。 哎呦, 太太倒是转性了, 这一般名礼, 老爷听见, 保准喜欢。 我吃了半辈子的苦, 才知道当初父母给我择的这门亲事, 真是好的, 婆婆省心, 夫婿尚紧, 虽不是大富大贵, 却也衣食富足, 若不是我自己不当心, 也轮不到那贱人进门。 想想我姐姐如今的日子, 真是好险, 我还眼红姐姐家的比我好, 姐姐那般手段加入康家都成了那样, 要是我, 不说了。 刘坤家的把空茶碗拿走, 回来继续给王室柔背顺气, 太太四五岁时, 老爷便被派了西北巡捷, 老太太一意要跟了去, 便把您托付给了叔老太爷, 要说叔老太爷两口子真是好人, 他们自己没闺女, 又和老太爷兄弟情深, 便带太太千分万分的交宠, 可他们到底是做生意的, 见是如何和老太爷老太太比的呀? 大小姐那些本事啊, 都是跟着老太太学的, 太太十岁上才和父母团聚, 如何能怪太太? 这世上, 好坏都难说得很, 我自小便觉得, 处处低了姐姐一等, 待她出阁时, 她的夫婿门第也比我的高, 我还大闹了一场, 险戏被父亲上了家法。 当时母亲就对我说, 生家人口简单, 婆婆又不是亲的, 自不会拿架子消遣媳妇。 夫婿是个上进的, 但凡有些帮衬, 将来定有好日子过, 只要我自己规矩做媳妇就好了。 而姐夫, 虽家世显贵, 学问也不错, 但为人却没什么担待, 是个公子哥, 母亲并不喜。 因是康家老太爷和父亲交亲即后, 才做成亲家的。 现在想来, 母亲真是句句两眼。 当姑娘的, 只有自己做了娘, 才知道老娘的好处。 看来, 这可是真的了。 当初我与姐姐, 还为了姐夫争闹了一场, 后来姐姐胜了。 想起来真是好笑, 将来我条女婿, 有娘一半本事便知足了。 刘坤家的也笑了, 过了会儿, 刘坤家的忽想到仪式。 太太, 您说, 四姑娘回去, 会如何与林姨娘说呀? 这林姨娘, 会不会找老爷说相啊? 我巴不得她去找老爷说, 她若真说了, 便等着一顿好骂吧。 王室难得一次料事如神, 当夜, 圣洪下了牙, 便去林七阁歇息。 你说什么? 莫尔还要接着上庄先生的课? 我知道老爷是为着避邪, 如简和明简不妨是, 他们远就不怎么喜欢书本子, 可莫丫头不同啊, 他随了老爷的性子, 自想知书达理, 输进庄先生的课, 他正听着有味呢, 如何就停了? 是以我给老爷说说情, 大不了哥哥平风就是了。 不妥, 莫尔到底不是男子, 纵有满腹诗书又如何, 难不成去考状元吗? 女孩家呀, 读了这几年书也就足了, 以后在屋里学习女工才是正经。 名丫头啊, 前给我做了个玄色荷包, 又稳重又大方, 很是妥贴, 莫尔也该学学针线了。 灵姨娘听得直咬牙, 强自忍住, 款款走到盛红身边, 替她轻轻捏着肩膀, 松松筋骨, 凑到盛红耳边吹起如蓝, 娇嘀嘀地轻劝道。 哎呀, 读不读书啊, 都是小事儿, 老爷怎么不想长远些? 想想那齐家公子, 想想咱们沐儿。 圣红猛然回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灵姨娘, 刚有些晕呼燥热的身子, 立刻冷了下去。 齐家公子与沐儿有何相干? 灵姨娘并未发觉圣红有意, 静止说下去。 我瞧着, 那齐公子真是一表人才, 家世又好。 今日还与沐儿谈诗说文, 甚是相同, 不如…… 圣红祸地站了起来, 一把挥开灵姨娘柔柔地红缩手, 上上下下把灵姨娘打量一番, 灵姨娘被瞧得浑身发毛, 强笑道。 红狼瞧什么呢? 瞧瞧你哪来这么大的口气, 开口闭口, 就要给公侯家的公子说亲。 灵姨娘揪紧自己的袖子, 颤声道。 红狼什么意思啊? 莫非切身说错话了? 圣红走开几步, 挥手叫一旁的丫鬟下去, 又站到窗前收了窗格子。 回头看着灵姨娘, 低声道。 齐横的外祖父是襄阳侯, 当年襄阳侯驾有功, 却折损了一条腿, 圣上便封了她的独女为平宁郡主。 郡主娘娘自小在宫里长大, 极为瘦重。 齐大人官居从三品, 且都转运严实私使个大大的妃差, 非圣上信臣权贵不予认知。 还有于是, 齐国公府的大老爷, 只有一孱弱独子, 至今未有子私。 一个闹不好, 说不准, 将来连国公府都是那齐横的。 圣洪歇了口气, 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接着道。 自来公侯伯府出身的公子哥, 不是庸碌无为便是放荡恶霸, 似齐横这般上进才干的孩子, 还真没几个。 林依娘直听得两眼发光, 心头发热, 恨不得立刻招了齐横当女婿, 谁知圣洪口气一转, 转过来匪夷所思地看着林依娘, 吭声道。 齐横这般的人才家事, 父母出身, 哪家豪门贵女聘不得, 当初在京城里省她家说亲的, 几乎踏破门槛, 还轮得到我一个小小的支手。 林依娘顿时一盆冰水浇了下来, 心头冷了不少, 游自不死心道。 京城豪门贵女虽多, 可有几个, 若咱们墨儿出挑的, 她生得又好, 是此歌赴样样来的, 如何轮不上。 简直不知所为, 人家堂堂公喉之家的嫡子, 什么时候听说会聘一个庶女, 做正房奶奶的, 你痴心妄想也得有个脑子, 说出去, 莫要笑话人家肚皮。 便是太太生得如蓝, 人家都未必瞧得上, 何况你一个妾室生的庶女。 这一番话说得又狠又急, 如同一把钢刀, 把林依娘一身光鲜给剥落下来, 只剩下卑微落魄, 林依娘不由地哭了起来。 老爷说便说了, 何必开口闭口, 抵住折住的伤人心。 当初我就说了, 怕是我这个姨娘, 将来耽误了母儿的周身, 果然叫我说咒了。 耽误什么, 是你眼高心更高, 脑子不清醒胡思乱想, 高攀也得有个度, 莫儿是什么出身, 人家是什么出身, 你也不好好掂量掂量, 尽在那里做白日梦。 你怎么不说, 让莫儿去做皇后娘娘好了, 真是痴心妄想。 林依娘心里宛如被刀绞般恨, 想了想, 浮到圣红身边, 柔弱如丝的。 红郎, 这也不全是为了妾室和莫儿。 你想想, 几家这样好的家事, 若能与他们攀上亲事, 老爷将来仕途必定一番风水, 圣家也得以匪浅不适, 老爷不妨去试一试。 语音低碗, 柔媚动人, 圣红听了, 心中大大的动了, 便对林依娘道, 试一试, 你是让我去提亲? 林依娘见此, 眉眼如丝地点点头, 圣红深深吸了口气, 定定神, 恼怒道, 我今天老实告诉你, 便是那郡主娘娘提出的男女有别, 暗示不要叫府里的女孩们一起读书的, 她的意思再清楚也不过, 便是不想与咱家女孩搭边, 再说了, 便是以后郡主改了主意, 那怎么也轮不到输出的, 林依娘没想到这件事惊到, 这, 是郡主娘娘, 怎么会, 圣红心里思夺了一下后果, 越想越后怕, 一把将扯着自己袖子的林依娘, 嗓倒在地上, 骂道, 你叫我试一试, 倘若我伤门提了亲, 又被人家回绝, 你叫我以后在齐大人面前如何立足, 你这无知妇人真真的愚蠢不堪, 倾向着自个儿的小算盘, 也不为全家人想想, 我若是听了你的蠢话, 讲了坏了事都可如何是好, 林依娘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吓得脸色苍白, 仰着脖子哑声道, 老爷, 梦儿他自小出条, 生的模样好不说, 还童小狮子, 严语得体, 我总想着, 将来的亲事, 不要委屈了他才好, 老爷, 他也是您的亲生女儿, 你可不能不管他呀, 圣红见着女人还在夹缠不清, 一巴掌拍开了他的手, 只要你不贪心, 不妄图高攀, 给墨儿的亲事我自会留心, 断不会委屈了他, 罢罢罢罢, 我这就叫人, 把威瑞萱, 空着的西侧院收拾出来, 明日就叫墨兰搬去, 和如兰一同去住, 以后, 一应事宜都有老太太规之, 省得留在林西阁将你带坏了, 学你那一套, 莫非, 强来也想让墨儿也做妾, 林一娘听了, 一口气上不来, 闲闲晕晕死过去, 抱着圣红的大腿苦苦哀求, 圣红想起儿女的前程, 便狠下心来, 一脚踢开她, 大步朝外走去,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依如语, 紫小木, 陈语, 阑珊梦演播 第二十九集 林一娘游自浮在地上, 躲在烧尖的墨栏掀开帘子出来, 也是满脸泪痕, 过去轻轻把林一娘扶起来, 母女俩相对泪眼, 过了半晌, 林一娘拉着女儿的手, 孩子, 别听你父亲的, 她是个大老爷们儿, 不知道内宅的弯弯绕, 若论出身, 你自比不过如蓝, 可你相貌才学, 哪样不比她墙上个十倍百倍, 一样的爹, 凭什么你将来就要缺聚于她之下, 说你自己不去争取, 好得哪轮得到你啊, 难不成你想一辈子比如蓝差吗, 可, 可, 可是, 要是让父亲知道了, 必不轻饶我的, 傻孩子, 你要做得聪明一些, 接些名堂, 找些名头, 你父亲不会察觉的, 好孩子, 你诗文好, 模样好, 时间长了, 不愁齐公子心里没你, 孩子, 别哭, 以后你住到了威蕊轩, 也有好处, 你冷眼看着如蓝有些什么, 有什么缺的, 便去向太太要, 太太要是不给, 我叫她吃不了兜着走, 老太太不是说, 姑娘没出格前, 都一般的尊贵吗, 林依娘娇硕的眉目, 竟然一派伶俐, 与两个姐姐的呼天抢地不同, 明兰听说不用上课, 第一件事就是叫小桃去长洞处递了请假条, 早自习暂停三日, 你老姐我要休养生息, 姚依依上辈子读了十几年书早读宴了, 一开始上庄先生的课是为了多知道些这时代的事, 总不能逮着内宅的丫鬟婆子就问, 当今天子姓啥名谁吧, 但这几年书读下来, 于事情该知道的早知道了, 近年来, 庄先生加大力度地讲八股文和策论如何做, 明兰平生只会写法庭记录稿, 不需排比, 不用对账且字数不限, 庄先生一开始讲课, 他就昏昏欲睡, 早就想脚底抹油了, 吃过晚饭把书本一推, 洗过小脸小脚丫便开开心心地去见周老太爷, 没有第二日早起的负担, 一觉睡得喷香熟憨, 醒来后伸着小懒腰, 只觉神清气爽, 此时正是夏秋之交, 天光晴朗, 明兰宛如刚放了暑假的孩童, 一请过安后, 便向崔妈妈要了鱼竿鱼篓, 要去府中的那莲池里垂吊, 崔妈妈知道明兰速来懂事乖巧, 这几年见她读书交幼地十分辛苦, 便答应了, 还给配了一盆子鱼饵, 又细细吩咐单局小桃要仔细看住明兰, 离唐边远些, 莫要掉进去, 反被鱼吃了云云, 明兰点头如捣蒜, 圣府内有两个池塘, 一个大些, 靠近圣红妻妾的主宅, 一个只有巴掌大, 靠近收安堂和家属, 大池塘里的连棚藕和鱼虾都有人打理, 明兰想了想, 便直奔小池塘, 选定地方, 单局给明兰安了小主意, 撑了大圈布散, 燕草和秦桑, 一个端着茶水, 一个端着水果点心, 分别放在小竹鸡上, 明兰见排场这般大, 觉得不钓上个十几条, 也未免过意不去, 可是越挤越没动静, 好在小桃原就是乡下来的, 鱼钓鱼捉虾最有经验, 便教明兰挂耳看福子, 在明师指点下, 果然历时便有两条笨鱼上钩, 小池塘里的鱼儿安逸惯了, 何曾被捕捉过, 都笨笨傻傻的, 不过半个时辰, 明兰便掉了八九条, 明兰大是得意, 这时, 见清零零的池水中, 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心中一动, 便拿过一柄长杆网兜, 何小桃齐力朝那个方向, 用力兜了几下后提起, 众人一看, 原来是一只肥头大耳的甲鱼, 正一副呆呆状扒拉着网兜, 明兰乐了, 小手一挥, 带着笨鱼和胖甲鱼明惊收兵, 直奔西侧小厨房, 当初林一娘成功进门后, 因为种种原因, 圣老太太, 欲加不愿意和人来往, 便托说要吃素, 又置了只有五六个灶头的小厨房, 与府里全然隔了开来, 这个习惯到了灯舟也带过来了, 小厨房只管受完糖的一种饮食, 见圣老太太宠爱的六姑娘来了, 都恭敬地笑着行礼, 明兰把鱼篓倒出来, 几条鲤鱼和那只甲鱼, 让丹菊端回去拿水养着, 五条鲸鱼便拿来做菜, 两条包成两碗鲸鱼汤, 三条做成两份葱香气鱼腑, 明兰跟着上辈子的回忆, 指点着长厨妈妈做了, 待到中午开饭时, 一份汤和鱼腑送上饭桌, 另一份送去给崔妈妈并单举小桃吃, 明兰心情雀跃地坐在桌边, 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圣老太太, 谁知老太太却一直不开饭, 只看着门外, 大户人家规矩大, 长辈不说开饭, 明兰连筷子都不能碰, 正要开口问祖母, 忽然门口帘子一掀, 一个修长的人影飘然而来, 明兰看清了来人, 嘴巴张大了, 横哥多吃些, 下想还得读书, 可得吃饱吃好了, 把这儿当自个儿家吧。 圣老太太慈祥地朝齐横说, 又吩咐房妈妈给她布菜, 齐横唇红齿白, 回忆斯文一笑。 这鱼真好吃, 老祖宗, 你也吃啊。 鱼, 六妹妹怎么不吃啊? 明兰一直低头埋在碗里, 才微微抬头, 啤笑肉不笑道, 您吃, 您吃。 这两道鱼菜, 可是今儿个名丫头的心意, 鱼是她钓的, 也是她吩咐这么做的, 可真味不错。 野生的鲫鱼, 远旧鲜美可口, 那鲫鱼汤是将鲫鱼用滚油略微炸成金黄色, 立刻投入砂锅中, 配以笋片, 新鲜蘑菇, 香菇和嫩豆腐, 放足了香浆料在小红泥炉上, 足足微了两个时辰, 带到豆腐都微穿孔了才得成的, 汤色乳白, 鲜美润口, 圣老太太和齐横都忍不住喝了两小碗。 还有, 那葱香鲫鱼府, 是将鱼肉片开, 用岩浆汁和酒, 腌渍上一个时辰, 再使用小胡椒和葱段, 放在温油中反复煸炸而成, 葱香浓郁, 微辣鲜咸, 清酸薄甜, 极是开胃爽口。 齐横吃得美味, 不觉连着扒了两碗饭, 眼中破坏了他折仙般的翩翩公子形象, 只看得他身后的小丝张口结舌。 饭后上茶, 齐横坐在圣老太太下手的一张长春藤边的高脚藤墩上, 优雅地擦擦手指, 端起茶碗道, 可真谢谢六妹妹了, 为了我这般费心。 费你骂个头。 明兰窝在旁边一把三边围起来的富贵花开乌木大椅中, 和齐横并排而坐, 椅高腿短便悬空一双小脚, 眼睁睁地看着齐横伸下那把他惯作的腾端, 呵呵笑了几声, 饮下轻轻咯吱声, 嗖嗖叫, 嗖叫。 这小猴儿淘气得紧, 昨日一说不用上学, 今日便背着鱼篓下水捞鱼去了, 不过为这好玩罢了, 横哥莫谢他。 齐横目光闪烁这笑意, 六妹妹, 明日咱们吃什么? 西湖醋鱼和清炖甲鱼汤。 不过你没机会,今晚他们就会上桌的。 明兰暗下决心,脸上堆着天真的笑容。 袁若哥哥问得好,我待会儿就去厨房打听打听。 我怎么听说你养了几尾活鲤鱼和一只甲鱼在院里? 齐恒立刻灼灼目光望向明兰,明兰只能再次傻笑几声,不情愿地坦白借口道。 鲤鱼和甲鱼得先养两天,得吐进了泥沙才好做菜的。 哦,那什么时候才能吐进泥沙呢? 齐恒追问,似乎忽然对吃得很感兴趣。 你饿死鬼头胎啊! 杂鱼好像差不多后天吧。 那咱们可数定了啊,后天吃鲤鱼和甲鱼,妹妹可莫小气不肯端出来哟。 明兰善善地笑了数声,低头含恒啃了口琵琶果,眼睛转了转,抬头天真道。 那咯,以后袁若哥哥是不是都在这里用午饭啊? 恒哥和你大哥哥,眼看就要考举了,可要紧着些学业。 这阵子啊,他先在这里吃,回头家属那儿布置好了,就和你两个哥哥一块儿在那儿用饭。 明兰大喜,随即转头朝着旗横,拍手道。 好呀好呀,庄先生说,论语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玄若哥哥和大哥哥一起用功探讨学问,并能事半功倍,将来必然一起考上。 齐横乐了,伸手捏了捏明兰头上的包包,觉得手感甚好。 称妹妹急言。 明兰头上被冻了土,抑郁的小脸蛋红扑扑,鼓着脸颊不再说话。 不想齐横瞧她可爱的紧,忍不住又摸了摸她的头。 用过了茶,房妈妈安置齐横去幼刺间歇武教,又指挥几个丫鬟抬水背金子让她梳洗。 明兰本来想和盛老太太一块儿逆着说说话,探讨一下不用读书之后的日常安排。 可这会儿,隔间里睡了个大麻烦,她全无心情,便回了自己的梨花厨。 崔妈妈铺好了整席床垫,便拎着小桃浇熨烫去了,撕个绿的在外头暴煞些下,单局服侍明兰卸衣梳妆,梨花厨静密温馨, 只听见单局温柔地在耳边蓄道。 房妈妈早教了我怎么梳头的,回头我给姑娘梳队俊峻的垂环,戴上些摘耳猪耳的,岂不好看。 明兰对着镜子和单局扮了个鬼脸,苦笑道。 嗯,再缓缓吧,这小舅舅书这方便。 单局似乎想到了什么,又在明兰耳边低语。 那齐少爷为人和气,我瞧着他倒喜欢姑娘,怎么姑娘一副爱他不理的。 明兰转头,看着单局一脸如姐姐般的关怀,压着极低的声音,正色道。 我知道姐姐是好心,可你也不想一想,她是公侯之子,贤贵之子,我不过是个执州的庶女,尚有嫡姐和初挑的庶姐,这般无畏亲姐,别到时候突惹麻烦。 真不好意思,她是功利的现代人,那齐衡和她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不可能娶她。 在这礼教森严的古代,难道两人还能发展一段纯洁的友谊不成? 哪怕当了她姐夫,她也得避险,怎么想都想不出和这小子交好的必要性,反而处处是危险。 一个闹不好,惹着了那两个春心懵懂的姐姐,那才是要命了。 单局是个聪明人,一想就明白了,脸色暗淡,低声道。 哎,真是可惜了,我为着姑娘想,齐公子真是个好的。 明兰看了会儿丹菊,微笑着摇头,拉过丹菊坐到一起,低声道。 丹菊姐姐你为我好,我自是知道。 现下我们都一日日大了,我今日要嘱托你几句话。 丹菊肃然坐直,明兰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轻声道。 我们做姑娘家的名声最重,便是几句风言风语就可要了命了。 我又是这么个身份,不过是靠着老太太的恩德才能活得这般体面。 不论是为着自己,还是为着恩慈的老太太,举止行当,犹要谨慎手里,一言一行,纵算不能为老太太争光,也不能为她抹黑了。 丹菊姐明兰忽然一副大人神气,便认真听了。 这几年服侍明兰下来,心里知道自己的这位主子看着一团孩子气,实则见是卓越,只听明兰接着说。 姐姐是我这屋里的头一人,不但是我得以忠姐姐,小桃安置不说,那四个绿的也是要靠姐姐管制的。 将来若是再来几个小丫头,我也不好亲自指责叫骂,这将来也是姐姐的差事。 所以姐姐自己就得要先把住了关节,不可让下头的小丫头乱了规矩,肆意淘气才是。 我这里就托付姐姐了。 言语音音,嘱托郑重,说到后来更带上几分严厉。 单局知道这是明兰在认可自己地位,心中既高兴,又觉得重担在任,便认真地点点头。 房妈妈安顿好了旗横便去了佛堂,正瞧着佛堪内供着一个白玉玲珑的双龙土珠四角小香炉。 炉上香烟缭绕,前处的暗机上放着个赞花绘纹银托盘,上供着些新鲜果子。 圣老太太就坐在一旁,面前摆着一本摊开的佛经,手撵着一串惯用的紫檀香珠。 威和双母却没有念经,房妈妈进来便笑道, 老太太眼神不好,不如叫六姑娘来读佛经。 姑娘声音好听,朗朗伤口的,连我都喜欢听呢。 让她睡吧,小孩子正要多睡一睡,才长身子呢。 况这几日,她心思重了不少,满脑子的官司,好好歇着吧。 今日那齐少爷来吃饭,老太太瞧姑娘吃惊的模样,眼珠子都快掉碗里了。 真真好笑了,不过,细细想来,姑娘真是个明白人,不枉老太太这般疼她。 圣老太太睁开眼睛,翻了一页佛经。 老爷名字起得好,老爷名字起得好,他这般见识明白,仔细思量,小心避嫌。 当得起一个名字。 本集完,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大型穿越宅斗小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由华一如雨、紫小木、陈雨、蓝山梦演播 第三十集 齐恒子人生就天之骄子 家世显贵,俊美出众 待人宽厚随和 一副温和性子 不许老爹打骂便自觉自愿地热爱学习 有宝哥哥的好处 却又比宝哥哥多了几分上镜稳重 在授完糖吃了三顿午饭后 笑语艳艳,谈吐清雅 连首寡二十八年的房妈妈都开始表情软化许多 大约二十多年前 齐国公府红运当头 公爷的两位公子均娶了红极一时的显贵之女 长子娶了兵马大元帅兼国舅爷的长女 次子娶了襄阳侯的独女 是原本位居贵州公府之末的齐国公 一袭红得发子 不过这种好运是有代价的 两位儿媳来头大 架子大 脾气自然也大 把婆婆哄得晕头转向 把丈夫都管得滴水不漏 大儿媳妇拿出父亲铁腕治军的本事 把丈夫房里的阴阴艳艳艳一扫而空 拔花除草 弄得夫妻俩膝下 只有一子 而且还是要罐子 现在虽然娘家势力大不如前 可齐大老爷也饱刀已老 奋斗不出第二个儿子来了 几年后 二儿媳妇进门了 有样学样的把齐恒他爹也吃得死脱 自从生下齐恒后 平宁郡主不能再生了 居然也不许齐大人开辟第二战场 只能守着郡主和一个年长五子的妾室 哭哈哈的过日子 除了一个常年躺在屋里养病的堂兄 齐恒连一个兄弟姊妹都没有 平常和表兄弟的还能一起玩玩 可是平宁郡主对于一切 可能成为她儿媳妇的女孩子 严防死守 所以日常连表姐妹也不怎么来往 进了圣府读书之后 在平宁郡主日夜灌输男女大访理念之下 齐恒对两个如花似玉的 莫兰如兰坚定地保持距离 只有明兰 郡主倒没怎么说到 所以对于齐恒而言 明兰是她迄今为止唯一遇到的小妹妹 而且漂亮乖巧的像只小胖松鼠 齐恒一见就很喜欢 偏小明兰板着小包子脸 老喜欢扮严肃 几顿饭吃下来 齐恒愈加忍不住逗她闹她 其实齐恒为人很是不错 那日吃了明兰的鱼汤和鱼腹 第二天便给明兰带了一匣子 从自家乡底里翻出来的食谱 有煲汤的 药膳的 面食的 见明兰在那里做针线女工 第三天便带来了几本京城石心的花样子 另满满一囊十几色的猪儿馅 明兰拒绝不了诱惑 而她拿人手短之后往往就会变得很殷勤可爱 给齐恒端凳子添茶水 见她下学便嘘寒问暖 袁若哥哥读书辛苦了 袁若哥哥赶紧歇一歇 小胖松鼠般忙碌的跑前跑后 和齐恒说话也乖巧挥鞋起来 佑妹妹 你这是强凌弱呀 齐恒看见明兰拿水草斗鲸鱼玩 故意玩笑道 明兰无辜道 才不是 和她交手前 我不知道她比我弱来着 那你又怎么不玩了 齐恒见她丢掉水草又问 明兰很诚恳道 我听袁若哥哥的话 不是强凌弱了 明兰觉得自己真的很狗腿 齐恒很开心 又揉了揉她的脑袋 笑得回肠荡气 秀美的眉目舒展 光彩耀目 仿若顾凯之的未尽风雅画般美好 瘦完堂的小丫鬟们迷倒一片 待到第四天 她终于不来吃午饭了 明兰再次拿出水草 淡定地走向金鱼缸边 姑娘 小桃从外头进来 手上捧着一个精致的草篓子 满脸糊涂 鸡少爷将人送这个来给姑娘 说用这个草豆鱼才好玩 明兰顿在那里 十分无力 好吧 也许 她想太多了 自从莫兰住进威蕊轩之后 王室一个头两个大 纵然姑娘们明面上月理银子都一样 但私底下 王室自然多给自己女儿些 就算是每季做三身新衣裳 自己的女儿当然要多两件 连老太太也不会说什么 王室自然乐得糊涂 谁知莫兰看着柔弱眼睛却尖 便是如兰多了一只新钗 也要哭上半天 哭得眼睛红肿 神色惨然 然后走出走进间 让上上下下都瞧见 王室直恨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一巴掌上去 太太不用放在心上 她便是去找老爷哭诉 又如何呀 三个姑娘各有靠山 这是老爷也知道的 咱们姑娘有太太 四姑娘有林姨娘 六姑娘有老太太 各念各的惊霸了 有本事 就把林姨娘的产业收回来 把六姑娘从寿安堂 迁到威蕊轩来 尚太太真统教养这些姑娘 那时倘若太太有个薄厚的 老爷方好说嘴 这底下话我不知 老爷那里我也是不怕说的 可那死丫头 整日一副枯丧脸尽出 外头不知把我传成怎样呢 哎呦 小孩子没什么心机 以为这样便可以挟制太太了 太太不妨先去找老爷 说太太一没打 二没骂 好吃好喝供着 可四姑娘还是整日的哭 太太怕照服不好 索性还是让四姑娘回去吧 太太一指头都没动过四姑娘 看她能说出什么来 她要是真敢说 太太厚此薄笔 太太便也有了说头 若是她什么都不说 只在那哭呢 太太自可说 您尽心照料没落个好不说 她整日哭哭啼啼半死不活的 弄得活死欺负女儿的后妈一般 这恶名宁可担不起 问老爷怎么办 王氏觉得虽然生硬了些 却是与李树无碍 便照了刘坤家的座了 圣洪听了果然心下不悦 便去找了墨兰说话 进门就叫墨兰跪下训话 外头的丫鬟只听见墨兰不住的哭 还有圣洪怒骂 学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下作把戏 好好学学大家闺秀的座派 收回产业什么的云云 然后拂袖而去 墨兰长这么大第一次被父亲骂 足足哭了一夜 第二天便老老实实去给王氏请安 端茶送水做足了女儿模样 王氏说什么他便听什么 哪怕是训斥他也乖乖低头听了 见他这副委屈的样 王氏也不好拿架子拿过了 便也作戏般的当起了嫡母 古代是个男权社会 男女分工明确 男人工作赚钱 女人管家理事 生下了孩子 大家一人管一半 圣洪管儿子读书 做官正米 王氏负责管教儿女品行 分发月营 打理家务 还有规制下人 还得给女儿们定期做衣裳首饰 如何登州官换家的女眷来往 便把三个蓝领出来见客 不过圣老太太很奇怪 三次里头倒有两次不让明兰去 几天嫡母当下来 王氏呼恍然大悟 长叹一声 老爷果然好散起 真真一片慈福之心 刘昆家的正坐在炕机上 跟王氏对仗 听了盲问为何 王氏苦笑道 老爷一直存着心思 想把那俩丫头寄到我名下 明兰倒也罢了 老太太把她揽了过去 将来大了要说人家 估计也不用我怎么操心 端看这回齐家公子来的情形 便知这丫头还是个老实的 没学那不要脸的上赶着八戒 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会与敌解争 把她寄到我名下也无妨 大不了回头啊 我给她添些嫁妆便是 可是四丫头 老爷知道我与林姨娘的嫌隙 有年头了 儿女各不相干 也不好硬逼着我接纳四丫头 便想出了这个生米煮熟饭的主意 先把人弄过来 让我娇着养着领着剑客 回头等墨兰大了 说亲事实 那时要我记她的名下 我也不好推脱了 刘坤家的听了 心里暗到太太长静了 笑着说 太太说得有理 我想也是这么个脸 可是太太不必忧心 这庶女记住嫡母名下 是一般大户人家都有的 这种事记在族谱里 不过是前头片片祖宗 后头片片后人 当事的谁不知道谁的底细呀 这难不成 外头来说亲的 真会以为墨兰是太太生的不成 也就是看看体面些 能攀个好亲罢了 不过呀 这纵是再体面 还能体面过太太的正经闺女不成 你的话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心里不痛快罢了 想起林姨娘往事得宠时的样子 往事一阵一阵的气堵的慌 总思存着想个什么烦 让那贱人的女儿 嫁得凄惨无比才好 可是又不能乱来 一个不小心连累了自己女儿 可得不偿失了 刘坤家的看王室脸色 知道他又在牛角尖了 便劝道 哎呀 太太且把心放开些 将来姑娘出嫁了 也指着娘家体面 将来只要百根大出嫌了 他还不得看太太的脸色 照我说呀 太太莫和丫头姨娘置气了 盯紧了百根读书才是要紧 瞧着秋围就要开了 只盼着咱们大少爷 能一举种地才是好呢 太太下半辈子的体面 就都有了 王室想到长子 顿时精神大振 拍着袖蹲道 没错 那贱人整日夸风格好学问 考了两回才过了府市 老爷就宠得跟什么似的 可笑今次院士落了宝 看他往后还说嘴 你提醒得好 幸亏母亲把你送了来 这样读了一年书 渐渐临近相识 庄先生紧锣密鼓地讲经说文 索性把还在被论语的长洞 放了半日课 只留三个大男孩密集深造 长风虽还不是生员 但也算半个考生 被一起拉拔进了考前补习班 王室每日里鱼汤鸡汤猪脑汤的进步 圣洪心里抓挠似的 想去问两句 却故作淡定地拿了本道德经装药 明兰是个很没政治觉悟性的小书纪元 跟祖母两个窝在临床的炕床上 吃刚蒸出笼的红豆山药稻米粑吧 这是明兰心想出来的南方小吃 祖孙俩吃得齿甲流香 明兰含糊地说 真好吃 还有一楼给祖母晚上倒宵夜 吃了暖胃 圣老太太拿湿布金子擦擦手道 送一些给百哥吃吧 怪不容易的 这也是在给圣家光耀门眉 回头你们也能得意 你上回给洞哥做的那个书包袋子 我觉得很好 这回你哥哥去赶考 你先把别的活计放一放 也给他做些好用的吧 你哥哥也会念你的情 明兰点头 当初他见小长洞身边的小丝不得力 上学去许多东西还得自己拿 索性给他做了个三层袋的双签书包 锦绣纹路的肩带 白云蓝天绿草的花样 用圣老太太不用的散现檀香佛书 在袋口处系着松紧带 既轻便又好看 小长洞喜欢的什么似的 自己的手艺受到肯定后 明兰十分鼓舞 便在上回长柏送来一对金鱼之后 他做了个石青色松竹梅的扇套过去 长柏一高兴 又回送了铜城特产的边花竹篓笔筒过来 明兰觉得自己当初决定学习方向的无比英明 女孩子的学习方向还可以选择 男孩子的努力目标只有一个 科举 考科举的好处多多 考得好可以当官 考得一般的可以当立 考得不好的也可以在村子当个私塾先生 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功名就可以免税了 即便是个秀才 见了县太爷也不用下跪 科举不仅对平民男子具有改变命运的重大意义 对于圣长柏这样的官宦子弟也很重要 古代的官职不是世袭的 圣老爹是官 但他的儿子们却也得靠自己本事靠科举 才能获得官职 否则圣家的兴旺便只在这一二代了 这些都是圣老太太说的 说的时候口气中自然透出一股郑重之意 明兰悄悄偷瞄她几眼 从很久之前明兰就发觉自己这位祖母很奇特 虽然出身侯府权贵 却对那类靠殷袭的公孙公子很是不屑 反对那些靠自己本事考科举的学子 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估计当年她就是这么看上失文倜傥的炭花狼 圣红她爹的了 明兰一边推理前情 一边不自觉地伸手 想再去拿一个八把 去摸了一个空 发现圣老太太已经叫房妈妈 把点心收进暖盒里送走了 圣老太太回头瞧见明兰 身在半空中的白胖小手 眉头一皱 苦口婆心地劝道 小明兰 听祖母的话 你可一天天大了 不好像小时候那么吃法了 回头胖过了头 穿衣上都不好看了 明兰善善地把小胖爪子收回来 她这不是为了掩饰美貌 装低调呢吗 出门一个月后 长白清着面孔 虚伏着脚步回来了 见过祖母爹娘就一头栽进房间 闷头闷脑睡着了 这回圣红倒没拿架子训话 他自己是烤过的 知道香氏和之前烤秀菜的县市 府市院市截然不同 真是要生生脱去一层皮 香氏在省城济南举行 烤完后不几日便放了榜 所以早在长白回家之前 急报就已经传到了灯州 长白哥哥烤了十几名 成绩大事不错 圣红为了显得自己 狠见过世面 并没有大肆铺张 只请了一些同僚好友 并庄先生 在家里办了几桌 琼琳宴庆贺一下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31集 在席面上 听众人夸口 圣红心中得意 看看左边的知府大人 想起他那斗鸡走狗的败家子 看看右边的通判大人 想起他那寻花问柳的猪头仔 心里真是舒畅极了 里头的女眷宴上 王室也是风光体面 一众官太太们产辞全勇 家中有士林女儿的 还隐隐透出 想要结晶的意思 王室一概装傻充愣 只晚上与圣红说了 骄傲自豪之情 易于言表 宛如农家大嫂辛苦多年收获的大白菜 受人赏识了一样 都是土地好啊 圣红一口回绝 害他莫要新奇 百儿是长子 他的婚事自当郑重 这会儿啊 且不急着与他说亲 待到明年开了春围 若是姓榜提名 再与他找一家名声好家事好的亲事 才是正理啊 若是不中呢 难不成非得等到中了状元才成亲 可别耽误了百科的年纪 只等明年再世 若是不中 我也不会非等到三年后 太太要为百儿想想 我这辈子是入歌进中书无望了 了不起将来混个堂块 有个三品体面容秀变足了 百儿将来在朝堂之上 总是由恩师童年提携 也不如找个后世的岳家才好啊 那些清贵的书香人家找女婿 起码也得挑个进士吧 这番话原是二十年前 圣老太太与圣红说的 当初她也是刚中了举 便有人上门提亲 却被圣老太太拒都回绝了 说她父亲早亡 圣家又是清商起的家 除了几个念旧情的王妇童年 朝中并无人提携 这才巴巴等到圣红次年 中了名字靠前的进士 才娶到了王家二小姐 之后虽是圣红自己上进 却也受岳家注意匪浅 现在想来圣红官场顺遂 从未被上司欺压刁难 官场上人来人往也多有体面 焉不知不是恩师杨阁老和王家的面子 圣老太太实事真知灼见 齐衡的成绩约挂贵榜百名 不过像齐家这样的权贵公侯之家的子弟 齐衡简直是奇葩 据说从太祖时代算起 整个大周朝封了爵位家族的子弟 考上科举的不超过四十个 虽然他们做官的不少 但大多都是因袭恩丰或后来捐官的 总觉得在正途科举出身的同僚面前 有些直不起腰来 这次齐衡考举 齐大人和平宁郡主大喜过望 联盟传信给京城的齐国公府和襄阳侯府 一时间齐衡成为了全国王孙公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相比圣家只是办了几桌研席 齐家摆了半个城的流水宴 光门口的鞭炮就放了几百两银子 还扛了几箩筐白面馒头施舍于穷人 第二日齐大人和平宁郡主 便带着他们新出炉的举人儿子齐衡 上圣府联络感情 盈兰清早刚起床 正坐在静台前打哈去 一听说姑娘们要去见齐大人夫妇 立刻让单局把刚梳好的反腕锤剂打散了改成锤条双环剂 插上一对赤金蝉丝玛瑙花的小流苏钗 穿上一件浅玫瑰红绣嫩黄折之玉蓝 于前经腰背的胶领断袄 配月白素段细折长裙 星前依旧是那幅金光灿烂的项圈和寓锁 打扮妥当后让圣老太太看了 圣老太太觉得太简单 又叫取了一对金丝香粉红芙蓉玉的镯子给明兰戴 谁知明兰手小不好戴 圣老太太叹了口气 便换上两对倩南珠的赤金角丝虾须拙 明兰抬起胳膊看 只见滚圆白胖的手臂上 各悬着两只叮咚响的拙子 顿绝吃力 齐大人长得不如圣红儒雅宣昂 但盛在一股子尊贵之气 看着比郡主娘娘好说话 见了圣府几个儿女都一一问了话 然后让郡主分送了一个沉甸甸的锦绣荷包 圣老太太受过礼后便回去歇息了 留下两对夫妇和几个孩子说话 因齐家和王家 还有几分七拐八拐的亲戚关系 论起来算是表兄妹 所以也不多避嫌了 齐大人捋着恶下微虚 看着很开朗 多亏了庄先生辛苦教导 方有我而今日 本想好好谢谢 谁知先生今日告了假去走亲访友 只好等下回才登门道谢了 那段日子 庄先生给他们两个人上课 一日都不曾歇 着实累了 他们前脚去济南 这庄先生后脚就躺下了 起来后说呀 要趁着他们赶考还没回来 赶紧去走走 否则一开始上课呀 又不在空了 回头等庄先生回来 咱们摆上一桌 好好喝一杯 齐大人机长大势赞同 转而又叹道 庄先生真有古圣人交书欲人 惹臣严谨之风啊 盛大人能请庄先生之灯州 真是便宜了我家恒儿 这些日子恒儿于府中多有叨扰 太太更是费心费力地照看着 我这里多有过意不去的 就怕误了府中哥儿读书啊 几个哥儿一块读书 倒比读哥儿的强些 恒哥儿又是个懂事之理的孩子 谈不上什么讨扰的 郡主娘娘大可放心 郡主扶了扶并边的朱差 看了一眼长白 眼中颇有满意之色 这倒是 你家大哥儿有恒儿一起读书 自是更好了 话说得很有理 神色间却难掩一股傲色 仿佛齐恒在圣府读书 是给了他们面子似的 王氏眼神低垂不语 这种时候就看出圣洪的本事了 明兰第一次看见自己父亲 在上级面前的表现 不卑不亢 长袖善武 说话得体又知道尊惠 他朗声道 读书靠的都是自己用功 那些苦寒出身的世子 何尝有这般那般的讲究 太祖爷时的流理二相 先帝时的三阳 纵横百合 运筹帷幄 何等能耐 他们可也都是贫寒子弟出身的 那可真叫人佩服 开国流相正是齐大人的外祖父 齐大人素来最敬仰这位先祖 听了面色大好赞道 正是 咱们两家虽家境好些 可你们也不许懈怠 多了祖宗的名声 这话是对着男孩子们说的 圣家三个男孩和齐横 一起站起来 垂手应声 齐大人见圣洪的三个儿子 都生得眉目清秀 不由得道 圣兄好福气啊 三位公子居是一表人才 接着又看看几个女孩道 儿女旺盛乃何家之福 郡主娘娘顿时神色有些不自在 不过这寂寞不渝转瞬即逝 见郡主不高兴 王氏自是知道前后的便笑道 虽说托子多福 可咱们又不是那装护人家 急着等男丁干活征产 所谓儿好不用多 要是争气呢 一个就够了 要是不争气啊 越多越头头 姐姐说的是 郡主娘娘说着 随手拉过一旁的如兰 细细看起来 不住地夸她 端庄大方 十分喜欢等等 又摘下腕子上的一个玉琢 给如兰套上 如兰被夸得满脸通红 神色间 颇有得色 故意瞥了墨兰和明兰一眼 眼中似有示威 墨兰脸色苍白 自她进屋后 只接过礼物时 说了句话 至此便没有机会开口 细白的手 紧紧攥住手绢 明兰正捏着那个 锦绣荷包细细感觉 踩夺着里面是什么 根本没看见如兰的眼色 这边郡主和王室 拉着如兰说话 那边圣红和齐大人 正对着四个男孩 考教学问 齐大人早年 也是一上进青年 可惜还没等他去考科举 便受了阴风 虽说后来官做得不小 但看见那些正途出身的 科甲官员 总觉得底气不足 所以对读书好的少年郎 都十分赏识 问过几句后 发觉长风侃侃而言 出口成章 而长柏 却惜字如今 一派虚寒若骨 齐大人忍不住 对圣红言道 贵长公子 端得一副 当年王家老大人的品格 他口中的这位王家老大人 便是王室的王妇 长柏的外祖父 这位王家外祖父当年是屈指可数 得了善终的能臣干力 历经三朝不倒 低调沉稳 无论高起低落都荣辱不惊 无论伺候哪个皇帝 就算一开始有心结 最后都不得不欣赏重用 堪称一代人结 很可惜 王家的几个舅舅才干学问都并不出众 但凭着祖英和皇帝的顾念 还是稳当地坐着官 让圣红好生羡慕 其实长柏的样貌酷似圣红 但秉性却奇异地转了弯 拷贝了四分之一血缘的外祖父 圣红虽然不是很喜欢王室 但对他带来的优良基因十分满意 不过他当着面对行神 接似自己的次子长风时 心情不免又有些微妙的变化 若真想了泰山老大人便好了 就怕只是话虎不成 不论多满意 父亲嘴里往往吐不出 儿子的象牙来的 圣红和齐大人扯着长百回忆起 王老太爷的英容笑貌 王室和平宁郡主扯着如兰说话 王室三句话不离本行 忍不住夸起自家女儿 这儿好那儿好来了 带到王室夸如兰夸到真现实 郡主眼光闪了闪 瞥见一旁幼小娇憾的小明兰 心里一动 呼道 我正要说这个呢 说起来呀 我要谢谢你家六姑娘了 王室呆了呆 平宁郡主笑着把齐恒招过来 齐恒看见坐在一旁的明兰 小女孩正一脸茫然 齐恒好笑 便细细说了原委 那日圣老太太 吩咐明兰给长百做些活计之后 明兰立刻贯彻执行 她打听到了考场之内 所有的衣物都不能是夹层的 又想到秋身天寒 便从库房里找出一大块厚绒来 细细裁开了 坐成了一对从脚尖一直套到大腿的护膝 嗯 类似长筒袜 谁知叫某天来蹭饭的齐恒看见了 觉着好玩 便也要了一对 在奉上一本绝版的镜花错针谱后 明兰勉为齐难地答应了 长百这时也过来了 站到王室身旁 温延道 刚到济南 前两日还好 谁知开考前一日 天儿忽然阴冷起来 坐在那石板大的号舍里头 一股子寒气又从脚下往上满叶来 亏得有六妹妹做的呼吸 一点都没动着 恒儿 还不谢谢六姑娘 她小小年纪就这般的灵力 真是难得 谢是要谢的 可账也是要算的 什么账 如兰惊疑不定地去看明兰 齐恒走到明兰面前 哼道 你在我那呼吸上秀了什么 明兰把小手一摊 无辜道 没什么呀 考场里不准有字的 我就秀了个记号在呼吸上 免得丢了呀 齐恒笑出一口漂亮的白牙 就知道你个小丫头会赖 然后转身对一个小丫头吩咐了几句话 转过来继续说 她在泽成兄的呼吸边上 各秀了一颗小小的松板 端得是苍劲挺拔 可是在我的呼吸上秀了 这时那小丫鬟回来了 齐恒接过丫鬟手里 一团毛茸茸的雾势 拿到众人面前 只见叠得好生整齐的 一团绒布上 闪着一小片东西 众人凑上去瞧 上面端端正正 秀着一只小小的金元宝 圆滚滚胖嘟嘟 憨太可居 甚是有趣 真是何意 恒而自圆弱 圆宝的圆 你别绣了这个 明兰红着脸点点头 一小下一小下的 缩到长柏背后去 长柏也很讲义气的 挡在前头 大家看看俊秀飘逸的旗横 再看看那只肥头大耳的 小金元宝 顿时都笑了起来 连如兰和墨兰 也捂着帕子笑着 小长洞 咽着小嘴咯咯不停 齐横故意捏了把明兰的小耳朵 即便我比不上你兄长 也不至于像只金元宝呀 小丫头 你偏心偏的没边了 瞧我以后还给不给你带活的 明兰被当众揪耳朵 白胖的一张小脸 窘得战红 用力扯开齐横的手 拼拟争辩道 你字里面的圆和元宝的圆 不都是一个字吗 金元宝那么大那么胖 可费了我不少金线呢 你不喜欢金元宝 那我下回给你秀元宵好了 众人几乎笑倒 那边的齐大人和圣红也听见了 圣红指着明兰笑道 你个小丫头 头快胖得跟元宵一个样了 明兰一边捂耳朵 一边卖傻装乖 偷眼去看王室 发现他似乎并未不高兴 有些放心 再去看如兰和莫兰 却见他们脸色略有僵硬 明兰心里一沉 她很清楚 她扮演无知孩童的日子 已经不多了 明兰很清楚 自己住在寿安堂的好处 不单是吃穿用度的提升 而是一种舒畅的生活节奏 不必养人鼻息看人脸色 可以娇憨自在地过日子 在寿安堂住了这么些年 明兰从来不曾受到过王室的刁难 和兄弟姐妹更是没说过几句话 每日和圣老太太腻在一块 在她跟前读书写字或做针线 晚上便睡在老太太的隔壁 如兰每次心理不平衡时 也想给明兰寻些麻烦 可如果她要找明兰 必得经过重重关卡 寿安堂大门 正屋里的房妈妈 烧间里的催妈妈 待她一路杀到梨花厨 逮住明兰 圣老太太就在隔壁念经 连给王室请安都被老太太推说 年纪小身体不好给赞免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32集 自从搬进寿安堂 再无一人给明兰受过气 白过眼 圣老太太对她的种种维护 明兰心里一清二楚 也万分感谢 可是随着墨兰搬入微蕊 明兰知道 这种愉快的日子 快要结束了 长百重举回来后一日 王室来请安时 笑着对圣老太太说道 姑娘们渐渐大了 该有自己的屋子了 魏蕊轩如今还空着一处 不如让明兰搬过去 也好让他们姊妹 多相处些日子 回头嫁了人 也不知何日才能相见 在礼物写字的明兰听见了 心里咯噔一声 看了一眼抗击对面 正帮她嬷嬷的单局 她也是一阵 外间一时无声音 只有圣老太太 滴滴的咳嗽声 这时房妈妈笑着说 太太说得是 昨儿老太太还同我说 让六姑娘自个儿住 可是太太也知道 这些年 亏得有六姑娘 这寿安堂热得活泛许多 老太太身子虽说好些了 可 这要是 房妈妈托长了声音 王室神色有些尴尬 倒是我疏忽了 自然是老太太的身子要紧 只是叫别家知道 家里就明兰没自己屋子 还以为我刻不明兰呢 太太说得也有理 不但他们姐妹要多处着 姑娘大了 也得学着管自己的屋子 没得老腻在祖母身边长不大 是以老太太说了 不如就将寿安堂东侧 空着的那排屋子 收拾出来 让六姑娘住 那离寿安堂 魏蕊轩都近不是 这个提议十分和谐 王室同意了 立刻指挥人手收拾屋子去了 明兰坠坠地从里屋出来 走到圣老太太跟前 低着头拉着祖母苍老的手 摇啊摇的 圣老太太把小女孩拉上炕床 心疼地搂着 两酒方道 你总得学着自己过日子 怎么管制丫鬟婆子 迎钱收支 和兄弟姐妹们来往 祖母不能挡在你前头一辈子 明兰抬头看着圣老太太布满皱纹的脸 灰灼老麦的毛子 只觉得心里一酸 蒸蒸地掉下眼泪来 埋到祖母怀里 明兰会乖乖的 一定不给祖母丢人 小姐住的秀楼多是南方特产 北方人素洗高阔爽朗 所以流行独立小院 寿安堂东侧那处小院 原先不过是个赏雪看湖的别院 规模不及微蕊轩一半大 王氏连着收拾了三次 圣老太太看了都不喜 说太过简陋不是居住 被圣红知道了后 立刻请了尼瓦木匠 将那小院里外整修了一遍 重新粉刷油漆修器 足足弄到过年 圣老太太才点头 发话等开年便让明兰搬过去 经过这一折腾 圣府上下都知道六姑娘明兰 是圣老太太的心头肉 便是搬出了寿安堂 众人也不敢怠慢轻视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年明兰过得格外抑郁 给祖宗排位磕头时眼泪汪汪 看着烟花都会平白掉两颗泪 日日扭着圣老太太不肯放手 连睡觉都赖在祖母屋里 常常睡醒了脸上都是湿的 圣老太太美美瞧见了也是一番叹息 却并不言语 出了正月 老太太挑了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房妈妈点齐了兵马 将明兰的一杆雾士打点清楚 浩浩荡荡地搬家去了 明兰拜别了圣老太太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寿安堂 这个世界 他第一个 可能也是唯一一个避风港湾 那里有全然无私 关心他爱护他的祖母 可是 这世上没有人能为他遮风挡雨一辈子的 这世界 终得他自己去面对 班兴家的前一天 明兰捧着新做好的扇套去找圣长柏 请他给自己的小院提个名字 其实 明兰倒有一肚子的好名字 什么 萧香馆 恒吴苑 秋爽斋 道香村 卢雪安 一个比一个文邹邹的 只是想起那些薄命女子的下场 觉得还是不要触这个眉头的好 长柏哥哥收了润笔费 立即文思泉涌 大笔一挥 木苍斋 木苍斋 有三间坐北朝南的大屋 正中被明兰做了正堂 充当客厅 左烧间做了卧室 右烧间做了书房 大屋两侧各一间耳房 前后再两斤爆煞 供丫鬟婆子们住 这地方十分邻近寿安堂 基本上被寿安堂外的园子 包裹在里头 一条回廊连接两地 如果这里明兰惨叫一声 那里圣老太太立刻就能听见赶来救火 老太太用心良苦 明兰十分感动 圣家六姑娘的基本配备 是崔妈妈一名 大丫鬟两个 小丫鬟四到六名 外屋的杂一小腰不等 比墨兰如兰的排场是差远了 不过木苍斋原就小 明兰又怕人多是非多 乐得顶着谦虚的名头不添人 况且圣红素来众官生 不肯弄出娇奢之风 是以圣家小姐的月里银子是二两白银 不过这是明面上的账 事实上 如兰有王室资助 莫兰有林姨娘赞助 圣老太太也每月给明兰另行送钱 大家兴照不宣罢了 乔迁那日 圣老太太坐镇正堂 兄弟姊妹们都来祝贺 长百哥哥送了个润泽如玉的乳瑶花囊 上头还插着几只鲜嫩的红梅 如兰送了一个雕花彩绘的花鸟大理石笔筒 长丰送了一整套山海制 莫兰送了一对手术的门帘 和一副清秀渔翁锤吊吊图 最后长洞畏缩地拿出鹤里 香姨娘亲手绣的春夏秋冬四季整套帐 分别是翡翠蓝杏四色 绣着四季斑斓的花鸟鱼虫甚是精致 看着长洞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明兰偷偷凑到她的耳边 告诉姨娘我很喜欢 小长洞立刻面上喜色 第二天一早 明兰魄力没有睡懒觉 早早到了寿安堂请安 乔剑也是眼皮发肿的圣老太太 祖孙俩搂着又是一顿好序 圣老太太把明兰前前后后看了一遍 活四孙女在外头睡了一觉 便掉了三斤肉一般 叨叨着问暖阁漏不漏风 地龙热不热 看床烧得怎么样 坐在一旁的王室端着茶碗 表情有些复杂 早年婆媳没有闹翻的时候 她也当过一阵子好儿媳 其实圣老太太这人颇难伺候 秉性高傲清冷 多说笑两句她嫌人家闹 多殷勤些她嫌人家烦 多关心体贴她些 她又觉得被人干涉 即便是当初的林姨娘 养在她身边时 也没见她怎么热络 因此王室当初便不愿意 如兰来寿安堂寿冷遇 也不知道这六丫头烧对了哪路香 竟这般受宠 当初刘坤家的提醒 该把明兰牵出来了 她并不放在心上 细想起来倒是有理 如果将来非要将明兰 记在自己名下 那自己也得端起嫡母的款来 该培养感情就培养感情 该教导就教导 而且姑娘家大了 老是在寿安堂里 那旗横进进出出的 多有牵涉也是不好 重要的是 最近陡然发现 在老太太的教育下 明兰行止得体 读书女工都多有敬意 反观自己的如兰 却依旧一派天真直率 专会和墨兰斗气使劲 全无长进 把明兰牵出来 也好让如兰多和她楚楚 多少有些好影响 墨了 王室在外头也有个好名声 想到这里 王室心情舒畅许多 端起茶碗瞎了一口 三个女儿请安 别两个看起来排场些了不是 搬入木苍摘第二天 明兰就积极地履行了义务 在收安堂吃过早饭后 让单局看家 带着小桃和燕草 去了正院给王室请安 看见两个姐姐 已经坐在房里 正面是铺紧堆棉的炕床 墨兰和如兰面对面地分坐在两边 时不时冷眼对看上一眼 宛如王八和绿豆 明兰暗叹一声 终于开始了 明兰走到当中 笑道 两位姐姐好 瞧着 是我迟了 一边说 一边不动声色地坐在如兰旁边 只是老太太拉着她多说了两句 收安堂离王室这里又远 不过如果她能拿出当年八百米达标的功力来 也能及时赶到 可惜这年头的小姐 连大步子都不能卖一下 害她只能关起门 偷偷做些广播体操和瑜伽 锻炼身体 墨兰当即冷笑了一声 六妹妹是老太太心头肉 便是迟了一会儿 又有什么打紧 难道太太还敢为了这一克半克的迟 来责罚妹妹不成 明兰摸摸自己的袖子 把衣巾抚平了 如同抚平自己的心情 慢条思理说 四姐姐一大清早 好大的火气啊 听姐姐说的 太太若是不责罚我 便是太太没胆量 若是责罚了我 老太太未免觉得不快 姐姐一句话 可绕上了两位长辈啊 如兰睁大了一双眼睛 转眼看着明兰 满眼都是不敢相信和窃喜 那边的莫兰也是被掖住了 作为穿越者的明兰可能不怎么记得 可是莫兰却清楚地记得五岁前的明兰 是何等懦弱好欺负 她不止一次使唤差遣过她 如兰也对她呼呼赫赫不知多少次 可之后明兰被带进收安堂后 便好几年都没怎么相处了 平时见面也只是客套地说几句 印象中只记得明兰十分老实懦弱 呆呆傻傻的 莫兰目光陡然锐利 你 你说什么 你怎能如此诬蔑 和林姨娘一样 莫兰果然是外头柔弱 内力强悍 其实 如果是真柔弱 又如何混得今日风生水起 哦 看来我误会了 原来四姐姐不是想让太太责罚我呀 莫兰气得内伤 如兰张大了嘴 心里大喜 喜滋滋地挽着明兰的胳膊 轻热道 六妹妹以前身子不好 叫老太太免了给母亲请安 今日第一次来 迟了也没什么 是才 湘姨娘服侍我娘吃过早饭后 留妈妈找母亲有事 几位姨娘也叫去了 这会儿也还没出来呢 不妨试的 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 这是王室传给儒兰的理念 平日里 她和莫兰斗嘴十次里 倒是有七次要输的 如今 凭空降下外援 立刻精神大震 明兰如何不知这里面的弯弯绕 只不过选择站边最忌讳的就是 墙头草 摇摆不明 有魏姨娘的死在前头 她和灵姨娘这一边 是好不到哪里去了 如兰找到了战友 拉着明兰说东说西的 一会儿说新近的袍子肉好吃 回头送些去给明兰 一会儿又说 她新得了付九九消寒图 要和明兰一起看 小时候六妹妹就和我住一块的 可惜后来去寿安堂 便不怎么亲近了 要是咱们住一块儿就好了 墨兰早已平复下怒气 斯文地用茶碗盖拨动着茶叶 戏谑道 五妹妹真说笑了 六妹妹在老太太跟前 吃香的喝辣的 可疯光着呢 如何肯来威蕊轩呢 唉 这说起来 我是个没福气的 当初进不了受安堂 可我妹妹比我们俩强多了 怎么老太太也瞧不上眼呢 要论道行 如兰的确不如墨兰 她骂人在行 这种精致的斗嘴 却往往会被拿住马脚 这一句话就被顶住了 捏着明兰的手立刻收紧 明兰哀悼着 自己发疼的胳膊 四姐姐真逗 当初五姐姐和太太 是母女情深 舍不得太太才为难的 四姐姐倒是大孝顺 可老太太总想着 莫要拆散人家骨肉 这才挑了我的 如兰立刻受到提醒 吐斥笑出来 对呀 四姐姐倒是大孝顺 舍得离姨娘 可老太太却不忍心呢 随即放松了手 明兰忙不迭地抽回自己 可怜的小胖胳膊 莫兰站起身来 看着明兰一字一句道 你竟敢如此议论 长辈和姐姐 我如何议论了 四姐姐倒是指点下 我哪句说错了 说出来 好叫妹妹改呀 有本事 你就从我的话里 找出茬子来 当初那个法官老太 曾放言 所谓法庭 就是挤兑人的 法定地点 辩论时 句句条款张巨大头 看着对事不对人 其实都是对人 打官司打的就是人 别人还一句说不出来 当年姚依依心水的 那个律师帅哥 可以把原告气得 死过去活过来 还很一脸诚恳严肃 莫兰意外地瞪着明兰 秀目大争 明兰平静地看回去 她不是故意要和莫兰斗 但今天一进门 莫兰便得理不饶人 咄咄逼人 聚聚藏力 这会儿 明兰若太示弱了 那不但被如兰轻视 还得准备好 以后日日被欺负 她亮出爪子 不过是让别人知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她虽然没有亲兄姨娘 可也不是全无倚仗的 两个女孩 目光对峙着 空中火光四溢 如兰大是兴奋 两眼放光 明兰轻轻憋过眼睛 装作害怕的样子 站起来走到莫兰跟前 乖巧地扶了扶 功顺道 都是妹妹的错 若不是迟了 也不会和姐姐嘴巴淘气了 四姐姐默契 妹妹给您赔不试了 如兰心里大骂明兰果然没出息 抗打击力度也太差 这才坚持了多久呀 立刻掳袖子打算参战 这时门外帘子被彩环挑开了 太太来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三十三集 王氏进来在正堂当中坐下 彩佩立刻给安上一个 五环双幅圆扁的黄铜角炉 跟着王氏进来的三位姨娘 功力在一旁 三个兰也站起来 捶手行礼 王氏抬眼看了看众人 挥挥手道 坐吧 天怪冷的 把炉子生得旺些 后一句是对着丫鬟说的 彩环立刻从屋角 拿出一个驱蚊双拐的火钳 给当中的九节赞云龙文 八棱形白桶暖熏炉 加了些吟丝细炭 屋子里暖和多了 如兰撅撅嘴 走到墨兰旁边坐下 明兰知道规矩 顺着次序挨着如兰坐下 对面一溜 则是三个姨娘 这边一排是井绵椅套的大椅 姨娘那边则是三个圆墩 这是明兰第一次见识 正牌太太的款 立刻联想到部队检阅 王氏只差没喊两嗓子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明兰思想无边乱散 再细细打量对面的姨娘们 这几年没见林姨娘 发现她几乎没怎么老 面旁依旧秀丽 举止妩媚 香姨娘容貌并不出色 但总算有一种温柔入骨的味道 平姨娘却是个美人 樱桃小口弯眉细目 可惜神色有些轻浮闪烁 举止卑微色缩 带着那么一股子小家子气 他们的身份分别是 故旧之女 太太陪房 同僚赠妾 加上死去的魏姨娘 是外头聘来的良妾 基本上妾室的来源就齐了 明兰暗叹一声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呀 王氏喝了口暖茶 对着明兰细问了几句 新屋住的可还习惯 明兰严格按照房妈妈教的礼数 公顺的一一答了 王氏本以为 她久在老太太处受宠 多少有些浇灌宠溺的不服管束 正打算摆出架子来约束她 没想到她这般恭敬有礼 丝毫礼数都未错 举止乖顺 心里便十分宽慰舒坦 王氏温和地对明兰吩咐 若是还缺什么 只管通我来说 有了太太这句话 明兰回头可要厚着脸皮来讨东西了 王氏笑着又和明兰说了几句 然后眸光一转呼地放下脸来 宿色道 是才我进来前 你们姐妹在吵什么呢 明兰心头一震 王氏直接说吵这个字眼 看来是要把事情挑开了说 低头看向墨兰 只见她不安地扯着帕子 那边的林姨娘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轻笑 明兰知道自己要被当枪使了 便低声道 太太恕罪 是明兰不好 头天来给太太请安去迟了 姐姐们正在交我规矩呢 王氏惊异地看了她一眼 想着到底是老太太交出来的 心里一转便有说法 对着墨兰如兰两个道 做姐姐的 不是光斥责能耐 既知道六姑娘头天到我这 今日一早给老太太请安时 你们就当提醒一二 不是等着妹妹有了过失 再来摆姐姐派头 就是如兰这么直肠子的 也听出话里的意思了 忍着笑道 母亲说的是 没提醒过妹妹 便又有什么资格训斥人了 墨兰低着头 神色愤恨 欺得小脸通红 一言不发 明兰忍不住去看林姨娘 只见她神色如常 心里暗赞 果然有道行 在寿安堂时 她就听说 不论林姨娘事实上有多猖狂 但从来不在明面上和王室过不去 说话做事 也拿不出半分把柄 反而有法子 惹得王室率先发火 这样就算惹到圣洪面前去 她也不怕 今天王室难得逮这个机会 发扬一下嫡母的光辉 和颜悦色地对着三个女孩道 你们亲姐妹 何必一见面就剑拔弩张的呢 我没向你们 跟着有学问的先生 读了许多年书 可也知道 做兄弟的 做姐妹的 有今生没来世 自当有爱手足 当初孔嬷嬷打你们手板子时便说 一家子姐妹的 要有罪同罚 你们可别打完了板子就忘了疼 啊 雨声威严 三个兰都起身诺声 王室感觉大好 挥了挥手 从内室走出两个十三四岁的丫鬟 一个银红中傲青色笔甲 一个翠绿长傲姜黄笔甲 他们低头恭敬地走到当中 给明兰行了礼 王室微微点点头 又转向明兰 你身边那些丫头啊 是老太太给的 虽是好的 可到底 年纪小了些 崔妈妈 是有家类的 时时要回家 不能整日服侍你 我把银杏和九儿 这两个大些稳重的 不到你屋里给你使唤 明兰心里笑了 果然来了 好在早想好了对策 她心里虽并不奇怪 可也不能显出来 脸上装作恶然道 太太把身边得力的人给了我 太太没人使唤 可怎么行 王室笑着摆摆手 放柔声音对明兰道 我本意啊 是让你搬进微蕊轩的 可老太太舍不得你 只好委屈你 在牧苍斋了 因地方小 也派不了许多人 可也不能比你姊妹的体统 差太远了 便是补上这两个 你那儿啊 还是比你两个姐姐人少呢 如兰亲热地 揽着明兰的胳膊 笑道 母亲 你早该给六妹妹派人了 回头我们上她那儿去做客 也是没人伺候才好 王室白了女儿一眼 驳称道 当你是心疼妹妹 原来是想着自己舒坦 如兰吐着舌头 撒娇地笑了 湘姨娘和平姨娘 也凑去地笑着 明兰觉得差不多了 便顺从道 既然如此 我便谢过太太了 王室拉着明兰的小手 慈爱地道 这两个虽年纪不大 却也在我身边调教了几年 里外活计都使得 你便放心地使唤吧 明兰一脸感谢幸福 太太身边的人自然是好的 我今中还来不及 哪里会不放心呢 又说了惠字话 王室便叫人散了 儒兰今日心情特别愉快 趾高气昂地从莫兰面前走过 莫兰闷声不吭地跟着出去 明兰跟着莫兰 几个姨娘店后 大家在门口便一一分开走了 儒兰打了个小小的哈欠 自回了威蕊轩 估计补眠去了 林姨娘要回林七阁 走前轻轻看了眼莫兰 似乎打了个眼色 香姨娘和平姨娘 默默地回自己屋子去了 明兰朝着木苍斋方向走 墨兰朝书阁方向走 刚好两人顺路 此时东寒未消 湖面赴薄冰 枝头掉枯叶 配上稀稀拉拉的白雪 隐没在地上 真是肃杀净密 姐妹俩安静地走了一小段 谁也不理谁 莫兰忍了又忍 终于忍不住 六妹妹好福气 太太这般看住你 到底是老太太那边养的 姐姐便是拍马也赶不上 明兰叹了口气 这一上午 她过得十分劳心 实在不想费力气教育小女生 但想了想 觉得还是早些把话说明白得好 免得以后战斗不止 于是止住脚步 转脸对旁边吩咐 昕曹 你先领着两位姐姐回去 叫单局给照应一下 小桃 秦桑 你们俩到湖边 捡几块圆些的小卵石 我那鱼刚大了 多放钱碗腰才好看 是 她们应声去了 随即 明兰转脸 直直地看向墨兰 墨兰 争了争 她也是水晶心肝般的人 旋即明白明兰的意思 想起她今日心里的怨言 还没说痛快 叫丫头听见也不好 便直言秉退 自己身边众人 姐妹俩走到一棵枯树下站定 墨兰拢着一个浓厚皮毛的手笼 看向远处捡石头的小桃和秦桑 冷淡地说 六妹妹有何见交 明兰挑了挑眉 正色道 姐姐是个聪明人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 咱们家儿就摊开来说些心里头话 墨兰听见这番利落的言语 有些吃惊 拿眼睛去挑了下明兰 只见明兰深吸一口气 滔滔倒 自大姐姐嫁人之后 家里就只剩咱们姐妹三个 说句心里头话 论相貌 论才学 甚至论父亲心里头的位置 姐姐都是家里头一份的 好话人人都爱听 何况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墨兰听了 冷淡的表情果然松了松 明兰见开头很好 便挑起话头 四姐姐唯一差的 不过就是个出身罢了 墨兰立刻脸黑了 明兰不敢耽搁 紧接着说 若是四姐姐也是太太肚子里面出来的 将来便是大姐姐般的福气也当的 可老天爷安命 偏偏给四姐姐差了这么一招 墨兰目光极是不甘 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可到底把思绪散开去了 没有纠结在刚才的口角上 明兰小心翼翼地带入正题 四姐姐 我说一句不当说的 我也是输出的 除了老太太连膝鞋 样样都比不上你 姐姐又何必与我置气呢 墨兰一惊 正眼去看明兰 只见她也直直地看着自己 明兰虽身形喂托了婴儿肥 周身却不见了那股子孩子气 一双点漆般的眸子 沉静如深湖 闲静真雅 竟如个大人般了 墨兰迟疑道 妹妹多亲了 我何称与你之气 不过今日说了两句罢了 也不知为何 墨兰自觉气势弱了不少 适才斗口角的怒气也不见了 明兰看墨兰不肯承认 也不多说 笑道 庄先生曾经说过 这世上之事 最终都是要落在丽孩儿子上头的 咱们同为庶女 可姐姐上有林姨娘护着 下有三哥哥保着 笔之我不知强出了多少 这例子我便比不上 再者 姐姐品貌出众 人所共见 且心有凌云志 姐姐是知道老太太喜好的 妹妹受老太太教养 只知道木头人士的低头过日子 这害子我与姐姐也全然没有 咱们大可以和和气气地做姐妹不是 墨兰听了 心里翻江倒海般地涌动 既有些得意 又觉得被看穿了 且辩驳不出什么来 只掩饰着冷笑两声 妹妹说得好一番道理 是才太太说 你可厉害得紧 明兰看墨兰脸色 知道她已经被说通了 不过是心里不服气 便笑道 人要脸树要皮 妹妹我再不济世 也得顾着老太太不顺 交头一早给太太请安 便落下一顿牌头 又让教养我的老太太 如何下得去面子 就如姐姐 你也得顾着林姨娘的面子 是一般的道理 咱们述出的 尤其不能叫人瞧不起了不顺 墨兰心里咯噔一声 上上下下地打量明兰 只觉得似乎从来不认识她般 她素来自负口角凌厉 如兰若是无人相帮 那是常常被她挤兑 可今日对着明兰 她积无还手之力 偏偏还觉得明兰说得很有道理 句句落在心坎上 自卑又自傲 不甘又不服 她的心里话被一语重地 听着明兰缓缓缓的调子 温和稚气的孩童嗓音 她竟然也不觉得气了 明兰看着墨兰神色变换 直到今日算是达成目的了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有这个好处 只削把厉害得失说明白了 对方就很容易接受 要是换了如兰 一旦一起用事起来 便是道理她祖宗 那也没用 明兰转开头去 缓缓地放松面部神情 愉快地去看那边捡石子 回来的小桃和秦桑 拂过微微刺面的冷风 却只觉得凉快事意 目光转向寿安堂 那两棵高高的光秃秃的桂花树 心里一片温暖柔软 反正她也不需要墨兰真心以对 只要能和平相处就好了 她自有真心爱她 关心她的人 上辈子有 这辈子也有 老天爷总算没对她 这半个劣势太离谱 她真是这么说的 灵依娘已换上一件 半星的石青色 绣白玉兰花的断面小袄 头上沾了一支 香蜜蜡水滴状赤金钗 半靠在炕头上 拿着一卷书 眼睛却看着炕鸡旁的女儿 墨兰点点头 慢慢靠到另一头挨着歇息 神色有些不定 灵依娘目光中闪着几分赞赏 笑道 没想到 麻雀付出几只凤凰蛋 魏依娘那般懦弱为懦的性子 居然有这样一个闺女 到底是老太太交出来的 帘子一动 一个丫鬟用屋里木雕的小茶盘 端着个流金盏进来 墨兰接过后 轻轻喝了一口 赞道 这个尝着好 上回太太送去 微蕊轩的那些烟窝盏 又小又碎的 一点味都没有 随即挥手叫丫鬟下去 放下斩轻声道 娘 你说 明蓝那丫头说的 能够当真吗 灵依娘扶了扶并脚 轻哼了声 也当真 也不当真 老太太的脾气我知道 在她眼里 富贵乡里出不了好人 若是将来明蓝也这么着 倒是与你犯不上了 可也说不准 这几年来 瞧瞧老太太宠那小丫头的那个劲 人活饭了 摘也不吃了 性子也活络了 还不是怕自己熬不到 六丫头出阁 便拼着命地保养身子 娘 今天太太送了两个人过去 莫非 灵依娘看着莫兰 眼中满是骄傲 到底是我儿 机灵聪慧 一点就透 自打明蓝进了寿安堂 那老太婆也不再假模假式地 扮清高了 把那小丫头宠得哟 今世做新衣裳 明日打新手势 翠宝斋的钗 琉璃阁的玉 瑞和祥的绸缎 什么茯林燕窝 肥鹅大鸭子 跟不要钱似的 往宋安堂里送 超出份力的 自己掏银子 也全然不牵涉公账 太太便说不出什么来 莫兰想起木苍斋的摆设 虽不多 却渐渐精致古朴 看着便是有来历的 心里不免有些愤愤 灵依娘也是越说越气 轻蔑道 当日是我看走了眼 还以为她真是个 大人大义的真企烈女 把一干产业 全给了非几出的儿子 自己隐退后头 吃斋念佛 没曾想 也留了一手 还整日摆出一副 我天大恩人的恶心模样来 装的一副穷酸样来唬人 若我有一份丰厚的嫁妆 谁忍不好嫁 当初她要不对我 藏着掖着 我何至于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三十四集 这次莫兰一句没接口 看了看在那头 正生气的母亲 只嘴角动了动 心道 你姓林 老太太姓徐 府里姓盛 她的养老提携拿出来 给你做嫁妆 林一娘一摔书本 直起身子 冷笑道 哼 不过也好 这几年 老太太在六丫头身上 花费的银钱 太太早就惦记上了 不过是寿安堂 被老太太 看得活死个铁栅栏 太太安插不尽 也收买不了 老太太到底有没有钱 或有多少钱 太太是全然摸不着路数 想来想去 也只有从六丫头那儿下手了 墨兰听了 心里没来由地痛快了下 笑道 叫太太去探探底也好 没得全便宜了那个小丫头 老太太再宠她 也得顾着规矩 府里姓盛的姑娘 可不止一个呢 当我和如兰全是死得不成 总不能金山银山 都归了她一个吧 林一娘摇摇头 金山银山也不至于 当初老太爷早逝 还留了不少烂摊子 要收拾 老太太把老爷 记在名下后 又和三老太爷 结结实实打了场官司 险些惊动有丝衙们 着实折进去不少家产 后来又把产业 整齐地还给老爷 老太太纵算有钱 也有不到哪里去 瞧着吧 太太这般搂银子 恰见要强爱揽拳的脾气 迟早又得惹翻了老太太 林一娘浮在银枕上 笑了一阵 慢慢脸出笑声 正色对莫兰道 以后 你别与六丫头对着干 今日瞧着她 也不是个好惹的 你与她好好做姐妹 老爷和老太太都会喜欢的 憋血如兰 正是打人骂狗的惹人眼 不过 要是能挑着五丫头和她呢 那是最好 娘说的是 五个丫头和太太一个样 抱住脾气 一点就着 好过呢 忽然 又神色暗淡了些 偏大哥哥和她全然不像 心思深 神机警 都说这般好 倒是哥哥浮躁了一些 庄先生也说她学问不扎实 不好好备考 却喜欢同那些酸秀才结交 林一娘从炕上捡起书卷 笑道 别听庄先生瞎扯 他厉害 怎自己考不去功名 都说少时了了 大时未必 我看大哥 也不见得如何 那些三四十岁的 还有下考场的呢 你哥哥才多大 多结交些朋友 将来官场上 也好应酬 墨兰端起硬窝盏 慢慢喝着 有些忧心道 结不结交的也无所谓 大哥哥眼看就要春围了 说不准啊 就一举种地了 但盼着两年后的秋围 哥哥也能搞中才是 林一娘呼得皱起眉 想起儿子屋里 那几个小妖精式的丫头 城市里穿红带绿 涂脂抹粉的 眉的勾引坏了她儿子 不如 就在迎信和久儿 进了牧苍斋的第二天 圣老太太发话 太太说得极有道理 六姑娘身边老的老 小的小 不堪用事 将寿安堂的二等丫鬟 翠薇也拨去给六姑娘使唤 带到几个大的要配人了 小的刚好能顶上 明兰坐在右梢间的木炕上 下头淋漓着一众丫鬟 一旁是刚来的翠薇银杏和久儿 另一旁是丹菊和小桃 下手是几个三等小丫鬟 只见明兰笑着说 以后便仰仗各位姐姐了 我身边这几个 原是自小一起大的 我没怎么管教 都不大懂理 三位姐姐都是老太太 和太太身边得意的人 便替我累着些吧 咱们这院虽小 但五脏俱全 所以这一举一动 都得合着规矩来 翠薇姐姐是房妈妈一手 调教出来的 以后下头几个妹妹 便反了您了 翠薇生的一张 白净的鹅蛋脸 看着便吻中和气 乔姑娘说的 以后一个院里住 便都是自家姐妹 我仗着老太太的谱 便拖大些 但愿各位妹妹 不要嫌我才好 她话虽是对着众丫鬟说的 眼睛却独看向银杏和久儿 银杏秀丽的瓜子脸 有些苍白 久儿低着头侧脸看去 只见她撅了撅小嘴 单局看了小桃一眼 只见她还是憨憨的 然后又去看明兰 只见她小小的身子 端坐在上手 许是因为搬家劳累 与老太太分别难过 过年后她消瘦了许多 原本白胖的小脸 划出秀美柔和的弧线 露出纤细秀雅的脖子 一双眼睛便显得很大 油黑沉静的身不见底 这样明镜灵动的眸子后面 藏着怎样的心事 当初搬出寿安堂时 老太太不是没看出 姑娘身边人手是断了当的 自己和小桃 还有那四个绿的 都和明兰差不多大 崔妈妈是有家类的 不能日夜在内宅 于是老太太 她当时便要拨人过来 不是脆喜便是脆微 谁知明兰却拒绝了 先等一等 回头我自会向老太太要人的 这话还说不准 明兰脸上 善着孩子气般的淘气 神色 却有些苦笑的意味 总得等人家发了招数 咱们才好应对啊 当时只有老太太和房妈妈听懂了 也苦笑着摇头 单局却是一团糊涂 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 太太是所有哥尔吉尔的嫡母 插手木苍摘的事 是顺理成章的 连老太太也说不得什么 自家姑娘早料到了 太太会派人过来 便预留了这一招 果不然 第一天给太太请安 便送人过来了 迎信和九儿一进木苍斋 便对着比自己小的单局 摆出大姐姐的架子 且又是太太派来的 单局立刻就得交出 明兰屋内的权利 还好 那边寿安堂一得消息 便及时拨了个翠薇过来 年纪和资历 刚刚好压了迎信和九儿一头 且是老太太身边来的 单局有些后怕的呼了口气 在寿安堂时 他们几个小的 便常跟着翠喜翠薇学东西 如今熟门熟路的也不怕 心里对自己姑娘敬佩间 更添了些喜爱 留着这个空档 好让太太派个差不多的 若是一开始救了翠喜或翠薇在牧苍斋 当时太太派更有资历的 难不成祖母要再派人来压制 那不成婆媳打雷台了吗 但愿是我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吧 明兰拉着老太太的手 一字一句慢慢地说了 神色坦白无尾 语气有些苦涩 当时单局在门口 听了之后 心里一阵心惊肉跳 圣老太太几十年鸡威之下 便是当年最得宠的华兰大小姐 也不敢试试直说的 小祖宗位 老太太可不是你一个人的祖母 有些话是不能直说的 谁知老太太一点都没生气 反而腾熙地搂着明兰抱了半天 后来单局偷偷问过房妈妈 老太太会否不快 房妈妈叹息道 柳姑娘是真聪明 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什么样的鬼祟又不知道 六姑娘自小聪明懂事 却独独在老太太面前 一无遮掩 不论好的坏的明的暗的 把心里话袒露了个干干净净 这是对至亲至爱的人 才有的信任 老太太这么多孙子孙女 为何这般疼爱六姑娘 因只有她真真正正 拿一颗心来贴心 孝顺老太太的 单局听了 深以为戒 她们做丫鬟的 何尝不是 银杏性子和气 爱说笑 爱打听 常跟着脆微奉承 也愿意帮着做活 两日处下来 便和小丫头们混熟了 久而有些娇脾气 自管自的做事情 和小桃倒是很合得来 你觉得银杏此人如何 明兰坐在右梢间里灵贴 翠薇和丹菊在收拾书架 坐在抗击对面的小桃 在给她绕线 闻言便抬头道 人倒挺和气的 好相处 丹菊回头便是一句 傻丫头 你倒不怕叫人骗了 谁知道她和你套进户 是不是有所拖 拖啥呀 姑娘的事我一句都没说 房妈妈的板子 我可没少爱 小桃摸摸自己的手掌心 心有余悸 小桃叫房妈妈管制了这些年 轻易不会说姑娘的事 翠薇轻轻走到门口 掀开帘子往外看了下 回头放心道 姑娘只在意银杏 便放心久而吗 你们仔细想想 九儿的娘是谁 银杏又是什么出身 丫头出身呀 小桃跳下炕 把翠薇推上炕座 翠薇推子了下 然后挨着炕炎坐下 九儿便是那刘昆家的小女儿 在家很受疼爱 本该尽微蕊 给如兰做贴身丫鬟 但如兰脾气不好 九儿也性子娇 一个弄不好 罚了九儿她心疼 得罪了如兰王室不快 墨兰那里是千万不可送的 便只剩下一个名栏 丹菊走过来 拉着小桃一起坐在下手的小屋子上 房妈妈常说 太太身边的刘妈妈是个民事理的 想她不过是给九儿找了一个平顺的地儿 不会打发女儿做那阴私之事 倒是那银杏 在府里是个没根基的 非得做点事才好在太太面前报工的 翠菊看着丹菊颇为赞赏 心想 到底是六姑娘的心腹 呼得那边明澜说了一句 可怜天下父母心 九儿有这么一个娘 也是有福气的 丹菊到底年纪小 还一脑门子在纠结 淫性的处理问题 翠菊却十五岁了 脸微微发红 立刻想到 刘妈妈若是想攀高枝 便应将女儿送到大少爷身边去 可她却送到六姑娘处 便是不想让女儿做小 待到九儿大了 好好寻个正头人家 风风光光把她从木苍斋抬出去 明澜看着翠菊 若有所思的脸 再看看姐妹般的单局 忽然间明白了 嬴性的奋斗 有些怅然道 唉 女子在这世上活着不容易 大家相处一场 将来 我也会尽力给你们找个好着陆 别如老太太 带翠菊一般 翠菊立刻红了脸 单局却板着脸 瞪了明澜一眼 还主子呢 这般拿自己的丫头打去 翠菊姐姐是已经定了亲的 回头姑娘 多少天嫁妆才是真的 也不枉翠菊姐姐从收安堂来给姑娘助力 说着便瞎瞎着眼睛去看翠菊 意味调侃 翠菊听着前半句还好 连连点头 觉得单局如此可叫 结果听到后半句也是打去自己的 便恨声道 姑娘 我别的嫁妆也不要了 便把这个小蹄子给了我家小弟做媳妇吧 单局大怒 扑上来便要挠人 翠菊躲到明澜身后 明澜立刻遭了驰鱼之殃 大家互相揉搓着 笑作一团 王氏知道瘦安堂又送去了个大丫鬟后 沉思了许久 冷笑道 老太太看得可真紧 哎呀 太太千万别放糊涂 老太太正是在给你打招呼呢 还是那句话 老太太可明白着呢 您要是一碗水端平了 她也不会亏待四姑娘的 瞧瞧 她多疼大小姐呀 隔三差五的往京城去信打听 到底是自己的孙女 不过是可怜为姨娘去得早罢了 太太何苦为难个丫头 又何老太太不快呢 如今百根争气啊 才是最要紧的 王氏捏着帕子 面色沉沉 安几个丫头过去也好 总不能什么都蒙在鼓里 该知道的也要知道 点到极致就是 这事还没完 这天下午又有两个女孩 被送去牧苍斋 刘坤家的亲自领过去 并苦笑道 这是林依娘与圣红央告的 没得自己妹妹使唤的人不够 做哥哥的却呼奴唤臂的自己舒坦 于是从长风房里播出两个最好的给六姑娘送过去 圣红看了那两个丫头 果然知书十里 针线模样都很拔尖 当时便十分感动 狠狠表扬了一番林依娘十大体和长风手足情深 大约是受到表扬后十分鼓舞 长风连续几日闭门读书 看着两个柔美的女孩 可儿和妹儿 十三四岁的年纪 一个娇俏 一个冷艳 窈窕妩媚 风至婉然 木苍渣众人 一片安静 没见过世面的小桃 摸着自己的肉饼脸 呆呆地看着 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单局 木木地去看明兰 迎信和九儿面面相去 最微还算镇定 笑着拉着他们的手说话 明兰几乎要仰天长叹 真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虽赶紧向外宣布 木苍斋 低放小 虽人味编满 但一满苍 请大家放心 尽够使唤了 明兰看着那两个漂亮女孩 想起三哥长风的秉姓 几乎想问一句 您二位 那个 黄花依旧否 刚动了下念头 也觉得自己 太邪恶了 如此一来 木苍斋 便热闹了 九儿有个当管事的娘 便也生了一副 爱懒事的脾气 随便大事小事 都喜欢横插一杠子 刚进木苍斋没几天 便全部把自己当外人 一看见几个小丫头 斗嘴吵架 最微还没发话 她便扯着几个小丫头 骂了起来 口口声声 要让她娘 把他们撵出内宅 小丫头们被吓哭一片 单局不悦 觉得九儿太愉悦了些 不论黑猫白猫 能抓耗子的 就是好猫 九儿到底 把小丫头们震住了不是 银杏倒是很低调 手脚也勤快 就是好打听 还爱翻东西 动不动就往明兰身边凑 满嘴都是奉承 单局费了姥姥劲 才把她给隔开 翠薇训斥了她好几次 你懂不懂规矩 才来几天就往姑娘内物闯 姑娘的物件 也是你能碰的 打扫院子的活也别做了 先从针线上做起 别整日两眼乱瓢瞎打听 银杏唯唯诺诺地硬着 一转身我行我素 小桃只好负责钉梢 明兰安慰自己 好歹也是进步意义的麻烦 另两个才要命啊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三十五集 一次天气暖和 几个丫头在明兰屋里收拾东西出去晒 只听一声脆响 梅儿把一个青花鼻喜给打翻了 碎在地上一片 明兰忍不住心疼道 小心些 若不成便放下吧 叫丹菊和小桃弄 谁知那梅儿信念一调 低头降声道 不过是个鼻喜罢了 我在三叶屋里 贵重的物件不止打翻过多少 也没见三叶说一句的 都说姑娘脾气好 没想到 明兰当时就僵在那里 作为一个穿越女 她并没有很严重的等级思想 可就算是在现代 打翻了室友或朋友的东西 也该说声对不起吧 面前这个如花似玉的小美人 横眉冷眼的倔强模样 好像还要明兰来哄她似的 明兰生生顿在那里 也不知说什么好 一旁的小桃气不过插腰道 哎 你好大的架子 姑娘还没说你呢 你都先编排上姑娘了 打坏了东西 你还有理了 这鼻喜与那几样是一套的 是前年南边的伟大老爷 送姑娘的生成贺礼 打坏了一个 这文房四宝变残了 你念这三叶那儿好 来这木苍斋做什么 觉得委屈赶紧回去吧 咱们这妙小 熟不下你这尊大佛 梅儿当时便哭着出去了 据说在屋里足足哭了两个时辰 还得最微去劝才好起来 这还算好 梅儿心高气傲脾气坏 总算还在尽丫鬟的本分 那可儿却是一副 文学女青年的大小姐做派 日日躲在屋里 捧着本诗集 伤春悲秋 派给她的活儿也不做 便是勉强拿起了针线 动了两针 又放下了 掉一片叶子 她要哭半天 听见燕鸣 她还要写两句 杜鹃提血风格的悲情诗 她不是正在酝酿泪水 就是脸上已经挂满泪珠 最为提醒她 不要整日里哭哭啼啼的 处主人家的晦气 她当晚便顶着冷风 在园子里哭了一夜 然后病了一场 情丧温柔 燕草爽利 使劲浑身解数 才逗她一笑 她三天不吃药 两日不吃饭的 要人哄着陪着 吕之气不过要收拾她 被单局拦住了 后来一打听 她原是获了罪的官宦小姐 那要怎么样 她以前便是只凤凰 如今到底是个丫头 便改进丫头的本分 咱们府里买了她来 难不成是做小姐的 这个好 咱们都成了伺候她的了 绿枝给媚儿 看了一天的药炉子 油在粪粪 单局接过药罐 细细过滤药渣 心声怜悯道 她以前也是被伺候着的小姐 做了丫鬟 难免有些心虚不平了 她和我们是一同进服的 这丫鬟都当几年了 还派小姐谱呢 不过是仗着能诗绘画的 最怪罢了 这屋里 谁又不识得几个字了 碧丝是个悲剧 她漂亮识字 综合素质 比其他三个蓝都强 墨蓝如蓝 虽水火不容 但挑丫头时 审美却出奇的一致 不要容貌才华盖过自己的 碧丝 怕死了 长风倒是喜欢漂亮美眉 可惜名额有限 便挑了更漂亮 更有才华的 碧丝又被怕死了 最后来到了明兰身边 燕草端着茶壶灌水 她哄可儿哄得筋疲力尽 让情桑先顶着 回头再去换人 灌下半壶水后 燕草勉励道 这也是我们姑娘性子太好了 一个两个都敢给姑娘脸子瞧 这要是房妈妈在 早就吃板子了 旁边几个小丫鬟听了 顿时怀念起房妈妈的眼里来 唏嘘不已 最后 绿枝总结陈词 都是叫三少爷给惯坏了 却叫咱们姑娘吃苦头 单局被众姐妹派去明兰处 转达群众意见 末了 也委婉道 姑娘这么着可不行 下头几个好容易 叫房妈妈调整的规矩些 没得全白坏了 他们是太太和三哥哥的人 总不好下他们的面子 我知道 没有累着你们了 可 她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难免委屈冤枉 冤枉 翠薇奇怪地看着明兰 姑娘在说什么呢 我听我爹说 妹儿那丫头的爹 就是咱登州禁边的一个县令 最是贪婪 盘剥无厌 这才叫罢官下狱 家产充公 家眷发卖 她老子是外装管事 家里天的丫鬟小丝 都是她经手的 明兰想起影视剧里 那些受冤枉的 忠诚良将的家人 会不会 她父亲是冤枉的呢 我的小姐哟 官员犯事罢官的多了 累积家眷的十宗里面 也没有一宗的 没入教司房的 更是百里无一 哪那么多冤枉的 妹儿她爹的事 不少人都知道 确实个贪官无疑 素日挥霍无度 超没了家产 还不够底的 便累积了家眷 男人犯了过错 妻女何故 小桃刚好进屋 她最近防银杏 跟防贼似的 累得脑门发胀 正听见这两句 美好气道 姑娘 贪官家眷身上的 绫罗绸缎 口中的山珍海味 都是明知明高 有多少被她 颠弄得家破人亡的 小民百姓 走投无路 卖儿卖女 就不像她负债女长 能进咱们府 还是她的造唤呢 明兰 善善地不说话了 不能怪她 电视剧里 都是这么演的嘛 抱怨归抱怨 明兰 稀释宁人 想着慢慢叫化 那几个不省心的 总能被潜移默化的 谁知 教育计划 没有变化快 这一天早上 长白哥哥来木苍栈 视察 明兰答应给她 做的棉鞋 终于交货 于是 她顺便来收账 明兰轻去迎接 长白刚走进门口 没几步 就看见一个冷艳小美女 持着调肘在扫地 长白觉得她眼生 便多看了几眼 谁知 她扬高了脖子 冷冷地哼了一声 神色高傲明艳 长白立刻皱眉 对着明兰道 怎的 下人这般没规矩 你也不管这些 媚儿羞愤地 放下条肘就进屋了 明兰很尴尬 走了几步 到了庭院里 只见一个 柔弱如柳絮的 娇柔少女 倚着一根廊柱 轻轻迎着诗 长白一听 竟然是 轻轻紫经悠悠我心 两次皱眉 对丹局训斥道 丫鬟们 识字懂事也就罢了 怎么还叫这个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何况是个丫鬟 可儿脸色惨白 盘跚着回了屋 明兰很抑郁 呵呵 干笑两声 走进屋里坐下 明兰 还没和长白 说上两句 迎信 便抢过 单局的差事 一会儿端水 一会儿上点心 站在一旁 一个劲儿的 鸣嘴微笑 一双妙目 不住地 往长白身上招呼 小桃扯她也不走 长白神色不渝 把茶杯 往桌上 重重一顿 沉声道 六妹妹 该好好管制 院里的丫头了 说完 抄起新鞋子 扭头就走 明兰 差点吐血 刚吃完午饭 闭门读书的长风 出来散步 散着散着 就散到了木苍斋 明兰虽与她 不慎相熟 但也热情款待她 竟无吃茶 长风明显魂不守舍 一看见妹儿 便立刻起身 叠声问 妹儿 你近来可好 被撵了出来 也不见得会死 三爷不必挂心 你 你是回去了 这是可儿轻弱的 如柳絮般 一步三颤地来了 长风目光都湿润了 可儿 你 你瘦了 可儿再也忍不住 猪泪断了线事地往下掉 三爷 我到这辈子 也见不着你了 长风过去挽住她 可儿立刻放声大哭 长风不住地安慰 木苍斋内哭声震天 翠微单举几个 看得目瞪口呆 连迎信九儿也傻眼了 站在那里 不知如何是好 然后转过目光 一起去看明兰 示意该怎么办 明兰无语 暗伤不已 本以为够摔了 没想到压轴系在后头 齐大人在年前向皇帝递了折子 皇帝大人便准了齐家三口 回京过年 庄先生便宣布放了短暂的寒假 走之前 预先送了份乔迁之礼来 是个杨七架子悬的杨枝白玉笔目于庆 旁边还悬着一个玲珑的白玉小锤 这么大块的杨枝白玉 真是通透经营 明兰不敢放在正堂上招眼 只放在卧室的书桌上 谁知这一日 墨兰和如兰一起来串门子 本来如兰已经坐在炕床上吃茶了 但墨兰坚持要参观明兰的新宅子 拉着如兰静止走进了明兰的卧室 明兰当时就觉得不妙了 只听墨兰指着那个白玉庆娇声道 诶 这就是袁若哥哥送你的那个贺礼吧 如兰定住了眼珠 盯着那个庆足有半赏 然后看着明兰再半赏 那眼神让明兰背心一阵冷汗 墨兰在一旁抿嘴而笑 六妹妹真是好夫妻 让袁若哥哥这般惦记 姐姐我搬入微蕊宣时 可没见她送过什么乔迁之礼啊 袁若哥哥对妹妹如此厚爱 不知是什么缘故呀 明兰茫然地睁着大大的眼睛呆呆道 对呀这是什么缘故 胡姐姐你知道吗 说着便一脸无知地去看如兰 如兰看着墨兰一脸幸灾乐祸 肚里一股无名火冒起 再看看明兰两害相权 娶其轻便大声道 这还不简单 齐家哥哥在寿安堂时 常与六丫头一处吃饭 当她是小妹妹呢 母亲说了 咱家与齐家有亲 都是自家兄妹 越说越大声 如兰都被自己说服了 一边说一边看着 一团孩子气的明兰 都觉得自己解释得很通 明兰拍手笑道 啊 吴姐姐你一说 我就全明白了 你好聪明啊 千可怜见 如兰长这么大 头一次在智慧方面受表扬 墨兰还带挑拨几句 明兰摇着脑袋天真道 难怪往日里 四姐姐三天两头 往家属里送点心给原若哥哥 原来是自家姐妹啊 如兰力剑一般的目光射向墨兰 墨兰仗红了脸大声道 你胡说什么 我是送点心给两位兄长的 明兰摸着脑袋 茫然道 我怎么听大哥哥和四弟弟说 四姐姐的点心全塞给了原若哥哥呀 莫非我听错了 说着疑惑的去看如兰 如兰心中早已定案 笔疑地瞪着墨兰冷笑道 四姐姐好手段 真是家学渊源 墨兰一掌拍倒一个茶杯 立声道 你说什么 如兰 如兰心中一领 要是扯上灵异娘 她又没好果子吃了 明兰连忙补上 啊 吴姐姐的意思是说 待客热忱是咱们圣家的老规矩了 四姐姐果然有圣家人的风范 如兰松了口气 满意地拍拍明兰的脑袋 抹来怒视他们 明兰暗道 没办法 我是自卫 笑着送他们走后 丹菊冷着一张脸回来 把门都关上 正色对明兰道 姑娘 咱们得好好收拾一下院子了 没得放这些小蹄子丢人现眼 连累姑娘的名声 就是 明兰坐在炕上 拿了一本真谱 和一个绣花绷子比对着 笑眯眯道 不要急 不要急 你们什么都不要做 让他们去呢 你们出去串毛时 捡那些要好的丫鬟婆子 把这里的事都给说出去 尤其是大哥哥和三哥哥来时的事 务必要让太太知道 单局神色一亮 喜到 姑娘你 话说一半 便不再说下去 翠微摇摇头 便是让大家知道了又如何 还不是笑话姑娘管之不力 没能耐 到时候 没准姑娘还得落太太的埋怨 是啊 太太不见得会给姑娘撑腰 有的是人想看姑娘笑话呢 明兰摆摆摆手 示意她们别说了 平静道 晚饭后 你们再过来 帮我做些事 三个丫头 只得郁郁地出去了 明兰轻轻把窗开了一线 看向外面 只见那一片红莓 鲜艳灿烂 摇曳生姿 冰天雪地 也自成芳华 说不生气 是假的 现在不是稀释宁人的问题了 这几个丫头 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才敢如此放肆 太太掌管圣家 林一娘有钱有儿女 她 不过一个小小庶女 只有老迈的祖母怜惜着 他们笃定了她不敢惹事 不敢得罪 他们背后的主子 明兰第一次开始理解 古代大家庭的复杂之处 她不怕收拾这几个丫头 可不能得罪长风和太太 她有靠山圣老太太 却不能试试 让她替自己出头 她使所有孙辈的祖母 不能一概偏心 有些事 她不能做 得明兰自己来 若她有如兰的地位 也能惬意自如地 当个大家小姐 轻松度日 可她不是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她如今身在江湖 想要置身室外 才是可笑 想想第一步 先做什么 晚上 丹菊和小桃 把门窗一一关上 翠薇帮着明兰 裁剪一张大大的白纸 准备笔墨 明兰道 你们三帮我想想 日常小丫头们 有什么不得体 不规矩的事 整理一下 咱们列出一份规制来 白纸黑字写下来 回头 好约束他们 翠薇觉得很好 单局 却很悲观 我知道姑娘的意思 可是 就算写出来又如何 咱们又不好罚他们的 明兰开始天水淹没 灯光下眉目奄然 唇边露出一对小小的梨窝 展颜道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饭要一口一口吃 麻烦也得一个一个的解决 你们先照我说的做 不要为了这些不知所谓的人 坏了自己的品性 这些人 不值得我损失平和愉快的心情 小桃是最听话的 说着便一五一十地说起 平时瞧见丫鬟们 不得体的行径 翠薇笑着在旁总结 单局心细 慢慢把遗漏的地方补齐 三个臭皮将虽然未必顶个诸葛亮 但却肯定比明兰自己一个强 他们三下五去二便精简概括 罗列成条 什么不得随意离开木苍斋 不得议论主家行事 当职时应尽忠职守 不得吵架声势 不经招呼 不得善进正乌等等 三个女孩都是自小当丫鬟的 最熟悉下边的细所忌讳 一开始还有些顾忌着 后来越讨论越周全 明兰亲自给他们倒茶端点心 然后纸笔一一记录 说到深夜 看看差不多了 翠薇和小桃收拾散了 一炕的纸屑和笔墨 单局端了盆温水 给明兰敬手 一边细细揉搓着明兰手上的墨迹 单局忍不住道 姑娘 这真的有用吗 咱们不能请老太太做主吗 明兰用湿答答的手指 刮了下单局的鼻子 山人自有妙计 单局扭脸避开 嘟着小嘴拿干帕子 给明兰包手 明兰忽然想到仪式 又执起笔来舔了舔墨 在那大纸下面加上一句 未完更新中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最后来的味道 请继续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